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420年 东晋名将刘豫接受进宫地司马德文善让地位 建立刘宋皇朝 定都建康 视为南朝开端 公元589年 北方五十万铁骑涌过长江 陈朝风流后主陈书宝从景阳宫燕之井中被随军用绳子调出 至此 南北朝落下帷幕 历史203年 其实 中国北方先后出现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州五个鲜卑族国家 与南方的东晋 宋 齐 梁 陈化将而至 对制称雄 共同为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书写了一页华丽的篇章 泼墨汉家子 走马仙班 北朝是胡汉群豪的天下 南朝则是门阀士族的水乡 北人胡扶骑射 豪气凌云 男人清求缓代 潇洒自如 北人高唱 吃乐歌 天苍苍 也茫茫 风吹草 低陷牛羊 南人低隐 西周曲 采莲南唐秋 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 莲子清如水 南北朝是分裂的乱世 十六国此行彼起 往来相继 那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 匈奴 鲜卑 杰 低 枪 丁灵 高车等少数民族 纷纷融入汉民族 民族融合更新了思想观念 同时 草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激烈冲突 当时时也 如道征锋 佛教西来 神腾九空 祭登十地 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朝沉溺于烟火缭绕的极乐世界 北朝则成功实现汉化 双方消弭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 结束了华谊之变和湖汉之争 中国避免了像欧洲那样陷入四分五裂 赛上草原 大漠孤烟 水乡泽国 雨雪飞飞 南北朝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群雄纷争 角逐天下 是一部雄伟的英雄史诗 刘玉拓跋卷是本书第一部 公元383年 东晋五湖十六国时代 步入中后期 湖族中杰出的前秦天王福建兵败肥水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百万大军一招散尽 福建被枪族人姚长勒死于心平佛寺 肥水之战改变了中世纪中国的命运 由此 南北对峙格局慢慢形成 经过低族前秦帝国短暂统一的北中国 再次陷入分裂 各族英雄豪杰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叱咤风云 指点江山 慕容先卑族一代 枭雄慕容锤和慕容冲 分别在河北 山西起兵 建立厚烟和西烟政权 前秦虎将吕光 远都大漠观山 以十万之众破中亚兵甲七十多万 威震天山南北 征服了西域三十六国 将西域化入了华夏民族的版图 河西走廊群雄并起 敌人 汉人 匈奴人 起伏鲜卑人 突发鲜卑人 各自建国 小小梁州一时间惊献四个梁国 为七连山下美丽的牧场争斗不止 中山狼姚长建立枪族国家后勤 独霸观中 与前秦时人魔王福登展开意志与智慧的较量 东晋皇朝腐败的门阀制度 激起数族地主 平民 奴隶大暴动 孙恩 卢巡相继揭干而起 齐军从浙东到广州 从岭南到荆州 浮海渡河 转战江南半壁河山 东晋皇权旁落 高门士族环旋 乘机打败其他士族豪强 建立了中国历史第一个门阀士族的环楚王朝 这是南北朝前夕中国混乱的国家形势 纵观中国历史长河 这段历史最乱 民族多 国家多 人物多 战争多 为真实在线南北朝历史 我们以南北两大皇朝的奠基者 拓拔和刘玉为主线 探索历史真相 展现人物的性格 两人的出身和经历截然不同 一个来自游牧部落联盟是一副王子 一个源于没落数族之家是精口赌徒 但有一点相同 他们都为实现人生目标苦苦奋斗 一个野蛮的胡族走出临海松涛 踏上茫茫草原 越过巍峨壮阔的阴山 来到长城塞外窥视中原 这群凶汉勇武的马背上的征服者 为中原的妖娆所震惊 为了得到这片美丽的土地 他们与汉人 匈奴人 截人 敌人 枪人 逐鹿中原 生死相搏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 和数不清的谜团 他们的王子拓拔 创建鲜卑族北魏帝国 在与匈奴人的争斗中艰难胜出 保持着鲜卑对匈奴的优势 把匈奴人彻底赶出了殷山草原 又对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发动战争 统一诸部 集中游牧民族的力量而进入中原 而后 拓拔遇到了最厉害的敌人 慕容鲜卑的后燕国 金庸武侠小说 天龙八部中的南慕容 指的便是慕容鲜卑的后代 南慕容 北乔峰 慕容副在江湖中是一等一的高手 而其祖先后燕国的皇帝慕容锤 正是一个百战百胜的不败名将 但是 北魏更强大 参和皮之战 北魏军队击败后燕国十万大军 后包围了慕容鲜卑人的国都中山城 经过长期围困 北魏军队把慕容鲜卑人赶回了东北老家 拓拔成为山西 河北和蒙古草原的统治者 北魏国地跨草原和平原 拓拔吸取匈奴 结 低 枪等野蛮民族 入主中原的失败教训 主动离散部落 迁都平成 潜心如学 放弃自身游牧文化 改向更先进的汉文明学习 作为五湖最后一个湖族 在中原站稳脚跟 北魏的汉化政策 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抗 拓拔统治末期 这位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 在激烈的文明冲突中陷入四面楚歌 变得乖厉 暴躁 残酷 凶狠 最后重判亲离 死在儿子的刀下 大江之南 斜阳草树眼影下的寻常相墨 诞生了一位 气吞万里如虎的大英雄流域 这位南朝的开创者 由破落数族起家 借镇压孙恩起义之机 充分展现了盖世武功与超人谋略 他奋长刀逐万人 从一名中级军官 一跃成为北斧军高级将领 刘豫败孙恩 灭桓玄 破卢巡 斩刘毅 北伐南烟 西入长安 将慕容仙卑和羌族皇帝 拉到健康闹事砍头 重新振奋起了汉人的勇武豪气 刘豫的一生是 平凡与伟大的一生 前四十年默默无闻 后二十年惊天动地 他告诉人们 大器晚成的道理 不要灰心 只要肯想 肯干 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一百人可以灭亡一个国家吗 刘豫说可以 在贵族与平民不连姻不说话的时代 一个卑贱的人可以做皇帝吗 刘豫说可以 江南温市暖乡里成长起来的南方人 可以战败湾公主马的北方人吗 刘豫说可以 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刘豫成为南朝第一任皇帝 然而崇尚赫赫武功的刘豫也有遗憾 像所有沉迷于军事占领的征服者一样 他无法解决民族问题 关中得而复失 北伐大业成为炮影 由于时代特性 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很有个性 直率不虚伪 勇武而可爱 狡诈而吃颠 嗜血又温情 有壮志凌云 残忍冷酷的拓拔 智勇双全 老谋深算的刘豫 百战百胜的慕容锤 勇猛顽强的福登 机敏聪明 随机应变的贺兰王后 一搏云天的牧虫 首唱汉化的北魏大臣张滚 可以一心多用的刘慕之 其他像东晋孝武帝的刘连世久 楚国明氏皇帝环玄的智大才书 厚焉太子慕容宝的狂妄无知 柔而不绝 金刀太子慕容超的自以为是 美男子赫连勃勃的凶残狠毒 枪人摇长的奸华无耻 与大度豁达 这些人物的个性与性情 在一个个历史事件中 鲜活跳脱 网络的兴起 诞生了一批草根人才 这批人才来自社会最底层 正所谓聂族航武之间 而崛起千末之中 只要坚强地活着 工作着 野百合也有春天 我便是一个小小的草根 我写作南北朝历史有四年了 早先写了一本 鲜卑帝国的书 后辗转新浪 搜狐 天涯逐久三大论坛 蒙大家不弃 写作始终在继续 成长做事离不开经验 而经验就在前人的行囊里 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吸取营养 但历史的话题总是过于沉重 要大家接受 历史就必须写得很好看 当年明月写明史的时候 提出一个口号轻松读历史 历史可以写得更好看 影响了很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 包括我和编辑 所以这本书有了一个名字 南北朝那些事 但我希望还原历史 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 追求好看 历史不用演绎 本身就具有传奇性 我写历史 注重史实 着意探究真相 总结战争规律 发现政治 经济 文化之间内在的关联 偷袭人物的心理和命运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启发 第一章 鲜碑第一地 公元386年 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 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年 范文兰先生的中国通史 将这一年定为南北朝北朝之史 本书的故事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从北魏帝国第一任开国皇帝 拓跋归开始 知道拓跋归的人不多 不要说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 曹操 刘备和孙权 便是耶律阿宝基 完颜阿古达 努尔哈赤等人的知名度 也远高于他 北魏帝国是拓跋鲜碑人的帝国 鲜碑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林地民族 种族繁杂 其中有一支部落叫做拓跋部 北朝是鲜碑人的王朝 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都是鲜碑人政权 其中三位是拓跋鲜碑人 北齐是鲜碑化的汉人 北周是鲜碑化的匈奴人 拓跋鲜碑人在其上属于野蛮人的时代 便开始从发源地西伯利亚 及大兴安岭一路南迁 取代了匈奴人称霸草原近百年 最终 他们建立的代国 被盛极一时的前秦大帝国征服 那么拓跋鲜碑人 又是怎样重新崛起的呢 如果说一个人能够改变历史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英雄 拓跋鲜碑人 就是依靠伟大 年轻的铁血首领拓跋归 实现了国家的复兴 史书对帝王出生的描绘 往往神奇而夸大 拓跋鲜的父亲叫拓跋石 母亲是匈奴赫兰部首领 赫野干支女赫氏 拓跋鲜一出生体重 就是平常幼儿的两倍 是个大额头 大耳朵 又重又肥的胖小子 聪明 很早就会说话 眼睛炯炯放光 这似乎告诉人们 拓跋鲜生来就是一个伟大人物 可现实没有这么简单 谁都要经过人生的磨难 一位国王遭受的痛苦 要远远超过平常人 开国君主不是天生的 是铁血和苦难打造出来的 拓跋鲜咕咕坠地时 戴国正经历一场政变 有人试图刺杀他的祖父 戴王拓跋石一间 拓跋石为保护父王 在与刺客拼斗中丧生 按照草原民族父死七妻后母 兄死七妻嫂的习俗 拓跋鲜母亲赫氏 改嫁给拓跋鲜的叔叔拓跋汉 弟弟拓跋姑刚出生 拓跋汉去世 赫氏又成了寡妇 在这一事件上 南北朝的史书各执一词 以上是未书记载 宋书和禁书 则记载拓跋鲜为十亿间之子 是说十亿间那戏 南朝和北朝 总是互相抱有偏见 捕风捉影 空穴来风 极力制造对方的污点 还提时代的拓跋鲜 在阴山大草原盘山学步 或在白灯山下玩耍的时候 祖父拓跋十亿间 总会手指一望无垠 天野相接的辽阔大草原 和绵延起伏 雄伟壮丽的阴山山脉 一脸骄傲地说 这都是我们的 十亿间身材魁梧 相貌威猛 战争使他失去一只眼睛 看上去猙獰可怕 他是拓跋鲜卑人的硬汉子 一位身为显赫的国王 有着一颗宽容的心 鲜卑拓跋步 在他手里达到无上的光荣 代国将于东自会莫 西极破罗那 南岛阴山 北进沙漠 成为塞北草原强国 和草原民族征服者建立的国家一样 代国是部落联盟 鲜卑拓跋步的兴起 并非简单赶走当地牧民 夺取牧场 而是通过联姻和军事征服 像滚雪球一样 以拓跋鲜卑人为核心 合并其他民族 组成联盟 代国联盟 包括拓跋鲜卑人 乌环人 匈奴铁夫人 匈奴独孤人 匈奴赫兰人等 许多草原部落 拓跋鲜卑 取代昔日大匈奴 成为草原和沙漠的主人 近百年 他们纵马扬鞭驰骋赛赛上 木然注视着长城内 一个又一个王朝 如昙花般盛开败落 他们的马蹄 踏上过中原的土地 却不肯留下来 上天给过拓跋人机会 可他们没有珍惜 东晋十六国时代 是英雄辈出的岁月 低族前秦国崛起关中 天王福坚 在鸣向王猛辅佐下一统北方 命运不会让拓跋归 平平静静当一个小王子 拓跋归五岁时 匈奴铁福部叛逆代国 引领前秦帝国假兵出赛 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 转瞬间土崩瓦解 前秦帝国军队进入大草原 代国兵败如山倒 母亲赫世 带着年幼的儿子们 从乱军之中夺路北逃 翻越阴山山脉 穿过大沙漠 逃出蒙古高原野蛮人截掠 历经重重磨难 来到漠北 前秦军队退回黄河南岸 赫世母子们重返阴山 回到七戒山 喘息未定的赫世母子 再次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 前秦大军压境的危难关头 拓跋归的叔叔拓跋时军 发动政变 残忍地杀死老代王十一间的五个儿子 只有小儿子拓跋枯多和孙子辈的幼儿们 幸免于难 内乱给前秦军可乘之机 代国因此亡国 大草原有许多部落构成 代国不过是部落联盟罢了 代国瓦解 草原四分五裂 拓跋归母子来到赫世娘家贺兰部落避难 后来 前秦帝国任命独孤匈奴人刘库仁主持元代国地区事务 因刘库仁是十一间女婿 赫世带着儿子们由赫兰部辗转来到独孤部依附刘库仁 拓跋归从尊贵的王子沦落为普通牧民 要和牧民一样忍受饥饿 忍受草原恶劣气候带来的种种困难 作为家中的长子 这个未来蒙古和华北的征服者 亲自带领同母异父的弟弟拓跋姑 拓跋仪和拓跋链 以打猎 不予维持生境 幼年颠沛流离 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 给拓跋归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应付生存所需要的智慧和毅力 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战争 苦难 血与火的经历 养成了他日后果断 残忍 冷酷的性格 七年光阴平静度过 拓跋归十二岁了 一场伟大的战争 会打破宁静的生活 让血液重新沸腾 公元383年 决定南北两大帝国命运的 肥水战争爆发 前秦天王福坚 争调北方百万大军 向江淮挺进 意图一战征服江南 统一天下 战争的结果 令所有人大跌眼镜 足以头边断流的北方百万铁骑 惨败肥水 前秦军千里大溃败 东晋军队出师北伐 敌人统治下的丁灵人 起伏鲜卑人 慕容鲜卑人 枪人趁机而起 各自建立王国 北中国分崩离析 消息传到塞外 代国的遗臣 鲜卑拓跋步的贵族们 欢欣鼓舞 因为他们看到了重新成为主人的希望 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是 前秦任命的草原同龄者刘库仁死了 刘库仁本名叫做独孤梅根 是匈奴人 属匈奴独孤部 原代国的南部大人 代国灭亡后 他投降前秦 独孤部是匈奴的一支 是匈奴男人和鲜卑女人通婚 而繁衍起来的部落 部落姓氏为独孤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姓 独孤依匈奴人的习惯改姓流 后世隋文帝杨坚和 和唐高族李渊的母亲 均出自这一部族 蒙古高原 有大大小小许多部落 较大的有鲜卑拓跋步 匈奴独孤步 匈奴贺兰步 匈奴铁服步 和柔染 乌环 高车诸族 前秦帝国打败拓跋鲜卑人 把草原一分为二 交还给匈奴人打理 塞北重新成为匈奴人的天下 蒙古高原为两大匈奴 部族首领控制 一个是匈奴独孤步 刘库人 另一个是匈奴铁服步 刘卫臣 他们以黄河为界 分为东西两方 平分大漠草原 刘库人作为秦国的镇危将军 关内侯 受命管理前代国黄河以东的领土 负责监督拓跋人 他是代国老臣 匈奴独孤步 也有一定的势力 加上强大的前秦帝国支持 拓巴人对他甚为忌惮 匪水之战后 慕容鲜卑的贵族慕容锤 在河北复兴燕国 刘库人蒸发赛上兵马 出燕门关 攻打慕容锤 草原牧民不愿远征 部下的匈奴人 鲜卑人 乌桓人 汉人 在慕容鲜卑人的阴谋策动下 发动叛乱 杀死刘库人 蒙古高原的部落 之所以在刘库人手下规规矩矩 无非害怕前秦帝国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今秦国瓦解 刘库人死掉 谁还会守规矩 于是塞北大乱 拓巴人想复国 就必须找到正宗的代王继承人 这样才有号召力 拓巴时军发动叛乱 老代王十一间的儿子们几乎死绝 福建以大逆不道罪车列拓巴时军 十一间只于下幸免于难的小儿子 拓巴哭多 但被前秦军押送长安做人质 十一间的孙子辈留在草原上 其中拓巴归年长 当仁不让成为第一继承人 刘库人很看重拓巴归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 告诫儿子们说 此而有高天下之志 必能挥拢祖业 你们一定要尊重恭敬 刘库人的话意味深长 长久以来 拓巴部一直统治蒙古高原 势力很大 这句话意在安抚拓巴贵族 暂时别闹事 等拓巴归长大 我把全力归还你们 刘库人死后 弟弟刘隽当上部落首领 草原将经历一次战乱 匈奴贺兰部和匈奴铁服部 相继向独孤部发起进攻 战争吹响匈奴人争霸草原的号角 三部匈奴混战 孤独部实力明显高出一筹 两战两胜 打败了外部敌人 内部开始同事操戈 刘隽的儿子刘罗晨对父亲说 近来征战所向无敌 然而对于心腹之患要及早除掉 刘隽问 谁是心腹之患 刘罗晨说 堂兄刘隽是残酷无情的人 早晚必将作乱 刘隽不听 你乱说 我是他叔叔 刘隽是刘酷仁的儿子 刘罗晨没看错 争权夺利 从来不管你是叔叔还是大爷 刘隽杀掉毫无防备的刘隽 自立为匈奴独孤部的首领 当时草原三分天下 匈奴铁服部控制西部草原 匈奴独孤部控制中部草原 匈奴赫兰部控制东部草原 很多匈奴人天真的认为 属于大匈奴的时代又回来了 只有刘隽保持着清醒头脑 刘隽比他叔叔强 是块材料 他知道 如果想恢复匈奴人在草原的霸业 必须压制住拓拔仙卑人 一百年前 仙卑人从匈奴人手中 夺取了大漠南北的广大牧场 天王福坚打败仙卑人 把草原还给了匈奴人 利用匈奴人压制仙卑人 仙卑人畏惧的 不过是匈奴人的后台 而不是匈奴人 三部匈奴互相残杀 拓拔仙卑人最后获利 这是在明白不过的道理 刘显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若想制服拓拔仙卑人 必须除掉拓拔归 拓拔归是老代王时一间的嫡亲孙子 根正苗红 是拓拔布的灵魂 拓拔布想重新成为草原主人 定会拥戴拓拔归称王 怎么办呢 最保险的办法就是除掉他 杀死拓拔归不能过于张扬 因为匈奴独孤部 称霸草原离不开 鲜卑拓拔人的支持 一旦暴露 拓拔人会投向其他两部匈奴 刘显召集部落首领开会 准备采取暗杀手段 神不知鬼不觉地找机会下手 他的秘密 不小心被商人王霸获悉 王霸是谁 戴北的大富商和拓拔归关系很好 开会之日 部落首领们纷纷进入独孤匈奴人 刘显的瞻杖 王霸机智地踩拓拔归的脚势井 拓拔归明白暗事赶紧溜走 一技不成 再生二技 刘显随即和弟弟刘康尼 谋士梁六眷密役 亲率匈奴骑兵队赶往七界山 袭杀拓拔归 就当时行事是丹利姑的拓拔归根本不是匈奴人的对手 拓拔归能逃过大难全靠母亲赫氏 赫氏不姓赫 本姓赫兰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姓赫 所以现在赫兰的姓氏不多见 提及赫兰 我们会想到赫兰山 赫兰山在哪里呢 在宁夏与内蒙交界之处 巍峨壮观 丰丸重叠 雅谷险郡 是宁夏最高的山 东望滔滔不息的黄河 俯瞰厄尔多斯高原 古时青海云山 白化覆盖 金钱豹出没其中 山势雄伟 若骏马奔腾 二太游牧民称 骏马为赫兰 顾名赫兰山 这里栖息过一个匈奴人部落 鲜卑时代各部落 多以山谷为姓氏之名 因之称为赫兰部 拓跋归的母亲赫氏 便是赫兰部的女儿 戴国王妃 未来北魏的王太后 赫氏具有草原女子的勇敢机制 戴国王国的逃亡路上 已经显示出 赫氏机警沉着的过人之处 从草原过阴山 穿戈壁到漠北逃难 道路漫长 车辆轮子跑掉了 赫氏集中生智 取下头三插入轮中 重新把轮子固定住 又跑出一百多里 车轮不清 从而躲过大难 戴国王国之后 赫氏笼络住一批 忠于拓跋部的精干人才 这批人才在后来复兴戴国 统一草原 南下中原过程中立下 赫赫战功 赫氏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南朝人说他嫁给了公公老戴王 十一间 并由此认定 拓跋归应该叫拓跋十一归 不管赫氏嫁给公公也好 小叔子也罢 我们对于这个帮助儿子成功复国的 草原妻女子 只能用一句话来表达敬意 这个女人不寻常 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 刘显采取行动之前 有人向赫氏告了命 谁呢 刘康妮的妻子 刘康妮妻子和赫氏母子 有什么关系呢 刘康妮的妻子 是刘库仁的老婆 十一间的女儿 也就是拓跋归的姑姑 匈奴救赎 父死七妻后母 刘库仁死后 拓跋是为刘康妮所有 为保护拓跋人的血脉 拓跋是派人通知赫氏 赫氏和拓跋归 当然不住赫兰山 现在那里是铁夫匈奴人的草场 他们依旧待在拓跋鲜卑人 龙兴之地的圣月 阴山山脉一处 山峰七界山脚下的牧场 这个地方后人称之为赤乐川 告密的不仅仅一拨人 刘庄仁的谋士 梁六眷也参与了 梁六眷是戴王十一间的亲外甥 他派不足人牧虫 西牧去七界山告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拓跋部的联姻非常广泛 拓跋部用血缘关系 笼络着一个又一个 毫无干系的不足 这是拓跋部 能够从小部落做大的原因 就像一家股份公司 能够不断吸取外来资本 壮大自己 我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北魏孝文皇帝 会进行汉化 这是拓跋人久远的传统 这种传统 对华夏民族的作用不可估量 我们可以想想 从历史长河中消失的匈奴人 杰人 鲜卑人 笛人 枪人 叮铃人去了哪里呢 其实 他们最后都成为汉人了 赫世获得消息后 大为吃惊 起初不相信刘显会鲁莽行事 将信将疑 牧虫和西木二人的到来 彻底打消了他的幻想 他立刻采取行动 让拓跋归兄弟和戴国老臣长孙坚 原他 罗杰 轻装骑马逃走 自己则待在营地等待刘显到来 因为他知道 如果刘显发现拓跋归逃走 一定会彻底私下伪装进行追杀 那时 恐怕谁都难逃一死 刘显率匈奴骑兵 闯到七戒山 声言要把拓跋归带到军中历练 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影 赫世骗他说 拓跋归刚刚出去 吩咐侍女们端上热奶和大块的羊肉 还烫了一壶麻奶酒 热情招待 论起辈分 赫世是刘显的旧妈 刘显自然不能太过分 再者 刘显想等拓跋归回来带走 便留了下来 赫世亲自陪坐给刘显针酒 刘显是个残酷无情的人 却不是好色之徒 父亲刘显人死后 后母拓跋式中年美貌 刘显并不动心 他一心是拓跋不为最大敌人 不肯和他们走得太近 于是把拓跋式让给兄弟刘昂尼 赫世生来美貌 此时风韵犹存 酒量也不错 男人和美丽的女子一起喝酒 总是吃亏 何况和赫世如此精明漂亮的女人呢 刘显心中有事 因那谚语之中 耳红眼热 已然大罪 一阵马的丝鸣 人群的喧哗声 把刘显从梦中惊醒 抬头一看 黎明的晨曦 透过沾帐的窗口射进来 沾帐外嘈杂不休 刘显双目朦胧地问道 怎么回事 帐外的亲兵回道 大人 马舅里的马惊了 赫夫人正在外面哭呢 刘显这才想起 昨夜在赫世处饮酒 醉了被扶到一处帐篷里睡下 不待他多想 外面吵闹得厉害 刘显披上衣服 走到帐外 沾帐外围满人 赫世正在那里哭哭啼啼 见刘显出来 赫世哭得更凶 眼泪断线 珠子一般滚落下来 冲刘显诉道 是才我的儿子还在此处 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不见了 你们谁把他杀了 我苦命的儿子呀 赫世卑卑怯怯哭不休 把个刘显弄得糊里糊涂 心道 这么说 拓跋归夜里回来了 不见了 不行 快追 刘显想要去追 又见围观的人 都是拓跋不重 游牧民族铸穷炉 就是帐篷 现在的蒙古包 四下都是开放的 不向汉人们圈强住 四处赶来的牧民们 黑压压地聚了一片 刘显不想失去拓跋 鲜卑人支持 如此情况 不好在四下搜寻拓跋归 思前想后 无计可施 刘显只好辩白 非他所为 假惺惺劝解贺氏 舅母 你别伤心 拓跋兄弟是不是有什么事 自己出去了 再派人找找 若说我的手下想害拓跋兄弟 那不可能 我与拓跋归是兄弟 若谁有这个胆子 看我不包了他的皮 此事原本是赫氏 故意让人惊马眼的一出戏 目的就是 不让刘显再去追自己的儿子 见刘显出面说话 也就借台阶下 止住悲声道 既如此 我在派人找找 归而没服 只可惜辜负你的一片心意 赫氏这个女人不寻常 聪明 有实践 不愧为部落首领的女儿 不愧为代国两位王子的王后 她非但把你拖住 分不开身 还要让你不能追 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刘显中了赫氏的计策 拓跋归等人 安全逃到赫兰部的聚居地大宁 与拓跋归一道逃亡的 有一批忠于拓跋归母子的 元代国势力 这批人后来成为北魏开国功臣 史称原从二十一人 赫兰部也是匈奴人 他们容得下拓跋归吗 赫兰部是匈奴的一个部落 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匈奴人 是由匈奴人与高车诸部杂居共处 反引升息而来 赫兰部非常强大 许多高车部落与他结盟 代国时 赫兰部与孤独部 同为拓跋部的附属部落 拓跋部非常注重 与赫兰部的关系 是有政治联姻 拓跋部首领拓跋玉律 曾嫁女赫兰部首领赫赫 赫兰部传到赫野干时 他娶十一间的女儿辽西公主为妻 并生下赫娜和赫氏 随后亲上加亲 赫氏又嫁给十一间的儿子拓跋时 问起来 舅舅娶了外甥女 可见拓跋部的伦理关系 和草原其他民族一样 非常混乱 总之 拓跋部依靠通婚融合 加强血缘关系 逐渐发展壮大 代王后 赫那接管赫兰部落 赫兰部虽然名义上 归流库人统侠 实际是我行我素 俨然一个独立王国 天王福坚 拿出对付草原民族的 传统办法 封赫那为将军 游牧民族没有定居点 逐水草而居 赫兰部早已远离赫兰山 来到阴山以北 希腊木伦和以西的草原上 聚居在大宁 及今天的内蒙赤丰一带 随着宗主国前秦战败 刘库人被杀 赫那赶到称霸草原的机会降临 于是起兵攻打独孤步 两大匈奴部落之间的战争 以赫兰部失败而告终 正在他傲丧不已的时候 拓拔归到来了 赫那非常高兴 隆重欢迎 并当面恭维拓拔归说 复国之后 当面老臣 赫那说这句话 并非真心实意 不过是试探一下 从赫兰部异域 占领戴北可以看出 赫那有称霸草原雄心 不管赫那处于什么目的 我们这位心气高傲的 16岁少年拓拔归却笑道 果真像舅舅说的那样 外甥怎么敢忘记呢 赫那再没什么表示 拓拔归的圣气灵人和招摇 引起赫兰部中的不满 为什么非你拓拔部 才可以做草原主人呢 我们大匈奴 才是草原和大漠真正的主人 以赫那弟弟赫兰干为首的 一部分赫兰贵族开始谋划除掉拓拔归 赫那和赫兰干不是异母所生 恐怕赫那未必同意 因为赫那是十亿间之女 辽西公主所生拓拔归的亲舅舅 要杀拓拔归 不能让辽西公主和赫那知道 最好是暗杀 为什么草原上强大的部族 均预置拓拔归于死地呢 拓拔部自首领拓拔立威建立代国开始 历经八王之乱 五胡之乱 一只熊霸匈奴故地 经营草原近一个半世纪 通过互相联姻成为塞北草原最大的一支力量 虽说代国被前秦国灭亡 但根基雄厚 势力仍在 精神不散 其他部族想夺取草原霸权 绝对绕不开拓拔部这堵墙 拓拔归是拓拔部的魂 是旗帜 拓拔归寄居人下 本该做事低调 但他性格张扬 做事动作大 他与独孤部闹翻后 干脆大张旗鼓 召集顾旧 草原上的拓拔人和元代国的部族 纷纷投奔拓拔归 其中包括刘显的很多附属不重 刘显很是气愤 大呼上当 派人抓捕赫氏 精明的赫氏 逃奔到刘康尼家 在供奉神像的车子中躲藏了三天 刘康尼全家人为他求情 赫氏这才免于一死 赫氏保住儿子完成任务 没必要继续待在独孤部 鼓动元代国中部大人宇和臣 带领部族和他一起逃到赫兰部 拓拔归的势力越来越大 赫染干迫不及待的要除掉他 指使匈奴勇士侯尹七突实施暗杀 牧民玉谷真告密 拓拔归做好准备 营帝戒备森严 侯尹七突不敢贸然动手 赫染干怀疑玉谷真泄露计谋 把魏谷真抓起来审讯 用两个车轮夹他的头部 用刀刺伤他一只眼睛 玉谷真拒不承认 赫染干无奈 只好释放他 暗得不行 赫染干亲自上阵 率骑兵包围拓拔归的营地 双方剑拔弩张 猎马长司 火拼一触即发 拓拔归客居赫兰部 真正动起手来 是生是死 不言而喻 危难之间 赫氏挺身而出 谴责赫染干 你们要杀死我的儿子 到底想置我于何地呢 赫染干虽心有不甘 却只得收兵退走 他并不惧怕赫氏 实在是害怕赫娜和辽西公主 不得不离开 赫染干行动失利 使拓拔归族看到希望 拓拔归的从曾祖和罗 与其帝拓拔剑 及诸部大人 共同请求赫娜 推举拓拔归为王富利代国 赫兰部和拓拔部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加上辽西公主支持 赫娜不得不支持 拓拔归复国 此外 赫娜知道 赫染干对赫兰部首领位置 也抱有野心 一旦自己失去拓拔各不支持 就会让赫染干得利 赫娜思来想去 想起三国的曹操 自己何不携天子以令诸侯 借助拓拔归的力量 统一大漠草原 个人的利益 大于种群的利益 这不是匈奴人的悲哀 而是人类的悲哀 赫娜推举拓拔归为代王 赫染干坚决不同意 我们赫兰部 怎么能立拓拔归 一个外人做首领呢 赫娜笑着对弟弟说 拓拔归是正统王子 你我以前都是代国的臣子 现在反对人家复国 说不过去吧 有了赫兰部首领的拥戴 一切水到渠成 公元386年 东晋孝武帝太元11年春正月 拓拔归在拓拔诸部和赫兰部支持下 在牛川召开部落联盟大会 复兴代国 壮阔雄伟的殷山南北 自古以来就是千里牧场 内蒙古有首民歌 唱出了芳草七七 鸟语花香 牛羊遍野 风光无限的阴山草原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风吹绿草变叠花 彩蝶纷飞白鸟唱 一弯碧水应晚霞 骏马好似彩云朵 牛羊好似珍珠嗓 牧羊姑娘放声唱 愉快的歌声满天涯 在青苍蔚蓝的天空下 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 拓拔布向我们展现了 草原民族独特的祭天礼俗 女巫们扭摆身子摇动铜骨 拓拔归与拓拔布 其他七族的首领 以黑瞻蒙身 在篝火青烟缠绕熏寮中 向西拜天改元登国 正式登上带王宝座 拓拔布在呼伦贝尔草原游牧时 曾经七分部落 游河谷市 普市 巴巴市 达西市 一楼市 邱敦市 四海市七个兄弟分别统下 七个部落连同拓拔布 形成鲜卑八国 部落可汗由拓拔布直系担任 从而确立军卫世袭的 兄中帝级的制度 但是 每位首领继位 必须与其他七个部落的可汗 对天盟士 已是团结一致 相依相存 这种传统 直到东西魏时仍然存在 但后来已经沦为形式 代王拓拔归 依靠汉人谋士 建立起国家机构 对有功之人进行奖励 大丰部落首领及清贵 以掌孙松为南部大人 书孙普洛为北部大人 汉人张滚为左掌使 许谦为右司马 西木为至民长 王剑 和靶 书孙剑 于悦等为外朝大人 统领亲兵 逐将接掌宿卫军 并参军国谋役 掌孙道生 赫皮侍从左右 传递命令 很快 代国的中央机构 和权力中枢基本形成 一个复兴的奴隶制国家 在漠南草原重新崛起 代国复兴 王权并不巩固 新代国政权 承袭老代国部落大人 共管国事的旧制 然而 拓跋王族对附属部落的控制 远非十亿间时期可比 以赫兰部为首的部落难以归心 使得新代国仅仅是个空壳 代北的匈奴独孤部 和黄河西边拓跋部的 世绸匈奴铁副部 也虎视眈眈 舅舅赫那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注视着年轻的代王 这也算一个国王吗 有谁见过 寄居在别人牧场里的国王 一百年前 鲜卑人打败匈奴帝国 迫使匈奴人西迁南矣 一百年后 这场两大民族的争斗又将开始 年轻的代王拓跋规 面对的将是势力强大的 匈奴三大部落 第二章 匈奴人最后的机会 有人把匈奴人比作狼 狼之所以凶狠 因为群狼构成了一支强大的团队 狼群所过之处 没有任何动物能够幸免 无论多么凶猛狡猾 但是 一旦失去团结的精神 狼群就会丧失可怕的力量 人性的嫉妒 也会使人类的团结变得脆弱 此时的匈奴人 已经不再是横行草原的天之骄子 匈奴三大部落致命之处在于不团结 一百年前 鲜卑人征服了骄狂的匈奴人 北匈奴逃得很远 据说逃到欧洲 他们的首领阿提拉 竟然攻入西罗马帝国的首都 南匈奴更是四分五裂 大多部落成为晋王朝的附庸 这些受西进帝国保护的附庸 也一度占领洛阳 建立了匈奴人的王国 后来 他们被来自中亚地区的截人打败 再度沦为牧羊人 大匈奴的复兴 只能寄希望于留在草原与鲜卑等北方民族 互相通婚的三大部落 即独孤部 铁服部和贺兰部 拓巴鲜卑人复国成功 留给匈奴人的机会不多 可他们仍旧不团结 铁服匈奴人 悠然享受着黄河核桃 厄尔多斯草原 鲜美嫩绿的青草 贺兰匈奴人 物自作着拉木伦和霸主的美梦 只有独孤部在行动 这是匈奴人最后的机会 不求消灭所有拓巴人 只求扳倒他们的首领拓巴鲑 因为这个人太可怕了 拓巴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志向 有志者是静成 北魏名臣汉人张滚 曾经对人评价拓巴鲑说 主上天资结脉 意志灵霄 必能囊括路河 混一四海 张滚说 拓巴鲑最大的优点 就是有志气 有理想 有抱负 这是一个人干大事 最基本的一项素质 流川在赫兰部控制之下 心高气傲的拓巴鲑 不甘心受人操纵 他不会去做懦弱的汉县帝 很快和赫兰部首领两个舅舅 赫娜 赫然干闹翻 拓巴鲑与赫兰部的蜜月 仅仅维持了一个多月 拓巴鲑就脱离赫兰部庇护 由牛川迁到云中川 云中川 即金钱套平原 今天的内蒙古省会 草原明珠青色之城 呼和浩特就坐落在这里 不过当时并没有这么一座城市 古时的云中川 是一望无际 天野相接 水草丰盛 牛羊肥壮的大草原 卫书中记载 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 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 美岁孟秋 马长大吉略为满川 这里是拓巴鲜卑龙兴之地 代王十一间在此建造了圣乐宫 复兴一时 代国内忧外患 年轻国王拓巴龟 面临着重重困难 举步艰难 从中国整个版图望去 王国实际控制区域 仅有现今内蒙古前套平原 狭长的草原地带 北有赫兰部 南有独孤部 西有匈奴铁服部 东有一个强大的慕容后燕国 四面强敌环似 危机重重 拓巴龟非但不退 反而主动出击 公元386年4月 少年气锐 志向远大的代国国王拓巴龟 毅然照告草原诸部 将代国国号更名为位 自称魏王 改元立国 北魏国建立了 代国复国 仅仅四个月 拓巴龟就更改国号 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 去掉百年传承的国号 对草原新王国来说 是福还是祸呢 更改国号 需要智慧和莫大的勇气 代国熊霸草原百余年 拓巴龟复兴家国 靠的就是这面招牌 你把自己的招牌砸碎 生意还做不做 看看人家慕容鲜卑人 这个富国 那个富国 都叫燕国 你争我夺 互不相让 就为了大燕那块金子招牌 这也给后人留下些难题 前燕 后燕 西燕 南燕 分清楚很费劲 为什么要改称魏国呢 历史学家们 曾经进行过无数次探讨 其中有一种说法 古人看中武德利韵 按照五行说法 位居土德 接续汉晋之间的曹魏 北魏所居的土德 就是曹魏的土德 成续的是汉朝的火德 拓跋之位 即曹魏之位 八王之乱后 中国大帝建立大大小小 十多个政权 各自纷纷都说自己是正统 拓跋归怎么办呢 去掉代王称号 就是要为自己寻个正统 不能成尽是必然的 因为晋朝仍在 成匈奴汉国 成杰族赵国 成敌人秦国 不行 干脆一起否定 我集卫国 曹魏的卫国 你司马仕篡位而立 我就是曹魏 我复国了 十六岁的年龄 正是憧憬理想的时期 今天的我们 沉迷在游戏 网络中 编织着自己的梦想 喜欢战争游戏的玩家 会经新选择扮演的角色 拓跋归心中的偶像 是三国卫国的曹操 他认为代国称号 不足以微服四海 而且也不希望 别人指手画脚的说 你能有今天 无非靠着祖辈的荣耀 南北朝的 北朝卫国 在漠南云中 穿大草原上 正式建立 拓跋归亲手掀开了 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代王爵位 是晋朝策封的 拓跋归抛弃了晋朝正统地位 虽然东晋取得 肥水之战胜利 但是经过福建苦心经营 晋朝在北方影响力 已大不如前 各路英雄都想取而代之 大晋国不再是那个 为少数民族 所尊崇的天朝上国 代国更名为国 显示出拓跋归的雄心壮志 不再受晋朝束缚 定下了更高的战略目标 要与各地群雄角逐天下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认同 拓跋归的志向和勇气 拓跋联盟中有些部落 看不到魏国的前途 认为拓跋归狂妄 把保护伞扔掉 数十年的老殿换了门面 整个一败家子 代国虽说复国 用不了多久 就会让这位牛气轰轰的少爷败掉 燕雀燕之洪湖之至 他们哪里懂得 拓跋归的灵霄壮志 古来英雄皆寂寞 护佛部首领侯臣 以福部首领代提帅 各自部众叛离魏国 独自游牧去了 二部的叛逃 更激起联盟内部的不稳 人心惶惶 拓跋各部落的首领和将领们 愤怒不已 齐聚魏王大仗 请命追击叛徒 拓跋归出奇的冷静 他有自己的判断 侯臣和代提的部落世代 为我们拓跋部做事 有罪过能忍则忍 当今国家草创 人们的想法不同 愚昧的人看不清形势 自然进退无常 不值得追赶 两个月后 没能找到合适水草 安全又得不到 保障的代提帅 以福部重新归附魏国 拓跋归不冷不热 代提再次叛离魏国 这一次 以福部众不愿相随 代提只得单身投靠 独孤不流血 拓跋归任命代提的孙子 贝金为以福部的首领 这一手非常精明 不计前嫌 不搞牵连 遇上这样的老板 员工怎么会不安心工作呢 安定住部落联盟的人心 拓跋归开始注意 最大的敌人 匈奴独孤部 拓跋部的强大在于团结 匈奴的衰落在于不团结 从南北匈奴开始 匈奴人就陷入到这个怪圈之中 拓跋归和母亲赫世一道 对独孤部开展瓦解工作 草原民族由一些血缘关系相近的部落组成 独孤部也不例外 其中一个较大的部落在刘罗晨领导下 刘罗晨是刘隽的儿子 刘隽被刘显杀死 拓跋归利用二人的矛盾 继续老代王十一间时代 与孤独部联姻的政策 娶刘罗晨的妹妹刘氏为夫人 拓跋归这段姻缘非常完美 既有综合不足利益的因素 又有两人的多年感情 拓跋归小时候 寄居独孤部 与刘氏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 二人的婚姻彻底拉拢住刘罗晨部 引起独孤部的分化 刘显的另一个弟弟刘费尼 也率领部落降位 刘显被逼无奈 选择战略退却 退入长城内 难走马役 把草原让给了拓跋部 生性残忍 狡猾多诈的刘显 难道会坐以待毙 当然不会 他正在策划着一个更大的阴谋 胜败再次一举 这是匈奴人最后的机会 什么阴谋呢 刘显派弟弟刘康尼 出使山西的西燕国 向西燕国主慕容勇 索要一个人 一个叫做拓跋库多的人 拓跋库多是老代王十一间的幼子 前秦灭代国时 拓跋库多已长大 留在代北踏生变故 被抢逼迁往长安 入太学读书 实际上是监视起来 长安战乱 拓跋库多随慕容 先背东归 随行军中 他是十一间所剩的唯一一个儿子 西燕主慕容勇 是个很奇怪的人 命运跌宕起伏 他的遭遇 可以印证一句古老的格言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他是前燕国的贵族 与慕容皇族是远亲 前秦灭烟 福间千禧 鲜卑人到关中 慕容勇流落长安街头 老婆在家缝制皮靴 他出去炼贪 千万不能小乔卖鞋的 三国属主刘备 早年也卖过鞋子 你也不必感叹 命运多舛 人生多难 只要有足够的信念 一定能够成功 从万人景仰的贵族 沦落为寻常小商贩 并没有让慕容勇丧失斗志 前秦肥水战败 慕容勇毅然踢掉贪子 跟随帅哥皇帝慕容冲起兵关中 成为慕容冲手下的一员汉将 慕容冲被思乡东归的先被人杀害 慕容勇乘机夺取了西燕国的大权 率军东归 击败天王福建的长子 盘踞在晋阳的福坯 独霸山西称帝 以慕容勇的阅历和聪明 他对刘显的用心动若观火 知道拓跋归在草原光复代国对独孤部构成威胁 所以他另外寻出一个代国的继承人 想要引起魏国内乱趁机消灭拓跋归 帮助刘显等于向魏国宣战 与之为敌 不帮助刘显 对西燕国没有什么害处 可慕容勇做出一个奇怪的选择 帮助刘显 原因不难猜测 慕容勇认为刘显的独孤部 在草原势力最大 而拓跋归的魏国毕竟是心生力量 再者拓跋哭多一去 名正言顺 势必引起魏国分裂 一个内乱部落如何经得起强敌攻击 帮助独孤匈奴称霸草原 自己凭空多了一个强大的盟友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慕容勇同意将拓跋哭多送给刘显 慕容勇猜得没错 刘显用意险恶 既然代国复兴成为现实 拓跋归称王 可你毕竟是代王十一间的孙子 我把代王的儿子请回来 看你怎么办 按照草原规矩你 就该让出王位来 如果不让 打你师出有名 刘显的计策 一方面争取到西燕国支持 另一方面 也可使魏国刚刚团结起来的部落联盟 陷入分裂 刘显的奸计 差一点就得逞了 黄叶纷飞 秋风乍起 刘显近起独孤步兵马 护送拓跋哭多回圣月继承王位 此举造成魏国部落联盟大地震 诸步骚动 人心故往 拓跋归亲信左右 侍从雾纽于不足的余桓兄弟 与莫纳楼等八家部落首领 密谋发动叛乱 迎接拓跋哭多 八家部落密谋 莫纳楼首领莫提提议 派人送件给拓跋哭多以示效忠 并轻蔑声称 三岁毒起胜重在 三岁小牛毒拉得了重货吗 言下之意 拓跋哭多年长 拓跋归年幼难以成事 莫提这个人很聪明 然而聪明人往往为聪明所害 莫提献给拓跋哭多的长剑 为他埋下了杀身之祸 莫提不仅是一家部落的首领 而且以壮将身份率领拓跋归的进兵 连亲兵中都有人反对 可见局势岌岌可危 之所以有这么多部落图谋叛乱 因为他们和莫提的看法相同 认为拓跋归年幼无知 形势鲁莽 掌控不住形势 再一个抱怨 拓跋归和贺兰部闹得太疆 以至于四面树敌 不会是拓跋哭多和流显的对手 准备及早效忠新主子 讨好新主子 最大的功劳 莫过于抓捕拓跋归 于环等人 迅速制定出抓捕拓跋归的计划 可就在当天晚上 以于环兄弟为首 参与密谋的雾扭鱼部五位头领 却被鲜卑武士 从羊皮被窝里硬生生拽出来 扭到魏王的帐篷 迎接他们的是拓跋归那张冰冷的面孔 于环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可他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拓跋归这么快获悉密谋 直到舅舅牧虫站到身边 他才明白 但他一直以为牧虫是一个最不该告密的人 牧虫记得吧 就是和西木两人到七界山巷拓跋归母子 通报流显阴谋的那个牧虫 牧虫是代人 祖先从拓跋立威开始 世代效忠拓跋部 他为人机灵敏捷 少以盗窃为事 就是小偷 他虽然职业不光彩 但非常重义气 看看牧虫是怎么做的 当拓跋归母子寄居独孤部的时候 他时常救济帮助 没有人能比得上 在拓跋归危难之时 他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送信 当年刘显要杀拓跋归 梁六卷让牧虫通风报信 知道刘显会疑信是他走漏风生 临行前对牧虫说 刘显日后肯定会疑信我 你一定不要泄命 现在骑上我的骏马 把我心爱的女人一起带上 如果刘显怀疑到我 你就说偷了我的马 抢了我的女人 为罪逃跑 刘显从七界山拜幸而回以后 越想越不对劲 在驻地里调查 发现梁六卷手下的奴才牧虫失踪 并且梁六卷少了一匹骏马 他联想到梁六卷是十亿间的外甥 又参与了此事 一定使他泄密 刘显正要派人去抓 牧虫此时却回来了 四处张扬说 我看不惯梁六卷那副奴才样 被主孤恩 忘记自己是代国的奴才 我夺他马 抢他女人 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刘显听说后 又觉得梁六卷不会背叛自己 便不再深究此事 牧虫大可和拓跋龟一道 逃到贺兰部去 远无必要冒着凶险 再回独孤部 可他重义 对拓跋龟母子重大义 对梁六卷重小义 算得上侠义中人 义搏云天 讲义气的人吃亏 但并非所有讲义气的人都吃亏 拓跋龟不是一个轻易被感动的人 牧虫义气还是打动了那颗冰冷的心 牧虫日后参与策划谋反 当时陷入极度疯狂猜忌的拓跋龟 杀死了弟弟 却原谅了他 当外甥余环告诉牧虫 八家部落密谋抓捕拓跋龟时 牧虫却大意灭亲 连夜告密 拓跋龟临危不乱 当机立断 斩杀余环等五人 对莫提等七家部落首领 则全部原谅 并不追究 这一手显示出他高人一等的政治手腕 诛杀主犯立威 从犯一概赦免来稳定各个部落的人心 拓跋龟为防备联盟内部的人继续发难 率领朱部落向北翻越阴山 再次去依附贺兰部 拓跋龟果然能屈能伸 先前和人家贺兰部闹得那么不开心 这次居然扯下脸皮来再去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以一个离心离德的部落联盟去和拓跋哭多 流显联军交战又能有多少胜算 拓跋龟第二个优点就是坚忍 坚持 不放弃 不到最后一刻不认输 即使来到贺兰部地盘 也指望不上贺兰部会帮你出兵打仗 拓跋龟想到了中原帝国后燕 慕容燕国与拓跋魏国是殷亲 拓跋龟是后燕国皇帝慕容锤的孙外甥 他的祖母是慕容锤的亲妹妹 拓跋部的使者长孙赫和 安同其快马入赛向后燕国求援 没想到长孙赫半道投奔拓跋哭多去了 安同历经千辛万苦 从小路赶到后燕国新都中山城 长孙赫之所以半路投奔拓跋哭多 一方面出于对拓跋龟的轻视 另一方面他不认为慕容燕国会出兵帮助魏国 因为燕国的老皇帝慕容锤正忙于 和黎阳的丁陵人 以及南方的东径开仗 哪有闲宫副馆草原上的事 拓跋鲜卑人和匈奴独孤人的命运 竟然掌握在遥远的中山皇宫里 慕容鲜卑真是鲜卑人吗 慕容锤又是个怎样的人 他会帮助拓跋龟吗 世间步伐长盛名将 但有不败的将军吗 积少 但有 慕容锤就是其中之一 慕容锤十三岁开始带兵 大小千余战 从无败计 人们称之为枭雄 千燕灭亡后 他依靠坚韧不拔的意志 成功复国 成为慕容家复国第一人 然而 他死后仅仅一年 依靠一场场军事胜利 建立起来的后燕王国 最终兵败河北 退出中原 对于百战百胜的名将慕容锤来说 上天似乎对他太不公允 纵观古今中外 没有任何一个家族 可以与鲜卑慕容家乡媲美 慕容这个名字 如同烟花般 绽放出绚丽色彩后 便淹没在中国浩瀚的历史洪流之中 慕容家族 起初并不住在江南水乡 姑苏燕子物的餐盒庄 而是驰骋 纵横在广阔无垠的辽东大地 金庸先生说的没错 他们拥有盖世武功 慕容鲜卑是东北的林地民族 祖先不讲汉话 那么慕容这个姓氏 又是怎么来的呢 它来源于一顶帽子 很奇怪吧 东晋十六国时代 奇怪的是多着呢 慕容鲜卑属于东部鲜卑 东部鲜卑起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鲜卑山 即经科尔沁又一中旗 西哈勒谷和附近的大寒山 东部鲜卑在谭石淮时最为强大 他在高流北三百余里的谭汉山 设立大仗 建起鲜卑亭 统一众多的鲜卑部落 结成强大的部落大联盟 谭石淮死后 鲜卑一度衰落 后来 一个叫做科比能的鲜卑大人 重新建立鲜卑部落大联盟 科比能死后 鲜卑联盟分裂为三部 宇文部 段部 慕容部 先后兴起 慕容部原本游牧于希拉木轮河上游 三国时代 慕容部首领莫护拔率步向东南移动 到达沿海之滨的辽西郡 莫护拔跟随魏国大将司马懿 征讨辽东宫渊有功 封为绿翼王 定居大吉城 莫护拔起初并不姓慕容 当时燕帝和代帝的人喜欢戴不摇冠 不摇冠即一步一摇的帽子 那是一种流行于汉代的龙冠 本来是武将戴的帽子 其形状像一个倒置的高脚酒杯 四周用龙状的硬桥套上 所谓不摇冠 即在龙冠之上 相有像树枝树叶状的金枝金叶片 摇动极响 戴在头上 一走一晃 一晃一响 这种帽子时尚前卫 莫护拔非常喜欢 把披散的头发竖起来 戴上不摇冠 整天招摇过世 诸部落的人都不叫他名字 叫他不摇 莫护拔不仅不反感 反而很开心 久而久之 不摇叫成慕容 莫护拔也就以慕容 作为自己的姓氏 后来慕容家族建立王国 为增加文化分量 解释说 之所以要以慕容为姓 是慕二一之德 即三光之容 不管如何 慕容是较定了 而且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 不摇冠和慕容之称 是慕容部从野蛮走向文明 从游牧走向定居的开始 也就是汉化的开始 公元285年 慕容委继承慕容部首领 西晋王朝封为鲜卑都督 八王之乱爆发后 匈奴人进入中原 静庭南渡 匈奴和截人 争霸北方 慕容先碑趁机在东北扩张势力 人口猛增十倍 国力逐渐强大 公元333年 慕容晃自称燕王 建立前燕王国 一代开国君主出手不凡 打败杰族后赵的远征 灭掉宇文部和段部 击败朝鲜半岛的高沟里 一统辽东 慕容锤是慕容晃第五个儿子 起初不叫慕容锤 而叫慕容霸 慕容晃儿子众多 其中四个儿子比较出色 分别是次子慕容骏 次子慕容克 五子慕容霸 和小儿子慕容德 儿子多了 难免偏向 慕容晃对慕容霸 甚是宠爱 经常对弟弟们说 此而扩大好奇 终能破人家 或能成人家 取名慕容霸 自盗业 认为他最终能够成就慕容家的霸业 甚至想立其为世子 因不是敌出 未能如愿 燕军攻打高沟里和宇文部 慕容霸为先锋 时年仅十三岁 永贯三军 成为慕容家族一颗新星 慕容晃对慕容锤的宠爱 引起后来成为燕国皇帝的慕容郡的嫉妒 慕容晃去世 慕容郡及燕王位 慕容霸与慕容客一道入关 秦沙燃敏 攻占夜城 慕容先杯入主中原 慕容霸喜欢打猎 曾因游猎坠马折尺 慕容郡称帝后 出于妒忌 给他改名慕容锤 封为吾王 慕容锤厄运 从此接连不断 改名字只是个开始 不久 前燕宫廷发生一起巫蛊案 巫蛊是一种巫术 古代的人认为 用意念诅咒或祈福 可以灵验 常用木头或玉石刻成人物形状 进行施法 巫蛊案的主犯 是吾王慕容锤夫人段氏 他诅咒的对象是谁呢 燕帝慕容郡 为什么要巫蛊皇帝呢 因为他的丈夫 是慕容郡的五弟 如果皇帝死了 他丈夫有可能登上地位 发现案情的是 慕容郡皇后可足魂事 案子看起来似乎很清楚 作案动机客观行为 违法事实巨载 可是主犯却没有招供 我有一千种方法让你开口 这句狠话在段氏身上没有用 鲜卑女人性格刚强 何况段氏是鲜卑三大姓氏之一 东部鲜卑最尊崇的姓氏有三 慕容 语文 段氏 女人天生嫉妒 因为他们要讨好男人 不允许有其他女人 接触自己喜欢的男人 也难以容忍别的女人 比自己高贵 可足魂事业一样 可足魂皇后将段氏下狱 严刑拷打 动用大刑逼供 段氏骨气硬 一句软话不说 可足魂后发狠 只是庭尉往死里整 段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慕容锤心痛 实在看不下去 暗中派人对段氏说 人生会当一死 和堪处毒如此 你就招了吧 段氏的回答令人感动 我难道怕死吗 我要承认巫谷皇上 尚如祖宗 下必连累吾王你 我绝不会那样做 结果段氏在大狱里 被活活折磨而死 这件案子 终因证据不足 未能定案 巫谷案是慕容兄弟二人 争斗激化的结果 可足魂后 想借此案牵扯慕容锤 除掉眼中钉 段氏宁死不屈 出乎意料之外 慕容锤思念段氏 取段氏的侄女段元妃为继事 可足魂后依旧不依不饶 和慕容郡商量 罢黜段元妃 让妹妹长安君嫁给慕容锤 名为妻子 暗为监事 慕容郡死后 慕容伟继位 中原是所有人垂涎的地方 东京大司马桓文帅步骑 五万字孤暑出师罚焉 桓文是中国历史著名将领 以一句男子不能流芳百事 亦当遗臭万年的豪言壮语 名流轻史 灭成汉 发前寝 威震天下 东晋军队水路并进 浩浩荡荡 势如破竹 屡败燕军 兵至方投 直逼艳斗叶城 面对东晋名将的灵力攻势 慕容伟准备退却 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慕容先被做好回到东北的打算 举国惊扰 徘徊不定之际 慕容锤于朝堂之上 傲然请战 陈率军迎敌 若打不赢 再走不晚 慕容锤升平位打过败仗 慕容升平也未打过败仗 两位不败将军的对决 终会决出一名失败者 慕容锤分兵断禁军粮道 用伏击战术击败慕温 斩首三万级 取得相议大捷 这是慕容一生打过的唯一一次败仗 慕容身耻丧败 吴王慕容锤顿时鸣动天下 宫廷是诞生阴谋的温床 太后可足魂是感受到 慕容锤功高震主的气焰 将战功抹杀 拉拢太傅慕容平 准备加害慕容锤 亲信们劝慕容锤先发制人 慕容锤保持着肖雄惯有的沉着和冷静 骨肉相残 手乱于国 我有死而已 怎么忍心做这种事 真正的肖雄 从来不会在道义上受人以禀 当然也不会束手就擒 慕容锤选择了逃亡 慕容锤伪装打猎 带着子之亲信们 威服出叶城逃往故独龙城 到邯郸时出了意外 幼子慕容锤因向来不受慕容锤宠爱 跑回叶城向慕容平告状 慕容平派出惊奇追赶 幸亏长子慕容令 有万夫不当之勇 亲自殿后 追兵不敢逼迫 慕容锤父子 只得改道西行 投奔乾秦国 慕容锤前来投奔 乐坏天王福坚 乾秦早就想灭掉燕国 迟迟不动手 就怕这尊护法金刚 慕容锤走了 乾燕必亡 慕容锤念念不忘复国大业 怂恿福坚南下伐境 肥水之战 慕容锤用三万军队 牵制环冲十万 荆州大军 为损失一兵一卒 前秦主力兵败匪水 慕容锤把军队 完整交还给福坚 带着手下亲信 回到叶城 展力烧亭 聚众起兵 收复河北 辽宁援前燕的国土 复兴燕国 史称后燕 魏国使者安同来到 后燕皇宫 见到威震天下的 不败名将 燕帝慕容锤 威俄雄伟的太极殿 金碧辉煌的须米宝座 威延的仪仗 金甲武士 十二流白云珠的通天关 秀日月星辰的降沙龙袍 一切的一切 表明如今的慕容鲜卑人 早非操着东湖语说话 补于木马的东北野蛮民族 已是中原的主人 慕容锤身躯笔直 雪白的须发 历经沧桑的面庞 似乎向世人诉说着 慕容鲜卑无尽的荣耀 灾难与不幸 那只揭实有力的手 紧紧握着腰间的宝刀 刀是慕容鲜卑人的象征 也是勇敢不屈的象征 慕容锤手下有一只精兵 百战百胜的精兵 安童知道 后燕国正与东晋争夺山东 与丁陵人争夺河南 慕容锤爱兵如命 怎么肯牺牲将士的生命 去帮助别人 后燕不出兵 拓跋归直有死 魏国存亡 系在安童义人身上 安童是西域人 东汉末年 祖先士高 作为安息国王子 刘学洛阳 八王之乱 一家避乱辽东 以安为姓 附近安区 曾在前燕国做官 前燕国王后 家道中落 后来 安童做起运输业 组织了一支商队 贩运马匹与草原 中原之间 获利泼丰 安童素有大志 不甘心于商旅 遇到拓跋归 一见如故 认为拓跋归有王霸之才 毅然舍弃商队 追随左右 安童有后燕国的背景 是以拓跋归为以重任 面对困难退缩 不是伤人的性格 安童正准备用三寸不烂之舌 纵横百合 不料慕容锤已然同意 慕容锤的爽快 大大出乎安童意料 这么快搞定名动天下的枭雄 安童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什么出兵 为了他的孙外甥拓跋归 亲情在慕容锤心目中不值一提 当年父王慕容晃 将女儿嫁给十一间 是为了取得拓跋代国的帮助 入主中原 如今拓跋王国弱得不能再弱 燕国已得河北之地 同盟还有用吗 慕容锤出兵救援卫国 是因为慕容勇支持独孤匈奴 对于郑与东晋 丁灵人打仗的慕容锤来说 最大的敌人不是东晋 也不是丁灵 而是西燕皇帝慕容勇 西燕的建立者是慕容冲 慕容冲是前燕皇帝慕容伟的亲弟弟 慕容伟死在关中 慕容冲才是燕国的正统皇帝 慕容冲称帝阿旁 慕容锤只能称燕王 慕容冲反对关中的鲜卑人 东归故土 一心想在关中立国 就是畏惧他这个枭雄叔父 慕容冲死了 慕容锤才得以 正式称燕国皇帝 而今慕容勇以慕容冲的继承人自居 当起大燕国皇帝 这不是与他慕容锤对着干嘛 两人之间的敌意 毫不掩饰 当年从淮肥战役退下来的慕容锤 起兵复国时 宗族家眷夺在长安 经历关中战乱之后 随先被大军东归 慕容勇做西燕皇帝不久 便残忍诛杀了 一路跟随东归的慕容锤宗族 一山不容二虎 一国不容二军 大燕国只能有一个皇帝 不是慕容勇死 就是慕容锤王 凡是慕容勇支持的 慕容锤都坚决反对 作为后燕国的皇帝 慕容锤绝对不愿意看到 一个清晰燕的草原政权 来威胁西北边疆 何况以重装骑兵为主力的 燕国军队 需要大批赛上优良的军马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 命令儿子赵王慕容林帅 不齐五千救援卫国 慕容林就是曾经出卖过 他的幼子 连老爹都出卖 足见此人无情狡诈 事后慕容锤的确冷落过 这个儿子 但慕容林在复国战争中 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 令慕容锤刮目相看 侯燕军在慕容林的指挥下 越过太行山出赛 安同先行一步回国送信 发现牛川已被拓拔枯多和刘显的联军占领 联军大肆搜捕过往行人 想来叛徒长孙赫已经通风报信 绝不能让魏燕两家取得联系 安同隐藏在商人载运的货囊中 趁着夜色跳进一处枯井逃的性命 过不得关口 只得返回燕军驻地 援军的消息 魏国无从知道 拓拔枯多和刘显的联军逼近南部 贺兰部的赫染干落井下石 趁机劫掠卫国北部部落的牛马羊和财物 诸步惊恐混乱 形势微如泪乱 没有人会相信 正在和周边国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慕容锤 会来救援与他毫不相干的魏国 人们开始骚乱 北部大人舒孙普洛等十三家首领 和许多乌环部落 都投奔匈奴铁夫部刘魏臣去了 冬天到了 西伯利亚的寒风扫荡着蒙古高原的一切 入冬的寒流 预示着这个冬天将格外的冷 拓拔柜内心火热 坚强期盼着最后一线希望 步众越来越少 他已经无力阻挡牧民散去的脚步 这是人生又一个危急时刻 每当危险逼近的时候 牧虫总会出现 他带回一个关于白狼的神话 白狼救了拓拔柜 拯救了处于崩溃边缘的魏国 部落撤离的时候 牧虫主动留在圣月探听敌军动向 孤身夜入流险军营侦查 把马和随从留在营外 结果一不留神 在一处有火光的地方 被一个女人看到 女人大呼小叫 惊动了敌人 牧虫赶紧向营外跑 慌忙中找不到随从和马匹 只得藏身一处泥坑 追兵过后 他重入敌营 盗得马匹出逃 夜晚睡在沼泽旁 半夜一匹白狼冲他嚎叫 牧虫惊醒 猜出白狼的意思 持马随狼逃走 逃出很远回首望时 发现原来休息的地方 竟有火光晃动 白狼对于草原民族来说是神物 就像中原的龙 后代许多人把狼的精神 等同于草原民族的精神 牧虫把自己的遭遇 告诉魏国牧民 天神站在拓拔柜一边 真的有白狼吗 只有牧虫自己知道 也许是他编造的谎言 目的无非是鼓舞起拓拔不牧民的斗志 魏国不中离散的消息 为后燕军主将慕容林获悉 为安定魏国人心 安同冒着危险 再次偷赌牛川暴性 困境中的拓拔柜 终于获得后燕出兵的消息 魏军士气再度恢复 拓拔窟多得知后燕军入园 撤兵回到高柳防御 拓拔柜亲自率领精锐部队返回牛川 穿过餐盒皮 出袋骨与燕军会师 燕卫军队与刘显 拓拔窟多的联军在高柳川展开大战 拓拔柜第一次见识到慕容鲜卑的军队 那真是一支铁军 无坚不摧的铁军 人马披甲 刀锚锋利 慕容鲜卑依旧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传统 战士作战勇敢 丝毫不逊于拓拔人 独孤不大败 刘显帅残部退回马役 拓拔窟多向东败逃 投奔铁服匈奴 刘卫尘心胸狭隘 一起与拓拔部的仇怨 竟将拓拔窟多处死 拓拔柜收编拔拔窟多的部落 慕容岭搬市中山 北魏与后燕的第一次军事合作大获成功 看似完美的乐章中 却透出一点不和谐的音符 后燕皇帝慕容锤前使册封拓拔柜 为西蝉鱼 上古王拓拔龟没有接受 拓拔龟之所以放弃戴王的称号 就是想与天下英雄平起平坐 怎么可能接受燕国的册封呢 慕容锤忽视掉这一细节 妄子尊大 为日后失败埋下祸根 战败的刘显不死心 以马役为基地 四处招兵买马 扩张土地 图谋东山再起 刘罗晨 刘费尼 拉拢刘康尼 背叛刘显 刘显领兵攻打 兄弟相争 独孤不内乱 谋士张滚 向拓拔龟献策道 刘显之大意高 绝非等贤之辈 常有吞并我国的意图 如果不成独孤不内乱 一举将其歼灭 必为后患 若我轻尸独尽 恐怕他会率不逃逸 可派使者联络燕国 东西并进 一战可擒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机不可施啊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张滚的战略建议 得到拓跋归同意 安童再次来到中山城 也该着刘显倒霉 刘魏晨献给慕容锤 两马三千匹 行至半路 竟被刘显抢走 慕容锤本来就想攻下戴北 从东面和北面包围西烟 偏偏刘显来惹他 正在生气 魏使到了 两下一排集合 第二年秋 七月 魏燕联军再次出动 从两个方向杀向戴北 燕将慕容林 慕容凯指挥军队攻打刘显 刘显大败 率残部撤回马以西山 在弥则遭遇拓跋归的卫军 全军覆灭 刘显单其投靠西烟主慕容勇 慕容林尽收刘显的部众 获牛马羊数千万头 买卖没有白做 后燕国如愿以偿控制住戴北 得到马懿诸镇 慕容锤立刘显弟弟刘康尼 为乌环王做傀儡 替后燕管辖匈奴不重 接着 牵走独孤部八千户 到中山城充实人口 这场战争最大获利者是北魏 拓跋归通过击败拓跋库多 和刘显两次战役 使魏国逐渐成为 塞北草原强大的国家 巩固了自己的王权地位 和在诸部落中的威望 肥水战败 统一的前秦大帝国瓦解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 此时中国大帝国家林立 东京割据长江之南 后燕占领河北 辽宁 西燕拥有山西 后秦拥有关中 土玉魂雄霸 青海西藏 为积蓄力量与群雄争霸 拓跋归发动对蒙古高原诸部落的远征 迈开统一草原的步伐 与之同时 一个地跨梁州和西域的王国 迎着漫漫黄沙 在数不清的绿洲上升起了旗帜 第三章 西域征服者 自西汉起 西域就是中国领土 未尽时代 中国对西域的控制力减弱 公元382年 西域世国叛乱 前秦福建于是发动了一次 西征西域的军事行动 这次战争成就了一位盖世名将 万里远征 以十万之众破西方百万大军 威震边疆 征服西域三十六国 他就是后梁国的国主吕光 古代中国西域 有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家 楼兰 说他古老 早在公元前一百七十六年 就已经建立 成为西域一个著名的成国之国 汉书 西域传中记载 善善国 本名楼兰 王治千尼城 去阳关千六百里 去长安六千一百里 户千五百七十 口四万四千一百 楼兰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在汉武帝时 并入中国版图 楼兰古城 依盼烟波浩渺的罗布泊 曾在丝绸古道上 盛极一时 是连接东西方的纽带 他东接敦煌 西北至烟旗 秋子 西南到若羌 且末 丝绸之路 给楼兰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东西方的文明在此交汇 文明也给楼兰人 也带去了灾难 都城大兴土木 林地乱砍烂法 致使水土流失 风沙清洗 河流改道 气候异常 瘟疫流行 楼兰人不得不弃成千玺 流沙渐渐埋没了一座 辉煌壮丽的千年古城 前秦帝国大将吕光 亲眼目睹了茫茫黄沙 湮灭楼兰都城 令人悲哀的一幕 吕光是略阳堤人 其家世为低俗求好 父亲吕婆娄 辅佐辅坚登基为王 官至太尉 传说吕光出生之时 也有神光 故以光为名 吕光十岁时 就显示出军事方面的志趣 和伙伴们一起玩游戏 喜欢排兵步阵 长大后身材雄壮 与楚霸王项羽一样 目有双瞳 不喜欢读书 喜欢放鹰走马 人们都认为 他是个顽劣子弟 唯独秦相王猛认为 他是个人才 向天王福建推荐说 吕光 绝非寻常人啊 堂前听喜鹊 出门欲贵人 千里马常有 伯乐不常有 王猛就是吕光的贵人 吕光从军入伍 才华得以施展 前秦军征讨山西 吕光与号称不败的猛将张豪 大战于同壁 由清晨杀到日暮 赐张豪与马下 自此威名大阵 后随王猛发烟 立下大功 先后平定服侍松族中 服双 服众 服落的叛乱 与邓枪并为前秦两大狐将 有了贵人 还要有机遇 吕光人生的最大转变来自两位天山来客 公元382年 肥水大战前一年九月 善善王修弥陀 车师前部 王弥田入前秦都城长安朝贡 说天山北路的快湖国日益强大 西域约有十余国叛中国依附快湖 请求天王福坚 除兵讨伐不负大秦的西域诸国 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府甘愿充当大军相保 西域自汉武帝至都护府以来 一直是大汉的领土 三国未尽一汉故事 设西域都护 物己校尉 西域常识等官职管理西域事务 至乾梁王张俊 更在高昌涉郡 对西域管辖愈加严格 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国家 实质仍是中原王朝的郡 汉至西域都护府时 西域为三十六国 治三国时 以兼并治二十国 尽有十余国反叛 可见西域的局势已是岌岌可危 否则两个国王不可能万里迢迢 亲自跑到长安来讨救兵 福坚爽快地答应下来 表示愿意派出十万军队 关于西征问题 朝野上下发生争执 秦向福荣反对 认为西征只会虚好中国 投兵万里之外 得其人不可义 得其地不可耕 福荣的看法 与古代许多人的看法一致 在当时交通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 就算把西域打下来 守得住吗 再者说 西域耕地稀少 为其消耗大量人力物力 不值得 中原帝国军队 大规模进入西域 前情之前 历史上只有一次 是为了汉邪宝马 福建又是为什么呢 古代西域 即进新疆 至御门以西 聪陵以东之地 西域诸国 由两部分组成 绿洲和游牧国家 绿洲国家 即成国之国 以绿洲为中心建城堡 统领周围的农村和牧区 游牧国家 则是竹水草而居 行无定所的游牧部落 北面绿洲有车师 烟旗 秋子 姑墨 温宿 喀什 南面罗布泊 旁边有楼兰 渔田和刹车等 联系中国与印度 伊朗 希腊 罗马世界之间的 伟大商路 丝绸之路就穿过这些绿洲 匈奴和两汉 为控制西域诸国 互相争夺 自然因为西域的丝绸之路 可以带来巨大的财富 天王福建 则有另外一重考虑 福建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他懂得国家强盛的基础 在于文化力量 福建统治前期 任用王猛执政 依靠儒家文化治国 取得相当大的成就 随着北中国一统 敌人 汉人 鲜卑人 匈奴人 羌人等各民族 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 文化冲突不可避免 而江南也存在着一个 汉文化正统的东径 福建极为渴望 用一种新的文化 统一国人的思想 他为前秦国 选择了佛教 佛教是外国的 敌人对于中原汉人来说 也是外来的 这便是杰族后照 崇尚佛学的原因 东汉通过对西域的控制 从丝绸之路上 带来印度文化 宗教和艺术 大批补教的印度佛教徒 从这条路来到中国 确保 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 可扩大佛学影响 强化前秦国的意识形态 西域 志在必得 公元383年春 正月 前秦天王福建 拜吕光为史池节 都督西域诸军士 与江飞 彭皇 杜晋 康盛等将领 率5000铁甲骑兵 七万精锐步兵 以善善王修密陀 车师前部 王尼田为向导 兵发长安 踏上远征西域的漫漫征途 万里远征 这是中原大帝国 继李广利出征大渊之后 第二次向西域大规模投放兵力 春寒料鞘 长安笼罩在冰冷的寒气中 福建 吕光君臣二人 谁都不会想到 这是他们永别之日 吕光从此在位 踏上关中的土地 在位返回掠阳家乡 吕光带走的是 前秦国的常备军 五个月后 福建下诏 清国兵力 进发江南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 福建是否会后悔 发动保卫西域之战 匪水之战中 由梁家子弟组合而成 有着华丽装备的中军 难以抵御谢玄的 北斧军攻击 这与吕光抽走近 十万低汉精锐部队 不无关系 无数次战争证明 两线作战 先有不败者 人上路了很难回头 沿着河西走廊行进的吕光 已经着手拟定西征军事计划 西征军打击的重点 一个是燕齐国 一个是秋辞国 地处西域西部 区区两个绿洲国家 根本无法阻挡西征大军 因为吕光得到了车师和善善国支持 粮食吉养保障充分 西域诸国势力比较分散 难以对抗中原王朝 若想对抗 必定有另外的势力 两汉时是匈奴 前秦时是快胡 快胡是什么样的国家呢 快胡来自天山以北 玉尔都斯草原 那轮河谷 及其以西以北地区 魏书西域传中的越班国 范围大体在金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等 中亚国家一带 快胡不足原隶属北匈奴 后来逐渐发展壮大 开始卷入绿洲国家间的纷争 到前秦灭前梁 快胡已控制了秋辞 烟旗 温宿 魏头等天山南路绿洲国家 势力向舒勒 于田等国渗透 没有无缘无故的战争 西域有条发财的路 谁控制了西域 谁就有取之不尽的财富 快胡域独霸西域 垄断丝绸之路 东部的车师和善善感到压力 才向福建提出请罚西域 并主动要求担当向导 做任何事都要有计划 凡事与择利 补与择废 吕光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由河西走廊进入西域的道路 即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共有南道 中道 北道三条路线 由阳关 京若枪 沿昆仑山北路西行 即为南道 由敦煌西出玉门关 沿书乐河向西 进入罗布坡 则为中道 由新玉门关 穿过武传器 到达高昌为北道 千金军队是去攻打 塔里木盆地北部 以秋辞 焉其为首的西域盼王 不是去和西方做生意 不会选择南道 吕光此次西征路线 去中道还是北道呢 面对茫茫黄沙 陌生的领域 吕光拟定出一个 大胆的军事计划 出玉门关 进入中道 向罗布坡进发 吕光的大军 到达罗布坡时 其地已是满目黄沙 一片苍茫 昔日的罗布坡 碧波万寝 书勒河 孔雀河 驻入伯中 风吹湖面 万千浪尖 林林硕硕 岸边点缀 其归的湖阳 与偶尔破浪而去的 一只只小小的独木舟 构成蓝色的童话世界 而今罗布坡以西 一片片芦草后面 是茫茫黄沙 楼兰国也已经 一点点被封沙淹没 楼兰古城的肖王 大约在公元前后至四世纪 吕光到达善善时 恐怕所有的建筑物 只剩尖顶在封沙中处立 吕光的心思 不再改善 罗布坡地区的生态 他的使命是军事进攻 吕光修整军队 在善善国大张旗鼓 招兵买马 声言要西进 同时下达一道奇怪的命令 北渡孔雀河 翻越库鲁克塔格山脉 向高昌进发 军事们愕然 西域的国主们 更加莫名其妙 既然我们到达罗布坡 要向西攻击燕琪和秋辞 为什么不直接 沿孔雀河谷向西北进军 却向北到高昌呢 从善善到高昌中间 横跟着高大干旱的 库鲁克塔格山脉 而且高昌到燕琪国 中间隔着三百里流沙 沿孔雀河至燕琪国 不到一千里 翻越库鲁克塔格 再折而至燕琪国 约一千五百里 如此舍尽求远 所为何来 大家注视着 前秦国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 磨不成脑子进水了 吕光威威一笑 只说了一句话 大家都不笑了 不是人家缺心眼 而是自己实在太笨 声东机系 这是一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古老的不能再古老的计策 用兵之道看似很简单 其实千变万化 按照常规作战原理 的确不该舍尽求远 但真正军事家懂得以余为止 以换为力 由孔雀和西晋 敌人必有准备 易受燕琪和秋辞两国的夹击 由罗布泊 转而北上高昌 在车士国修整 处流沙三百里 直抵燕琪国都城下 可出骑兵制胜 中秋佳节 西征大军途经墨山国之路 抵达高昌郡 高昌城在金吐鲁番盆地 使乾梁王张俊 讨伐秋辞 善善 于田 燕琪诸国平定西域后 设立管辖西域地方事务的郡府 高昌太守杨瀚 带来天王福建南征消息 吕光下令停止进军 等待朝廷命令 西征大军 是前秦精锐部队 西域和晋朝比起来 还是南征势大 布将杜进反对说 截下受任平叛 既不可失 武军万里迢迢 距敌仅有一墨之隔 有什么比破敌还重要的事呢 众将和西域东部诸国国主 支持杜进意见 吕光这才改变主意 蒸发诸国兵马 带领十万军队 难堵流沙 西征将士们 体验到了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中不还的感觉 他们的目标比楼兰还要遥远 大军一路艰难行走在漠海 茫茫大漠有其魔鬼的一面 也有其天使的一面 大风起息 黄沙漫漫 日色昏暗 热风扑面 黄沙蒙头 四眼茫茫 莫之所在 太阳西下 气温骤然降低 寒气袭人 将士们用毛毡国体 栖身在细细的沙子上 抬头望天 长空如洗 星汗灿烂 银河 星云 从来不曾如此清晰 朝行夜止 五天过去 大军在沙漠中 穿行三百余礼 抬眼四望 仍旧一片流沙 所带的水已不多 将士们相顾失色 吕光鼓励众将士道 我听说 西年汉江李广利 西征 京城所至 废权涌出 我们难道就没有 诚心感动天地吗 黄天必将有计 诸君不必担忧 沙漠气候 确实出人意料 吕光话音刚刚落地 大雨倾盆下 平底三尺 这不是小说 而是真实的历史 前秦军士气大震 一股气越过沙漠 冰封直抵 燕齐都城 燕齐国王 尼流大惊 国中之精锐 都在孔雀河上游 万枚料到 十万勤兵 突然从大漠冒出 登城而望 秦军惊奇避日 万马奔腾 甲兵似水 刀枪如林 尼流慌忙下令 开城投降 秋辞以东诸国进降 吕光帅得胜之师 渡过轮台 向秋辞挺进 秋辞国王白淳 自是有快湖国之强员 将城外居民 悉数迁入秋辞王城内 兼比青野 固守待援 为稳定远征军人心 瓦解敌人斗志 吕光大玩心里战 说他做了个梦 梦见一只金色大象 飞越秋辞城而去 西域人奉佛 吕光借此解梦说 金像集佛神 保佑秋辞国的佛神走了 他们肯定灭亡 于是军心振奋 将士们踊跃功成 快湖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国王的弟弟那龙帅 骑兵二十万 协同温宿 魏头等西域蜀国的国王 合兵七十余万来救秋辞 中世纪 中国最大的一次战役打响了 决战 吕光下达命令 将领们没人肯动地方 被则公知 兵法上讲得明明白白 两倍于敌人的兵力 才可以进攻 而我方只是对方的七分之一 我们只有手 连营结阵 死守不出 才有希望 兵法是死的 人是活的 如果赵本宣科就能获胜 输呆子也会是最优秀的军事家 吕光对死守战术嗤之以鼻 敌众我寡 我军困守营中 若敌人内外加攻 必分兵抵抗 是分力散 怎么是破敌的良策呢 死拼就是良策嘛 吕光有主意 对付秋辞军队 可以用木头人 前金军队在城南五里设议营 伸钩高垒 定上木桩 披上铠甲 戴上头盔 便差惊奇 大军向承袭转进 迎击快胡联军 秋辞在天山脚下 北面起伏的天山群峰 横跟东西 雄伟壮丽 气势磅礴 顶峰积雪矮矮 荧光闪闪 南面一片黄沙 茫茫无际 直观云天 北风卷地白草蛇 胡天八月急飞雪 狂风怒吼 朔大如斗的碎石 满天飞滚 西征军与快胡联军展开决战 晋书称 快胡军攻马贤熟 善使毛朔 楷如连锁 射不可入 以急绳为武器策马制人 多有重者 晋书对快胡军骑兵描绘 有夸张附会之嫌 七十万人只能是主力骑兵 身穿铠甲 绝不可能全部这铠 急绳就是草原牧民套马的绳索 我们不要小看套马的绳索 胡人入侵欧洲时 就曾经以隔绳作为武器 大败哥特军队 针对快胡军的战术 前勤军列钩索阵营敌 吕光因之成为后世钩连枪大阵的始祖 钩索阵大败快胡军主力 斩首万级 那龙狼狈而逃 西域复国的军队只好投降 吕光一战破敌百万 荡平天山 威名震动西江 快胡军队惨败的消息 传进秋辞城中 白纯收拾珍宝 弃城逃走 西域王侯降者 三十余国 西征军进入秋辞都城 吕光见到的是波斯萨山王朝 和印度贵双帝国式的 壮丽辉弘的王宫 都城的繁华不亚于长安 华丽奇特的攻势 让这位西域征服者 惊讶万分 参军断叶座 秋辞赋 讥讽秋辞的豪奢 记载西征工业 可惜这篇文章 未能流传下来 西域人家家户户 存有精养的葡萄酒 户户大家的葡萄酒 静止千湖 酒桶堆积如山 酒香四溢 十年不败 禁书称 胡人奢侈 后于养生 西征将士们尽情狂饮 醉倒在百姓酒窖中的 比比皆是 吕光恩威病师 立白纯弟弟白镇尾 秋辞王安福百姓 西域诸国前代 未能臣服的王国 不远万里借来归附 献上汉朝十次给的 福洁凭证 吕光与其更换福洁 并上表前秦朝廷 可惜此时的前秦 已处于战火之中 吕光始终未得到 长安照命 又见秋辞繁华富饶 本想留下来 可低汉将士们 思想心切 只得踏上归城 公元385年3月 吕光大军启程 两万多头骆驼 满载西域诸国的各种珍宝其丸 并驱改一万多匹骏马东归 战争为了获取财富 否则出生入死干什么 在这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当中 有一件奇特的宝物 一个人 一位价值连城的僧人 佛教自印度传来 经书都是梵文 佛经译成汉文 全靠从事翻译工作的僧侣 有一位高僧 曾经当众立誓 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 怨身灭之后 舌头不会脚揽 高僧元祭 后勤皇帝在逍遥远举行仪式 依佛法焚尸 灰飞烟灭 行海粉碎 只有舌头依然如生 这位高僧就是旧穆罗什 一位来自西方的神僧 印度大乘佛教始祖龙树的四传弟子 中印混血 旧穆罗什先代本出婆罗门族 在印度世系高位 父亲旧穆罗炎 弃相位出家 东渡聪领 远头秋辞 秋辞王淫为国师 后辈娶秋辞王妹 其婆为妻 生下旧穆罗什 旧穆罗什少有慧根 七岁随母亲出家 日诵夜三万二千言 能小经 律 论三藏佛典 十二岁在沙乐国举行大会 升作奖 转法轮经 年轻的秋木罗什 从此名声大造 二十岁在秋辞王宫受鉴 秋辞王为其造金狮子寺 秋木罗什之所以能在西域名声显赫 与其通晓范语 秋辞等西域民族语言 有莫大关系 秋木罗什的名声传道中土 中原高僧士道安一再劝天王福坚去西域迎纠摩罗什入关 福坚在建章宫为吕光践行时特意嘱咐纠摩罗什身结法乡 后学之宗贤者国之大宝若克秋辞即持送入关内 福坚何以如此看重纠摩罗什他对中国历史进程起了怎样的作用 文化是国家的立国之本战争只能逞一时之威风 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 成吉思汗的四大韩国 昙花一现 没有文化的国家很难在世界民族 巴王之乱后的中国大帝群雄并起 民族割据 互相争法 皇权败落 如学衰微 悬风日上 人民信仰空虚 贵族崇尚玄武 新兴的蛮族 以野蛮的手段征服土地 践踏道德 民族矛盾尖锐 战乱永无止境 天王福坚为统一思想 平定天下 结束动乱 为中国找到了佛学 后召天王石虎 曾大力畅佛 可佛教源自印度 佛学经典皆是泛语 当时中土佛学领军人物佛图成 仅以法术兴佛 平生畏异以经 佛图成的佛学 可以度百姓 不足以度世人 无法与儒家 道家和各族 所崇拜的神乡抗衡 福坚称天王后 沙门士道安占道 宣扬佛学教义第一线 士道安本姓魏 长山府柳人 生性聪明 十二岁出家 破除俗性 以示为性 道安生的丑陋 以貌取人是人的通病 师父不喜欢他 有次 道安同学向师父要经卷 师父递给他一卷 便已经约五千言 道安带佛经入田 休息时候读经 晚上回来 把佛经交还给师父 再求剩下的佛经 师父不高兴 昨天的经书尚未读完 怎么又来索要 道安答道 记下了 一句话吓师父一大跳 也没说话 又给了一卷光明经 补下一万言 道安带着佛经入田干活 晚上还给师父 索要别的经书 师父让他背诵 不差一字 师父这才明白 人家是佛陀转世 从此格外敬重 道安又拜佛徒成为师 首创四塔传教 门下弟子无数 中分河北 有一半的河北人受过教化 未必中原之乱 致襄阳蒋经不道 整理佛典 为晋朝皇室 世数所重 在襄阳十五年中 道安除每年蒋经外 最伟大的一项成就 是制定管理僧团的制度 叫做僧尼鬼犯 佛教的清规戒律 从他手里开始制定 人身行为也被限制 以前和尚独来独往 现在则成为住宿生 前勤破襄阳 福建得道安大喜过望 为群臣道 襄阳世道安是神器 方玉至之一府大秦 道安至长安 据五重四 福建没有军国大事 常常咨询 并只是学士 无论佛学还是外学 有疑难处都向道安请教 长安一带 因而形成一句谚语 学不诗安 义不中难 意思说 做学问如不以道安为师 学问不能精深 经不起人家的质疑问难 道安之前 对佛经的翻译 注释错误甚多 无法服众 不能度人 不利于佛教传播 道安开始对佛经进行注释 可以这么说 真正的注经始于道安 道安深知 若想佛教在中土发扬光大 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佛学经典 必须译成中文 佛学浩如烟海 道安才学毕竟有限 他想到了名阳西域的 纠摩罗石 极力怂恿将纠摩罗石迎到中土 同时坚定佛经出兵西域的决心 可惜 佛经还没有得到心目中的高僧 自己的前秦帝国就已经灭亡了 后来 纠摩罗石到达后勤 在长安一出 大品般若经 维摩节经 妙法莲华经 金刚经 等35部294卷 成为中国佛教史上 四大一经家之一 后勤因此成为佛国 国内一度比较安定 后勤对北中国的国家政权影响深远 成为北魏一段时期的样板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 纠摩罗石神思俊才 西域人人亲服 每年举行讲经法 西域诸王碧云集文法 常跪在纠摩罗石的法座旁 让他踏着登上法座 吕光破西域后 为树立威权 打压纠摩罗石 强迫他与秋辞王女成亲 纠摩罗石苦苦请辞 吕光大加息落 和尚的操守 不过像你父亲罢了 有何不可 吕光亲自灌罪 纠摩罗石 送入秋辞王女的洞房 吕光又让纠摩罗石 骑猛牛 成恶马 想看他从牛背和马背 掉落的滑稽下 几番恶意欺辱 纠摩罗石胸怀坦荡 丝毫没有怒色 不管怎么说 纠摩罗石犯了色戒 后来到达长安 后秦皇帝抢逼他接纳十名妓女 妓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妓女 而是只以歌舞为业的女依人 纠摩罗石对自己持戒不言耿耿于怀 甚以为恨 每逢生作讲说经义 他时常语重心长地说 譬如臭泥中生莲花 只需采些莲花 不必沾取臭泥啊 纵使如此 也难掩这位佛学大师的光芒 吕光改变对纠摩罗石态度 原则一件偶然发生的事 一日行军之日幕 前秦军在一处山脚下安寨休息 纠摩罗石缓缓劝道 都督安营此山脚下 必见狼狈 应该屠君拢上远离此处 吕光傲然道 一股下寨 可避风寒 有何狼狈 夜间 滂沱大雨倾盆而下 山洪暴起 士兵死者数千人 吕光从此对纠摩罗石另眼相看 欲有军国大事 常常咨询 可见纠摩罗石 不仅佛学造诣高 天文 地理知识 也相当丰富 吕光就东归去留请教时 纠摩罗石答道 这里是凶亡之地 不值得久留 中路自有福地可居 这话实为西域诸国主 不过能够准确预见 大军指于梁州 视为奇迹 如非后人杜撰 纠摩罗石当有其神意 或占卜的过人之能 大军东归的消息 传至孤赃 此时天王福坚 心凭佛寺遇害 吕光并不知道 梁州刺史梁西 却清楚得很 天下大乱 英雄并起 梁西想奋以悲耕 如何肯把吕光 这只猛虎召来 吕光平定西域 身为中天 手下兵强马壮 梁州还会是自己的吗 梁西虽有割据之志 可惜没有本事 有人劝他 拥立服侍子弟 压制吕光 重建前秦帝国 他不敢 有人劝他 守卫沙漠中的要塞 高无谷口 和义无官 可死西征大军 他不听 一个人既没本事 又听不尽别人的话 失败离他还远吗 梁西任命儿子 梁印为主将 率五万军队 驻兵九泉 阻挡西征大军的归路 双方大战 吕光大破梁州兵 连克梁州四镇 攻入孤葬城 杀死梁西 陆续削平梁州各地抵抗力量 吕光在梁州打了四场战役 给予梁西的安眠之战 与张大玉的孤葬之战 与彭黄的张叶围攻战 和远征敦煌之战 四场战役下来 吕光平定梁州 自称三河王 几乎和拓跋归同年 登上王位 敌人梁国宣告成立 史称后梁 吕光多次想进兵关中 为福建复仇 但梁州归长安之路 被另外一个新兴王国占据 这个王国 就是先被祈福部建立的西秦 西秦国王 祈福国人的祖先 出自东部先碑 公元265年 祈福国人五世祖 祈福幼林带领部落 由殷山千至宁夏 清水河流域 势力建盛 其后 由沐到甘肃兰州一带 前秦帝国兴起 国人的父亲 帅部归降 怀肥之意 祈福国人 率领部落骑兵 担任秦国梁州兵团先锋官 肥水大败 祈福国人的叔父 祈福部颓 在隆西聚众叛乱 福建派遣 祈福国人 西归平叛 书之有默契 祈福国人回到隆西 马上成为祈福部的新首领 福建死讯传来 祈福国人大举豪帅 在新著的勇士堡 制酒高会 龙西祈福不好强 其他各部落大小求偿 各级将领官员 齐聚一堂 在勇士堡高台之上 露天宴夜 喝到异性之时 祈福国人 举起酒碗 发表了一场具有震撼力的演讲 给福建做了一篇精彩的人生总结 圣极而衰 穷兵独武必败 历史赋予的机遇 必须牢牢抓住 或许我们真的不该小视狐足的英雄们 他们对东方传统文化精髓的理解 毫不逊色于汉人 单凭这三点认识 祈福国人不愧为十六国之西秦国的开国君主 祈福先卑豪强一掷拥戴 祈福国人于酒席之上成就王霸之夜 吕光与国人交战 双方互有胜负 明镇西域的大英雄南越黄水一步 吕光不知道天下形势 天王福建虽然死了 前秦并没有亡 福登记起前秦大旗 与枪人摇长在关中展开了惨烈的八年战争 第四章 食人魔与中山狼 中国西部有两个古老的民族 低人和枪人 两族杂居共处 相濡以沫 低枪不分家 利益却让这对患难朋友反目成仇 在黄土高原和渭水平原兵戎相见 有意思的是 他们的国号都是秦 史家为了区别 按建国前后顺序 称之为前秦和后秦 狡猾如狐的枪人摇长 勒死敌人最伟大的天王福建 福建的孙子为报国恨家仇 不惜成为令人恐惧的食人魔 这一老一哨的较量 极富搞笑意味 他们把军事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他们看来 战争很可爱 古代的罗马军团 以其密集的方阵 钢铁般的纪律纵横世界 无敌天下 将中东的沙漠 不列颠高山 统统踩在脚下 他们横扫千军 所向披靡 当迎平在线古罗马 身为浩大 气势如红的铁甲方阵时 我们也许要感叹 为什么中国没有这么一支无敌的大军 因为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家们 并不看重阵刑的作用 欲为武学之冠冕的《孙子兵法》 十三篇并无阵刑篇 孙子指出方马埋伦 魏族事也 强调水因地而滞留 兵因敌而至胜 故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 魏之神 宋代的名将岳飞 在与宗泽对话时 道出了其中的奥妙 岳飞喜欢野战 这里的野战 不是现代意义区别于城市 或要塞作战的野外作战 而是指不按常法作战 宗泽对岳飞说 你的勇至才艺 纵使古代良将也比不上 最大的缺点就是好野战 非万全之计 作战讲究排兵不振 讲究阵型战术 乱来怎么行 岳飞回答道 阵而后战 兵法之常 运用之妙 存乎以心 意思是说 摆好阵势以后出战 这是打仗的常规 但是 运用的巧妙灵活 在于思考 指挥员要有阴敌变化 随机应变的作战艺术 貌似强大 实则笨拙刻板 缺乏变化的罗马方阵 不过是任人宰割的 案板上的鱼肉 如果古罗马 与古中国展开对决的话 罗马军团只会先赢后输 而且会败得很惨 罗马方阵 古代中国有位君主使用过 并加以改造 运用的炉火纯青 他的名字叫做福登 福登是前秦天王福坚的族孙 使凭其人少而雄涌 有壮气 粗显不休细行 福登贵为王族 仕途却稍有挫折 最初为前秦殿上将军 后千官长安令 人生过于顺利 容易犯错 福登粗豪其显的性格得罪了上司 被贬为敌道长 敌道在哪里呢 今天的甘肃临陶 福登署平级调动 不过两个县令天上人间 长安是前秦帝国都城最大的县 敌道却远在西北 偏僻难行 唐代游首诗 北斗七星高 割书叶带刀 至今窥木马 不敢过临陶 临陶是唐代防御吐蕃的军事要塞 在前秦 则是对抗土玉魂的前方哨所 苦寒偏远 哪能和繁华的长安相比 塞翁失马 燕之非福 留在长安的达官贵人 经历战火蹂躏 死者无数 福登小日子过得虽苦 但性命无忧 福登不甘心做个小县令 长安失守后 投奔河州刺史毛星 当上毛星的司马 河州侠浮喊 是前秦帝国的兵马大军 福登目的很明确 依靠毛星在乱世中建功立业 福登不接受教训 经常点品实事 庞若无人 兄长福同劝他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你随口胡咧咧 别人不喜欢听 等你以后做大官 随便怎么着都行 从此 福登收敛了些 很少和别人在海阔天空的胡看 一天 毛星有事找他 正赶上蜀官们汇报正事 毛星开玩笑说 小司马 你说说该怎么办 福登张口就来 分析得头头是道 毛星心里特佩服 将幼女许佩给他 河州是肥水战后 前秦帝国为数不多的大据点之一 毛氏则是第一人的大豪强 毛星把女儿交给福登 等于把河州 把第一人的未来 交给福登 毛星认为 只有福登 才能抵御关中的 羌人王国 抗衡那只狡猾无耻的 中山狼 慕容先背东归 将关中之地 拱手让给 原前秦羌族将领 姚长 如果评选世界十大 无耻皇帝 姚长必定名列前茅 姚长 乱世奸雄 背主忘恩 酷虐奸诈 诡计多端 天王福间 从刑场上救下姚长 南征东进时 任命姚长 为水军总指挥 恩比天高 他呢 在新平佛寺 用一条白卷 将救命恩人 送上西天 整个以 忘恩负义的 中山狼 城池打不下来 他骗城里人说 只要你们肯投降 既往不救 结果呢 人家一开城门 杀了个鸡犬不留 这样一位君主 靠什么赢得人心 靠什么获取成功呢 狡诈中的真诚 酷虐中的豁达 还有灵活多变的战术 羌人占领长安 前秦许多官员都投降了 姚长登基称帝 国号不变 仍然是大秦 史称后秦 一时间 关中拢右之地 出现三个秦国 前秦 后秦 和西秦 秦始皇的崇拜者 还真不少 姚长搞了一个开国大典 太极殿大宴群臣 文武大臣们 大多喝得烂醉 姚长高兴 一辈子当一回皇帝不容易 当然要好好喝一顿 直喝得醉眼朦胧 耳热口痣 醉酒的人容易说真话 姚长就说了一句真话 一句得罪人的真话 你们与我曾经在此殿 同为前朝臣子 今日忽为君臣 不感到羞耻吗 中文武官员 大眼瞪小眼 面面相去 这句话说得很伤人 在座哪位不是 前秦帝国的臣子呢 前秦刚刚亡国 皇帝扶尖尸骨未寒 大家却又像狗一样 参加新皇帝的庆典 有人脸红 有人尴尬 也有人不以为然 一个叫赵谦的大臣 晃荡着站起身 吐出一口酒气 回答道 陛下是天子 天上不齿以陛下为子 臣等和齿为臣 这位赵谦先生的话 更伤人 说陛下您是天子 老天爷都不以 有您这样的儿子为耻辱 我们做您的臣子 有什么可羞耻的 言外之意 我们无耻 民更无耻 别忘记天王福坚是谁杀的呀 哪朝哪代的臣子 敢对皇帝说这话 换朱元璋 早一刀把他咔嚓了 还得诸九族 我们这位中山郎皇帝 非但不生气 反而龙颜大悦 姚长大笑 高兴那 真是无耻到家了 姚长性子直率 毫不掩饰 小人 也是真小人 我就是小人 你怎么着吧 关中是狄人和羌人的发源地 天王福坚死了 狄族人在关中的势力 仍然很强大 姚长开始讨伐 前秦帝国的残余势力 毛星的河州首当其冲 姚长的弟弟姚朔德 率军攻打毛星 双方互有胜负 战乱不止 河州的敌人 开始厌倦战争 分成两派 主河派与主战派 主河派杀掉毛星 推举魏平 为河州刺史 毛星临死前 给主战派留下遗嘱说 我打枪贼这么多年 没成功 遗憾啊 军权一定要交给小司马福登 消灭枪贼 全指望他了 前后勤不两立 许多人看到这一点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 关中之地 容不得两处政权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好战派 低族贵族认为 魏平衰老 南城大士 准备废掉他 忌惮魏是家族 人都示众 上一好些日子 没出结果 敌人但轻对众人道 大士应该及时决定 不然毕生变故 明日七夕 我在家中设宴 朱军请卫公参加 咱们开个会 七夕佳节 浮喊文武官员 敦请魏平 至诞青府中赴宴 游蓝的天幕上 一轮弯月 喷射出清冷的寒灰 倩云若隐若无 群星灿烂 星罗旗布 一条乳白色的天河 横贯中天 隔断两岸 牛郎 织女星 像两颗钻石般 闪烁着冰冷的光 永恒地注视着人间的一幕幕 悲欢离合 大宴之上 但卿抽出宝剑 离席上前 慷慨陈词 今天下大乱 我等修妻与共 非贤主不可以计大事 为公老迈 理应让贤 敌道长福登 虽王室疏亲 但志略雄名 请诸君立之 以赴国难 有不同意者 但讲不防 说吧 奋剑攘媚 怒目而是 有不同意见 尽管讲 讲完宰了你 这是民主生活会吗 卫兵明白 七夕大宴为他而设 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只得让出河州刺史 浮寒的敌人 共推福登为 辅军大将军 大具兵马适施 一场决定敌人 和枪人命运的 大决战 揭开序幕 双方将军事谋略 运用到极致 一台台好戏 轮番登场 战争要素之一 士气 福登懂得士气的 重要 临行前举行了一场 盛大的阅兵仪式 前秦军队三军搞速 军中立起天王福间的神位 供奉在华丽的战车之上 战车上置青色顶盖 便插黄旗 以虎奔三百护卫 福登亲自在战车前祭奠 放声大哭 唏嘘流涕 祷告道 昔日陛下在武将山遇难 贼枪四害圣躬 十福登之罪 也 金河一缕 有众五万 金甲竞兵 足以立功 即日执造贼庭 奋不顾命 上保皇帝库冤 下雪臣子之恨 请陛下在天之灵 保佑一兵 美战必克 仇恨的力量 足以毁灭一切 五万前勤兵 像一群怒气冲天的牛 气势汹汹 向东开进 上规守将 姚朔德浅 快马飞报 长安球员 姚长文报 钦点大军 五万迎击 两军相遇在 胡奴府 两军对面 姚长大吃一惊 前勤军列成方阵 黑压压一片 阵中白旗飘扬 最中间一架战车 与宝青盖 便插黄旗 战车两边两面 长行大旗 上输黑字 一面输报仇雪恨 一面输至死方休 前勤将士们 头盔和铠甲上 分别刻着死 修二字 方形大阵外围 是一层又一层 密集的步兵 接着重甲 最外一层执大盾 后几层步兵 各执长朔重剑 再往后的步兵执弓弩 方阵中央是原形阵 前勤骑兵手持长矛 整个方阵 就像一座茅山剑海 福登百出的方圆大阵 发挥士兵各自为战的优点 以原形骑兵居中 又弥补方阵一翼 被突破整个阵型 陷入混乱的弱点 达到方形步阵的最高级别 若武搏战打响 枪军马部队 向前勤军发起凶猛攻击 每一处方圆大阵外侧的士兵 竖起大盾 第二队士兵支起长朔 铁盾长朔之后的 强攻硬弩 轮番发箭 持续而密集的箭语 铺天盖地般 射向冲在前面的枪足骑兵 枪旗挥刀五毛拨打箭时 还是一匹匹从马背上摔下去 狂奔到阵前的战马 被长朔刺中 哀鸣声中 将其手摔下去 方圆大阵 像筑起的铜墙铁壁般 毅然不动 姚长拔剑在手 亲自指挥军队 向大阵发起一轮 又一轮进攻 只要枪军撕开一条口子 手持重剑 弯刀的前勤骑兵 就会风驰电掣般迎上来 将进入大阵的敌兵逼出去 枪军反复攻击 始终无法撼动 浮登如城墙般坚韧的防线 胜利的天平 开始倒向前勤军 战鼓声中 前勤兵迈着整齐步伐 排山倒海般 向枪军攻击前进 共鸣的声音震动原野 枪军抵挡不住 大半 姚长肩甲重剑 负伤奔跑 一口气逃到上归城 人马折去大半 胡奴夫一战 前勤大胜 斩首二万余级 浮登威震龙溪 逃入高墙尖城的姚长 便疗伤 便哼哼 不怕你现在闹得欢 小心秋后拉清单 姚长说 这句有根据 龙溪土地贫瘠 家之大汉 战乱 根本没有粮食 维持旷日持久的战争 没粮食吃 打个屁仗 浮登有办法 对将士们说 你们不要害怕饥饿 早上出战 晚上就有熟食吃 所谓熟食 其实是敌人的尸体 人肉可以吃吗 当然可以 十字坡 孙二娘的人肉叉烧包 味道香腻可口 滋味鲜美 浮登的士兵们 也道出真实答案 吃人肉 健壮能斗 方圆数十里 血流成河 遍地人头 不见尸体 因为尸体都被吃掉了 好莱坞的恐怖大片 常有食人镜头 但整支军队 以人肉为正餐 恐怕从古到今 只有这一支队伍吧 那些为军粮范畴的将领们 真该向浮登将军 取取经 浮登的军队 有了外号 食人魔军 浮登也有了一个 令人恐惧的名字 食人魔王 魔王 食来运转 在山西坚持抵抗的 天王福建的继承人 福匹战死了 龙溪成为 前秦王国最后根据地 公元386年 北魏登国元年 拓跋归称 魏王的童年 福登丽 潭与隆东 即前秦皇帝位 食人皇帝有名无实 为了得到关中地盘 为了打回长安 食人魔军更加疯狂 两军野战 枪军屡战屡败 中山狼姚长 总算遇到狠角色 奈何不得方圆大阵 如何取胜呢 这可难不倒他 对付敌人 姚长不仅像狼一样凶狠 还像狐狸那样狡猾 孙子兵法讲 无妖正正之旗 物鸡堂堂之臣 经过几次直接野战的实力 姚长改变了作战策略 不和福登正面对垒交锋 重新规划 关中地区新的战略布局 你不是吃人肉吗 让你人肉没得吃 由西北高地 进入关中 有两条路 一条由上规经陈仓 梅县至长安 另一条由安定 经新平城至长安 姚长选择安定和上规 两大军事重镇和长安 构成三角形战略支撑体系 太子姚兴镇守长安 勇猛善战的姚朔德 出镇上规 姚长亲自坐镇安定 以此撑开全局 控制形势 姚长把大军分散开 以零散各地的营债 确保军粮供给 当时朱营众多 故而称姚长的军营为大营 大营称谓 从此而来 福登公占关中许多地区 三大重镇不丢 前勤军只能疲于应付 此时 后勤形势也极为不妙 福建死后 关西的英雄豪杰认为 服势已亡 姚长平定关中地区 只是时间问题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城咬金 福登的方圆大阵纵横无敌 众人纷纷转 支持前情 为打消关中人对福建的思念 姚长亲自率人 把已经埋葬的福建尸首挖出来 用皮鞭抽打 包掉衣服 裸出尸体 再用荆棘包起来 挖个坑埋掉 福登大怒 发誓报复 转眼初冬时节 北风吹过 落叶萧萧而下 清晨 灰色的云层笼罩着天空 福登刘大军于心平 率骑兵一万突袭安定 姚长的大营 姚长用兵谨慎 早有探马飞暴入营 枪军全营戒备 福登见姚长已有准备 不再攻击 命令骑兵四面围住 姚长的营寨 抬出天王福建的神像 绕着枪军大营 放声大哭 边哭边诉姚长的罪行 哀声动人 福建为人宽厚 对枪人有大恩 勒杀之时 枪军曾经为之痛哭 前秦军的哭声打动枪军 好多士兵捂住耳朵 不忍再听 姚长听着四面哀声 明白 这是福登的心理战 韩信在该下用四面楚歌 瓦解楚军斗志 击败霸王项羽 福登一样化葫芦 姚长黑黑一阵冷笑 他可不是有勇无谋的楚霸王 下令三军将士一快阔 枪兵人多 哭声震天 一下子把前秦军的哭声压了下去 福登听着震天嚎哭 又气又急 却也无计可施 只得引军退去 姚长此人迷信 与福登交战屡败 认为前秦军中的福坚神像 起了作用 有神灵帮助 因此也在军中立起福坚神像 中文武哭笑不得 心道 若是福坚有灵 还不把你碎尸万段 众人不敢多说话 谋是因为看不下去 劝道 陛下 福登是福坚的祖孙 立像是应该的 陛下立福坚的 像是何原因 姚长眯着三角眼道 朕自有道理 每个人都希望站在真理一边 不管真的有理 还是无理取闹 姚长面对神像毕恭毕敬 神色甜净 神像上的人 曾是他的君主 是他的恩人 也是他下令勒死的 还是他把尸体从地下挖出来 抛到野外的 如果你做过同样的事情 可能这个人会成为你一生的噩梦 姚长要解释 他要自己相信 要群臣和将士们相信 甚至要让死人相信 他姚长光明正大 下面是祷告词 陈兄姚相为陛下所害 临死之时 要臣为其复仇 心平之祸 陈是奉家兄之命所为 非臣之罪 试想 扶登陛下远亲 还想为陛下复仇 臣其敢忘记为兄长报仇 再者 陛下命臣以龙香剑业 就是要我像陛下一样称帝 臣又怎敢违背陛下的教诲呢 而今我为陛下立想 陛下就不要再计较臣下的过错了 言辞恳切 痛心疾首 真好像福间误会他一样 群臣听得目瞪口呆 张口结舌 不要脸的人见过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这是一种精神 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 你没法去做坏事 做了坏事 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你会一生不安 姚长没有良心吗 他有 一个人只能标榜正义 纵视颠倒黑白 绝不能承认自己错了 错了你就万劫不复 姚长满心以为 这一次可以和福登一脚高下 次日交战 姚长命人抬着福间的神像 出债营地 两军对阵 登上剑楼的福登 一眼看见枪军阵前福间的神像 又见姚长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 心中契机 爬下剑楼 拍马而出 大呼叫阵 为臣弑君 而立相求父 能有用吗 无耻小人 弑君恶贼 姚长 你若有胆量救出来 与我单打独斗决一死战 何苦枉害无辜 姚长冲耳不闻 心道 我多大数岁了 六十 和你小娃娃单打独斗 你以为我傻啊 福登见他不敢应战 挥军冲杀 枪军又大败 夜晚宿营 姚长闷闷不乐 巡视朱营 发现军中夜间 数度惊扰 姚长大怒 心道必是福间 鬼祟作怪 命人砍下福间神像的头颅 送给福登 姚长鬼点子多 一计不成 又生诡计 对群臣说 福登这个魔头 把资虫留在大街村 我奋兵偷袭 定能成功 传令给儿子姚虫 领兵三万 偷袭大街村 谁知福登早有准备 姚虫的兵马 刚到安丘 便中了福登埋伏 全军覆没 姚虫担起逃回大营 福登趁机一路追杀过来 禁闭安定 眼见前秦军逼近城下 姚长又有妙计 对众人说 与穷寇硬碰硬是兵家大计 朕要亲自领兵 偷袭大街村 文武官员一听偷着乐 以为会有什么妙计 刚刚偷袭人家中了埋伏 被杀得片甲不留 又要去送死 姚长一脸奸笑 清等有所不知 上次那魔头 伏击我军 侥幸得胜 以为朕不敢再去 必不设防 朕偏要再去 杀他个出其不意 姚长亲自点起 骑兵三万 人贤眉 马术口 三更天出洞 兵发大街村 看到这儿 我们肯定会想起 抗日战争中 时任八路军 一百二十九师师长的 刘伯承同志 率领我军 在山西省七根村 同一地点 两次射服 击败日军的经典战力 日军有姚长的狡诈 福登却无 刘伯承同志的智慧 枪军一路毫无阻拦 福登果然把伏兵尽撤 黎明拂晓 远远望见大界村 枪军杀进村去 村中只有福登皇后毛氏 和留守的文武官员 及数百名士兵 南北朝出金国英雄 毛皇后美貌勇敢 善于骑射 弯弓跨马 指挥数百名壮士 拼死抵抗 枪兵人多势众 将毛皇后擒货 押来见姚长 姚长翻身下马 背负双手 弯腰打亮毛皇后 见她生得清秀端庄 柳眉青树 秀母寒怒 却显得愈加妩媚 姚长心中喜欢 轻声道 朕年已六旬 未堵如夫人这般冷艳之巾国 若得夫人 可欢度晚年 我姚长别无所求 毛皇后羞怒交集 边哭边骂道 姚长 你已杀天子 今又欲侮辱皇后 上天能容你吗 姚长确实做得过分 你说你都六十了 霸占人家妻子做什么 美人求之不得 总不能再留给福登 舍不得也要下手 姚长杀死毛皇后 又杀了福登之子福上 亲亲国名将数十人 一把火烧掉屯粮 端了福登的大本营 福登闻讯又惊又怒 急忙引兵回援大界村 朱将对姚长道 我军偷袭大界村得手 贼兵骇乱 我若趁乱于半路伏击 又是大胜仗 姚长姚姚头 福登兵重虽乱 怒气游胜 不能与之争锋 不怕人多 就怕士气旺 没有把握的仗少打 枪军迅速撤离战场 从另一条路撤回大营 前秦 后秦两国的战争 打到第三个年头 这段时间 北中国遍地封烟 如同东汉末年 诸侯歌剧时代 魏王拓跋归 与匈奴首领流显大战 吕光平定梁州 关中 龙溪一带 田地荒芜 哀鸿遍野 饿死的人枕于道路 交战双方 精疲力竭 粮草复之一具 前秦军乏粮 军事时有饿死 姚长用兵飘忽不定 不打硬仗 前秦将士吃不上熟食 福登只得撤军修养生息 前后秦各自罢兵 这一场 施魔与中山狼之间的较量 没有结束 到底哪一方 能够取得最终胜利呢 将者 智 信 忍 勇 严严 曹操在孙子兵法 注视中称 这是将帅 应该具备的五种品德 威将武德中 智术在先 这便是奸诈无耻的 姚长战胜 一列慷慨的 福登之奥妙所在 公元三百九十年 北魏登国五年下 四月 后秦皇帝 姚长正庆祝六世大寿 宴席未散 一份告急文书传道 大后方出事了 发生叛乱 反叛军首领 是原前秦将军 韦杰飞 他自称冲天王 召集敌人 匈奴各部 攻打后秦的姓程 刚刚归附后秦的 枪人雷厄的火上交油 借机起兵 攻打李润成 两国交兵 最害怕内乱 西边的福登没收拾完 北边又犯事了 姚长暗暗心惊 下诏亲自北征 福登兵临城下 在长安家门口 魏杰飞远着呢 文武官员大惑不解 纷纷问道 陛下不有六十里外的福登 却有六百里外的魏杰飞 这是为什么 感觉后秦国的大臣们 就像小孩子 遇事总爱问为什么 明朝崇祯皇帝曾经抱怨过 我是好皇帝 是你们大臣误我 如果姚长听到这句话 就会开导这位同行 自己的事自己做 别总指望别人 群臣无能 姚长非但不生气 反而耐着性子 苦口婆心分析 福登不是一天能消灭的 朕之城池 也非福登一天所能攻取的 雷厄帝制略非常 如果联合魏杰飞 攻下杏城和李润城 长安东北就飞阵所有啊 长安东北地区 是后勤对抗福登的大后方 一旦雷厄帝和魏杰飞反叛成功 自己必将东西交困 失去粮食供应地 姚长这一点看得极清楚 去打魏杰飞 需防着福登 为避开福登耳目 姚长不敢带大军前往 偷偷点起一千六百名精锐骑兵 奔赴杏城 聚成百余里下寨 魏杰飞万没料到 姚长会舍弃福登 亲来争讨 惊恐不已 等到阵前一看 发现枪兵不多 大约两千人的模样 大喜 急召各路兵马 低 匈奴之兵 络绎不绝 姚长每次听说 魏杰飞增兵 总是非常高兴 朱将觉得奇怪 问道 贼不断增兵 骑士日赤 陛下为何不忧反省 姚长笑道 魏杰飞煽动百姓叛乱 种族部落甚凡 各族经常叛乱 朕虽能杀掉其首领 但是与党不容易 一下子铲平 还会四处作恶 现在 他们像乌鸦般 自投罗网 朕可一网打剑 一个也漏不掉 朕的东北无忧了 朱将嘴上称事 心中怯笑 皇帝有毛病 他们忘记一个道理 狼并不在意他面前的羊 是一只还是一群 人多力量大 魏杰飞奉为真理 另一位叛军首领 雷厄帝赶来会师 集合三万人马 向枪军杀来 姚长固守迎磊 令姚虫率领数百骑兵 出其不意地迂回到敌军身后 发起突袭 叛军惊扰 混乱之际 姚长下令攻击 魏杰飞的队伍 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 被枪军骑兵前后夹击 分割冲突 历史大乱 枪军击斩位皆非 叛兵逃散 姚长纵气追赶 一路下来斩杀无数 等到清点战场 1600骑兵 竟斩杀敌人的首级万语 枪军大胜 雷厄的逃而复返 到后勤大营请降 雷厄帝原本是姚长手下 很有本事的将领 后来投靠福登 得不到福登信任 又转头姚长 这次反叛失败 再次投降 这么一位反复无常的人 姚长竟然没怪罪 代之如初 雷厄的对人哀叹道 我自认为志勇杰出一时 每次遇到姚翁 就难以施展 这是我的命啊 雷厄帝降后勤 北帝平定 姓程守将 摇荡城出城迎接 姚长徘徊于营地之间 用手轻轻抚摸每一处木栅 历经沧桑的老脸满是留恋 久久不愿离去 姚长对姚当成说道 你在这座营寨的每个栅栏孔中 都竖上木牌 来表彰将士们的战功 姚当成连声诺诺 一年之后 姚长问起此事 姚当成回道 表彰木牌太多 显得营地狭小 我把营地扩大了 姚长叹道 镇子结发以来 与人战 未尝如此痛快 以千余兵破敌三万之众 可见用兵不再多寡 难道兵多一定打胜仗吗 军营小才是奇迹 怎么能够以军营大为可贵呢 前秦皇帝福登得知 姚长平定位皆非之乱 懊悔不已 大骂手下情报工作做得不好 潜伏的特务呢 怎么不会报 前秦特工加班加点 终于成功策反一位后秦国的高级将领 豫州刺尸狗药 狗药手中有一万人马 镇守长安外围据点逆方堡 与福登约定时间加攻枪军 福登文报大喜 率军长驱直入 近战京水口的范氏堡 强渡渭水 紧逼长安 姚长出兵迎战 依旧破不了福登的方圆大阵 损兵折将 姚长收集残败兵马 要再与福登决战 众将感到奇怪 这和姚长平时的作战策略不同 平时能打则打 打不赢就跑 今天怎么了 连忙问 陛下用兵一向谨慎 每每以计取胜 今天我军失利 为何还要与贼军决战呢 姚长冷笑道 福登用兵迟缓 不失虚实 这次却一改常态 清兵直进 抢占我军东侧 摆明把我军向西赶 西面是纪要的壁垒 他与狗药那小子有阴谋 如果我们攻势稍缓 阴谋必定得逞 要抢在敌人会合之前 打破他们的计划 姚长挥军在战 福登不曾料到 姚长一凡往常规律 受挫之后依旧猛攻 被杀个措手不及 激战数日 前秦军孤军深入 挤仰难济 只得退回梅城 福登退去 姚长也不追赶 率兵转攻打新平 前秦首将 金锤士丹利孤 现成投降 姚长率数百级 遇入新平城 朱将纷纷劝阻 说金锤不可信 恐其反复 姚长笑道 金锤已然背叛福登 如果再来害朕 到哪里安身 他出来归赴朕 应该推心致富 怎能不予信任 让人起疑心呢 姚长入新平 与金锤把酒言欢 新平的敌人欲杀姚长 金锤不听 姚长安全返回长安 福登听闻 金锤降后勤 大起兵马 攻打新平 姚长率兵救援 临行在西塘 对太子姚兴道 狗要闻我北行 必来见你 你可借机杀了他 姚长刚走 狗要果然到长安 见姚兴 探听此番用兵的虚实 自然人头落地 姚长击败福登 进入安定城 大摆宴席庆功 久至半憨 将领们的牢骚话出来了 他们对姚长不打应仗 不敢与福登主力决战不满 借着九亿一起说 若是魏武王在 绝不会让福登这个魔头 狂妄至今 陛下未免谨慎稳重的太过分了吧 魏武王是指姚长的哥哥姚湘 文武全才 十七岁时 已经雄武官室 率领强人纵横河南 周旋于燕 进秦三大强国之间 他深得人心 每次转移 老百姓托邪女跟随 与前秦帝国争夺关中 兵败遇害 十年二十七岁 姚长称帝 追逝魏武王 这帮文武官员 好主意不出 还出言挖苦人 姚长略有罪意 端起酒杯 静静听完 手里花白的山羊虎 冲诸将孝道 朕不如王兄者有似 身长八尺五寸 必垂过膝 人望而未知 一也 将十万之众 与天下争横 望挥而尽 前无横尘 二也 温古之今 讲论道义 驾遇英雄 收罗俊逸 三也 亲爱士族 统帅大众 上下贤阅 人尽死利 四也 然而 朕却得以剑勋立业 驱策群贤 为什么呢 姚长环顾群臣 得意道 正望算略中 有片长耳 你们说我哥哥 怎么怎么厉害 我也知道 相貌威武 文武全才 所向无敌 深得人心 这四点 我确实不如他 为什么我做皇帝 他失败了呢 就是因为 我算略中 有那么一点点 长处罢了 群臣举杯 山呼万岁 姚长奸诈无比 厚颜无耻 一副泼皮 无奈的形象 却是好皇帝 他优点和缺点一样鲜明 性格豁达 虚怀弱骨 生活简朴 形式风格 颇有汉高祖刘邦之风 吃饭从来只有一盘菜 皇后穿着朴素的衣服 后宫金钱珍宝 全部供给军律 奖励战功 姚长生性简虑 喜怒哀乐 随性而发 臣下有功 立马就赏 如有过失 当众辱骂 毫不留情 为此 大臣全义曾经劝过 说陛下 您洪达自认 不休小节 驾驭群雄 包罗俊逸 气贤陆善 有高祖之风 但是轻慢臣下的习气 应该改改 姚长脸容泄道 这是朕的本性 姚顺的美德 朕一点没有 汉高祖的坏习气 却让朕继承了 若不是清言 安置朕过 自此以后 对待臣下过失 多少给人留点面子 不过姚长骂人归骂人 处罚极轻 公元393年 北魏登国八年 63岁的姚长并卧军中 赵太子姚兴一行影 安排后事 姚兴准备启程 有人劝他铲除功臣 今贼寇未灭 皇上年迈 又大病缠身 王统等人是皇上的旧臣 屡立功勋 各居物宝 拥有私人武装 平素在皇上跟前言语唐突 肆无忌惮 皇上一旦不会 谁人能振服他们 不如趁皇上上载 将他们除去 姚兴想想也对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帮功臣在姚长面前 尚且嘻嘻哈哈 自己当上皇帝 怎么统御的了 随即杀掉王统 王广 福印 徐成 毛胜等豪强大族 然后赴行影 姚长正躺在帐内休息 闻听后 垂床大怒 王统兄弟 镇之州里同乡 实无他志 徐成等人皆是前朝名将 天下小定 镇方用之 奈何随意诛杀 令人丧气 兔子遍地 怎么能把猎狗煮吃了呢 姚兴羞愧不安 莫不作声 姚长又气又怒 病逝欲沉 前秦特工工作出色 得到姚长患病的情报 福登大喜 焚香禀告福坚神尉道 曾孙福登受命讨贼十年了 幸亏太皇帝降病姚长 放心吧 这回一定收复长安 福登大军杀到安定 据成九十余里下寨 姚长躺在床榻上养病 文宝惊奇 大病境遇 率军出安定城外扎营 抵御福登 次日 两军对垒 福登又见到老对手 心道不对啊 不是有重兵吗 正疑惑 哨探来报 枪军偷袭营地 福登见姚长亲自迎战 心中已窃 又恐后营有失 急令退兵 姚长并未下令攻击 福登回营 见营杖多为枪军毁坏 便弃营退走 又害怕姚长追击 令猛将殿后 贫派少奇探听枪军动静 前秦军退行至傍晚 后军来报 未见枪兵追赶 福登放下心来 加紧赶路 天明 探姚长大营的真气来报 贼朱营已空 不知所向 福登大惊失色 心中暗道 这老枪贼不见来追 营中又无人 干什么去了 福登对身边的亲信 大发感慨 比为何人 去令我不知 来令我不觉 为其将死 忽然赴来 朕与此老枪同事 何其恶在 我和他生在一个时代 怎么这么倒霉 姚长的兵马 去哪里了呢 姚长得知福登退走 连夜尹大军 从侧翼迂回至前秦军身后 所以大营无人 为什么没有发动攻势呢 姚长此事病势加重 他能够起来迎敌 不过是病中的回光返照 双方没有交战 姚长退回安定 转眼又是一年 姚长病逝沉重 终于支持不住 从安定回到长安 晋书记载一则故事 姚长回长安时 途经新之堡 梦见天王福坚 率领数百名鬼兵 杀入大营 姚长恐惧 一边跑一边狂叫道 陈姚长 杀陛下者 陈兄姚乡 非一臣之罪 不要冤枉陈 姚长逃入宫中 殿内 侍卫挺长矛刺鬼 误中姚长的杨聚 众鬼大叫道 正中死处 侍卫拔出长矛 血流如注 姚长惊醒 见杨聚种的老高 太医用针刺杨聚治疗 出血的情景和梦中相同 我们也许会认为 这则故事 仅可作为茶余饭后的笑谈 但若仔细考究 发现极有可能 中国北方自后兆政权开始 尤其石虎当政时 佛教日昌 因果报应之说 深入人心 汉化和奉佛的氛围 必将影响 长久居住在社头的姚家 姚乡单其杜怀 去见东晋明氏 卸上的时候 卸上散去一位 福晋相待 两人一见如故 足见姚乡的汉学造诣至高 姚长投入前秦 天王福间 奉佛更加精进 前秦佛教分为不检后照 故而 姚长在行军打仗中 表现出浓重的迷信色彩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姚长是君夺位 思想压力极大 临死由此一梦信 非后人杜撰 姚长死了 临终前 给太子姚兴 立下四条规矩 以恩德福古肉 以礼义皆大臣 以信义代事物 以仁慈欲百姓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足见姚长是个明君 姚长中年六十四岁 再位八年 固然坏蛋一个 但他确实是位有智慧 有才干的君主 真小人也罢 真性情也罢 千秋功罪 自有后人评说 太子姚兴 不逊色于乃父 扶兼时为 前秦国太子摄人 姚长马木起兵 姚兴自长安冒险逃到军中 姚长出征 长留统后世 福登进攻关中 姚兴镇守长安 作为一阵主将 后勤战略体系的一员 为抵御福登立下战功 战争期间 姚兴与儒士们讲论经济 不以战乱忘记学习 姚兴没有辜负姚长期望 22年执政期间 面临强大的北魏和东晋威胁 仍然使后勤一步步成为北方强国 姚长死后 姚兴密不发丧 他知道 一旦姚长死亡的消息传出 福登必定发兵来打长安 姚兴先发制人 抢先下手 自称大将军 主动率大军攻打前勤 福登得到姚长死讯 喜出望外 傲慢地对众文武官员道 姚兴小儿 镇折根之条 就可以狠狠抽他一顿屁股 留下太子扶宠守胡空宝 征召国内所有士族 进攻长安 两军在马维堡遭遇 后勤大将尹伟 抢占马维堡的废桥 扼断水源 福登大军到达 喝不上水 食之剩下 可死者无数 福登进起大军 急攻废桥 尹伟命令出击 姚兴派人下令 福登穷寇 以持重 不可轻占 尹伟自目道 先帝登仙而去 人情优惧 尽若不思奋力死战 大势去了 不听将令 下令决战 前秦 后秦 在废桥展开 激烈对攻战 前秦军大败 福登收集残兵 败将回营 将士们已经丧失掉斗志 战争整整打了八年 八年下来 胜利遥遥无期 战争初期的昂扬斗志 荡然无存 只剩下悲观失望 痛苦厌战 当天夜里 大军散去 福登丹旗逃回胡空堡 太子福崇 听说父亲军败 弃城早走 福登无所归 只得收集王散 逃入马毛山 姚兴率军追击 与福登 激战于马毛山南 秦获福登 就地斩首 关中停定 姚兴在怀里 为姚长发丧 及皇帝位 回市长安 同年 福崇在皇中即位 攻打鲜卑 起伏部的西秦失败 阵亡于军中 前秦正式灭亡 枪人战胜敌人 取得八年战争 最后胜利 与之同时 为积蓄力量 与群雄争霸 魏王拓跋归 发动了对蒙古高原 诸部落的远征 迈开统一草原的步伐 在外雄鹰 以展开巨大羽翼 翱翔在千里草原 和大沙漠的上空 第五章 征服蒙古高原 古代的大草原 永远弱肉强食 日渐强大的拓跋贵族 渴望更多的牧场 奴隶 牛羊和财富 拓跋归意图恢复 戴国联盟昔日的强盛 他鹰一样的目光 越过绵延的阴山山脉 茫茫的大戈壁 松涛澎湃的临海 搜寻着一个又一个的猎物 侯颜国皇帝 慕容锤感受到 来自北方大草原的隐隐杀鸡 69岁高龄的不败名将 再次挥起戈毛 战神出征 慕容鲜卑的铁蹄 瞬间踏碎两个王国 敌人消灭了 下一个轮到盟友 拓跋带国瓦解之后 大漠南北处于分裂状态 在西伯利亚蒙古边境 向着二泰山 杭爱山和肯特山 延伸的戈壁滩 北部草原上 生活着数以百计的 游牧部落 西北的高车 南面的铁服匈奴 柔然 赫兰匈奴 各自占据一方水草 大兴安岭的南端 聚集着库莫西 启丹 谢汝等 强悍野蛮的林地部落 公元388年4月 拓跋规发动 魏国联盟 全部军力北征草原 东征林地部落 迈开统一 大漠南北的步伐 6月 拓跋人的骑兵队 在若洛水南畔 大败库莫西部落 抓获四部杂处 十余万 兵马渡过若洛水 库莫西 集中不足力量 进行偷袭 拓跋规再次打败他们 随后 魏国远征军 向东前进到女水 击败谢儒布 第二年正月 拓跋人的骑兵 突袭高车 东部诸部落 略得财祸无数 2月 在女水河畔 击败土兔林部 部落中 所有的男人 妇女 儿童 全部西迁云中 穿坐奴隶 魏国东征北讨 大获全胜 祸马 牛 羊 四十余万头 经过一年修整 拓跋规打起 西部高车人的主意 率大军 向西挺进数千里 到达陆魂海 挑选精锐骑兵 向西北 集进百余里 偷袭高车 圆河部 掳获马 牛 扬二十余万 西征诱惑大胜 魏军攻击 土图林部时 曾遇到麻烦 土图林 是赫兰部的 附属部落 赫那及赫染干兄弟 率领 诸部落救援 被魏军击败 拓跋规见赫兰部 公然出兵 与魏国为敌 心知与赫兰部 一战必不可免 赫兰部实力强大 绝非自己 能够轻易解决 魏国使者拓跋夷 来到西安国都中山城 拓跋夷是 拓跋规的堂弟 赫氏改嫁过 拓跋夷的父亲 拓跋汉 他们是一家人 同是慕容锤的孙外甥 拓跋夷到中山 向燕帝致谢 并约燕国 共同讨伐赫兰部 拓跋夷河北之行 还隐藏着 不可告人的秘密 即探听 后燕王国虚实的使命 随着势力逐渐增强 拓跋规对于 雄霸中原的 后燕国也有吞并之心 以草原宗主国 自诩的后燕皇帝 慕容锤 在中山城 富丽堂皇的宫殿 接见来自草原的野蛮人 态度显得极为傲慢 慕容锤深深地 靠在玉座之上 白眉低锤 严谨威和 听着拓跋夷 陈述魏王 对自己的感激之意 冷冷一笑 则问道 魏王何不自来败谢 拓跋夷静静回答道 我们先王与燕国祖先 曾经一起 为晋朝的帝氏做事 世世代代 情同兄弟 我今天奉使前来 在情理上没有失误 代王和燕王 均为晋朝策封 从这一点上来说 两国为平等关系 百战名将慕容锤 此时志得意满 燕国在他手里 得到复兴 对东晋的战争获胜 将山东之地化归己有 后燕已成为 北中国最强大的国家 后燕军屡次出赛 帮助魏国打仗 就拓跋不予危难之中 慕容锤又是拓跋归 爷爷辈的尊长 态度自然俱傲 无今威家四海 起得以昔日为比 你说的 那是哪一辈子的事 拓跋一不卑不亢 大燕如果不休得礼 欲以兵威自强 这是将帅们的事情 非使臣所致 拓跋一话语中 透出兵戈之气 老皇帝未家理会 权当涉事未深的 矛头小子 狂妄之语 通过静悄悄的观察 拓跋一回国 对拓跋归说 慕容锤年老体衰 太子慕容宝 雍禄懦弱 泛阳王慕容德 自负财气 绝不是将来少主的臣下 慕容锤一旦死去 内难必起 到那时候才可以图谋 现在不行 魏燕两国牢固的同盟关系 出现裂痕 虽然拓跋仪在朝堂上 软软的顶撞慕容锤 英国老皇帝仍然决定 继续扶植北魏 派赵王慕容林的军队 出载攻击赫兰部 慕容林与拓跋归 西征凯旋的卫军会师 在一新山大败赫兰部和和突 和西三部联军 和突部和和西部战败 向卫国投降 赫兰部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这种时刻 所有的人应该团结一致 可赫染干却阴谋杀害兄长赫勒 双方混战 赫兰人自己把自己送给敌人 这份大礼 慕容林无论如何也要收下 后燕军活捉赫勒 投降的牧民 数以万计 分赃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拓跋归和慕容林 在对待赫兰部 去留问题上产生分歧 东晋十六国时期战乱不断 加上汉人难度 人口资源紧张 战胜一方 往往将战败方的人民 强迁到自己都城 周围务农来增强收入 后燕也不例外 可拓跋归也需要人口 不允许慕容林 强迁赫兰部 燕帝慕容锤调和矛盾 下达一道折中命令 赫兰部一分为二 赫那留在草原 赫染甘索部迁移至中山 燕卫两家平分 慕容林幸幸回到中山 对慕容锤说而成官 拓跋归之举动 众为国患 不如令他来朝廷 让他的弟弟兼领国事 慕容林极其诡诈 看事情有一双锐利的眼睛 从拓跋归行事中看出他勃勃野心 慕容锤没有同意 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暂时不想去招惹拓跋归 当时后燕国控制的地方 包括现在河北 辽宁一带 山西存在着另外一个的燕国政权 西燕 河南存在着另外一个卫国政权 史称宅魏 宅魏是丁陵人宅辽建立的王国 国家弱小 家在强大的东晋 后燕和西燕中间本不成气候 国王翟辽凭借狡猾无耻 竟然顽强生存下来 东晋强大投降东晋 后燕强大投降后燕 西燕强大投降西燕 天下公认的枭雄慕容锤一再上当 终于下定决心收拾这个滚刀肉 打仗需要马匹 燕国的主力部队是聚装骑兵 及重甲骑兵需要优质的战马 赛上大草原则是两马生产地 后燕为维持其不断征战 必须要北魏源源不断输送军马 两国使者不断 关系看上去颇为融洽 为准备与西燕和宅魏的战争 主政的后燕太子党 决定增加草原输入的军马数量 外交谈判陷入僵局 后燕对两马的贪得无厌 和拓跋归与日俱增的实力之间 终于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北魏拒绝如数攻击后燕军马 后燕国则扣留魏国使臣拓跋归 扣押使者的行为激怒了拓跋归 拓跋归不是外人 是拓跋归母亲赫氏的亲生儿子 拓跋归同母义父的兄弟 后燕非但没有得到想要的两马 两国关系反而破裂 北魏与后燕断绝交往 蒙古高原的赫兰部和西方高车 以及东方库木西等部落都被魏国灭掉 大草原上唯一能与魏国抗衡的 只剩朔方地区的匈奴铁夫 以及附庸部落柔然 拓跋归向来喜欢从逆境中奋起 与后燕国的交恶激起他的昂扬斗志 北魏国转而联合西燕国 迫不及待地对铁夫匈奴展开攻势 论起草原各部落的综合实力 无疑拥有核桃地区丰美草地的匈奴铁夫最强 面对塞外各部落之间的争霸战争 历经沧桑的刘魏臣反而没有了年轻时的锐气 胜怕丢掉核桃那块财富 刘魏臣就像一只哈巴狗 谁强大就去舔谁的屁股 南向后勤称臣 东向西燕称臣 摆出一副奴才架子 胆难逃灭亡的命运 为了统一大草原 稳定魏国大后方 确保与后燕战争无后顾之忧 拓跋龟的长矛坚决刺向刘魏臣和他的附属部落柔然 柔然作为中国北方的一个民族 我们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 就是他孕育了突厥民族 我们震惊于突厥的狼头大道 却不知道柔然曾经是突厥狼群的主人 柔然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有人说危险欧洲的阿尔瓦人就是柔然 也有人说蒙古族的始祖就是柔然 柔然民族的起源要从一个叫木骨驴的孩童说起 先被拓跋部带王伊鲁称霸草原 劫掠高车诸部经常组织大规模的掠起 抢掠他们的牲畜补充军须 掠得人丁以为兵族 抢得老幼妇孺便作为奴隶 魏书高车列传中载 高车盖骨斥笛之鱼种也出号为狄历 北方以为赤勒 诸夏以为高车 丁灵 其羽略与匈奴同而实有小异 或云其先匈奴之声也 通过魏书记载 结合考古等研究 可以从中探索出高车来历 高车字号迪利 春秋时称赤敌 原子丁灵 丁灵也叫丁灵 丁灵 丁灵 是游牧于贝加尔湖一带的中国北方民族 匈奴西迁后 丁灵居匈奴故地 三国史 各部鲜卑南迁 占据匈奴故地 略其于大漠南北各族 丁灵迫其压力 和匈奴人一样四处迁径 一部分丁灵人 迁至塞外阴山一带 北方人称之为赤勒 一部分内迁中原 仍好丁灵 肥水战后建立宅位政权 一部和匈奴杂居 仍在贝加尔湖以南游牧 汉人称之为高车 高车与匈奴同在北方游牧 语言与匈奴大同小异 高车部落众多 大的部落有六个 有敌室 圆河室 狐律室 解批室 护骨室 义齐金室 卫书记载一则故事 清楚反映出高车 与匈奴通婚的历史事实 传说匈奴蝉鱼 有两个女儿 自容美丽 国人皆以为女神 匈奴蝉鱼说 我有这样美丽的女儿 怎么可以许配给凡人呢 只能配挤上仓 匈奴蝉鱼在漠北 无人之地 筑起高台 让两个女儿 住在上面 冲天祷告道 请上天自来迎娶 整整过了三年 老天爷一点娶亲的意思 也没有 他们的母亲 准备迎女儿回来 蝉鱼不答应 又过了一年 一头老郎昼夜 守台嚎叫 立着在台下挖雪 无论狂风暴雪 从不离去 匈奴蝉鱼的小女儿说 父王把我扔在这儿 准备配挤上天 而金狼来 也许就是神物 是天之使者 下台狱和老郎结合 姐姐大惊道 这是畜生 不要侮辱父母 妹妹不听 缓步走下高台 成为老郎的妻子 生下无数儿子 后来逐渐滋繁成国 其族人号 隐生长歌 幼似狼豪 匈奴人称高车为狼族 匈奴的外甥 这一部族所用车辆 车轮高大 服术很多 故汉人称之为高车 拓巴仙碑人 在一次对高车部落的掠奇中 捕捉到一个幼童 发使其眉 年纪很小 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 不主叫他木骨驴 木骨驴意为秃头 因为鲜卑拓巴不是变发 高车部落是剃发 近似于后来蒙古部落的发式 即将脑后一部分头发全部剃去 正面移束或剃去 或者剃三大变发 后来成吉思汗那种发式 故而有人说 木骨驴即蒙古里之意 是蒙古的元祖 木骨驴长大之后 魁梧彪汉免除奴隶成为一名骑兵 后来违反军令当展 木骨驴就和一百多人 逃亡于大沙漠的溪谷之间 投靠河图林部 木骨驴死后 其子车路会雄剑鹦鹉 聚集不少牧民 自豪柔然 柔然之意 即蒙古语中贤明的意思 车路会取 木骨驴近似的御酒驴为姓 当时柔然部落并不强大 依附拓拔代国 视为别不帅 向代国贡献马畜 貂皮等物品 冬天喜度末南 夏天还居末北 车路会死后 三船至御酒驴地溯源 得溯源死后 部落一分为二 长子匹后拔居东面 次子河堤居西边 前秦灭代国 柔然转而依附�匈奴刘魏晨 拓拔归复兴代国 建魏国 东征北伐 草原珠部落多祥 独柔然不来投靠 依旧臣服刘魏晨 在刘魏晨缩始下 经常侵略魏国边境部落 拓拔归想消灭刘魏晨 势必要先灭掉其帮凶柔然 公元391年 北魏登国六年冬十月 打败赫兰部三个月后 拓拔归迅速吹响 攻击柔然的号角 柔然部落 设于魏国连胜的声威 从游牧地狼山举步顿走 拓拔归千里大追击 从狼山向西追奔六百里 举目四望 朔风吹起连天的摔草 无边无牙 四眼茫茫 哪里有柔然人的影子 魏军倾急而来 粮食攻不上 朱将与部落首领认为 军粮不计 在追无意 拓拔归一向固执自负 不听众人的意见 众人想到拓拔归对谋士张滚 言听计从 都让张滚去劝 张滚也觉得 追下去无用 对拓拔归转达朱将意见 贼远良尽 不如早还 拓拔归自信的一笑 反问朱将 若杀驸马 为三日粮够用吗 熟悉成吉思汗 蒙古大军西征史的人一定知道 蒙古骑兵一人配两匹马 长途跋涉 轮番换乘 马歇人不歇 到达会战地点 不必休整 直接换乘另一匹 没有负重的马 参加战斗 魏军也是如此 所以拓拔归有此一问 粮食没了 我们还有驸马 若杀驸马 当作三天的粮食 够吗 众人一寻思 当然够了 纷纷点头道 足 足是足 可回来怎么办啊 拓拔归深邃的眼睛一亮 毅然道 那就追 为其背道奸行 茫茫戈壁 与湛蓝湛蓝的天空连成一线 平坦 广阔 无边无际 灵星点缀在焦黄的戈壁上的 一丛丛骆驼刺 鸡鸡草 在北风中干枯残败 戈壁推进 仅有的一点点绿意 泛着七处的灰褐色 显出无尽的苍茫与荒凉 魏军的马队 踏过辽阔空旷的戈壁滩 隆隆的马蹄声 和着阳起的尘土 回荡在千里戈壁上空 魏军终于在大戈壁南床山下 追上逃跑的柔然部落 如狼似虎的 为其像凶猛的狼群一样 瞬间将大批柔然人分割包围 刀锚寒光闪出 血浆漫天飞舞 戈壁上尸横遍野 鲜血满地 柔然两部首领匹后拔 合体丢下大批柔然人 仓皇逃去 魏军开始血腥屠杀 和疯狂抢掠 草原上每次战争都是残酷的 千篇一律 总是胜利者 对失败者惨无人道的劫掠 魏军掠得大批财物 牛羊 女人和儿童 几乎获得半只柔然部落 拓跋归得意地对手下将领们说 你们知道 我前几天问三天粮食的意思吗 众将领摇头 不知道 拓跋归解释道 柔然部落驱赶家畜 奔逃那么多日子 到了有水的地方 一定滞留 我用青旗去追赶他们 计算道路远近 料定不超过三天 一定能追到 众将探服 魏军将领 长孙松和长孙肥 继续追击 柔然残步 长孙松 追至平望川 鸡斩 柔然别不帅乌鸡 长孙肥夕 追至朱邪山 匹后拔请降 魏军抓获 玉九驴合体 以及他的儿子 玉九驴和多寒 折玉九驴射轮 玉九驴狐狸等 柔然宗族数百人 拓跋归歼灭 柔然部落后 迅速率领 六千精锐骑兵 被倒回师 朱将不解 今已破贼 何必匆匆回军 拓跋归冷笑道 我料定那刘魏辰老 见我清国之兵 攻打柔然 必定成须掠我部落 承他没有防备 快速回军截击 必能大胜 北匈奴远顿他乡 入内南匈奴建立的汉国和前兆 相继灭亡后 匈奴铁夫部继续捍卫着匈奴天之骄子的荣誉 对于拓跋卫国的崛起 刘魏辰坠坠坠不安 不思进取的性格 让他坐视拓跋归一天天强大 终于有一天战火烧到头上 附属部落遭到打击 刘魏辰知道淳王齿寒 拓跋归是针对铁夫匈奴来的 趁拓跋归远袭柔然之时 刘魏辰的儿子直立低动员境内慕民 凑齐九万军队偷袭卫国 九万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 刘魏辰把匈奴人的老底全部压上了 拓跋归早已料到 刘魏辰不会对柔然之战无动于衷 率骑兵六千从戈壁返回 急驱铁骑山 收集公使 牛车 列成方阵 令军事各直应公立弩 设服于铁骑山南 匈奴大军突然遭遇卫军 一阵慌乱 直立低剑敌军人少 指挥匈奴骑兵蜂拥而上 依靠有力地形和牛车掩护的卫军 利用弓弩的威力 一波波箭雨倾盆而下 轻装的匈奴骑兵毫无防备 损失惨重 大军溃败 直立低单其逃走 拓跋归已区区六千骑兵 大败九万匈奴兵 可谓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 弓弩是轻骑兵的天敌 轻骑若仰仗人马众多 一位冲击车阵 没有不失败的 一车列阵射杀骑兵 汉代李陵用过 近代马龙用过 百事不爽 拓跋归马不停蹄 乘胜追击 石之隆东 黄河渡口兵风 卫军自武援郡 金金强渡黄河 直插铁服匈奴部落境内 禁逼刘卫尘都城带来城 匈奴不重骇乱 刘卫尘与直立敌父子弃城而逃 卫军一鼓作气 攻克带来城 卫将一位帅清齐 穷追不舍 置木根山 俘虏直立敌 刘卫尘被部下所杀 献首于拓跋归 卫军兵制延迟 擒获刘卫尘宗族 前情初在攻打代国的战争 使刘卫尘挑起的 拓跋归一起救恨薪仇 将刘卫尘宗族五千余人 在黄河边进阶斩杀 投尸黄河 一时之间黄河水位置变红 刘卫尘宗族中只有三子刘博博逃脱 这个刘博博便是大败刘裕关中军 开创匈奴大下国的一代魔王 贺连博博 经此一战 河套之地 胡族部落纷纷投降 卫军货马三十余万匹 牛羊四百余万头 远远超过卫军征伐草原 各处野蛮部落 获得的财务总和 铁服匈奴积攒的全部家当 连一只羊也未逃脱 北魏国的经济财力 因此强大充裕起来 东吞雾极 西至陆魂海 北起贝加尔湖 南抵赛上长城 大漠南北千里草原 完全变成拓跋鲜卑自家牧场 北魏统一草原各部战争的顺利 使后燕国感到极大压力 慕容锤加快征战步伐 开始对临近的宅位和西烟 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侯燕国皇帝慕容锤感受到 来自北方大草原的隐隐杀鸡 69岁高龄的不败名将 再次挥起割毛 慕容锤加快了 对周边国家军事打击力度 在他心目中 世界上有一个人必须死 那就是西烟皇帝慕容勇 萧雄的精明在于 绝不会意气用事 慕容锤要一步一步来 攻打西烟之前 黎阳丁灵人的小小王国 定要拔去 丁灵人的魏国 建立于公元388年 七年山东地区 已被后燕国占领 东晋北伐名将谢玄病死 那位肥水大战中 在前秦后军大呼 秦军败了的朱絮 被靖廷任命为都督 束手洛阳 进军丧失之前 咄咄逼人的气势 丁灵人宅辽见 后燕得势 派遣使者请降 宅辽氏的大忽友 曾经树详树叛后燕国 他摸准了慕容锤的性子 开口闭口讲仁义 只要你先投降 就不去征讨 不过 人的忍耐有限度 慕容锤终于不肯再被呼咬 战神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慕容锤断然拒绝 宅辽归降 斩杀丁灵使者 明白的让他收起骗术 宅辽也做得构绝 当下自称大魏天王 建立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丁灵人中原政权 史称宅位 宅位领土面积狭小 地跨黄河两岸 处于后燕 西燕和东晋之间 利用大国博弈 搞势力平衡 慕容锤拿狡猾多变的宅辽没办法 宅辽短命 仅仅做了三年天王便一命呜呼 儿子宅昭继位 改年号为定顶 口气够大 只怕他没有本事定顶中原 这一回慕容锤逮住机会 后燕军大举攻伐宅位 宅昭火速向西燕求救 西燕皇帝慕容勇与大臣们商议 主张出兵的大臣 和不主张出兵的大臣们各执己见 鸽派人物主张观望 说两寇相争 双方必然疲蔽 我们坐山观虎斗 奈何要冒进兵的危险呢 鹰派人物主张出兵 提出围点打员之计 说慕容锤强大 宅昭弱小 何必只有 不如速去救援 以成顶足之事 我们发兵进攻中山 骤多以兵 夜多火炬 慕容锤必定害怕退军 我军迎头出击 宅昭攻击背后 这可是老天爷 给我们杀死慕容老贼的大好时机 断不可施啊 慕容勇最畏惧的人 就是慕容锤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肯和慕容锤过招 因为他知道慕容锤生平无败仗 后颜大军迅速攻占丁陵国都 黎阳列兵黄河北岸 宅昭孤注一掷 将兵马撤到南岸 依靠黄河天险防御 慕容锤与猪将立马黄河岸 河水奔流不息 对岸的丁陵人均容齐整 戒备森严 猪将感叹道 丁陵人速来飙悍 又有准备 我君不宜渡河 慕容锤白眉青阳 呵呵一笑 宅昭小儿 有何能为 看朕今日为大家露一手 慕容锤早已想好一条 升东击西之际 距离黎阳四十里 另有一处渡口 名叫西金口 慕容锤下令移营西金 制作牛皮战船 一百多艘 船头站满士兵 逆水而上 宅昭远远望解 以为慕容锤想从西金渡河 急忙引兵赴西金防卫 慕容锤暗中派遣将军慕容镇 从黎阳渡口连夜渡河 天刚放亮 防御攻势构筑完毕 宅昭发现上当 急忙返回 攻击慕容镇大营 后燕军坚守不战 丁陵人往来疲惫 燕营攻不下来 只得退去 慕容锤的儿子慕容龙 率军从西金渡河 慕容镇从大营中杀出 东西夹击 丁陵人大败 宅昭撤到华台 携带妻子儿女 收集残兵败将 北渡黄河 进入白鹿山打游击 慕容龙对慕容镇道 宅昭无良 不能久居山中 我们假装回兵 等他下山之时 再发起攻击 燕军退走 刘真琪观察动静 宅昭果然下山 慕容龙回军演技包抄 丁陵军队投降 狄昭丹旗逃往西燕国都长子 慕容永锋 狄昭为车旗大将军 一年后 狄昭谋反被杀 发源于贝加尔湖的丁陵人建立的宅位政权 短短四年 便宣告灭亡 昔日前 燕国拥有 京河北山东 山西全境和辽宁 河南一带 慕容锤的复国大梦 只剩山西一境 公元393年秋天 慕容锤来到叶城 大聚文武 欲成战胜宅位的东风 征法西燕 朱将军不同意 慕容永并未挑衅边境 我军连年争讨 士族疲惫 不可再动干戈 只有泛阳王慕容德支持出兵 慕容永国之之夜 本非太祖嫡亲 妄自称帝 迷惑视听 只有将他除去 才能统一我大烟民心 士族虽然疲惫 又岂能罢手 十年六十九岁 满头银发的慕容锤 仰望艳震行刑的 淡云高天 秋风静吹 红叶纷飞之中 目光灿灿 发下好言道 我虽然老了 但是拍一拍口袋 即使剩下的这一点点智谋 也足够对付他们 总不能把这个贼子留下来 拖累子孙 后烟与西烟 以太行山脉为分界线 门户就是太行山的五处爱口 西烟依靠雄关进行防御 慕容鲜卑的两大高手 在太行之巅展开较量 太行山山是险要 一手难攻 这场战争胜负的结果告诉我们 在险要的地势也不足是 赢得战争靠智慧 慕容锤调集燕军 主力步骑七万分两路伐西烟 第一次战役爆发 张崇出警刑官 向晋阳进发 平归攻沙亭 慕容永命上书令刁云 车骑将军慕容中 统帅大军五万防守陆川 次年二月 第二次战役再次打响 慕容锤留慕容宝 支子清和公慕容会 镇守夜城 争调后燕国地方部队 扬言兵分三路 再次进兵 慕容凯出府口 慕容农出湖关 慕容锤自领一军出沙亭 大造声势 各军准备就绪 针对后燕的军事部署 慕容永马上分兵潜江 严兵巨守府口行等爱口 以台币为总后方聚集粮草 补几个军 派小翼斗龟 王刺多 勒马鞠三将 率兵一万保卫 后燕三路大军 集结夜城西南 一个多月不进兵 慕容永心中疑惑 慕容锤老奸巨华 三路乏人 虚张声势不进兵 肯定另有所图 想到太行行道路宽阔 怀疑慕容锤声东击西 派人偷渡太行行或止关行 慕容永悉数召回 府口行诸道兵 屯于止关 封锁太行行路口 慕容永奸诈 但不及慕容锤老谋深算 慕容锤一个月按兵不动 就是要给西燕人 造成一种迂回进兵的假象 得知慕容永撤掉 防守府口的兵力 慕容锤亲引大军 出府口行 攻入天井关 禁逼西燕屯粮重地台币 慕容永慌令大义斗龟救援台币 平归将其击败 小义斗龟出台币讨战 被慕容农打得大败 后燕君斩乐马鞠 秦王四多 小义斗龟逃回城中 后燕君把台币团团围住 慕容永知道 上了慕容锤的荡 咬牙切齿 令镇守路川的大将刁云 慕容忠回援台币 赵旨关诸君还长子 刁云 慕容忠为燕君攻势阵部 率众降烟 慕容永气急败坏 禁诸二人妻子老幼 亲提精兵五万杀向台币 人马进至台币南三十里处 远远望见惊奇招展 慕容锤亲率后燕君 排开阵势挡住去路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慕容永鼓励将士 亲自雷起战鼓 西燕君呐喊呼啸着扑向燕君 慕容锤挥军迎上 两军一阵混战 慕容锤洋装败退 慕容永纵兵掩杀 追了几里路 事先埋伏的慕容国 率领骑兵部队 从山剑中突然杀出 切断慕容永的后路 四面伏兵尽起 慕容锤乐兵回战 大破西燕君 斩首八千 慕容永狼狈逃回长子 后燕君攻占台币 晋阳首将文迅弃成逃走 后燕君攻克晋阳 后燕诸鹿兵马 将西燕国都长子城 围了个水泻不通 慕容永狱投奔后勤 有人劝道 西年十虎伐龙城 太祖坚守不出 足成大燕之机 金慕容锤七十老翁 艳苦兵级 终不能遁兵连连攻我 当奸臣固守 拖垮敌人 慕容永点头 总不能干等 一面先玉玺于晋 停囚救兵 一面告急于魏王拓跋归 禁卫两国援兵卫道 长子城中有将领开门投降 迎后燕君入城 慕容永背擒 慕容锤望着这个 敢于挑战慕容鲜卑皇族正统的异类 破口大骂 下令销首示众 燕帝慕容锤消灭宅位和西燕 夺取大片土地 势力越来越强大 张子备为之时 魏王拓跋归 应慕容永之邀 派弟弟拓跋前和大将与岳帅五万骑兵 东渡黄河救援西燕 屯兵秀荣 西燕王国 两军没有交锋 此前 后燕与北魏的关系一度紧张 由于两国急于向四邻用兵 发生索码和扣押人质事件时 并为兵戈相下 但是 两个一向亲密 世代联姻的鲜卑国家之间的裂痕 已无法弥补 此时此刻 北魏救援西燕 军事敌对形势已然确立 他们各自消灭了四周敌人 巩固了后方 北方两大强国之间的战争 随时有可能爆发 战争 人类为什么要进行战争 为什么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战争的噩梦 一遍又一遍从诅咒战争中走向战争 鲜卑人是好战的民族 人们普遍早熟 从历代王族年纪轻轻 便宫马纯熟 可以看出他们对武力极端崇上 慕容鲜卑是极端中的异类 他们从战争中走向辉煌 从战争中走向衰败 从战争中走向中兴 又从战争中走向灭亡 慕容锤的一生是慕容鲜卑民族性格的见证 十三岁正高沟离起 历经大吉城之战 入关之战 秦杀燃敏之战 肥水大战 富国之战 聂宅魏之战 统一两岩之战 共无不取 战无不克 然而 他所领导的慕容鲜卑 结局仍然是一场悲剧 他不明白 人是平凡的 无论多么坚强 勇敢的战士 最终也会厌倦战争 反感杀戮 慕容鲜卑的贵族和百姓 经历一系列的战争后 有如日暮黄昏 心里俱疲 拓跋先碑的贵族们 在拓跋归率领下四处出击 轻而易举掠夺了相对弱小的 草原部落大量财富 北魏疯狂扩张 让慕容锤感到了威胁 民族好战性格 让他轻率地举起钢刀 决定北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即将开始 比较交战双方的实力 无论是综合国力 还是军队的战斗力 后燕明显高出一筹 后燕军是自肥水大战后 十多年血雨腥风里走出来的战士 他们水淹过夜城 武乔则败过东晋的北斧兵 攻华台 取靖阳 为长子 破台币 纵横中原 所向无敌 是全天下最精锐的士兵 拥有最精良的聚装重骑兵的后燕军 最后为什么败得如此凄惨呢 使魏国军队更加强大吗 不是 魏军是各部落的联兵 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难与燕军抗衡 魏军之胜 胜在战略战术 后燕国大军即将挥师北上的关键时刻 戎马一生的老皇帝慕隆锤突然卸去军权 将大军指挥权交给太子慕隆堡 指挥官是一支军队的灵魂 其能力直接影响战局 战前 燕国大臣高胡将拓跋归与慕隆堡进行了比较 得出慕隆堡不如拓跋归的结论 拓跋归陈勇有谋 右立艰难 兵精马强 不可轻视 皇太子赋于春秋 治国气锐 如今把军事指挥全权交付给他 必定小看卫国 轻敌必败 高胡说得很客气 毕竟慕隆堡是燕国未来皇帝 但言下之意清楚明了 拓跋归十六岁起兵复国 征战草原多年 高柳成击败枯多 弥泽湖大破流血 西级库墨西鱼若落水 东级土土淋鱼女水 北宫高车诸步 千里破柔染 渡河灭匈奴 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足以证明 拓跋归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 慕容宝呢 从来没有单独指挥过一次战役 本来就不是拓跋归的对手 有心高气傲 锐气十足 如果让他赌掌兵权 手握全天下的强兵 必定骄傲轻敌 最终导致失败 慕容锤知道 论军是才干 慕容宝比不上其他儿子 用慕容宝为主将的原因是 为了历练历练他 慕容锤的儿子很多 慕容龙 慕容龙 慕容林 各个战功赫赫 军功卓著 偏偏太子为立军功 活摸汉家子 走马仙班 没有军功 怎能让鲜卑人心服口服 怎么做皇帝呢 高呼清楚慕容锤的心意 强调说 事情万一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不仅太子损伤威望 同时又坏了大事 慕容锤一心历练 太子怎么肯听这些 事实证明高呼的正确 慕容宝却非拓跋归对手 慕容宝是慕容锤的第四子 大段后所生 已嫡出立为太子 少年慕容宝 是个纹固子弟 为人轻率 没有志向 等到立为太子时 一改常态 钻研如学 谈论时政的水平 渐渐长进 文章也写得不错 只是有个小毛病 喜欢曲意逢迎慕容锤的宠臣 以求得他们的好话 终于获得潮事称赞 连精明的慕容锤也被欺骗 虽然慕容宝宝于心计 善于伪装 他的不成器 有个人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他就是慕容锤的皇后 小段后段元妃 段元妃劝慕容锤 废掉太子另立新军 资质雍容 柔而不断 承平则为人民之主 处男则非济世之雄 太子性格犹豫不果断 太平之势可以做一个好皇帝 遇到危难 不是能够平定乱世的英雄 现今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 把大燕的基业交给他 恐怕不会给大燕国 带来昌盛和强大 随后他又把话题 转到赵王慕容林身上 赵王奸诈且有雄心 平时轻视太子 陛下一旦去世 太子肯定控制不住此人 必然会发生内乱 小段后具有一双慧眼 他看透了慕容宝兄弟 洞彻到时局的发展 果然不出他所料 慕容宝在北魏大军压境之下 束手无策 只能眼睁睁看着后烟的城市 一个又一个的沦陷 慕容林非但不出力 反而处处撤走 最终暴露 想做皇帝的野心 兄弟相争 使北魏占领燕都中山 后燕国彻底丧失中原 可惜小段后的远见着实 良苦用心 非但没有引起慕容锤注意 反而陡增一心 慕容锤冷笑着 说了一句冷酷的话 你想做黎姬吗 春秋时代的黎姬 谋害晋献公世子身生 慕容锤怀疑小段后 想为他的儿子征位 一代名将慕容锤 作为一名军事家 固然老谋持重 但他在政治上无远略 在立太子问题上 和晋武帝司马炎犯下同样错误 重惩罚轻人制 为确保军卫传承的稳定 过于看重嫡子继承制 忽略自己死后 新军是否有能力 应对天下突如其来的变化 他懂得骑在马上打天下 而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所以把地位传给卫士族如是 称道的慕容宝 可他忘记天下尚未太平 战争仍在继续 既然慕容锤认定慕容宝 将继承大统 便千方百计 为他树立威信 每次征战总要亲征的慕容锤 将伐位大任交给慕容宝 这一决定 断送了慕容鲜卑 千辛万苦复兴的大燕国 自古雄才多磨难 从来顽固少伟难 一个是幼立艰难 受过多次战火洗礼的一父子 一个是生于忠明鼎时的王族 在附近羽衣下长大的高粱子弟 胜负可以预测 公元395年5月 英国皇帝慕容锤正氏 任命太子慕容宝为主帅 绿辽西王慕容农 赵王慕容林 将先卑不齐八万处中山 自马一出在北极卫国 泛阳王慕容德 陈留王慕容少律 不齐一万八千人殿后 押运粮草 保障后勤 一场中原帝国 与草原帝国的大决战 正式拉开序幕 这场决定 两大王朝前途命运的大会战 以一个美丽地方的名字载入史册 这就是餐和皮之战 第六章 餐和皮之战 餐和皮在金内蒙古 凉城东北 山明水秀 风景如画 又有谁能够想到 1600年前一场中世纪中国的战争 中约有五万燕国士兵被吭杀于此 餐和皮之战 成为北魏与后燕帝国命运的转折点 慕容鲜卑人 由巅峰滑向深渊 拓拔鲜卑人 由弱小 走向辉煌 最终成为北中国的主宰 拥有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铁甲骑兵的慕容燕国 为何输得这么惨 除了主将不称职之外 这场决定两大鲜卑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面对来势汹汹 清朝出动的后燕大军 谋士张滚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向拓跋归献策说 后燕国被华台 长子两次战役的胜利冲昏头脑 这次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来进攻 西土一战而胜 大有轻敌之心 我们应该表现的疲惫孱弱 使之更加骄纵 在寻找战机打败他们 拓跋归采纳张滚诱敌深入的战术 进行战略转移 拓跋以统帅 殷山以北 诸部落向西北撤退 拓跋尊统帅 殷山以东诸部 向东北撤退 自己率云中川的牧民 退至朔方一带 把所有的牲畜资产 全部迁到黄河以西 一千多里以外的地方去躲避 与此同时 展开外交努力 又司马许迁出使关忠 向后勤皇帝遥兴求援 拓跋归没有采纳以往 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交战时的战略战术 如匈奴与汉帝国的战争 匈奴在处于劣势时 总喜欢向殷山以北退去 以大漠祖阁汉军攻势 在利用轻骑兵的机动性寻找战机 消灭进入漠北的汉军 拓跋归的战略转移 并非一味退却 带有等待时机进行会战的倾向性 主力部队囤住黄河南岸 牲畜资产在后勤国北境 如果燕军渡过黄河追击的话 拓跋归将与燕军在黄河以南决战 后燕大军在云中扑了个空 拓跋归的军事部署 让慕容堡感到愕然 朔方地区是魏国新占领区 慕容堡满以为魏军会向漠北方向退去 当他判断出魏军的主力 已经吸毒黄河的时候 一个难题摆在面前 渡河需要船只 而燕军没有战船 慕容堡采取了一个很狡猾的作战策略 没有马上渡河追击 而是沿黄河自西向东攻击前进 后燕军深入魏境 兵进五元 收响北魏附属部落居民三万多户 收割杂粮一百多万户 有人会问 此时的北魏不是游牧国家吗 为什么会种植杂粮呢 拓跋归复兴代国之后 有一项农耕国家转型 曾在盛月进行农业生产 登国九年 拓跋归屯田于黄河以北 从五元直到雇阳塞外 不过 当时拓跋归没有想到 五元屯粮 反而资助了长驱植入的燕国大军 有时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哲理 塞翁施马 燕之非福 原本种给自家人吃的粮食 让别人吃掉 燕军却因为粮草丰足 不再疏通粮道 后燕军队将收割来的粮食 一百余万壶 囤积黑城 慕容德帅后勤大军入驻黑城 赛上通燕国的粮道 无兵打理 后燕国大军开到黄河北岸 打造船只 准备渡河 拓跋归针锋相对 魏军在各个渡口建筑高台 沉湿黄河南岸要兵 便插惊奇虚张声势 沿河东西绵延一千多里 两国大军隔阂对峙 黄河两岸旗帜飘动 一眼望不到尽头 位为壮观 拓跋归又敌深入 寻击决战的军事计划 因燕军获得塞外杂粮而破产 而北魏的外交却大获成功 淳王齿寒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后勤皇帝姚兴 被许谦的游说之词打动 派大将杨佛松率兵就位 得知援兵即将到来 拓跋归果断下令 拓跋前率五万骑兵 东渡黄河切断燕军通马翼之路 拓跋尊率七万骑兵 截断赛上通中山之路 彻底断绝燕军与国内的通信联络 拓跋一帅骑兵五万在黄河以北 严密监视燕军动向 北魏军队从四个方向 悄悄对燕军形成包围态势 我们从北魏军队调动的数量上看 似乎魏军占优 加上拓跋归的朔方主力军 总兵力二十万以上 燕军只有九万八千人 为什么魏军不主动会战 如此被动呢 游牧民族最大的优势就是马匹 就是骑兵力量 后燕国也是以骑兵起家 适逢飘翰 燕军在当时各国军队中 最具战斗力 拥有作战经验丰富 人马披甲的重装骑兵和重装补兵 北魏军队虽多 像游牧民族一样 全民皆兵都是轻装骑兵 对付实力弱小一些的草原民族 游刃有余 若要与慕容鲜卑的铁甲军队对抗 绝难至胜 战争成胶着状态 开始比耐心 魏军本土作战 远道而来的燕军不能等 慕容宝下令伐木造船 一个月后 船只打造完毕 慕容宝迟迟没有下令渡河 因为他忽然失去国内的所有信息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可慕容宝从来没有单独指挥过作战 起初 远征军和国内联系频繁 一方面 慕容宝从中山出发的时候 慕容锤已经患病 另一方面 慕容锤不放心前方的军情 燕军的作战方针 很多出自坐镇中山的慕容锤之手 魏军切断燕军与国内联系 抓获来往于两地之间的燕国使者 统帅慕容宝 不仅不知道魏军动向 甚至几个月都得不到慕容锤的军事指示 和生活起居消息 战 怎么战 慕容宝陷入彷徨 犹豫 他的哥哥辽西王慕容龙 弟弟赵王慕容林 皇叔范阳王慕容德 沉默不语 似乎在看未来皇帝的笑话 下去秋来 燕军七月到达黄河北岸 三个月过去 出来的锐气已经有所削弱 此时 后勤援兵已在中途 魏军士气开始高涨 孤军深入的慕容宝 不敢再犹豫下去 下令渡河攻击 上天没有帮助慕容先卑人 燕军刚要渡河 突然狂风大作 几十艘战船刮到黄河南岸 船上三百多名甲氏被俘 拓跋归对燕军开始采用欺骗战术 实施心理战 俘虏的燕兵全部释放 逼抓获的来往于军队和中山的燕国信使 隔着黄河向燕军喊话 告诉他们慕容锤已死 若父已死 何不早归 短短几个字 上至主帅慕容宝 下至普通士兵 人人恐慌 军心骇动 慕容锤英勇善战 爱兵如子 是燕国士兵们心中的神灵 听说慕容锤已死 刚凝聚起的精气神 顿时散去 拓跋归的信礼战 得到意外的收获 引爆慕容先卑敌数子皇位之争 身为太子的慕容宝 继承地位面临危机 慕容锤的死信引起不满太子势力的骚动 竟于占卜的舒适晋安 感觉到不祥的气氛 劝慕容宝火速退兵 天使不利 我方必定大败 火速退兵 或可免去灾难 慕容宝不听 作为一名主帅 不能因为敌人散布几条真假难辨的不利消息 就退兵 慕容宝的柔而不绝 让燕军失去一次安全撤退的大好时机 晋安私下对人说 我们都要把尸体扔在这荒山草野 回不得家乡了 燕国军心犹势大乱 两军又相互僵持了二十多天 慕容宝终究没敢渡河 作为军队最高指挥官 既然不相信敌军散布的谣言 决定不撤军 那么你该进攻就进攻啊 在黄河岸边干耗着等什么呀 于是等来了一场兵变 赵王慕容林的部将慕渝松等人认为 慕容锤是真的死了 因此图谋进行叛乱 拥奉慕容林为大燕皇帝 兵变泄露消息 慕容宝迅速采取措施 处死慕渝松等将领 尽管慕容林没有直接参与此次兵变 两人之间也不可避免产生嫌隙 这下好 兵无斗志 将帅不合 仗没法打了 10月25日 慕容宝终于下定决心撤兵 燕军烧船夜盾 立东时节的黄河出现兵零 却没有冻住 慕容宝以为 卫军没有办法渡过黄河追击 撤退途中连珍奇也没有派出 燕军的船只在撤退的时候全部烧掉 拓跋龟只能眼睁睁看着漫天的火焰心急如焚 他知道 虽然黄河以北 以东地区有拓跋仪 拓跋前 拓跋增 三支总兵力17万的军队 但如果没有他的亲临指挥 任何一方均不可能对燕军发动攻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短短8天的时间 11月初三 天象大变 暴风骤智 黄河冰封 上天站到北位一变 性格果敢的拓跋龟 绝不会放弃每一次制胜的机会 断然下令追击 亲自挑选两万精锐骑兵 踏兵渡河 大灾难之前多有征兆 燕军退至餐河皮 大风突起 黑气如低 自军后来 临附燕军之上 沙门之潭猛告诫慕荣宝说 风云突变是卫兵 将到的征兆 应该派兵断后 从数世晋安和之潭猛和尚 参与军事决策来看 汉化的燕国 仍旧保持着原始迷信的风俗 当然 任何时代都有人相信巫术 术士拥有平常人 所不具备的自然知识 掌握着一些自然规律 所以 他们的预言 往往会成为现实 轻信术士的话便是迷信 但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 对术士的话进行分析 来研判时局 有时会取得出乎意料的效果 慕容宝嘴角挂着轻蔑 笑而不达 根本不相信知谭猛的话 魏军无传 过步的黄河 再说大军走了十多天路程 魏军哪里能够追上 知谭猛和尚 坚信预感准确 再三劝阻 此时 赵王慕容林发火了 怒道 以殿下神武 师徒之圣 足以横行沙漠 锁鲁和赶远来 你知谭猛妄言惊重 当斩 慕容林 我们知道 他是慕容锤姬妾所生的儿子 生性狡诈残忍 曾经出卖过老爹 慕容锤不忍心杀他 以教导不言的罪名 将他母亲杀死 慕容锤 和阳起兵反秦 制杀伏飞龙 和他的低俗骑兵 便是慕容林的杰作 其后 在平定河北的战役中 屡立战功 又多次进入草原 与拓跋龟合作 消灭匈奴独孤部 赫兰部 流显 赫那兄弟 都是慕容林打败的 对于拓跋龟的军事才能 草原上多变的气候 为国速度如风的清骑兵 不能说了如指掌 也该有一定认识 慕容林是第一个 看穿拓跋龟野心的人 曾向慕容锤建议 将拓跋龟照入中山监境 就是这样一个律师深远 奸诈无比的将才 此时此刻 竟然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 不能不令人心生怀疑 小段后说 慕容林奸诈父亲 有清太子之心 从他嘴里 说出殿下神武的话 完全是假意 以他对拓跋龟的了解 竟然如此武断 所辱和敢远来 明白着又是一句假话 一直轻视慕容宝不懂军事的慕容林 为什么对着根本不了解情况的慕容宝拍马屁 大肆吹嘘太子殿下英勇神武 燕军如何强大 索鲁怎么敢来送死 等等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从慕容宋兵变 以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 针对慕容宝的军事政变 可以看出 慕容林处心积虑想做皇帝 现在老皇帝生死未卜 一旦大军安全回到中山 慕容宝会顺利登上地位 这是慕容林所不愿看到的 如果伐燕大军失败 慕容宝在燕国声望大跌 到时候慕容林就会有机会 我们不难看出 慕容林内心深处 希望卫军实施追击 使伐燕军事行动 以失败告终 慕容宝吃败仗丢面子 他好有机会登上皇帝的宝座 只谈猛小 不晓得慕容林的心思 我们无从知道 面对危机 和尚哭泣地举出肥水战争的例子 劝阻说 福建以百万之师败于淮南 正是由于势众轻敌 不信天道的缘故 好在老城持众的慕容德 劝慕容宝听从知谈猛的话 慕容宝于是派遣慕容林帅 三万骑兵断后已被飞偿 这又是一道令人费解的命令 慕容林明明不相信卫军会来 慕容宝派他去 岂非糊涂 为什么不派原本负责后继部队的慕容德 慕容农也可以啊 慕容宝虽寡断但不糊涂 有自己的算盘 怕万一老皇帝真的验假 慕容林早回中山再生变故 不如让他晚点进城 慕容林断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史书称慕容林以之谈猛为妄 纵其游猎 不肯设备 别说一个有掩护任务的断后部队 就是大部队在撤退的时候也会有侦察兵观察敌情 偏偏没有一个燕军侦察兵 太奇怪了 显然是慕容林导鬼 故意不设真情 后燕军向观光客班边玩边走 追赶的卫军骑兵日夜艰行 沿途会合各支卫军 初九黄昏 追至餐河皮西 哨探来报 燕军在皮东 潭阳山南面的河流旁安营 拓跋龟举目望去 暮色茫茫之下 风软起伏 群山绵延 西面是宁静的餐河皮湖水 白茫茫的湖面 泛着一片青烟式的薄雾 对面的盘阳山 只能隐隐约约 变出灰色的山影 拓跋龟对于餐河皮并不陌生 生于此地 长于此地 而是常在湖边玩耍 每一处山石 每一处草木 他都依稀忌的 拓跋龟长须一口气 连夜部署猪将 掩赴燕军 士族人贤眉 马术口前伏前进 悄无声息地向山腰爬去 进入睡梦中的十万燕军 根本不知道 死神正一步一步 从漆黑的夜色中 向他们走来 小乌蒙蒙 残月失去光泽 掉在天边 天际露出淡白 天边的云彩像是浸了血 由淡淡的红色 逐渐变得鲜红 拓跋龟率领魏军 登上盘阳山山头 山脚下的餐河皮湖面 结了一层薄冰 死一样沉寂 枯萎的摔草 蒙着由晶莹的露珠 凝结而成的一层白霜 燕军的帐篷 一座挨着一座 波浪般起伏 营寨里静悄悄的 残余的火堆 冒着淡淡的烟 拓跋龟脸上掠过得意的笑 毛子变得更加明亮 就像一头狼 发现他的猎物 已经无路可逃 马上要成为美食一样 一轮红日喷勃而出 万千营帐 一片血红 慕容宝伸个懒腰 从行军床上爬起 打着哈欠不出大仗 燕军士兵们刚刚起床 嘈杂着 喧哗着 天边的朝霞 刺得慕容宝 眯起睡意朦胧的眼睛 把头转向西面的山乱 突然 他的心疏的一紧 抬手用力搓搓眼睛 眼睛越睁越大 像是看到魔鬼一般 西面的山头 隐隐绰绰满是 拓拔鲜卑的骑兵 扭头向北 北面的盘阳山上 也是数不清的威气 正了片刻 慕容宝生死历劫的吼道 索罗 索罗 一片惊恐声中 军杖里衣衫不整的燕兵 窜出杖子 整座兵营乱成一团 士兵们奔跑着 嚎叫着 一声悠长 凄厉刺耳的号角 从山头响起 在燕兵听来如同是催命魔鬼招魂的尖叫 数不清的为其从北面 西面铺天盖地呼啸卷下 战马轰鸣声震动山谷 雪亮的刀锚在朝阳下闪耀万道寒光 这下真应了三国马素引用的那句兵巡名言 居高临下 势如破竹 燕军乱成一锅粥 向南奔跑挤上餐河皮 湖水冰面光滑 意味动使 人状马踩 冰面破裂 压逆死者以万数 这就是奇袭的效果 一直没有准备的军队 只能任由宰割 魏军队后燕军进行合围 五万燕兵放下武器 束手投降 逃出去的不过几千人 慕容宝等人都是单人匹马逃出 得以幸免 卫兵杀死勇于抵抗的燕国陈流王慕容少 升勤鲁阳王慕容窝奴 桂林王慕容道成 吉英公尹国等文武将立数千人 收获兵甲粮货以万万计 餐河皮之战 以卫军的大获全胜宣告结束 拓跋归随后做出一个古今中外 颇有争议的决策 坑兵 拓跋归有远至 绝非一个野蛮部落的首领 他一心想做全天下的皇帝 平定四海需要人才 需要百姓忠心拥护 代军太守贾润 票计长使贾仪 太使郎朝崇等 熟悉治国方略的汉人 被挽留下来 不管出于胁迫还是诚意 余下的战俘 拓跋归打算全部发给衣服粮食 放生回家 希望以此举 赶照中原地区的百姓 中部大人王健 破坏了魏王的良好愿望 提议坑杀降族 烟众强盛 金清国而来 我侥幸大姐 不如全部杀掉 使燕国空虚 攻打他们就容易多了 抓获强盗 再把他们放掉 不是有为情理吗 王健是乌环中的大族 世代与拓跋先被联姻 祖姑是拓跋玉律的王后 十一间的母亲 王健和父亲都取拓跋先被公主为妻 代国复兴任外朝大人 与和拔等十三人共参军国大事 他的话极有分量 沙翔 在古代战争中常见 以此来消灭敌国有生力量 征服敌国有两种方式 武力和宣传 一般来说 两手政策同时使用最好 战争胜利后 将敌国士兵斩尽杀绝 就会使说教宣传变得苍白 不利于统治他国 拓跋规起初不同意 对诸将说 如果听王健的主意 我怕日后南方人仇视我们 作为处于野蛮时代的拓跋先卑贵族们 眼光没有那么长远 当时魏国不够强大 不可能让威胁到他们利益的有生力量存在 诸步大人都支持王健 拓跋规近坑降族 时过不久 他就后悔了 他意识到 自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种子会发芽 会爆发难以估计的力量 坑杀降族不是拓跋规首创 他也不是最后一个世报的人 摆起坑杀降族 导致赵国最终亡国 却不能阻止赵人起兵反秦 向与坑杀降族 保证秦人无力再反 却不能阻止刘邦因关中建立基业 拓跋规坑杀降族 没有保证燕国不再反击 也没有延迟北魏攻取中山的步伐 但他最终还是打下中原 事物本身都具有两面性 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罢了 漫漫黄土 如烟如雾的散下 五万生灵就此窒息 无尽的冤魂 弥漫在餐河皮上空 久久不散 亡魂在等什么呢 不过数月 他们心中的战神 他们的父亲慕容锤便来祭奠了 餐河皮的势力 让慕容锤悔之不及 为自己的自负和轻敌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很快慕容锤从懊恼之中清醒过来 决定再次征伐北魏 朝臣们是迟疑疑的 只有慕容德和他灵犀相通 索鲁以餐河之劫 有清太子之心 移及陛下神略以扶之 不然将为后患 慕容德说得很清楚 北魏已经不再把大燕的皇储慕容宝 放在心上 如果您再不去征服他们 未来的燕国 必定会受到欺凌 慕容锤有最担心的是 百年之后 太子慕容宝挑不起大燕这副重担 燕国三面受敌 南有晋国 西有秦国 北有魏国 他不担心晋秦两国 晋国北伐 每每虚张声势 雷声大鱼点小 往往不了了之 秦国地处关中 西面既有吕光的梁国 起伏部的西秦 鲜卑的土玉魂 又有大大小小的各族政权 晋国也虎视眈眈的盯着长安 姚兴自顾不暇 更不消说打他燕国的主意 拓巴龟的魏国不同 北方各族均被其征服 势力遍布草原大漠 参合皮战后 拓巴龟不会满足做他的草原之鹰 从拒绝接受燕国封王 就可以看出他野心的端倪 若其南下 大焰首当其冲 慕容锤后悔当初太过轻视 不过那是没办法 西焰慕容勇不得不除 丁灵人不得不讨 以至于养虎为患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一旦自己撒手归天 慕容宝绝不是拓巴龟的对手 就是拼了老命 也一定要击败拓巴龟 使子孙后代不再忧虑 参合皮的惨败 让慕容宝声望大跌 慕容宝为扭转低落的人气 请求二次出赛 慕容锤不会让这位活宝 再去丢人现眼 他要御驾亲征 参合皮之战 燕国主力军队损失殆尽 只得征召地方部队 慕容锤让清河宫慕容会 代替高阳王慕容龙 镇守龙城 阳城王岚汉代 常乐宫慕容胜镇守继城 下诏调动慕容龙和慕容胜的龙城 继承精锐甲兵集结到中山 准备再次大举攻击魏国 报参合皮兵败支持 慕容龙的龙城甲兵 阵容齐整地开进中山 阴人低落的士气 总算稍有振奋 公元396年 北魏登国11年3月 参合皮大战后的第四个月 慕容锤留下慕容德守中山 亲率大军北征魏国 慕容锤深知自己兵少 只能出奇制胜 他不从马翼和幽州出兵 直接引兵西奔太行山 不走太行山已有的爱口 而翻越清岭到达天门 下令军事凿山通道 艰难地翻越太行山 偷渡桑干川向列岭进发 先锋慕容龙和慕容龙突袭平城 燕军的骑袭战术取得成效 兵临城下 魏国平城守将拓跋前 才得到消息 仓促出战 命丧桑干川 魏军于是大溃 燕军攻克平城 尽收魏国部落三万余家 慕容锤帅得胜之师北上 宁慕容宝和慕容龙为前队 直指云中 拓跋前是魏国低虎将 以壮勇之名 武力绝伦 从小跟随拓跋归 征战草原各部屡立战功 拓跋前力大无比 先平常的朔又细又短 改成大朔后还贤轻 任下坠统领 他使得功力是常人的数倍 北魏历代朝廷 把他的硬弓存在京都平城的武库中作为纪念 让后人瞻仰 拓跋前临阵杀敌 用朔次人后都要高举过头顶 史书中记载一则故事 赞叹他的勇猛无敌 一次激战中 拓跋前单手把大朔插在地上 打马退走 敌其争着围上来拔朔 丝毫不动 拓跋前引弓发射 一剑同时洞穿三人之凶 瑶朔之徒亡魂而散 拓跋前从容地令人取朔而去 每次争讨 冲锋在前 永贯当时 敌无众寡 莫敢抗其前者 就是这样一员无敌的虎将 一阵为燕军所杀 拓跋归听闻拓跋前的死讯 大惊失色 爱上痛哭 又听说慕容锤青来 燕军前锋逼近云中川 震惊恐惧 亦是不知所措 欲弃圣越北逃 草原诸步人心惶惶 皆有投降燕国之意 行家身身手 便知有没有 慕容锤卓绝的军事指挥 才能和数十年的威名 几乎一举扫平 蒙古高原最强大的国家 燕国军事形势一片大好 但上天决意葬送慕容鲜卑 北进的后燕大军 途经伤心地 残阳西下 暮色缭绕 霞光扑在餐河皮湖面上 树木 山水 全部湮灭在血色中 朱将粗拥老皇帝 缓沛而行 慕容锤 眯缝着眼 四下望去 湖畔上 芦苇丛中 白骨森森 不有一阵心计 越往前行 尸骨越多 极致盘阳山南 尸还遍地 马蹄下 到处白骨凛凛 慕容锤心惊肉跳 帅众人纵马上半坡 向谷中望去 腐烂的海谷随处可见 每一条沟壑 都散落着支离破碎的铠甲 和断毛残弓 大堆大堆的白骨 堆积如山 泥土根本覆盖不住 让人毛骨悚然 不寒而栗 一阵阴风袭来 隐约悲惨的哀嚎 架在风中回响 慕容锤心中哀痛 翻身下马 另左右百事相按 为死难者祭奠 数万燕军将士 骑下战马 人人悲泣 点燃的祭乡 由慕容锤亲自插上 香气缭绕在 静密山谷的森森白骨中 慕容锤躬身直里 四面哭声一片 这根根白骨 有多少是燕军将士的父子 或者是他们的兄弟 哀伤之中 一片片燕军将士 辅导身躯 锤地挠土 撕心裂肺的哭声 震动山谷 慕容锤悔恨交加 这十万将士 是十余年来 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 豪杰英雄 一招化为十万具骸骨 如何不让人心痛 悲伤 向自己十三岁带兵 近六十年军旅生涯 经历战争无数 生平未尝一败 临到风竹残年 竟让自己亲历失败 带来的惨痛 悔不该让太子慕容宝带兵 铸成大错 对不住为自己 为大燕出生入死的 鲜卑而狼 慕容锤残分偶血 有时发急 慕容锤病重 可他知道 断不能停军不前 否则前功尽弃 他挣扎着起来 乘坐马车 继续指挥燕军前进 在平城西北三十里处 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这次打击 对这个风竹残年的古兮老人 太过残酷 慕容锤体验到英雄暮年的悲伤 他出生于战火纷飞的辽东 那一年 慕容鲜卑打下了羽文部的国城 他的一生不停征战 到老也未停息 为先人的祖业复国 为后人的基业打拼 如同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 不以贼以子孙 慕容锤囊中的军事智谋 取之不尽 可人若死了 再多的智慧也倒不出来 这该是多么的无奈与哀伤 他不会恐惧死亡 担心的只是慕容鲜卑和他的子孙 若上天再给一年的机会 他会不会征服草原和大漠呢 南北朝的历史 会不会重新改写呢 历史不能假设 慕容宝等前锋 听到皇上病重的消息 纷纷退兵 原本投降的魏国部落中 有人得到慕容锤死亡的消息 偷偷叛逃至殷山 向拓跋归报告慕容锤的死讯 慕容锤已死 于师在军 拓跋归大喜 整合三军 率大队骑兵向南转舰 与追击燕军 可慕容锤根本没有退兵 燕军驻扎平城 大兴土木 兴住燕昌城 拓跋归上当受骗 以为报信的人说谎 急忙引兵退还殷山 死诸葛下退活重达一幕 再次上演 拓跋归不及慕容锤 毫无争议 魏军退走 燕军这才东还 行至上古之举阳 慕容锤终于弃势而去 十年七十一岁 慕容宝密布发丧 回到中山城 下令举哀 满城鲜卑人如丧亲生父亲 哭声一片 太子慕容宝及皇帝位 追视慕容锤为成武帝 妙号士族 慕容锤为战争而生 在战争中死去 是慕容鲜卑当之无愧的战神 为鲜卑慕容部 征服中原 复兴家国 先后战败东晋的名将之星 桓温和谢玄 两次阻止东晋北伐 让汉家英雄们 只能灵和叹息 外表敦后 难掩 深藏于内心的霸气 慕容晃没有看错他这个儿子 慕容锤成就了大烟的王霸之夜 对于天王福建来说 慕容锤是伪君子 对于东晋诸将和拓跋归来说 慕容锤是最可怕的敌人 对于慕容先辈来说 慕容锤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他是中国历史一代名将 慕容锤的死无异于泰山推他 栋梁倒地 这座由不断军事胜利支撑起来的慕容燕国的大厦 还能坚持多久呢 餐和皮的胜利 以及慕容锤的死 让北魏国看到入主中原的希望 拓跋归加快王朝封建化进程 在汉人的帮助下 见天子惊奇 出井入壁 改元皇室 正式做起北魏国皇帝 北魏的汉人集团 大力支持拓跋归南下 与中原各族争正统 张滚之地张寻从中原来到赛上 献南征策 鼓动拓跋归南下 现经天下大乱 自晋王之后 刘渊 石勒 慕容郡 福建 姚长 先后称帝各自建国 悬败悬兴 他们不是中原百姓期盼的真正皇帝 陛下自带北起兵 自北而南 攻略燕照 正可成就大业 拓跋归大喜 成立参谋部 张滚 张寻兄弟 参赞军事 密谋难争 北魏国锦罗密谷调兵遣将 准备讨伐燕国 燕国新军慕容堡 却做了三件愚蠢的事 父皇尸骨未寒 慕容堡指使慕容林杀害 曾经建议废掉自己的小段后 受长乐公慕容胜 和慕容林调缩 违背慕容锤意愿 放弃多才艺 有雄略的数子慕容会 改立美姿茂 而蠢弱不惠的嫡子慕容策 为太子 在慕容堡诸多儿子当中 老皇帝慕容锤选中慕容会 慕容堡北伐魏国时 慕容会代行管理宫中 府中的事务 礼遇一同太子 慕容锤伐魏 配给慕容会优秀的左辽蜀官 刘振燕之旧都龙城 为以东北重任 临死时更是留下一命 策立慕容会为慕容宝世子 慕容会乃姬妾所生 是树子 可见慕容锤吸取了 燕国皇室历代嫡树子之争的教训 不利嫡子历树子 一改利嫡以偿不以贤 利子以贵不以偿的嫡长子 继承治 让最优秀的子孙做皇帝 慕容锤的苦心 没有被宠爱嫡子的慕容宝接受 反而引起慕容宝长子慕容胜的不满 慕容胜与慕容会同年所生 均是慕容宝的庶子慕容胜稍大几天 慕容胜认为 论敌皇位属嫡子慕容策 论长皇位该是他慕容胜的 他以居于慕容会下为耻 吉利迎合父皇的意思 推崇慕容策 这下正和慕容宝心意 征求慕容龙 慕容林等人的意见 慕容林不怀好意 大家赞同 皇帝越没本事 他越高兴 十一岁的慕容策立为皇太子 眼见唾手可得的皇位飞了 慕容会能高兴吗 改立皇储为燕国动乱埋下伏笔 慕容宝继续出昏招 为应对北魏进攻 解决阴餐和皮之战 造成的兵源紧缺 慕容宝下令 定士族救急 分辨清拙 教育户口 霸军营封殷之户 沙姆 改变慕容垂升前 指定的太子人选 必定引起慕容 鲜卑皇族的矛盾和恐慌 而变清拙 霸封殷的政策 则遭到汉人豪强 和鲜卑贵族的强烈抵触 燕国的豪门大族 由两部分人组成 一类是鲜卑贵族 包括慕容部 宇文部 段部 及其乌环 图各族的贵族 虽说燕国入主中原较早 中原的典章制度 施行有段时日 可慕容鲜卑 毕竟是由林帝和游牧民族 进入农耕之地 由于历代燕国皇帝 粗放型管理 残留着军事士族之习气 加上连年征战 因军功赏赐和抢夺来的人口 手下奴隶成群 第二类人 汉人士族豪门 中原地区的汉人 经过巴王之乱后的频繁战乱 以家族为中心 各建物宝 圈地聚民 两类豪强手下 聚集着大量的奴仆和富户农民 他们以军营封印为借口 将更多的人口纳为私产 国家称之为军营封印人口 餐和皮之战 皇室和朝廷控制的士兵 被魏国屠杀 活埋近六万人 兵源严重不足 因此慕容宝夏狠心 清教豪门人口 以增加兵源 如此一来 触动贵族豪门的根本利益 造成附属农民生活动荡 由是市民接院 使有离心 如果这项政策放在太平时期 可以说是意志豪强势力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大敌当前 一切以团结稳定为前提的局面下 慕容宝不思团结任何可以团结的人 反而做了三件伤害国人感情的事 引起人心分裂 燕国很快为慕容宝的各项政策 付出惨重的代价 上下离德 百姓撕乱者 时势而久焰 慕容宝为应对北魏南下 重新调整燕国军事部署 将全国分成四大战区 泛阳王慕容德镇守夜城 辽西王慕容农镇守晋阳 宜都王慕容奉守信都 常乐公慕容盛协助自己守卫国都 应该说 他的军事部署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慕容德 慕容农 慕容盛 慕容凤 都是燕国赫赫有名的战将 用本朝第一名将慕容农 镇守北江第一道屏障 足以于北魏一较高下 然而局势进展大大出乎慕容宝意料 慕容农带领几万部曲 前往冰州 不取在魏晋南北朝食指豪门大族的私人武装 如同中世纪西欧的骑士们 骑士们脱家带口 吃饭成了问题 冰州缺乏粮食储备 这一年又赶上夏双较早 农业欠收 百姓无法供应这么多人的粮食 慕容农派人强行向豪强木粮 派各部护军分头监视边境线上的少数民族部落 为此汉人胡人都对他心怀怨恨 有人暗地里偷偷出赛 要求北魏出兵南下 第七章 虎部中原 赤勒川 北魏皇帝的帐篷中 拓跋龟正与鲜卑和汉大臣们商议难征事宜 各部大人和鲜卑将领们兴奋异常 纷纷大叫道 大王是草原大漠至高无上的主人 也必将是中原大地的主人 拓跋龟手锤沾毯 对群臣道 我向着微微大鲜卑山起誓 一定征服天下 等到拓跋鲜卑的马蹄踏上中原土地 我就可以成为真正伟大的皇帝 拓跋部首领 争先恐后大声嚷道 南征 南征 大王是天空飞翔的雄鹰 是草原奔驰的骏马 是拓跋鲜卑人不停跳动的心脏 公元396年8月 大草原秋高气爽 草长马飞 草地上篝火燃起 柴草噼里啪啦地响着 石根烟柱在盛月的上空冲天而起 直直冲向云霄 每一处篝火旁有四个萨满屋 腰间皮带上围着一圈铜铃 敲击着木骨 疯狂跳动着 嘴里念念有词地祈祷着 祷告苍天大地 祷告神灵祖宗 保佑此次征战顺利 燃烧的火焰 向草原各部落昭示 鲜卑拓跋部的南征拉开大幕 经过三个月的精心准备 拓跋归开始战略大反攻 北魏各部落征集不齐四十余万 南下中原大举伐烟 拓跋鲜卑的贵族们满怀憧憬和陌生 踏上南征之路 魏军浩浩荡荡的进发 携着遮天蔽日的征臣古行而进 南出马翼 越过沟筑山 惊奇招展 一里两千余里 魏军兵分两路 左将军李立帅五万骑兵 为先锋直指晋阳 风针等将领 从东道出军督官 进攻燕国的幽州 魏国大军兵临晋阳 引诱燕军出战 慕容农因城中乏梁也想与北魏早早决战 近前主力野战 两军在晋阳城外一场恶斗 燕军战败奔还晋阳 慕容宝新政的恶国险路 首将慕于松在城中豪强支持下投降北魏 紧闭城门拒绝慕容农进城 慕容农只得率数千骑兵向东逃走 北魏大将长孙肥穷追不舍 在陆川在拜燕军抓获慕容农的妻子儿女 燕军静默慕容农受伤 独予三骑逃归中山 北魏夺取冰州 拓跋先碑第一次进入中原腹地 一般而言 由慕民族进入大城市往往不知所措 他们不懂大城市的作用 依照草原习惯烧杀抢掠 无所不为 但年轻的魏王拓跋归成熟的让人吃惊 他举止得体 应付自如 形式像模像样 有声有色 按照封建国家的样子 第一次设置朝廷办事机构 设置次使 太守 尚书郎等各级地方官吏 布局一格提拔汉族人才 只要有才干 不管年龄大小都可以做官 次使 太守 尚书郎以下的官职 全部任用儒生 张寻等汉人出任各郡太守 招府离散 劝克农丧 兵州有势大安 未杀一人 未烧一防 北魏军队进入中原 取得近乎完美的开局 向来战无不胜的名将慕容农 被拓跋归一仗打败 慕容宝大为震惊 在东唐商议对策 满朝文武 竟然纷纷献策固守 无一人提议主动出击 可见当时厚烟与北魏的军事力量对比 和餐和皮战前完全捣唤过来 中山隐伏魔 主张平衔守官 距离于太行山和长城爱口 他认为魏军人数众多 力量强大 从千里之外前来作战 乘胜前进 锐不可当 如果放敌人进入平原 就没有办法再抵挡 应当依据险要地形死守 中书令虽随主张兼蔽清野 魏军以骑兵为多 奔来驰网 飘汗迅速 但是 他们在马上携带的粮草 不过够十天左右的用度 我们应该命令个郡县 把居民聚集在一起 一千户人家 组成一个债铺 深挖战壕 高筑壁垒 使原野上既无人际 又无粮草可取 等待进犯 敌人来到这里 没有什么可抢劫的东西 最多不超过六十天 就会因为粮食用完 而自行撤退回去 尚书封义 同意伏魔的意见 反驳碎碎的意见说 现在魏军有数十万人 这是天下最大的劲敌 居民即使修筑债铺 也没有办法保卫自己的安全 这等于把兵马及粮食 聚集在一起送给他们 而且那样容易使民心动摇 向敌人示弱 我看不如聚守关爱 决一死战 这才是上策 赵王慕容林 不同意平衔守官 同意碎碎的意见 战术更加保守 竟让慕容宝固守中山 魏军现在成胜而来 气势旺盛 正面锋芒 无论如何也挡不住 我们应该全面的聚守中山 等待他们出现漏洞和失策的时候 再乘机反击 四个人正好形成两种聚敌方案 一种是平衔守官 聚敌于国门之外 另一种是兼壁清野打持久战 这是对付外来强国入侵 最典型的两种战术 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最后 慕容宝采纳第二种建议 军权交给慕容林放弃小城镇 坚守大城市 修成激素 坚比清野和北魏打持久战 应该说 慕容宝采取的军事方案 是最合理的一种 与士气旺盛的北魏军打野战 必然失败 慕容农就是例子 除非战神慕容锤活过来 两种军事防御方案的取舍 军力弱的一方 往往采取第二种方案 对于燕国来说 第一种方案并不足取 冰州已经丢失 太行山爱口众多 而且已经和北魏所共有 一旦敌军突破一处 守官大军则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 多处设防 故此失比 西燕因之而灭亡 再加上魏军属于草原游牧民族 不善攻坚城 慕容林的固守中山 兼壁清野实在是上策 燕国的持久战 能够拖垮北魏大军吗 魏军行动非常迅速 攻拔晋阳的第二个月 魏将西目南下掠地坟川 于立迪和公森兰率领两万步骑 偷偷从晋阳向东 重新开辟韩信当年 修筑使用过的战道 拓跋规亲提大军出警刑关 直驱后燕国都中山城 魏军攻取长山 战局进展之顺利 出乎拓跋规意料 由于燕军龟缩防御大城市 魏军铁骑如入无人之境 长山以东各地的驻守官吏 或者逃跑或者开城投降 各郡县纷纷归附北魏 后燕军固守大城市的战略计划 使魏军兵不血刃进入河北 只有中山 叶城 信都三座城池 还在后燕国手中 冬季来临 北魏大军兵分三路 东平宫拓跋仪带领五万骑兵 进攻叶城 冠军将军王剑 左将军李立率兵五万进攻信都 拓跋规亲自带兵进攻中山 工程需要器械及使用技巧 对于习惯与草原作战的游牧民族来说 无疑非常艰苦 后燕国都兼顾无比 中山攻防战进行的异常艰难 燕军凭借高大的城墙 在高阳王慕容龙带领下拼死守城 全力奋战 从早晨苦战到中午 杀伤卫兵几千人 拓跋规仰望高城 无奈叹息道 中山城坚固 慕容堡不肯出城 与我们决战 急攻会损兵折将 长期围困 又要花费大量的粮草 不如先去夺取叶城 信都 得手之后 再来想办法对付他 拓跋规避开燕国都城 重点进攻其他战略要点 从中山退兵向南开进 军于卢口 慕容龙果然是将才 一切都在按照他的思路进行 卫军的漏洞和困难显露出来了 三路军队均受阻不前 叶城守将慕容德 叶席北卫军 拓跋夷受挫退兵 拓跋规不得不派出 辽西公赫鲁帅 骑兵二万增援 赫鲁是赫娜的弟弟 拓跋规的舅舅 论辈分 自然也是拓跋夷的舅舅 因不服从拓跋夷节度 二将不和 叶城形势没有丝毫改变 王剑 李立的军队 围攻信都 久攻不下 魏国诸部落之间的矛盾 因为战局不顺利 开始激化 史书称 魏别部大人 没根有胆勇 魏王勿之 这句话说得很奇怪 自己的大将有本事 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怎么会讨厌他呢 首先要明白一点 什么是别部 别部是指 魏国部落联盟中除鲜卑拓跋部之外的部落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 拓跋部与其他征服部落之间有很深的矛盾 他们也互相提防 什么原因是跟随拓跋归南下的附属部落产生不满呢 这个问题不难猜测 草原民族打仗目的直接明了 没有长远目标 就是为了掠夺财富 包括黄金 牛羊 妇女 儿童 等等 征战草原 牧民们的积极性很高 进入中原 为了获取民心 拓跋归的政策有了变化 军之所行 不得伤民丧早 有了类似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之类的军规 习惯草原散漫作风的部落首领们 接受不了人死了不少 东西不能抢的军纪 贫出怨言 拓跋归对于不听话 有本事的部落首领们 动了杀机 将帅之间的不信任 导致叛变 梅根投降燕国 并要求偷袭卫营 慕容宝对梅根的投降 大喜过望 破格进风震东大将军 可惜 处男 则非 既是知雄的慕容宝 没有曹操的本事 曹操得到 许优投诚之后 马上采用他的计策 火烧乌朝 大败袁绍 慕容宝大封梅根 却不肯完全相信 梅根提出夜袭未营时 慕容宝不派重兵前去 只调拨一百多名骑兵 导致梅根虽胜 而不能扩大战果 梅根实际选择正确 拓跋归根本没有料到 固守奸程的燕军 会来偷袭自己 梅根率领一百骑兵 装扮成卫军模样 用卫军口令 夜入未营 一直杀到中军大仗 差点把拓跋归给宰了 拓跋归狼狈逃走 没跟人马太少 只能大杀一阵 领兵退走 原本可以大胜的 战役草率收场 战胜拓跋归的 第一次机会丢失 转眼到了冬季 战局毫无改变 燕国在中原的三大据点 一个也没打下来 王剑和李立攻打信都 六十余日不下 士族多死 拓跋归集中兵力 亲自带兵进攻信都 首将慕容凤 跳出城墙逃往中山 信都城向北魏投降 信都打下来 北魏军在夜城 再一次遭受挫折 围城的拓跋归 和赫鲁两军 各自为战 互不联系 被燕军打得大败 中原战局久拖不绝 先前征服的 冰州和魏国根据地 塞外大草原 接连发生动乱 梅根的侄子丑蹄 在宾州做监军 听说叔父祥燕 害怕受到牵连 索性带着军队回草原 举行叛乱 赫兰部 河林部 河西部 加入反叛者的行列 由此可见 反对拓跋归的部落 不是一小撮 而是有相当大的势力 草原各部落 不愿意跟随拓跋部南征 为拓跋人送死卖命 希望回到草原 继续过游牧生活 不仅被征服的部落 拓跋部本身 也有人心怀疑心 留守草原的拓跋顺 在拓跋归生死未明的情况下 曾想自设国事便是名正 国内危机重重 河北局势僵持不下 魏军丧尸 进入中原时的锐气 明显处于下风 拓跋归终于决定 撤军北环 派使者前去中山 想厚烟求和 请求用弟弟作为人质 拓跋归诚心诚意求和 这一回慕容宝不干了 一口拒绝讲和 你国内发生动乱 想回去 门都没有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我大燕国成什么了 慕容宝开始行动 一方面进出宫中 珍宝和宫女作为赏资 在各郡县招募山野亡命的 强盗匪徒 扩充新军 一面派使臣前往北魏军营 斥责拓跋归 忘恩负义 随后 争掉国内所有兵力 步兵十二万人 骑兵三万七千人 全部开拔到驱阳的百四驻守 在忽陀河北岸立下大营 拦截撤退的北魏军 南北朝著名的百四之战打响了 正是这一场战役 再次改变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 二月初九 魏军到达湖陀河 在河南岸扎营 慕容宝趁魏军立足未稳 连夜渡河用招募来的一万多名盗匪 组成赶死队 夜袭魏营 自己亲率大军列阵于敌营之北 以为援兵 如果慕容宝早下决心 当初没跟投诚时 足以大败魏军 不过现在也为时不晚 夜色阴沉 空旷的原野 回荡着北风的哀鸣 慕容宝戴着风帽 外照狐皮当 蹬着高筒鹿皮靴 立马呼驼河岸 任由凛冽的西北风 搁在脸上 紧张地注视着先头部队的行动 赶死队顺风纵火 突入魏营发起猛攻 魏军大乱 拓跋归正睡觉呢 文迅 从行军床上惊起 光着脚就跑 燕将其特真帅百余人 冲杀到中军大仗 获得拓跋归的衣靴 魏国皇帝狼狈不堪地 光着脚丫子 逃到大营外 可见当时魏营之乱 形势对燕军格外有利 恰恰在此时此刻 近在咫尺的慕容宝 却为下令大举进攻 十多万人就在那啥等 段元飞评价慕容宝的性格柔 而不断和其正确 四个字断送了 大燕国的中原之梦 两军交战 战机如电光石火 稍纵集市 形势此消彼长 拓跋归虽然逃到营外 却观察营内局势的发展 腾空烈焰之中 燕军赶死队 突然无故自惊 互相砍射 这帮子亡命之徒 恐怕发现魏营中的珍宝了 魏军是部落联军 劫掠是草原民族的看家本事 不抵抗的不准抢 抵抗的还不准抢吗 打下城池 官府脸具的财物应有尽有 一车车一箱箱的金银珠宝 不能不让人心动 难怪强盗们自相残杀 拓跋归抓住机会 击鼓召集刚刚溃散的兵士 他的侍卫和中军将士 渐渐集合起来 拓跋归下令在营外变插火炬 让魏琪来往冲击结营的燕军 募兵大败 逃回燕军大阵 慕容宝见机会丧失 渡过湖陀河北环 慕容宝大有机会 魏军其他部落的士兵 已经逃得很远了 如果当时下令发动冲锋 拓跋归能不能活着回到赛上 还很难说 然而 这就是将领之间的差别 临战指挥的差距 足以断送一场战争 一个国家 第二日 拓跋归整顿队伍 逼近燕营 经昨夜一战 燕军士气大为低落 慕容宝只得回师中山 魏军紧追不舍 燕兵屡次交锋 不能获胜 慕容宝害怕 弃大军而不顾 率骑兵两万人逃走 天色晦暗 风雪交加 慕容宝唯恐魏军追上 命令士兵将跑甲枪杖 尽数丢弃 轻装而逃 狂风暴雪 不计其数的燕国士兵冻死 横七竖八地 躺在道路上的尸体 随处可见 别说武器资重 就连一把小刀 也没带回中山城 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 百四一战 燕军再也无力与卫士抗衡 拓跋归信心增强 转变态度 不再撤军 再度将中山城围住 仅派出大将与约帅 一万骑兵回草原平叛 逾越不负所托 讨平三步 大草原归于安宁 魏国的内乱平息 拓跋归可以专心对付燕国 这回轮到慕容保讲和 以送还拓跋归弟弟拓跋姑 割让长山以稀土地作为条件 拓跋归表示同意 退兵而去 慕容保事后思来想去不甘心 自食其言 又反悔了 魏军回师 三度围城 自打进入中原地区 魏军苦战近半年 伤亡惨重 虽有百思大劫 却始终不能打下中山城 挫折让拓跋归头脑清醒 开始思考 魏军进展缓慢的原因 餐和皮 是餐和皮的幽灵们作怪 是他们在告诉燕国百姓 拒不投降 拓跋归后悔了 一个伟大的征服者 绝不能靠屠杀俘虏来赢得胜利 万人坑 只会激发燕国人的仇恨 因而卫兵每到一地 燕民深沟高垒 轻野对抗 被围之城 将士气血踊跃 奋战不详 拓跋归改正错误政策 开始抚慰心腹 对百四之战的降兵不再杀戮 罢免一批杀人过多的将领 拓跋素颜平定兵州叛乱立下大功 只因在讨伐叛军时杀人太多 拓跋归毫不犹豫地免去其官职 为争取中原地区汉人的支持 分化燕国人 在张滚等人的推荐下 拓跋归大量启用汉人中杰出的人才 做官参军国要务 先后任命北方著名低士族领袖 崔洪 屈尊崔一承等人 河北战乱 燕国高阳太守崔洪逃往海主 拓跋归亲自骑快马追到海边 颇有月下追寒信的味道 拓跋归的诚心感动崔洪 下传归顺 与张滚联手参与创立北魏各项军国制度 柏林令屈尊投降 拓跋归拜为中书令 连升数级 燕国秘书间崔城拜为上书 掌管三十六草 拓跋归自降征服者的身价 终于稳定河北战局 争取到一部分百姓和汉人士族豪门势力 对魏国的支持 而此时 中山城内发生了一场叛乱 人们在危险之中会同仇敌忾 一旦形势略有好转 利益会让人变得六亲不认 慕容堡下诏镇守辽东的龙城首将慕容会发兵解围 慕容会因改立太子之事 对慕容堡不满 不想发兵 后来在慕容堡不断催促下 勉强应承 但大军到了继承 便停止不进 魏军长期围困中山 辽东援兵迟迟不到 城中将士有心出城与敌人决意死战 慕容堡向慕容堡请战 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 慕容堡别无他策 只得同意 燕军整装列队待发 谁知 负责军事指挥的慕容林 几次三番阻止大军出击 慕容堡集合起队伍又解散 前后四次 急不可待的数千燕军将士 齐聚皇宫向慕容堡请命出战 慕容堡为重将士的豪情所感染 下令出击 慕容堡披甲上马 召集江左 下定必死的决心 对战士们立下一言说 倘若我有什么不幸 你们如果有人回到北方 看到我母亲 请戴维禀告我此时的心情 大军开拔的当口 慕容堡再次听从慕容林的劝阻 不准出战 将士们愤恨不已 慕容龙惕气而还 慕容林阻止燕军与卫兵决战 有秘密目的 准备利用卫军围城的权泄期 发动军事政变 他说是不将慕容堡 谋视慕容堡 被慕容堡的欺凶告密 事情败露 慕容堡与同谋数十人 展观投降卫军 燕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显露 慕容堡与慕容林嫌隙顿声 慕容林露出庐山真面目 私下伪装 赤膊上阵 太兵劫持禁卫军将领慕容经 让他率进军杀掉慕容堡 慕容经当场拒绝 慕容林大怒 杀死慕容经 率亲信出城 跑到丁陵人的部落里去了 中山城人心动摇 慕容堡急了 他不清楚慕容会的龙城兵在哪里 总以为就在附近 害怕慕容林夺了慕容会的军队 占领龙城 那样的话 自己连老家也回不去了 慕容堡狠下心来 放弃中原 北还辽东 借着漆黑的夜色 慕容堡与太子慕容策 慕容龙 慕容龙 慕容圣等人 率一万骑兵北逃 中山城大乱 有投降北魏的 有向夜城逃跑的 城中无主 百姓惶惑 城门大开 拓跋龙打算连夜入城 王坚一心掳掠财物 害怕天黑管不住属下 东西抢了藏起来 自己捞不着 借口怕士兵们 抢劫府库财物 劝拓跋龙天明入城 拓跋龙想象也是 反正慕容堡跑了 进中山城 不在乎早一天晚一天 次日清晨 北魏军队全傻眼了 中山城门紧闭 城中军民害怕魏军掳掠 拥戴没来得及逃走的皇族慕容祥 为统帅闭门坚守 不放魏军入城 拓跋龙出动军队 攻城也没攻下来 御门中 拓跋龙派人向城中高声喊话 你们的皇帝抛弃你们不管 逃跑了 你们干嘛白白找死 为谁啊 城里老百姓说的气人 我们都是些无知的小民 只是害怕 又像餐和皮那些人一样 在这里全且拖延十天半月的活命罢了 拓跋龙气得盯着王健眼里冒火 心想你竟出馊主意 上一次餐和皮坑兵 就你出的主意 这一次又不让连夜入城 好 这回进不去了 拓跋龙气急败坏 一口唾沫催在王健脸上 下令长孙肥 李立帅 三千骑兵去追慕容宝 慕容宝溜的够快 连影子也没追到 军中乏梁 拓跋龙撤中山之围到 河间争凉吃饭 中山城又发生内乱 慕容降见卫兵退走 洋洋得意 杀死库冠记等慕容宝留守中山城的将领 自称皇帝 并将拓跋龙斩首 与北魏划清界线 希望以此坚定人们抗战的信心 拓跋龙是拓跋龙同母义父的弟弟 北魏驻燕国的外交官 因索马事件两国交恶被扣留在中山城 慕容锤特别欣赏这个孙外生 私下有意让他做卫国国主 代之恩情厚重 拓跋龙在中山期间留心学业 诵读经书 赢得厚艳人的好感 慕容祥杀害拓跋龙 白白激起拓跋鲜卑人的愤怒 得不偿失 为恐吓反抗自己的人 慕容祥执政短短一个月里 杀戮无度 王宫以下五百多人被杀 内外震动 莫敢武士 威严不是靠杀人获得的 人们逐渐离心离德 魏军无良 燕国人也无良 面对城中的饥荒 慕容祥害怕魏军偷袭 不允许人们出城去采集野草果腹 饿死的人失衡遍地 慕容祢回来了 借助人们的仇恨 轻易除掉慕容祥 终于圆了多年的皇帝梦 他这个皇帝做得极度艰难 手底下的百姓吃不上饭 只得下令出城寺下找粮食吃 坚持 坚持到最后的就是胜利者 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可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又有几个人 战死的 饿死的 尸体腐烂 瘟疫流行 困难属于双方 魏军人畜死伤大半 几乎没有人想把战争继续下去 这些野蛮的硬汉子流着泪 对拓跋归说 跟从大王从赛上一路打来的士兵 活下来的只有十分之四五 人死去一半多 众将满以为这回魏王肯定会撤兵 谁知拓跋归的回答 出乎所有人意料 说得非常之不客气 非常之冷酷 死人是天命 有什么办法 四海之内的人民 都可以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部分 就看我能不能统治他们 难道还怕没有臣民吗 拓跋归向他的将领和部落首领们 传达了三个讯息 第一 绝不退兵 第二 不怕死人 第三 不怕你们草原各部落 不合我一条心 死一样的沉寂 有时话语 比死亡还要令人恐怖 拓跋归说这话 对于为他出生入死的草原珠布来说 有些绝情 他开始以中原百姓的皇帝自居 为日后与拓跋部 及附属诸部落首领之间的矛盾 埋下隐患 黎明前往往是最黑暗的时刻 中山城终于断粮了 慕容林无奈之下 率两万燕军出城聚首 意图与卫军决战 9月29即甲子日 拓跋归发起对中山城的总攻 太使令朝崇劝阻道 不及西宙王以甲子王 甲子是吉日 兵家济制 拓跋归冷笑着反问道 周王以甲子王 周武王不以甲子兴吗 朝崇无言以对 拓跋归与慕容林决战 大破燕军 斩首九千余级 慕容林逃逸 卫军城市攻克中山 燕国投降的公卿 上书 江历 士族两万余人 拓跋归一概赦免 显示出军临天下的帝王金凶 卫军攻克中山 燕国皇叔慕容德 从夜城南渡黄河 退守山东 后燕国在河北的最后据点失掉了 经过一年零五个月 艰苦卓绝的作战 拓跋归由主动转为被动 再由被动转为主动 彻底击败强大的后燕 获得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使北魏成为北方第一强国 既匈奴 杰 慕容先碑 帝之后 又一个胡族入主中原 慕容宝到哪里去了 慕容先碑会甘心失败吗 燕国皇帝慕容宝逃离中山城 星夜奸城 途中人马逃散 宫廷中的亲信进尘跑得精光 好在高阳王慕容龙率领数百名骑兵 一刻不离左右 担当素卫 众人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忌城 惊天的北京 到了忌城 就到了长城 过了长城 他们就安全了 辽东是慕容先碑人 世代生活的地方 慕容宝看到了长子慕容会的辽东军 如是重负 喜出望外 然而慕容会并不热情 冷淡的眼神 掠过疲惫不堪的中原军队 竟然闪过怨恨之色 经过慕容林叛乱的慕容宝 被儿子的表现弄得心神不宁 产生怀疑 私下对慕容龙和慕容龙表达了担心 或是不是因为没有当上太子怨恨朕 会不会发动叛乱 慕容龙和慕容龙一起摇头 不会的 陛下 您多心了 或年少 很早独当一面 养成骄纵的习惯 狂妄傲慢而已 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慕容宝放心不下 下诏把辽东军抽出一部分 配给二王统领 慕容会既害怕 又生气 知道大军一旦回到龙城 父皇必定把军队全部交给两位叔父 自己既非太子 又失去兵权 岂不如同废人一样 想当年 皇爷爷临终怎么嘱托父皇 可父皇却把皇位交给一个绣花枕头 父皇啊 你不仁 休怪儿子不应 慕容会善于拉拢人 平素与将士们关系很好 辽东将士感念慕容会的恩德 不肯隶属二王 辽东军将领 在慕容会唆使下 集体建架 请以慕容会为主帅 南下解中山之位 慕容宝身边的近臣们 担心慕容会有朝一日执掌大权 一起他们拥立太子慕容策的过错 进行打击报复 纷纷禁言说 清河王得不到太子之位 神色甚是不平 何况清河王财武过人 善收人心 陛下如果听从辽东将领们的话 臣等恐怕解围之后 必有春秋魏哲巨父之事发生 魏哲巨父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一个典故 魏国太子魏宽溃因 违抗魏林公之命出逃国外 后来他的儿子魏哲继位 拒不接纳父亲魏宽溃回国 近臣们以此事告诫慕容宝 如果慕容会解中山之位 你一定像魏快溃一样 回不到中山城 此言正中慕容宝心意 但此事依靠辽东军 不敢强行拒绝 委婉对众人说 魏年少才不及二王 岂可让他单独带兵 朕要依靠魏 怎么能让他离开呢 将士们样样不乐地退了下去 父子之争建在弦上 亲信们劝皇帝杀掉慕容会 事事求尼龟得到消息 极力劝说慕容会先下手 诸二王废太子囚禁皇帝 毕竟事关重大 慕容会犹犹豫豫豫 没有答应 慕容宝向慕容农 慕容农二王提议除掉慕容会 二王坚决反对 大敌当前父子成仇传扬出去 让人家笑话 慕容宝叹息道 慕容会逆致已成 您这等仁慈宽恕 不仁早杀 恐怕一旦有变 必将先害诸父 然后杀朕 那时候可不要因自负而后悔呀 三人的密谈又被慕容会得知了 慕容会越想越怕 终于决定抓紧时间动手 大军马上就要到达龙城 驻扎在广都黄鱼谷 慕容会派求尼龟 吴提议干帅壮士二十余人 趁着夜色 分头袭杀慕容农和慕容农 吴提议干摸进慕容农的军杖 一刀砍下头颅 慕容农被刺客的刀刃击中头部 身负重伤 咬牙跳起抵抗 抓住仇尼龟 逃入山中 求尼龟失踪 慕容会害怕阴谋暴露 连夜去见慕容宝恶人先告状 污蔑二王 慕容农 慕容农谋逆 儿臣已将他们除掉 慕容宝最担心的是发生了 表面不动声色 安慰慕容会说 朕疑心二王好久了 除掉很好 慕容会以为 骗住慕容宝 下令严家戒备 亲自引路 加速向龙城进发 慕容农躲过追杀 从深山里跑出来 找到大军 可怜的辽西王 头骨碎裂 几乎看到脑髓 面对一脸鲜血的慕容农 慕容宝声色俱立 训斥道 先帝驾崩之时 你口口声声辅助我 为何自负前言做叛贼呢 下令关押起来 大军走了十几里路 天进正午 士兵们埋锅造饭 慕容宝照群臣一起吃饭 说是商议如何定慕容农的罪 群臣到齐 慕容会就坐 慕容宝给进军将领 慕于腾使个眼色 慕于腾悄悄夺到慕容会身后 抽剑就砍 慕容会身手敏捷 低头一躲 剑锋闪过 头部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鲜血刷的流出来 慕容会跳江起来 窜出大仗 慕容宝一看不好 没得手 率左右亲信数百骑兵 飞驰而去 冲进龙城 父子二人各带兵马城外交战 慕容会战败 逃往中山 被当时镇守中山城的慕容祥杀死 中山城陷落的消息传到辽东 慕容宝一心要杀回中原 进起辽东大军 自龙城南下 慕于腾为前军 慕容农为中军 慕容宝自将后军 前后三军连营进百里 声势浩大 表面的声威 难以掩盖疲惫不堪的军心 燕军连年作战 士兵们早有厌战之心 军队走到半路 后军将领断肃谷 宋世梅拥立慕容农的儿子慕容 重为皇帝 起兵叛乱 慕容宝狼狈逃到慕容农的中军 集合慕于腾的前军讨伐叛军 可惜士兵们早已厌倦战争 不想南下 更不想自相残杀 中军士兵扔下武器跑了 前军也乱了 慕容宝和慕容农 只得逃回龙城 龙城中出了一个有野心的人 蓝汉 蓝氏是鲜卑贵族 世代和慕容家族通婚 蓝汉的父亲蓝剑是慕容宝的舅舅 蓝汉是慕容宝的堂舅 蓝汉的女儿嫁给慕容宝的二儿子慕容胜 蓝汉和段肃谷的叛军通谋 率领军队离城而去 给慕容宝来了个府邸抽薪 城内兵力太少 慕容农出城投降 慕容宝和慕容胜父子 率领亲信人等逃出龙城 辽东待不下去了 又跑回中原地区 城里叛军发生分裂 有主张继续立慕容虫的 有主张立慕容农的 两家发生火病 慕容农被杀 蓝汉趁机攻杀断肃谷 占领龙城 成为辽东地区的新主子 废掉慕容虫 改立太子慕容策派人 找慕容宝回来 蓝汉是真心吗 他只不过想以慕容策为诱饵 引慕容宝回龙城 一网打尽 慕容宝无价可归 留在中原的最后一支队伍 泛阳王慕容德的军队 已离开夜城 退守山东 拒绝他们入境 因为慕容德有称帝之心 在中原流浪的慕容宝想家了 危险 危险 慕容胜一次又一次提醒他的父皇 留在中原打游击 尚有一线生机 回到龙城是死路一条 他太了解自己的岳父 让自小生在富贵乡里的慕容宝 上山打游击 比较他的命还难受 慕容宝厌颠沛流离的生活 幻想回到龙城太太平平的生活 慕容胜拦住马手 痛哭流涕 希望父皇相信自己 然而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让慕容宝忘记危险 拒绝了儿子的忠告 慕容宝回到龙城 结局只有一个 他和儿子慕容策 双双被杀 蓝汉自称大蝉鱼 昌黎王 蓝迪为太尉 蓝家南为车骑将军 蓝家兄弟控制了后颜国 慕容胜藏身荒郊野外 听说父亲的噩耗之后 毅然赴龙城奔丧 部将们劝道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慕容胜冷笑道 蓝汉性情鱼卢浅薄 我如今走投无路去投奔 一定顾念与他女儿的婚姻情分 不忍心杀我 只要给我十天半月的时间 定能手刃仇人 报仇血恨 拓跋龟三岁牛犊建大业 印证了路由那句名言 自古功名属少年 慕容胜 便是慕容鲜卑家族的三岁牛犊 他一生历尽磨难 十一岁受困长安城 十二岁逃奔慕容冲 十四岁从慕容勇军中 逃归中山 慕容胜自小 有洞察事物的敏锐眼光 心机之身 早在十二岁时得到过验证 那年慕容冲在阿旁称帝 他对人说 做十个人的首领 才敢必须超过九人 然后才能做得安稳 如今慕容冲 置不出众 财不过人 功位有成 恩位诗人 仙子交大 依我看来 怎么可能不失败 慕容冲后来 果然为部下所杀 当年从怀匪战役 退下来的慕容锤 举兵河内 被秦复国时 宗族家眷 多在长安 经历关中战乱之后 随先卑大军东归 慕容胜也在其中 西归大军到达山西 慕容勇尚未称帝 慕容胜便对叔叔慕容柔 和弟弟慕容慧说 主上以忠兴忧 即东西未能统一 我等居贤夷之地 聪明也罢 愚昧也罢 免不了一死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愚昧 别人会怀疑 是不是装的呀 表现得聪明 那更坏了 不如即使东归 当如鸿虎高飞 一举万里 不可作戴于肉 慕容胜看透 慕容勇的野心 说这话的时候 只有十四岁 慕容勇 做西燕皇帝不久 便下令诛杀慕容皇族 唯独慕容柔 慕容胜和慕容慧 成了三条漏网之鱼 疏之三人逃出长子 从小路东归中山 在太行山遇到一伙强盗 少年慕容胜 镇定孤傲地说 我六尺之躯 入水不腻 再火不焦 敢挡我的锋芒吗 你们把手中剑插到百步之外 我若射中 小心你们的性命 射不中 当树身就擒 这伙强盗 根本不相信一个小娃娃发狂话 百步外树剑 慕容胜一发重的 重到大惊 不仅不敢抢劫 反而资助金钱 让他们回到中山 看到儿子和爱孙虎口脱险 慕容锤大为高兴 问三人西燕国动态 敌方形势如何 长子城可以攻取吗 慕容胜回答说 西军扰扰 人有东归之志 陛下当休人正以待天使 若大军一发 西军将士必投歌而来 如同孝子之规慈父 边说边话 画地成图 西燕国的地形地貌 军事部署 一清二楚 慕容锤对机智过人 胆大心细的慕容胜 极为喜爱 抚着他的头 笑着赞道 西年魏武帝曹操府 明帝之手赐予侯爵 我之爱孙 难道不可以吗 慕容胜一生 击贱流飘 历经生死 养成勇敢果断的性格 他判断准的是 活了命也要去干 慕容胜的自信 源自有一个贤惠 爱他刻骨铭心的妻子 到达龙城后 慕容胜觐见兰汉 兰氏兄弟 其劝兰汉杀掉他 慕容胜的妻子兰氏 先求母亲以示 又逐一向兰家兄弟们叩头 泪流满面 请求饶恕夫君一命 兰汉动了侧隐之心 把慕容胜留在宫内 待他非常亲密 兰氏兄弟 屡次劝兰汉杀掉慕容胜 兰汉不听 慕容胜借机从中挑拨离间 兰汉兄弟之间 慢慢互相怀疑猜忌起来 慕容胜暗中 怂恿慕容家族的人起兵 兰汉的外孙慕容奇 发动叛乱 兰汉派兰迪征讨 慕容胜趁机挑拨离间 慕容奇只是个小孩子 绝不可能办这么大的事情 莫非有人假托他的名义起兵 然后自己打算做内应吗 兰迪一向骄纵 很难令人相信 不应该把那么多部队交给他 兰汉觉得有道理 家贼不可不防 免掉兰迪的军权 改派部将囚尼牧 带兵去讨伐慕容奇 兰氏兄弟闻讯大怒 联合起来 攻打囚尼牧的军队 兰汉更加认同慕容胜的话 再次调集军队 派太子兰牧 讨伐兰氏兄弟 兰牧说 书百病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慕容胜 这件事的幕后主使 一定是慕容胜 应该先把他除掉 兰汉动了心 派人去找慕容胜 准备是情况动手 又是兰氏救了慕容胜一命 偷偷向夫君泄密 慕容胜称病 没有去 事情千头万绪 兰汉暂时把他放在一边 兰木帅兵偷袭兰氏兄弟 大获全胜 兰氏父子开庆宫宴祝贺 宴席之上 父子俩喝得大醉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兰木手下将领 多半已是慕容胜的人 慕容胜半夜假借上厕所之机 跳墙进入东宫 与将领们一道杀死兰木 慕容胜终于从幕后走向前台 率将士们杀进王宫 斩杀兰汉 将兰氏兄弟 父子进劫诛杀 慕容胜任贼作父 假言欢笑 忠报杀父之仇 为我们上演了一出中国版真实的王子父仇记 慕容胜保持着一贯的冷酷 要杀掉冒着生命危险 周璇保全自己性命的妻子兰氏 他的父兄都是杀父仇人 多亏太妃丁氏力争 保住性命 兰氏终究未能当上皇后 一边是亲情 一边是爱情 作为女人做出选择实在太难 兰氏依然选择爱情 为了丈夫 使父亲兄弟死于非命 可他最终得到慕容胜的爱情了吗 莫恨男儿薄情 女人的一生 多是一场悲剧 慕容胜思想奇特 去掉地号 改称数人天王 以示功德不敢超越祖宗 慕容胜吸取父亲 懦弱失国的教训 治下森严 刑罚残忍 自以为能够明察秋毫 群臣稍有一点不满的嫌隙 必定抢先下手 许多大臣 将领被诛杀 慕容胜确实聪明 每隔十天 亲自审理判决一次宋氏 用不着严刑拷打 大多能准确破案 水智轻则无语 慕容胜这一套做法 搞得皇族 勋救人人不能自保 禁军将领们密谋暗杀慕容胜 东窗事发 五百多人被诛杀 他们的儿子率死是 再次潜入王宫偷袭 慕容胜亲自率兵迎战 一只暗剑迎面飞来 人的生命既顽强又脆弱 只是一只小小的凋零剑 重剑的慕容胜强自支撑 坐着轿子来到前殿 指挥自若 安定局势之后 一命无忽 可惜这位忍辱偷生 最终复国复仇的庶人天王死时 年仅二十九岁 在位只有三年 慕容胜的命运是一场悲剧 经历无数大风大浪 千军万马 史诗相交的战场 毫发不损 却死于小人之手 慕容胜死后 丁太后力排众议 不让太子慕容定继位 把情人慕容熙 推上天王宝位 慕容熙成为慕容先碑后 燕国最后一位君主 不停地战乱 辽东的慕容先碑人 已无力进入中原 报仇雪恨 令他们略感欣慰的是 他们的大仇人 北魏皇帝拓跋归封了 而且死在自己儿子的刀下 第八章 帝国遗云 北魏帝国隐藏着太多的秘密 迁都 离散部落 守住金人 子贵母死 拓跋归奇怪的封病 等等 这些秘密左右着帝国的命运 都城自北向南一动 不足一个个分离 丽皇后并非皇帝说了算 要用守住金人的方式决定 丽太子必须杀掉她的母亲 北方的征服者疯了吗 这些该死的事情 都发生在一座新兴城市 平城 内长城蜿蜒齐南 外长城横卧齐北 东连太行 西林黄河 天高云阔 山关香雄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塞北重镇 北魏地理学家力道员 水晶柱 描绘出当时平城的秀丽风景 低翠留霞 穿原玉昧 泼草茂盛 群羊点缀 意气方蓝 欲聪可冷 这是公元四世纪 美丽云中郡的真实写照 说起古平城 熟知中国历史的人 立刻会想到 大汉与匈奴的第一场大会战 白灯之伪 平城古城 始建于战国初年 是赵国的重要军事要塞 公元398年7月 平城迎来了历史上 最辉煌风光的时刻 27岁的蒙古和华北征服者 拓跋归决定迁都平城 平城市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分界线 北魏国都的选择耐人寻味 拓跋鲜卑人到底想做些什么呢 拓跋鲜卑联盟30多万军队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大规模军事征服 以损失近乎三分之二兵力的代价 终于占领后燕国的河北地区 这一场残酷的战争 让所有拓跋鲜卑人陷入深思 战争到底该不该打 应不应该为进入中原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 北魏国的军事行动陷入停滞 既没有乘胜追击逃到辽东地区 自身动荡不宁的后燕国 也没有攻打龟缩山东苟延残喘的慕隆德集团 北魏帝国上曾发生冲突 以张滚为代表的汉官集团和拓跋鲜卑贵族激烈交锋 文明冲突愈演愈烈 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始自美国学者亨廷顿 然而文明冲突却不是二十世纪的产物 数千年来人们都在为文明而战 为什么会有冲突 第一 司马迁史记中曾经说过 天下兮兮借为利来 天下攘攘借为利往 每个人都有利益 人们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利益就是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 游牧民族要放牛牧马 农耕民族要耕田种地 北魏国的路应该怎么走 游牧还是农耕 辽 金 元 清等游牧民族 都曾经统治过北中国 他们似乎做得轻松自如 因为有个榜样拓跋归 雄才远劣的拓跋归不会满足只做可汗 他要做皇帝做天下人的皇帝 若要做中原地区的皇帝 靠武力征服是不可能的 即使得到了也会失去 匈奴汉国 前兆 杰族后兆留下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如果全盘汉化 直跟大草原的拓跋贵族们肯吗 拓跋归想到一个折中办法 这个想法主导了北魏帝国都城的选择 都城继续定在圣月 定在草原上 不利于接受先进文化 更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为国控制的中原土地 包括今天的河北和山西 若想效仿历代统治者 都城的选择不外乎两座城市 中山和叶城 中山是后燕国的都城 叶城则是后兆和前燕国的都城 叶城土地肥沃 水源充足 是著名的粮仓 水路交通便利 战略地位重要 又有前代皇朝经营 魏书记载 魏军攻克叶城时 拓跋归曾亲自寻登台械 遍揽攻城 将有定都之意 拓跋归很快打消这一念头 拓跋先卑联盟各部落 绝不会允许 都城设在汉人势力强大的地区 诸部队南征作战意义 早已产生怀疑 魏军频繁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 发动掠夺战争 收获丰厚 南下中原 付出的代价高收一少 尤其对于主动投降的山西地区 可谓秋毫不犯 得到的土地 仍然控制在汉人豪强手中 对于不熟悉农业生产的先辈人来说 让他们去一个 不能带来财富的陌生领域 很不现实 当时北魏的经济 主要以畜牧业为主 兵员靠拓跋部 及其部落联盟攻击 不可能把都城定在 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经过一年多的伐烟之战 魏军伤亡大半 鲜卑贵族普遍厌战 该休养生息了 拓跋规停止军事行动 不打击后燕国 在辽东的残余势力 也不攻击山东的慕容德集团 为平息后勤皇帝 摇兴的怒气 减少边境摩擦 毅然杀掉 仅仅在书信称呼上 对姚兴不够恭敬的 亲信大将席目 可见根本不想在南方用兵 叶城靠近后勤 南燕和东晋三国 如果迁都叶城 必然受到来自三个国家的 军事威胁 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 必须一步不来 不能迁都中原 也不能留在草原上 经过深思熟虑 坚固鲜卑 汉两大集团的利益 拓跋归决定迁都平成 通过迁都 为北魏国定下发展基调 即游牧与农耕并重 从迁都平成后的一些做法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而这仅仅是过度 拓跋归真实想法 是使北魏国成为真正的中原强国 以迁都为契机 拓跋归加紧汉化进城 按照中原国家习俗 及皇帝位改元天兴 改掉以前留发便的习俗 宁国人竖法家冒 按照北魏的旧习俗 每年夏初祭祀天神和宗祖庙 每年夏末率领部众 去阴山坐退霜祈祷 每年秋季刚开始时 去西郊祭天 现在改了 完全依照中原国家的古制祭庙 朝会 北魏国模仿古都洛阳 长安和叶城 在汉代平城的基础上 大兴土木营造新都 宫殿 圆圆 庙台 一应俱全 平城国都的建筑规模之巨 数目之繁多 布局之谨言 规划之完整 前所未有 平城分皇城 外城和郭城 外城方二十里 外郭周围三十二里 有门十二 其郭城绕宫城南 西柱为方 方开向 大者龙四五百家 小者六七十家 京畿范围 东至带郡 西级善武 南级鹰管 北进参合 北魏政府 为改善环境 从城北引入浑水 从城西引武洲 穿水入城 十魏都城内有 潺潺流水 东西鱼齿有油 与西系 水旁若柳 丝阳 杂树交阴 配上巍峨的宫殿楼阁 真是花团锦簇一般 唐代文人张松的 云中古城赋 描绘了平成 昔日的壮丽 灵台山里 碧水池园 双缺万刃 九渠四大 宇京林森 唐殿交阁 拓跋归把各地官员 豪强 尽数迁到平成 充实人口 经过其后 历代帝王努力 到公元494年 孝文大帝 迁都洛阳 北魏在平成建都 97年 历经六地七世 成为当时 北方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拥有百万人口 在当时 世界也是 首屈一指的大都市 都城的迁徙 对草原牧民的生活 造成冲击 就像清朝末年 人们从土地耕种 走向机器大生产 怀疑 排斥 反抗 从牧民到贵族 从一个部落 到另一个部落 像瘟疫一样 不断蔓延 为防止草原牧民 集体反抗 拓拔龟准备拆散 他们的部族 加快汉化 离散部落的政策 悄悄诞生 离散部落 就是将部落中的牧民离散 在北魏 它是一项国家政策 策划者是汉人张滚 张滚自鸿龙 上古举阳人 性格纯厚笃实 好学 有文采 其初在郡里 做一名五官院的小官 五官院没有固定的职务 就是太守的左右手 幕僚角色 拓拔龟复兴代国称王 张滚选为左掌使 成为拓拔龟决策圈子中的一员 长参大谋 决策帷幄 破流险 姬柔然 抵御燕军入侵 入主中原等一系列战役中 张滚为拓拔龟出谋划策 算无遗漏 拓拔龟言听计从 也算一对千古之遇的君臣 张滚在拓拔龟尚未建立工业前 经常对人说 西越义仗策于燕昭 公园尾身于魏武 盖命是难可欺 千载不亦欲 主上天资结脉 意志灵霄 必能囊括陆河 混一四海 浮凿风云之会 不见腾跃之功者 非人豪演 张滚自笔越义 寻忧 看准拓跋龟是能够统一天下的英雄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 在魏晋之前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匈奴人谱写了这个神话 杰人和堤人 还有慕容鲜卑人 继续着神话传说 最终结局 均以悲剧收场 张滚意识到 单纯靠胡人的武力 统一不了天下 鲜卑民族 想要在中原立族 比起匈奴 杰 堤 和枪各族来 困难更多 匈奴和杰族 在东汉末年已然入赛 堤 枪更不用说 长久以来 一直和汉人 共同劳作生息 适应农耕文明 生活方式比较快 鲜卑人 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 长期生活在大草原 对农耕很陌生 怎样才能把鲜卑人 变成汉人 张滚提出离散部落 编护其民的国家政策 不让他们放羊 让他们种地 强制解散血缘关系的各部落 分给土地 让牧民耕种 把牧民固定在土地上 使他们成为国家的编护农民 不再隶属于部落大人 张滚好狠 一举断掉游牧民的根 拓跋归借赫兰部战败之计 拿赫兰部开刀 使亲舅舅赫那 成为无所统领的 孤家寡人 这不过是个开头 当然不止赫兰部一家 解散后的部落牧民 变成普通名户 分地定居 不许自由迁徙 部落军长大人 也当作普通名户看待 卫军攻克中山后 迁徙厚燕境内汉人 及慕容鲜卑等杂仪 三十六万 百攻技巧十余万口到平城 分牛分田 和分土定居的拓跋鲜卑人一道 成为北魏的农民 为给游牧人做示范 拓跋归清耕吉田 带头务农 为百姓做表率 北魏的农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但是游牧守旧势力依然强大 北魏国内并存两种文明 两种制度 双方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斗争 这种斗争贯穿整个北魏历史 甚至直到北魏灭亡 他们仍然在战斗 汉人和鲜卑人的矛盾被激化 冲突不可避免 诸部子孙失业次决者二千余人 魏叔 太祖记中的一句话 把矛盾显露无遗 部落联盟中许多人的子孙失业了 估计不肯误弄 拓跋归只得安慰性的赏赐爵位 以拓跋仪和牧虫为首的鲜卑贵族 开始反攻 把矛头指向汉人领袖张滚 收拾人要抓住小辫子 张滚有什么小辫子呢 张滚在南征过程中 未解决致民官的缺乏 不断向拓跋归 举荐人为官 往往军备录用 这些汉人多为出色的高门士族 才能是有的 是否肯真心为北魏国服务 张滚不得而知 魏军几乎是一战平定山西 占领城市无数 为尽快把占领区治理好 张滚推荐官员多少有些仓促 比如卢浦和崔城 卢浦与张滚同乡 两人谈了那么几次话 张滚便推荐他给拓跋归 卢浦出自泛阳卢氏 乡里势力很大 拉拢卢氏加强北魏的统治 原无过错 可后来卢浦拒党谋反 崔城 张滚根本没见过 听说有才 文风称美 便向拓跋归大力举荐 张滚一心追随拓跋归 又是共患过难的 深得拓跋归信任 从来不患得患失 有什么说什么 不做事不出错 只要做事难免出现差错 何况不计后果的做呢 鲜卑贵族正是看准他的性格 借机抓住卢浦叛乱和崔城事件 攻击张滚和汉人集团 崔城是高门望族 从三国曹魏开始 祖辈历任各朝各代的高官 崔城有文才 在前燕 前秦 后宴都做过官 曾经编修过 燕记 张滚极力推荐 拓跋归对崔城礼遇慎重 败为高官 卫军攻打中山的时候 军中乏食 老百姓藏着粮食 自己吃不肯缴纳 拓跋归向群臣问计 崔城说 丧刃可以补助食粮 古人说过 萧鸟吃了丧刃 名声会变好 拓跋归听从崔城的献计 令百姓缴丧人当租 崔城害怕卫军扰民 又说可以让士兵们自己去摘取 不过要快 时间一长 丧人会落境 拓跋归当时火了 将士们要打仗 怎么能去采果子 鲜卑贵族利用这件事 大肆攻击崔城 说他讽刺我们 鲜卑将士是萧鸟 不是豪鸟 拓跋归果然很生气 不过没有发作 不久 又发生一件事 东晋将领 西辉给拓跋归弟弟 拓跋尊写了一封信 上面有一句话 贤凶虎不中原 拓跋归一看 又上火了 心想我是皇帝 你不写尊称说什么贤凶 明明看不起我嘛 于是叫张滚告诉崔城 写封回信 给我扁一扁 进朝皇帝 崔城称 晋安帝为贵主 这一下 拓跋归真火了 心账旧账一起算 心想 我顶着多大的压力 保你用你 你却不尽心办事 怒斥崔城说 贵主何如贤凶 下令将崔城处死 此事累积张滚 降之处理 拓跋归明知与张滚无关 不得不忍痛割爱 还算手下留情 年过七十的张滚 从此退出政坛 一年后 郁郁死去 临死之前 念念不忘北魏 平定天下的大业 尚书执着地劝拓跋归 注重文德教化 表彰最后一句显示出 他与拓跋归君臣之间的 难忘恩情 沉醉暗烈 赶望前智 浑而有灵 劫草全壤 人生自古谁无死 为了帝国的繁荣与强盛 生命又算得了什么 张滚的功绩不可磨灭 他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 思想灌输给拓跋归 告诫说 尽管魏国武运强大 但四海魏福 平天下靠得是文治和武功 双管齐下 不可偏废 拓跋归当时陷于政治斗争之中 未能对其褒奖 北魏太武帝拓跋涛 对此给予极高荣誉 侧赠太保 是文康公 张滚对北魏忠心耿耿 一心报拓跋归之与之恩 没有民族偏见 毕生致力于民族融合事业 崔承则对晋朝抱有好感 对晋朝皇帝的恭敬 处于汉民族感情使然 拓跋归杀崔承 并非因为两件小事 实施派别斗争的结果 对鲜卑贵族做一些让步 拓跋归的退让 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满意 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接踵而至 拓跋归做了皇帝 当然要有一位皇后 拓跋归称帝是29岁 此前已经有一任夫人 匈奴独孤部刘隽的女儿 刘罗晨的妹妹 当初拓跋归为拉拢独孤部的牧民 分裂亲刘衔的势力 娶了刘氏 非常宠爱 生有一女一子 女儿华阴公主 儿子叫拓跋四 及后来的魏太宗明元皇帝 十年七岁 刘氏长期为拓跋归 打理后宫 并生有一男 理所当然 应该母仪天下 奇怪的是 北魏帝国的皇后王冠 最终落在了别人的头上 公元400年3月 后燕皇帝慕容宝的 小女儿慕容氏 成为北魏国第一任皇后 慕容氏在中山城县落后 被拓跋归纳入后宫 京左丞相 魏王拓跋仪等人的请求通过守住金人立为皇后 别以为她是一场普通的利后 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故事 两个女人的皇后之争是通过守住金人来实现的 刘氏没有铸成 慕容氏成功铸就 成为北魏国唯一一位守住金人成功而被立为皇后的女人 所谓守住金人是 未尽以来少数民族中流行的一种用来占卜吉凶的方法 关于他的来源已无从查考 我们试着推测一下 守住金人侧吉凶 绝非使字拓跋步 晋书曾经记载 武道天王阮敏曾派常委出使燕国 燕王慕容俊问他 听说阮敏驻金人为己相 坏而不成 何得言有天命 就是说早在阮魏时代 驻向问天的方式已经开始流传 驻向的最早记载 源自佛教 传说幽天王曾为佛陀立圣相 中国西汉获去并出陵西讨伐匈奴时 曾获修徒王的祭天金人 据此推测 这一传统应该是草原文明 与佛教结合而产生的 盛行于时事后照 为拓跋步继承 在建国初期 作为立皇后的一项制度固定下来 为什么有人能够铸成 有人铸不成呢 我们不清楚当时铸造过程 但有几点可以肯定 第一点失败概率相当高 第二点 所有参与人员要同心协力 最关键的是铸造人心理素质 必须过硬 守住金人立后的背后 隐藏着什么玄机呢 魏王拓跋仪 为什么请求立慕容 视为皇后而非刘氏呢 因为刘氏不得宠吗 不是 魏叔中明却记载 拓跋龟对匈奴夫人相当以重 刘氏生下儿子 主管后宫 我们要弄清楚 拓跋仪是谁 他是拓跋汉的长子 拓跋姑的哥哥 拓跋龟一父一母的弟弟 拓跋仪长得有点像关云长 美虚然 有算略 少能武剑 骑射决人 能拉实时硬弓 与陈流王拓跋前齐名 实称魏王公 还王朔 他从小跟着拓跋龟走南闯北 平定诸步 多有战功 封为魏王 贺兰王后改嫁拓跋汉 拓跋龟与拓跋仪 这对原本的堂兄弟成为更加亲密的兄弟 虽非一母同胞 一父所生 但他们同样出自老代王十一间的嫡亲一系 同是慕容晃女儿的孙子 血缘相近 名义上的一家人 拓跋仪之所以拥立慕容室为皇后 源自他的野心 想戴上那顶北魏国的皇冠 拓跋仪功勋卓著 为内外所重势力庞大 一位北魏国贵族说过的话 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 一旦皇帝去世 除了魏公 我怕谁 一个人光有野心不行 要靠形势推动 与当时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环境密切相关 曹操就是很好的例子 起初想做郡守 倒想封侯 做周公 最后一不小心成为太祖五皇帝 拓跋归之前代国的王位传承 像西路 路关 伊鲁 福 赫怒 和纳 一怀 十一坚等 依旧维持着草原民族凶死地级的传统 按照这一传统 拓跋归如果死了 拓跋仪继承皇位 名正言顺 拓跋归要杜绝拓跋跋的响头 传位给儿子 长子拓跋四出生时 拓跋归和拓跋仪兄弟曾经有过一段对话 暴露出两人之间互相提防猜忌之心 拓跋四出生 拓跋归兴奋异常 连夜赵拓跋仪入宫 拓跋仪步入寝宫 拓跋归劈头第一句话 震身更半夜叫你来 你不感到奇怪 不感到害怕吗 拓跋仪回答 陈推心致富 侍奉陛下 陛下明察秋毫 沉心自安 呼奉夜赵 奇怪是有的 恐惧没有 拓跋归问得莫名其妙 皇上召见陈下 哥哥叫弟弟 即便夜半三更 有什么可怕的呀 拓跋仪的回答 圆滑得体 二人心如明镜 拓跋归喜滋滋地告诉他 皇子诞生了 拓跋仪起身再拜祝贺 随后手舞足蹈 跳起拓跋仙卑人 传统的喜庆舞蹈 现在 我们明白 拓跋归为什么要问 那句莫名其妙的话了 就是威逼拓跋仪 承认皇子地位 承认嫡长子继承志 拓跋仪腐败屈服 拓跋归非常得意 二人对隐 直到天光大亮 这事也说明 拓跋仪长久以来 一直寄予皇位 慕容氏守住金人 成功得意于汉人农耕文明 与鲜卑 游牧文明的斗争 两条路线的代表人物 是拓跋归和拓跋仪 拓跋归汉化 是为了巩固自身皇权 稳定中原局势 拓跋仪代表 鲜卑贵贵族的利益 企图以此登上地位 拓跋归搞长子继承志 是坚定不移的 走汉文明的道路的一环 拓跋仪李贤下士 素有人风 续谦 张滚 都是冲着他去投靠北魏的 但拓跋仪想做皇帝的话 必须站在鲜卑贵族一边 以便通过凶死地级的游牧传统 登上地位 他把自己绑在 鲜卑贵族集团的战车上 为打击皇子拓跋四和刘氏势力 拓跋仪和鲜卑贵族 把慕容氏推向前台 当时 北魏国平定河北之后 伤亡大半 一时无力进攻辽东和山东地区 和慕容氏联姻 正好缓和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 为北魏带来和平 或者说休整的机会 中原的汉族豪强 原先在后燕国统治之下 乐意看到慕容氏立为皇后 举国拥戴 拓跋仪这一招 看似平淡无奇 实则不容抗拒 拓跋归万般无奈 无法拒绝 只得援引草原民族的风俗 筑金像补闻天意 我们无法猜测 在筑像过程中 是否存在像足球比赛中的 黑少那种猫腻 但两派正值势力 对慕容氏的支持 对独孤刘氏而言 肯定存在不公平 篝火跳跃 青烟缭绕 女巫们摇动的铜骨声中 两位美丽的女人 走向万众瞩目 庄严阴森的祭台 用她们鲜弱漂亮的手指 铸造金像 同时编织心中的梦想 守住金人的结果 让他们一同走向末路 慕容氏的身世不如人意 父皇慕容宝 逃往辽东的时候 把她抛弃在孤城 国伯家王 凭借姿色得到新皇宠幸 宫廷斗争 又把她推到刀尖上 皇后的桂冠 对慕容氏来说 仅仅是个虚无缥缈的迷梦罢了 她心如止水 锁住金像光彩照人 上天将慈爱给予了她 为儿子登上地位 处心积虑的刘氏 心浮气躁 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住下失败了 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灾流流成印 万种欢呼中 慕容氏成为北魏皇朝 第一任正式皇后 上天的垂青 挽救不了她凄凉的命运 慕容氏得到后卫 得不到爱情 在拓跋归日益狂暴的咆哮中 很快死去 拓跋仪实施篡位 第二步棋与慕虫设谋策划发动宫廷政变 埋伏武士伏击拓跋归 慕虫是立木陵部的部落首领 拓跋归的救命恩人 先后揭发刘显和于桓兄弟的阴谋 忠于救主 大意凛然 连他都要造拓跋归的反 可见 当时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 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慕虫忠于拓跋归 但为了拓跋贵族 及游牧民族整体利益的大义 义不容辞地站到了拓跋归的对立面 刺杀行动进入倒计时 埋伏的武士各就各位 拓跋归突然召见牧虫的儿子穆穗流 穆穗流正手握钢刀和死士们藏在一处 文照大惊失色 以为刺杀行动暴露 跳墙而出 一五一时向拓跋归坦白 拓跋归压根不知道刺杀计划 召见他另有委派 听他亲口诉说惊天阴谋 大吃一惊 拓跋归是大风大浪里出来的 丝毫没懂声色 目中于他有恩 拓跋归是他的兄弟 两人均权在握 党羽众多 立即查办 势必一场腥风血雨 刚刚打压下汉族豪强的嚣张气焰 再去收拾鲜卑贵族 他这个皇帝能不能做得完 拓跋归心中忧虑不已 可是对这次未遂政变 却只字不提 鲜卑贵族不择手段的反抗 激起拓跋归血腥斗志 他自小经历无数狡诈 虚伪 肮脏的政治斗争 无数的刀铃剑语 不会束手待毙 他要反击 朝廷中上演一出戏 博士公孙表 呈上韩非子一说 韩非子 与西方马基亚为理的 君主论一样 教育君主以法术驾驭臣民 拓跋归亲手接过韩非子 向群臣宣誓要效仿秦始皇以法治国 从此 拓跋归放弃儒家与玄学 专以刑杀 成为凶残狠毒的皇帝 大将李立成为他刀下的第一个牺牲品 李立祖父三代孝吏拓跋鲜卑 有才干 见有将略 护卫拓跋于颠沛流离之中 是北魏开国原从二十一人之一 代国初见 拓跋归多用亲戚本部人员 唯独李立非拓跋亲贵而为以重任 南下中原 李立律五万骑兵为先锋 所到之处 敌军望风而降 一直打到信都 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亲信将领 仅仅因为一声咳嗽 就被拓跋归下令处死 拓跋鲜卑不同汉人礼仪之邦 他们是满族 朝会之上 随意咳嗽 吐痰 那是常事 做做节 手放好 对鲜卑贵族来说 从来没那个规矩 哪里是李立的过失 分明是杀鸡儆猴 诛杀李立 满朝震动 谦卑李立自李立开始 北魏朝堂 再也没人敢清嗓子 或者做其他什么小动作 正当拓跋归大力加强军权的时候 西县战事爆发 这就是拓跋归棱处理 拓跋仪谋反事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北魏边境仍不稳固 需要鲜卑贵族们继续打仗 后勤帝国为什么突然进攻魏国呢 后勤皇帝姚兴打败低族 前勤皇帝福登 夺取关中之后 趁着后燕与北魏开仗 以及东晋内部的纷争 出兵抢占东晋的许昌 洛阳地区 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起先 魏与西林强国后勤交好 拓跋归曾经派遣北部大人 贺迪甘向后勤进献一千匹马 为自己求亲 魏曾料到 以拓跋仪为首的鲜卑贵族 逼自己立慕容氏为后 姚兴听说 拓跋归已经策立慕容氏为皇后 大怒 心想 你这不是耍我吗 难道我堂堂大秦公主给你作妾不成 下令把贺迪甘扣留 拒绝通婚请求 两国交恶 北魏的将领们 以朔方为基地 开始不断攻略金陕北 宁夏等地上的后勤国的附属部落 魏军兵封 扫荡整个宁夏地区 长安大镇 关中诸城大白天紧闭城门 拓跋归意识到 姚兴不可能善罢甘休 命令林秦的兵州朱俊 在平阳前臂积具粮食 防备秦国进犯 果不其然 姚兴大跃兵马 以姚平 狄伯之等将领帅 不齐四万为先锋伐位 自领大军后继 与宇甲亲征 后勤灭掉前勤 此时国势正盛 东征卫国同时 六万后勤军队 在姚朔德率领下 西法梁州 两线作战 现有不败的 姚兴开局不算美妙 秦军东征前锋军团 经过两个月激战 攻克前臂 与此同时 北魏大军出动 柴臂之战正式打响 北魏军队 俘获后勤 派出的侦察骑兵 姚平探不到虚实 引军退守柴臂 拓跋归立刻率领大军 包围柴臂 姚兴帅 四万七千秦军前往救援 准备攻占柴臂对岸的天度 运送粮食 接济姚平军队 拓跋归分兵架设浮桥 渡过坟河 筑雷阻击秦军 姚兴败了一仗 不敢强攻 吞兵焚熙 耍起小聪明 凭借山谷建起营寨壁垒 将成捆的柏树 从坟河上游飘下 企图冲垮浮桥 这计策太失败 魏军制成铁钩 从河中捞起树木 当作取暖煮饭的匹柴 省了再伐木头 姚平所不良节渐进 成叶率兵从西南突围 姚兴沉冰焚熙 举火鼓噪为硬 不敢向魏军进击 姚平孤军突围被击败 只得率不重 跳进焚水逃命 拓跋归命水性好的士兵 勾补秦军将士 俘虏狄伯之等四十余名将领 士组三万余人 眼睁睁看着战友们 像一条条大鱼 被敌军捕捞 后勤将士全军痛哭 胜振山谷 姚兴急了眼 不停派使者求和 拓跋归冷冷拒绝 魏军大获全胜 向蒲板挺进 直接威胁关中 正当秦军万分窘迫之时 从赛上传来好消息 柔然人准备入侵魏国 拓跋归匆匆回军 柴臂之战以后 秦国完败告终 柔然人得知 拓跋归回军的消息 马上逃走 魏国似近安宁下来 可朝廷内部 再次掀起一场场血雨腥风 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 愈演愈烈 拓跋归举步艰难 对拓跋贵族的妥协 难以获得认可之后 拓跋归果断地站在 先进社会一边 既然来到中原 绝不再去鲁毛饮血 去沙漠喝溪北风 下定决心 催促 先卑社会 加速封建化 在急剧变化中 拓跋归与拓跋贵族的关系 更加紧张 按照先卑贵族的想法 我们是征服者 汉人都该是奴隶 拓跋归深谋远虑 想依靠汉人豪强的力量 维护拓跋先卑人的统治 拓跋归现在认识到 最可能威胁到皇位的 不是汉人 而是先卑贵族 拓跋归设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特务组织后官 和明朝锦衣卫相访 主要任务是刺探陈下的活动 拓跋归通过特务机构 着手检除对地位有威胁的 拓跋亲贵和部落首领 大沙功臣 让人领略到他的铁石心肠 大凡成功的领导人 都有两副面孔 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 残酷无情 政治斗争中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环境的改变 使以前的朋友变成敌人 秒进攻藏 兔死狗烹 后官招服夜出 刺探着每一个人的隐私 拓跋归要下手了 潜在的威胁要一个个除掉 萧调曾在百次之意图谋自立的 毗陵王拓跋顺的职务 以醉酒乱性对太原公主施礼为由 将战功赫赫的长山王拓跋尊赐死 以设好洗名的罪名 处死平原太守 速和部首领和拔 并诛其全家 中美将军邓渊 从地上书邓辉 与和拔关系很好 拓跋归又将邓渊赐死 后官报告说 与部首领 名贯诸将的司空宇悦和中山太守 莫纳楼部首领莫提服侍先例 行指风采 模仿人君 拓跋归毫不手软 将宇悦杀死 然后 派人手持当年与拓跋哭多争位时 莫提献给哭多的那只剑 问话说 三岁牛犊 能胜虫在否 莫提父子相对哭泣 深藏心中多少年的噩梦 终于来到 一家被嘲弄后灭族 积押在秦国的贺迪干 作为战俘 交换回到平城 后官发现他经常说 羌人的语言 穿着羌人流行的衣服 拓跋归认为 贺迪干看不起本国文化 下令处死 贺迪干的死 纯粹是加强意识形态的需要 其他人的死 则是对新兴北魏皇朝造成威胁 部落首领纷纷被杀 拓跋归与部落贵族的斗争 进入白热化 恐惧不安和过度紧张 使拓跋归烦闷多疑 精神失常 拓跋归恋上寒石散 寒石散是药石 性造有春药功效 必须心境平和方能实用 寒石散促使未尽世人 形成一种平和 豁达的性格 不轻易动怒 生性野蛮 飘急的北方胡族学不来 他们服用 非但起不到神志 清明有益的功效 反而导致坏的副作用 变本加厉 拓跋归要受动发 性情更加狂躁 喜怒无常 有时几天不吃饭 有时通宵不入眠 追想平生成败得失 自言自语 喋喋不休 北魏境内 不断出现自然灾害 受东汉称伪知学影响 拓跋归深信天人感应之说 把灾变归咎于陈下 认为他们没有尽到人臣职责 觉得朝官和内侍都怀有恶意 整天疑神疑鬼 每当闻五百官上前起奏国事 他往往会记起 你过去犯过的错 突然杀掉你 如果有人面色稍变 或呼吸不匀 或步履不稳 或话语出现错差 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心中有鬼 居心不良 所以才表现在外表上 有时会亲手把人赐死 皇宫天安殿前 每天都摆放着被处决的死士 北魏开国重臣牧虫 在忧虑中死去 是丹利姑的拓跋仪 见拓跋归像疯狗一样丧失理智 害怕他记起前次政变 但其逃亡外地被抓获 赐死 朝廷中人人招不保息 官员们苟且偷安 卫都平成盗贼攻行 人际稀少 根本没有人处理政务 没人汇报工作 离他远远的 拓跋归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拓跋归外表狂躁 头脑思路却格外清晰 在军卫传承问题上 继承 发扬了一种惨无人道 却行之有效的制度 例子杀妻 子贵母死 此项制度 为汉武帝用来防止母后 干预朝政及外妻家族作乱所发明 汉武帝力留弗林为太子 担心主少母状 重蹈吕后父折 便以吕为圣义为由 把太子的母亲沟义夫人囚禁于云阳宫 沟义夫人忧困而死 汉武帝深感内疚 在甘泉宫前建通灵台 以表怀念 子贵母死在汉朝 仅仅失信一代 在北魏 作为一条铁的律令 被七代君王严格冷酷地执行 自道武帝拓跋归末年 到县文帝拓跋红黄兴三年六十年间 共有五位皇后 惨死于这条野蛮的诏令下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 促使拓跋归定下这条冷酷无情的政策 难道他真的精神分裂了 难道北魏庶任帝王都是疯子吗 母以子贵 中国封建社会宫廷中 朱皇妃以生儿子为荣 母亲为儿子能继承皇位 对老皇帝争宠献媚 费尽心机 一旦儿子立为太子登上帝位 母亲便被尊为太后 向其人之福荣耀无边 这种情况在北魏宫廷不存在 拓跋归立下的规矩是 立太子先杀其母 试想还有哪个母亲 愿意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呢 以至于魏书中如是记载 交业之中以国旧志 相与其助 皆愿生诸王 公主 不愿生太子 拓跋归立长子拓跋四为太子的同时 将太子生母 与他一起患难与共的妻子 独孤刘氏赐死 并对太子解释说 这是效仿汉武帝 防止母后专权 为国家做的长久之计 果真仅仅是效法古人吗 拓跋归没有其他想法吗 当然有 北魏皇朝这条制度 并非拓跋归首创 他无非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而已 早在拓跋部从林地走向草原 杀妻就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从大仙碑山下来时的拓跋部落小 历代可汗通过与草原 其他部落通婚发展壮大 为了不被强大的联姻部落吞并 总事先联姻 随后发生战争 可汗们的妻子成为牺牲品 拓跋归注重本族历史 在与汉人进行融合 向农耕文明转型过程中 他仍然非常注意吸取历史经验 拓跋部是蛮族 没有文字 他们的历史经验 就是故事和由故事演变出来的 世代传唱的歌谣 北魏开国 拓跋归把拓跋部中流传的歌谣 集中起来编成代歌 也就是奄卫之计鲜卑歌 后来进入北魏岳府 称之为真人代歌 夜庭中尘婚歌制 歌词内容 上续祖宗开集所游 下集君臣费心之计 繁一百五十章 这是一部绝好的拓跋人史诗 可惜他以汉字写鲜卑本音 鲜卑人懂 别人却不懂 以至于未能流传下来 艳与杰坟皇帝吴富家 立威皇帝吴救家 便揭露了这段史诗 杰坟克汗的妻子天女 不是回天庭 而是被杀 立威克汗不是没有救家 而是全族被灭 到了伊卢和他的妻子歧视时代 歧视凭借强大的后族 先后立两个儿子为部落联盟首领 干预联盟权力 凌驾联盟之上成为女主 拓跋归本人凭借母亲部族 赫兰部复国成功 他创业的敌人 诸如独孤刘氏诸部 赫兰赫氏诸部 慕容燕国 无一例外 都是与拓跋部联姻的部族 这便是拓跋归 确立子归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不同于汉武帝的假想 外加部族对北魏皇朝的威胁实实在在 另外 拓跋归基于这样一种想法 你是皇帝 皇帝无私事 无父母 有的只是天下 有的只是百姓 这个野蛮制度 使北魏帝国前期军卫传承 井然有序 当这个制度被废除时 北魏亡国了 野蛮的手段 催生文明的效果 这就是极权与民主的差别 权力的集中 可以扮成许多民主国家 无法想象的事情 一个女人与国家太平相比 孰轻孰众 但对一个女人来说 该是何等样的残忍 任谁也无法接受 谁能任由自己的亲生母亲死掉呢 太子拓跋四听到这条惊人的赵令石 满面流泪 哀气不自胜 回到住处 整天整夜哭嚎悲气 拓跋归大为恼火 身为一国储君 不能为天下解忧 为百姓立太平 为一个女人哭哭啼啼 如何做帝国领袖 下旨赵拓跋四入宫 太子东宫的亲信 对拓跋四说 太子 你不能去 皇上很气愤 你如果进去 恐怕出不来了 拓跋四纯笑 对母亲笑 对父亲也笑 父皇召见 怎么能不去 侍从们连忙劝 孝子侍父 小丈则寿 大丈必至 父亲处罚儿子 骂几句 打两巴掌 你得受着 往死里折腾 你得跑 万一把你打死了 你就陷皇上于不义 不如暂时回避一下 等皇上怒气平定之后 再进攻 拓跋四一听 有道理 离开平城 逃往外地 随行的只有两名侍卫 王洛尔和车路头 王洛尔是平城人 东宫蜀官 拓跋四在一次冬季游列时 纵马踏兵渡河 连人带马一起调兵窟窿里 王洛尔把拓跋四救出来 自己差点冻死 他和车路头都是拓跋四死党 拓跋四前脚出平城 后脚宫廷发生一起杀夫惨剧 造反的是拓跋龟的二儿子 清河王拓跋少 拓跋少的母亲是赫太后的妹妹 论起辈分来 那是拓跋龟的姨母 人长得貌美如花 贺兰部避难时 拓跋龟一眼相众姨母 想纳为己有 草原民族不注重伦理 贺太后没有拿伦理道德来反对 而是说了一句经典名言 过美不善 况且她已经有丈夫 不可强夺 太美的东西 一定有不好的地方 一说这话 可能全天下漂亮女人 会齐声反对 其实美女嘛 幸亏这话是贺太后说的 她也是靓女 贺太后并非单指女人 是指所有的事物 她的想法和王猛心心相通 王猛说过 善使者不必善终 实权实美 原本就是没有的是 太完美的东西 必定有她不如意的地方 早晚会暴露出来 拓跋龟当年意气正锐 锋芒在外 怎么会放过何欣义的漂亮女人呢 派人把她丈夫杀死 那为夫人生下拓跋少 这个儿子 拓跋龟好的地方一点没有 坏的基因全部继承 为人凶狠无赖 游手好闲 喜欢在大街小巷里游逛 抢劫行人 包光别人衣服 逗笑取乐 拓跋龟非常不满 曾经把她倒悬在井中惩罚 奄奄一息的时候才拉上来 身为长兄拓跋四 多次教训责备 拓跋少本性难移 恶习不改 公元409年11月13日 冬日七米 因为一点小事 拓跋龟大骂贺夫人 将她囚禁 准备处死 天黑推迟未决 贺夫人害怕 同床这么多年 会不知道丈夫什么脾气 满朝权贵说杀就杀 同甘共苦的刘夫人说 赐死就赐死 弄死自己 哪里会顾念夫妻情义 赶紧秘密通知儿子拓跋少来救人 怎么救 年仅16岁的拓跋少 一不做 二不休 当天深夜 与帐下武士 以及宫中侍卫几个人联络谋划 由宦官引路 跳跃宫墙 闯入拓跋龟的卧室 拓跋龟终于吞下了自己 种出的恶果 左右侍从因拓跋龟 近年的凶狠残暴 各个恐惧异常 可能都判他死 没人打援手 只是高喊有贼 拓跋龟睡梦之中 惊醒做起 随手一摸 弓箭妖刀都不在 被拓跋少等人乱刀砍死 可怜开创北朝一百多年基业的大魏 开国皇帝 中年只有39岁 砍死父皇 拓跋少紧闭宫门 第二天中午 皇宫的门没开 总关着门也不是办法 拓跋少谎称奉照 把闻五百官集合在端门之前 面向北方站立 从门缝中对大臣们说 我有叔父 也有哥哥 你们打算听谁的 说得大家愕然失色 一时间全愣住 这都哪跟哪 问了半天 没有一人回答 一阵难堪的沉默过后 老臣长孙松说话了 拥护大王 众人这才知道 拓跋龟已死 不明白死的原因 也没人胆敢出声 一会 拓跋龟的弟弟拓跋烈 放声大哭 转身离去 平城闹翻了天 朝野汹汹 人怀意志 肥如侯呵护到安阳城北 点起警报烽火 贺兰部的人纷纷赶来 其他部落都各自把 就有族人集合在一起 拓跋少听说人心不定 拿出大量的绸缎布匹 尽情分发 希望以此收买人心 拓跋龟不得人心 没有人为他报仇 文武官员和各部落首领 也不支持拓跋少 他们似乎在等待 等谁呢 太子拓跋四 还有一个人也在找拓跋四 谋杀犯拓跋少 他更急 只有除掉太子哥哥 才能理所当然的做皇帝 他得到了第一个消息 拓跋四回来了 住在王洛尔家里 叛党即刻去抓 还是扑空 只抓到王洛尔的邻居李道 有一点可以肯定 拓跋四回京了 因为李道在为拓跋四送饭 侍卫中有个教书 孙俊的人自告奋勇去捉拿太子 说他知道太子藏身之处 拓跋少喜出望外 派两个亲信和书孙俊 一同前往 他们确实见到了太子 太子拓跋四藏在京城外的 一座深山中 两个亲信大喜 正要抓拿太子 却发现 叔孙俊和侍卫们的钢刀 已架在他们的脖子上 拓跋四与平城内的官员们 取得联系 老将军安同帅文武官员 出城迎接 皇宫侍卫们抓住拓跋少 押送过来 拓跋四杀掉拓跋少母子 诛杀拓跋少手下武士 以及做内应的宦官等宫中人员 也就十几个人 其中最先刺杀拓跋龟的人 被大臣们剁成肉酱吃了 一场杀夫闹剧落下帷幕 拓跋四回宫登基 史称明元帝 追视拓跋龟为宣武皇帝 葬于圣月金陵 妙号太祖 拓跋龟伴着茫茫草原 守护着拓跋先卑人龙兴之地 他可以骄傲地告诉拓跋先卑人的祖先 我不仅复兴了我们的国家 而且开创了一个帝国 一个拥有草原和农耕文明的帝国 令他想不到的是 他是中国历史北朝第一任君主 拓跋龟不算一个好父亲 也不是一名好丈夫 却是一位好君主 回顾拓跋龟的一生 16岁起兵复国 逐鹿四方 戎马一生 高柳城击败枯多 弥泽湖大破流血 千里破柔然 渡河灭匈奴 北宫高车 印马北海 南下中原大败强烟 为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型 藕心沥血 滤进心机 奠定148年北魏基业 为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树立了榜样 无论是忽必烈 还是多尔滚 从他们的身上都可以看到拓跋龟的影子 他是拓跋鲜卑的英雄 也是华夏民族的英雄 正当拓跋龟在民族矛盾困扰下 焦头烂额 最终惨死之时 大江之南 年仅35岁 正值春秋鼎盛 取得肥水战争辉辉煌胜利的东晋孝武帝 却因一句戏言莫名其妙的死去 一颗长长的彗星 一位年仅30的宫廷贵人 一个婢女 一床厚厚的锦背 构成一幅不可思议的诡异画卷 加速了东晋王朝的灭亡 也诞生了一位气吞万里如虎的大英雄 第九章 昆仑的儿子 南朝的开创者 宋武帝刘豫 出生于公元363年 在东晋孝武帝时代 度过青年时光 肥水大战那年 刘豫20岁 史书没有记载他 是否参加了那场伟大的战争 但东晋军队的辉煌胜利 足以让青年刘豫感到无比自豪 比刘豫年长一岁的 东晋孝武帝司马耀 是晋王朝颇有作为的皇帝 很多人不知道 司马耀其实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具有东南亚血统的皇帝 司马耀的一生充满传奇 堂堂九五之尊 最后竟被手无寸铁的 柔弱女子谋杀 这个女人编造了皇帝 阴眼暴崩的谎言 企图蒙混过关 令人奇怪的是 满朝文武大臣 竟然没有人对皇帝 莫名其妙暴崩仪式 提出哪怕一丁点意义 而使杀人凶手逍遥法外 成就两进南北朝 一段离奇传说 这件天字第一号大案背后 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江南流传一句神秘的谶语 晋作晋昌明 意思是说 晋朝的国运王于昌明 昌明指什么呢 晋书记载了一则故事解释 这句神秘的谶语 东晋简文帝司马玉在番底时 王妃李氏产下一子 梦见神人对他说 生下南海取名昌明 小孩出生时正知凌晨 东方史明 简文帝给儿子取名叫做司马耀 自昌明 实书记载 简文帝从前看过晋作晋昌明的谶语 等到后来醒悟过来 曾经为之流涕 那么这则故事是真还是假呢 应该是假的 为后人杜撰 如果简文帝时就已经流传这句称语的话 简文帝怎么可能紧紧为之流涕 而不采取其他措施呢 完全可以改名字 而且昌明只是一个字 自一般是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家官里拾取的 司马耀十一岁时 简文帝就已经死了 由此可见 这句称语产生于孝武帝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并在社会广泛流传呢 到底司马昌明做过什么 从而导致晋朝亡国 据我们所知 司马昌明生前取得肥水战争的胜利 死后得到孝武二字的嗜好 五字足见朝廷上下对他的认可 我们应该看到 东晋在孝武帝之后 经过两代确实亡国了 趁与存在他的准确性 这是一个谜团 司马耀是司马玉的第三个儿子 在他之前 司马玉曾有过五个儿子 三个早妖只剩二子 长子司马道生为人性情疏造 无德无才 和母亲王剪姬 一起被废除致死 老二司马玉 倒是敏慧孝顺 深得司马玉喜爱 可惜十七岁上得病死去 此后 姬妾们十年不曾生育 儿子们先后死去 司马玉已尽不惑之年 竟然膝下五子 司马玉五十一岁时 才由桓文扶上皇位 虽然当时并非皇帝 却也十分苦恼 他让善于补卦的术士 护迁给算算 还能不能有儿子 护迁补了一卦 急 对他说 王宫中有一女 能给王爷生下两个男孩 其一必能兴旺尽事 司马玉听后很高兴 此时宠妃徐贵人 刚生下一个女儿 司马玉认为 护迁所指的就是徐贵人 于是常去徐贵人房里睡 结果过了一年 一点动静也没有 司马玉着急了 护迁算得不准吧 又把倒是许迈找来算 许迈说 我不过是好山水的人 游山玩水可以 没什么倒数 这种事我怎么能知道 您得后人参 不会无后 还是听护迁的话 多交接总会有结果 交接就是做爱 多交接就是多找些女人做 别光指望徐贵人 这话说了和没说一样 司马玉也没辙 还得继续做爱 他和王宫里姬妾做了个便 数年下来 还是没有子嗣 岁数越来越大 司马玉真慌了 满世界找算命的人 终于找到善向者 项面先生往王宫里一站 从妃妾中挨个找能生男孩的女人 看了一个又一个 不断摇头 司马玉实在没招了 下令把王宫里所有的宫女 端茶倒水的 打扫卫生的 厨房做饭的 是女人统统找出来 再看 轮到一个人 一个做纺织的丫鬟 长得很寒碜 又粗又高 皮肤又黑 女人没名字 也不知道哪人 宫中人叫她昆仑 昆仑一词 在中国古代 除指昆仑山外 还指黑色的东西 意思就是 黑色皮肤的人 据《旧堂书南蛮传》中记载 在林毅以南 皆卷发黑身 通号昆仑 林毅在 金越南中部一带 而这些黑人 大多来自东南亚 下面先生一见 昆仑女大惊道 就是她了 人类为什么要有婚姻 为了身体的快感 还是相依相助 更好的生活 原始社会没有婚姻 但要做爱 一切都是为了 繁衍后代 女人的美与丑 傅雨贫 都要割到第二位上 封建时代 重男轻女 那是由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的 人老了 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不靠儿孙 靠谁去 司马玉盼子心切 当天晚上同房 项面先生真够准确 昆仑女一连生下两个儿子 老大司马耀 老二司马道子 她自己也有了好听的名字 李玲荣 不过 即使司马玉登上地位 李玲荣也没有名号 直到司马耀即位 才被尊为淑妃 慢慢敬为贵人 夫人 皇太妃 最后做了皇太后 一个丫鬟 成为中国的皇太后 不能不说 这是一个丑小鸭 变白天鹅的传奇故事 司马耀继承皇位之路 充满艰辛 简文帝是汉县帝之类的人物 他的身边有个曹操 棘手握军权的大司马环温 简文帝做皇帝 不到一年就病倒了 临死不敢决定身后事 一日一夜四照环温 近在孤熟的环温却没有来 环温是性情中人 不会像曹丕那样去逼迫皇帝 希望简文帝认清形势 主动善让地位 东晋王朝的天下 不是皇帝一人的 是高门士族共同的江山 江左王 谢两大门阀士族 默默达成一帜 力保司马耀继位 王辽之 王坦之和谢安顶着压力 火线侧封司马耀为太子 十一岁的司马耀登上地位 司马耀屁股没等坐上龙椅 道教领袖 彭承人卢耸帅 三百赶死之士攻入皇宫 绞称太后密诏 拥戴被桓文废掉的 海西宫司马懿副尾 自云龙门杀进宫廷 抢夺武库中的兵器造反 禁军听说就皇帝回来了 一时间不知该听谁的 好在忠于皇帝的一批军官 进入宫中 诛杀了卢耸和他的党羽 孝武帝渡过第一道劫难 叛乱刚过 大司马环温率军开道建康 大臣兵卫向禁庭示威 朝野疯传 环温将篡位 多亏谢安和王坦之多方周旋 环温未能如愿 孝武帝躲过第二个 福建百万大军临江 乌云压顶 仿佛江南小朝廷行将崩溃 在谢安 谢玄镇定自若的指挥下 年轻的皇帝取得 匪水战争空前的胜利 渡过三难 匪水之战后的东晋 谢安 环冲 谢玄 环世前 朱絮 刘劳之等师贤名将群星闪烁 朝野上下寄希望于这位中兴之主 借匪水大姐 北伐收复中原 西渝建秀而跨陵山 北镇长河而临清落 挂沛天山 风泥寒谷 愁出满志的司马耀 没有北伐中原的意图 而是准备完成东晋 历代君主所没有完成的事业 加强皇权 东晋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奇特的时代 北方胡族入侵 迫使中原的汉族豪强 率领宗族和普通老百姓 渡过长江 躲避战乱 这就是西晋末年著名的一关难度 在渡江豪强与江东士族共同帮助下 晋朝复国 豪强势力进一步壮大 形成门阀士族 如同我们现代 经常把历史悠久的足球俱乐部 称之为豪门 再如武侠小说中描绘的世家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瑞 登基称帝的那一天 竟然拉着明世王岛的手 要共登皇座 由此开启东晋百年门法 与皇权共治国家的格局 时称王与马 共天下 高门士族轮流掌权 皇帝成为他们的傀儡 孝武帝司马耀 立志要改变军权旁落的局面 任用童母弟弟狼牙王司马 司马道子参政 收回高门士族把持的朝廷大权 上天再次眷顾司马耀 肥水之战后 桓冲 谢安 谢玄 桓石前等重臣先后死去 盛极一时的桓 谢两家后继伐人 陆续交出荆州 江淮地区的军政大权 司马道子总揽军权 东晋朝的大权 真正回到司马皇族手中 一改东晋建国以来 狼牙王室 颖川宇室 乔国桓室 陈俊谢氏等高门士族 轮流把持朝廷的局面 皇权得到加强 由于孝武帝大力伸张皇权 门阀士族对孝武帝充满敌意 于是 晋坐晋昌明的趁雨 不禁而走 孝武帝依靠皇族 及外戚的力量巩固皇权 高门士族同样借助皇族 和外戚的力量进行反击 东晋王朝的内乱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内乱的焦点 竟然集中在一个尼姑身上 尼姑怎么可能影响国家大事 因为皇帝信佛 人都有弱点 司马耀暴露出两大弱点 逆于酒色 崇尚佛学 酒和女人 很少有男人不喜欢 本不是什么大毛病 如果加上逆字便不同了 那酒和女人 就会成为穿肠毒药和刮骨钢刀 社会环境影响人物性格 东晋圣行清谈旋理的风气 司马耀在崇尚玄学的氛围中长大 有独特的哲学思维 简文帝下葬时 司马耀一滴眼泪不掉 左右侍从劝道 按常理 您该哭啊 11岁的司马耀 回答得耐人寻味 悲伤自然会哭 需要规定吗 虚伪的东西不值得提倡 司马耀有未尽世人的率真 严冬 司马耀白天只穿几件单衣 不着夹衣 夜里却要盖上好几床被子 谢安劝谏说 保养身体应寻常规 陛下白天过冷 夜里太热 恐怕不是养生的办法 司马耀简练回答道 骤动夜镜 谢安退出后 探道 圣上经理不减先帝 司马耀喜欢哲学 对传入中途的佛学 产生浓厚兴趣 司马耀喜欢佛学与石虎 福间不同 后者们纯粹为了渔民治国 司马耀喜欢的是佛学义理 因此与许多佛学大师交上朋友 譬如知妙音 比丘尼传中载 妙音 未想何许人也 诱而至到居处精华 博学内外善为文章 比丘尼俗称尼姑 知妙音自小落发 频繁出入宫廷 和司马道子的王府谈论旋理 附诗作文 才智 名声越来越大 司马道子在京城为知妙音 建造简经寺 知妙音以此为基地 大聚弥僧 佛教和世俗有才艺的人 纷纷投入此次 图众多治百余人 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父甲豪商 慷慨解囊 知妙音成为父亲都义 贵贱都来巴结的名人 简经寺外车水马龙热闹非常 知妙音宠于地象 权情朝野 威行内外 他不仅仅凭借亚有才智 验动精华 熟未可知 黄泉和项泉容易产生矛盾 所以明代的朱元璋 把丞相彻底废除 知妙音游走于地象之间 难免蹚入这湾浑水 孝武朝黄泉得到加强 随之产生绝对权力的腐化堕落 东京王朝失去了前几代简朴 谨慎的作风 时事造英雄 时事同样也能产生奸邪之徒 混乱的朝局中 一个小人王国宝走到前台 上演了一段历史闹剧 王国宝出自渣王世家太原王室 东京一等一的高门 谢安的女婿 他从小没品德 属花花公子之流 不知道谢安怎么能看上这样的女婿 当然高门士族之间的联姻 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悲剧不光谢安女儿 侄女谢道运嫁给王宁之 也是一个恶果 谢安发现王国宝特别不成气时 有意意志 不提拔 不给有实权的官 王国宝不满意 自以忠心高于之族 为座吏部 不为于曹郎 甚愿望 故此不败 王国宝的意思是说 我老哥命的儿子 做官就禁组之部 别的部位我不去 王国宝得不到谢安赏识 便去投靠狼牙王司马道子 在排挤 诋毁谢安的一系列事件中 劳苦功高 王国宝的堂妹 是狼牙王妃 司马道子青睐有加 视为心腹 司马道子 总揽朝廷大权后 是清内外 权力达到极点 无论远近 官员都投靠到狼牙王府 孝武帝很快察觉到 司马道子权力的膨胀 心里虽然不高兴 表面上对这位义母胞弟 还是特别尊宠 指望他为稳定 朝局分忧解难 孝武帝的容忍 使司马道子集团得寸进尺 王国宝更怂恿 司马道子扩张项权 背地里鼓动朝中大臣 联名上表 请求着升司马道子为丞相 假黄月 假疏离 丞相自汉武帝开始 基本不设置 董卓 曹操之流 做丞相 都是大权独揽 黄月是皇帝朱沙石 专用的同府 书里指特别尊崇的礼节 这些无疑要分掉 一部分皇帝的权力 奏章呈上 孝武帝勃然大怒 要严惩策划此事的官员 王国宝拍马屁拍过了头 连他的舅舅中书侍郎 范宁也讨厌 看不惯他那副 阿谀谄谄媚的模样 劝孝武帝将王国宝革职 王国宝见形势不妙 立刻让袁月之 去求比丘尼之妙音 让他在太子司马德宗的母亲 陈书元面前 为自己说好话 袁月之是有名的辩士 纵横家 有口才 常于游说之术 平生身无一物 只带一本战国策 对人说 少年识读 论语 老子 又看 庄子 周易 都讲些无关痛痒的小事 没用 天下好书 只有战国策 袁月之 巧舌如簧 受到影响的之妙音 写信给陈书元说 国宝终极 一见亲信 孝武帝得之后 大发雷霆 后非干政不说 任免朝廷官员 是何等样的大事 走门子 走到尼古安 走到后宫 传出去像什么样子 百姓会怎样评价 这件事不能声张 借口别的事 杀了袁月之 孝武帝诸杀袁月之事 在警告司马道子集团 不要扩大乡权 孝武帝很为难 不用自己唯一的亲弟弟 中央权力交给别人 更不放心 用吧 弟弟得寸进尺 想来想去 孝武帝想从地方权力入手 临选几位当时有名望的人 充任地方官 暗地截至司马道子 谈到地方权力 我们不能不谈都督制 都督制起源于三国的曹魏 两进南北朝 一并延续下来 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制 由于东晋战争不断 军队权力日益强大 军区司令员 都督诸州军事 兼任地方官职 总览地方军政财务大权 东晋的都督区 主要有以扬州 荆州 豫州 徐州 江州 广州 会计六郡 义州 襄阳等为中心的九处都督区 其中实力最强大的是荆州 因为荆州的财富和人口 远远强于其他地区 荆州是桓氏家族的势力 谁能够做荆州都督呢 也该桓家衰落 公元389年 都督经一宁三州诸军事 荆州刺史桓氏前死了 桓家后继伐人 主管吏部的司马道子 任命王府长使王臣接任 管辖荆州 义州和宁州 王臣自远达 小子阿大 王国宝的弟弟 但和王国宝有云泥之别 后期之秀的典故 便是指他 王臣小时候 常到舅舅范宁府上完 有一次在范府遇到 东吴明氏张玄 当时王臣还小 张玄已经成名 东晋崇尚清潭 范宁让王臣和张玄交谈 张玄早听说 王臣志趣不凡 也很想谈谈 张玄年龄比王臣大 自然希望王臣先打招呼 端端正正坐着等候 不料 王臣也默默坐着 一言不发 张玄失望而去 事后 范宁则被王臣说 张玄 无中之秀 你怎么不和他说话 王臣笑道 张玄如果真心相识 完全可以来找我谈吗 范宁赞道 风流俊望 真后来之秀 王臣接口应道 没有您这样的舅舅 哪来我这样的外甥 后来 张玄果然去找王臣谈 我们现在独来 舅舅和外甥互相吹捧挺肉麻 其实另有原因 在东晋 门第等级森严 王臣小小年纪 能够在东吴大明市面前 保全中原大姓的面子 是以范宁赞赞赏有加 门第 名气 才干 王臣出任地方大员 谁也说不出什么 人们唯一担忧的是 王臣的性格 王臣自是才气 性情高傲 放酒淡解 他不是一般的士酒 是很厉害的士酒 未尽以来 布局礼法 任性放纵 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怎样才能使任但狂放 蔑视礼教的行为 浑然天成 让统治者 道学家们 挑不出毛病来呢 那就是纵酒 酒后乱性 我喝多了 记不得做过什么 说过什么 你们怎么怪我啊 像竹林七贤的阮吉 最后睡在林家美副身侧 还有脱衣裸形 于屋中的刘灵 日夕憨歌为世的孝武帝 与司马道子 痛饮酒的王公 三日蒲叶周博人等的 方外之人 实在太多 王臣也是醉鬼一个 他说过 三日不饮酒 觉行神不负相亲 什么意思呢 说我三天不喝酒 就觉得身体和精神 不再亲近 肉体找不到灵魂 酒喝大了 要么连月不醒 要么赤身裸体到处走 有一个典故 太过搞笑 如果放到今天的网络上 点击率准商议 一个朝廷大员 军区司令员间 三个省的省委书记 在岳父家办丧事的时候 王臣竟然喝醉了 岳父全家正悲伤痛哭 王臣领一大帮子宾客 披散头发 赤裸身体 互相搭着膀子 围绕棺材转三圈 扬长而去 算是吊丧了 荆州控制在司马道子手里 孝武帝想到江淮地区 王臣任职荆州第二年 孝武帝任命 王公都督清眼忧 并纪五州诸军事 清眼二州刺史 镇守京口 王公自孝伯 小自阿宁 孝武帝皇后 王法会的兄长 当朝国舅 亦出自高门士族 太原王室 王公之王室 非扎王世家 是另外一支太原王室 两族是远亲 王家世代与皇帝联姻 出过两任皇后 王公少有美誉 清操过人 是东晋时代著名的名士 读书不多 曾有过一句名言 以画龙点睛之妙 解释了何谓名士风流 名士不必奇才 但是常得无事 痛饮酒 熟读 离骚 便可称名士 王公讲得坦率 名士不需要什么才华 只要不工作 会读诗 常喝酒 当然必须经常喝醉 王公天生美男子 有人称赞他容貌时说 灼灼如春月柳 东晋明晨 与刘豫一道 起兵反对环旋的梦场 没有发达的时候 在金口家中 透过篱笆间隙 曾经窥见王公 在漫天清舞的雪花中 乘高于 批贺场求的风姿 叹息道 此真神仙忠人 孝武帝既打压士族 又要依靠士族 王公因其外戚身份 得以清云直上 出入仕途时 被聘为著作狼 王公自负 彩底高华 对人说 世幻不为宰相 才智何足已成 东晋南朝人喜欢吹牛 这是一种风气 高门士族的人经常吹牛 怕人们看不起他们 小官 工作累的官 世家大族不屑作 王公推说有病 朝廷只得改任利不狼 就是王国宝想干的角色 后来做到丹阳野 丹阳尹的官职很重要 丹阳俊霞京都建康 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 王公终于孝武帝 处在司马道子对立的阵营 这从他与王臣的交往中 可以一目了然 王公与王臣自小交好 是一对光屁股玩大的朋友 有一次 王公从会计老家回到建康后 王臣去探望 看到他坐在一张六尺长的主席上 会计盛产主席 王臣以为他从东边过来 一定有多余的席子 便要了一张 王公二话没说 等王臣走后 派人把那张主席送过去 自己坐在草垫上 后来 王臣听说这事 非常惊讶 王公回答说 我平生无常物 我没有多余的东西 可见两人的交情 王公去会计扫墓 王臣特地赶来拜墓 王公又去回看他 两人屏住夜谈 难分难舍 父亲王运对他说 恐怕阿大不是你的朋友 王运的遇见成为现实 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军相之争 演化为两大高门士族 太原王室之间的斗争 袁月之事件发生后 王公立主杀死袁月之 与司马道子集团交恶 也与王臣朋友反目 是说新语中 记载了一则故事 反映出二人以水火不容 两人曾经一起在 左仆叶合成家做客 王公当时是担养瘾 王臣受任荆州还没复制 喝着喝着起了矛盾 王臣劝酒 王公不肯喝 王臣就抢逼他喝 局面失控 两人都火了 各自绕起裙带 就要动手 王公府里有近千人 全叫到合成府 王臣的家 想必离得远 跟班虽少 也都叫到跟前 双方就要大打出手 合成赶紧站到两人中间 苦劝 好歹散了 是说新语的作者 刘毅庆平了一句话 所谓势力之交 古人修之 其实 两人不是真心反目成仇 实在各为其主 关系破裂之后 王公还时常想起王臣 一日清晨 看到尘光中闪动的露水 打湿出土嫩芽的心铜时 触景生情道 王大顾自灼灼 灼灼 灼灼形容光泽闪耀的样子 担当江淮重任的王公 能够抑制司马道子集团的势力吗 孝武帝在任用王公的问题上 曾经征求过智囊王雅的意见 我准备重用王公和殷重刊 你看怎么样 王雅明确回答道 王公封神简贵 智气方言 众刊谨谨慎检点 文章道义著称于是 然而人皆严峻狭隘 自以为是 而且缺乏干才谋略 若为以方面之刃 天下太平无事 可以忠于职守 一旦有事 一定会成为霍乱的根源 王雅的话不幸言中 孝武帝死后 王公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成为东晋末年军事战乱的罪魁祸首 那么殷重堪呢 殷重堪一只眼瞎了 他还之所以能够出任荆州刺史 是因为正值壮年的王臣去世 醉酒而死 朝野上下为荆州都督一只展开角逐 司马道子推出中书令王国宝 尚书佐蒲叶王勋参与进来 王勋是王岛的孙子 年轻时与谢玄一道成为环温幕僚 环温曾经预测谢玄四十岁出将 王勋成为国家重臣 不须等到白头 谢玄年四十 必拥毛账节 王勋当作黑头公 王勋和弟弟王民同为谢家女婿 谢安执政 义治王 还两家势力 两族猜贤致戏 谢安先后让谢家女儿 与两兄弟离婚 二族由此成仇 王勋拒绝朝廷给予的官职 直到谢氏失事 才重入朝廷 官拜左蒲叶 封管吏部 副总理不如地方大员有威权 荆州都督是东晋王朝最重要的角色 西镇人选之争进行的异常激烈 王勋自是高门望族 自治才干族已胜任 非常渴望得到荆州的任职 当事情已经决定 赵令没有发出之时 王勋偷偷询问皇门侍郎殷仲 荆州为什么还没有安排人选 他为什么要问殷仲刊呢 因为此人是皇门侍郎 属门下省 门下省掌管宫廷机要 皇门侍郎官职不高 相当于皇帝的秘书 但能够接触到朝廷机密 殷仲刊告诉王勋 已经有了人选 王勋试探着列举大臣们的名字 一个个问遍了 殷仲刊都说不是 王勋很高兴 姑娘肯定是自己压住心头的喜悦 又问 不是我吧 殷仲刊又摇头 好像也不是 当夜 忠诏初 任命殷仲刊都督经一宁三州军事 郑威将军 荆州刺史 郑江陵 王勋万万不曾料到 殷仲刊能够获得荆州的委任 失望地对亲信说 哪里有皇门侍郎能担负起这样的重任 对殷仲刊的提拔 是国家灭亡的预兆 不仅他 同样大师所望的 还有王国宝 王臣死后 由于司马盗子力挺 朝野上下不少人认为王国宝应该出任荆州刺史 王国宝的主部有一天夜里封好一份报告送上来 上面写道 荆州是已定 王国宝非常高兴 当夜打开侧门叫主部进来谈论当前形势 虽然没有严急出任荆州刺史的事 可是神请安事舒畅 到天亮派人去验证打探完全没有这回事 王国宝立即把主部叫来数落一通 你怎么能耽误人家的事情呢 其实王国宝误会主部所写的内容 人家说荆州是已定 并没说一定是你啊 你高兴得哪门子进 王国宝责备他误事也有原因 你早说清楚 我是不是该拖门子拖门子 该想办法想办法 等到任命一公布 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 荆州都督的任命为什么这么重要 殷仲堪又是何许人也呢 荆州是军相之争中孝武帝的第二颗棋子 荆州和扬州地区是东晋朝廷的两处重镇 王公执掌江淮军权后 孝武帝迫切希望借王臣的死 再由自己人掌控荆州军权 王公虽是外妻 却也属于高门士族 孝武帝不想再任命高门士族 出诊荆州 是以王寻无望 选中出自下等士族的殷仲堪 殷仲堪的祖父殷荣 曾任吏部尚书 父亲殷师 担任过票计资议参军和禁令太守 应该说论门帝 只能算下等士族 殷仲堪从小擅长文章 长大后颇能轻弹 曾经说过 三日不读《道德经》 便觉得舌尖发色 由于谈礼精威 赢得众多士族的赞语 机身名流之列 谢玄特意请他 坐府中掌使 尊重有加 殷仲堪是个大孝子 父亲常年有病 卧床不起 他义不解代的伺候 潜心研究医术 为父治病 流泪给父亲监药时 熏瞎了一只眼 父亲死后 守孝期间过度哀伤 形容憔悴 推崇孝道的孝武帝 将他召入宫廷 败为太子中庶子 殷师得过心计的病 听到床下 蚂蚁走动的声音 就说是牛打架 有人把这件事 当作笑话 讲给孝武帝听 孝武帝不知道 是殷仲堪的父亲 问殷仲堪 那一个姓殷的 得的病是这样吗 殷仲堪泪流满面 站起来引用 《诗经》中的话 回答说 陈进退为谷 弄得孝武帝很惭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孝武帝与殷仲堪 亲近密切 无话不谈 孝武帝任命殷仲堪 都督荆州 显而易见 是冲司马道子去的 用的是忠诏 忠诏 及皇帝的诏令 官员升迁 调动 罢处 一般由力不认命 孝武帝害怕 把持上书台的 司马道子 委任他人 造成官员认可的 继承事实 抢先一步 连夜初中 赵任命殷仲堪 足见刑事的紧迫 孝武帝控制住 江淮和荆州的 军事力量 完成地方 全力更替后 准备对司马道子下手 司马道子 没有意识到 刑事的危险 仍旧我行我素 专权奢纵 不可一世 宠爱幽灵出身的赵牙 前堂捕贼 例如千秋 用赵牙为魏军太守 如千秋 为票己 自以参军 两个人出身低贱 靠贿赂 谄媚起家 引起文武官员们的不满 赵牙为司马道子 建造府地 堆积假山 挖掘水池 人工和资金耗费 十分巨大 孝武帝曾经到过 司马道子的府邸 略有不满地说 府内有山 当然很好 但修饰得太过分了 司马道子无言以对 孝武帝走了之后 司马道子对赵牙说 如果皇上知道 这山居然用人力堆积而成 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赵牙满不在乎地回答 有您在 我赵牙怎么能够死呢 如千秋更是卖官欲绝 招权纳会 搜刮的钱财加在一起 竟有上义 借着大臣上书弹劾 孝武帝准备下旨 废除司马道子 风向急转直下 连王国宝也见风使舵 投靠到皇帝那边 司马道子被背信 弃义的行为激怒 在宫廷中看到 王国宝师大家斥责 把宝剑扔到地上 以示绝交 眼见司马道子失权 那位昆仑奴太后 赶忙出来劝解 中书侍郎徐淼的一番话 改变了孝武帝的态度 他说 汉文帝刘衡 是一位英明的君主 曾经后悔 处死淮南王刘长的事 士族司马炎聪明豁达 也不能不对其王司马忧 身负愧疚 兄弟之间的关系 实在应该更加慎重 会计王司马道子 虽然有嗜酒好色的坏毛病 但也应当加以宽容担待 使大家的议论逐渐消失 外为国家之计 内为太后之心 徐淼说了这么多 关键只有一句话 外为国家之计 意思说 还得留着他 为您防着那些个权臣啊 孝武帝采纳劝告 恢复了对司马道子的信任 危机消除 东晋王朝 进入难得的一段和平时期 孝武帝牢牢把持住了国家权力 未来没有人可以预测 谁也不曾料到 东晋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 竟死于半老徐娘之手 孝武帝成功解除高门士族 和项权给帝氏带来的威胁 东晋政局表面上趋于平静 人的弱点与生俱来 纵使生性坚强的人 在逆境中可以奋发图强 也会被雍旦堕落的生活腐蚀 更别说软弱的人们像落叶一样 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贪婪 欲望 自私 忌妒 疯狂 恐惧 又有谁能够抗拒得了 何况是至高无上 无所不能为的皇帝呢 孝武帝的身上 深深烙着未尽时代的印记 日夜饮酒 终日迷迷 肆一醉于重巢 非千伤于长夜 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北方慕容鲜卑的甲兵 侵入大草原 餐河皮之战爆发 一颗诡异的长星 拖着长长的尾巴 燃烧的烈焰 滑破寂静夜空 将兵戈之气带到江南 古人认为 自虚女星 滑到枯星的 扫帚星主兵灾 欲是帝王之死 灾星凸显 正在华林园 饮酒的孝武帝 心里非常厌恶 举起手中的酒杯 向星云劝酒道 长星 劝你一杯酒 从古至今 什么时候有过万岁天子呀 孝武帝从中感悟出 人生真谛 人中有一死 谁也免不了 无论你是至高无上的天子 还是低贱卑微的乞丐 人生百年 应及时享乐 孝武帝豁达 比其渴望长生不老 广求不死之树的秦皇 汉武等妄想呈现的皇帝强得多 但是 作为拥有万千子民的帝王 只知道娱乐身心 做一个享乐主义者是错误的 辜负江山设计 辜负臣民百姓 妖星市井 阻止不了 郁佳放纵的孝武帝 他越来越嗜酒 几乎天天沉醉流连于内殿 头脑清醒的时间很少 外人很少见到他 北方战争发生转折 当北魏铁骑隆隆踏进中原时 孝武帝正搂着宠妃张贵人 饮酒调情 欣赏歌舞 身心颓废的他根本无暇 无欲望从北方战乱中奋一杯羹 他的眼里只有酒喝年近三十 美貌无比 宠贯后宫的张贵人 孝武帝朦胧着一双醉眼 看着张贵人的脸庞 故意调笑道 如果按照年龄来说 你也应该废除了 又有哪个男人不喜欢更年轻的女人呢 女人的青春流逝得很快 岁月会不经意间 悄悄从眉眸划向指尖 三十的女人仍旧拥有美丽 那是一种瞬间就会消失的无奈 和惆怅的美丽 对三十的女人来说 美丽弥足珍贵 你绝不能触动她 否则恐惧 嫉妒会让女人变得疯狂 对容颜消失的恐惧 对年轻女人的嫉妒 对移情别恋的愤怒 使张贵人成为中国历史上 最为疯狂的一个女人 他告诉所有花心的男人 要对三十岁的女人保持尊重 不要和他们开玩笑 更不要试图离开 这个年龄段的女人 到了晚上 孝武帝依旧喝得鸣鼎大醉 在清淑殿就起 一枪怒火的张贵人 拿酒赏赐所有的宦官 把他们灌醉打发走 然后 他让贴身服侍的婢女 用被子蒙住孝武帝的头 活活把她憋死 又用重金贿赂左右的侍从 声称皇帝阴眼暴崩 中兴东晋的孝武帝 被谋杀时只有三十五岁 纵使张贵人做得天衣无缝 编的这个理由 还是难以经得起推敲 奇怪的是 没有一个人 对孝武帝暴崩提出异议 孝武帝之死 也未成为一大一案 晋书明确记载 戏张贵人所试杀 那么当时 为什么没人过问 竟是杀人凶手 逍遥法外 成就未进南北朝的 一段离奇传说 那就要问继承皇位的 孝武帝太子司马德宗了 可惜他不会告诉你任何答案 因为他是个白痴 和他的祖宗白痴皇帝司马忠不同 司马德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 史书称 司马德宗幼儿不会 何止是不会 有嘴不会说话 冷热鸡宝不能分辨 喝水 吃饭 睡觉 起床 不能自理 这应该是孝武帝酒后同房的罪过 他还有一个同母的兄弟 司马德文 据说性情千功谨慎 孝武帝死得突然 否则不会在历四问题上 如此草率 司马德宗六岁被立为皇太子 十五岁登上地位 以他的白痴程度追查孝武帝的死因 太难为他了 司马德宗愚昧白痴 主政的快鸡王司马道子呢 史书说他昏庸荒淫 以至于不追究查问 他巴不得孝武帝死去 未尽人士率之人多 伪君子少 人死了光顾高兴 怎么肯去查 士族豪门更不用说 他们被孝武帝压抑得太厉害 只会暗中静香欢欣鼓舞 中书令王国宝 深夜扣打进宫的大门 可不是进去查案子的 而是替孝武帝撰写遗兆 讨好新主子 快计王司马道子 王公的弟弟势中王爽 守卫宫门 言辞拒绝道 大行宴价 皇太子位置 赶入折斩 夜色宫廷中发生的一幕 奏响中央与地方决斗的序曲 司马道子敬畏太傅 得到梦寐已久的黄月 决定朝廷内外一切事务 王国宝转而谄媚司马道子 参管朝权 王公大为不满 回到京都 参加孝武帝的葬礼时 大骂王国宝 罢朝后对弟弟们说 房屋的粮船虽然是新的 我却有国家将王的叹息 王公走后 王国宝劝司马道子 裁剪王公和殷重看的兵权 朝廷内外流言四起 人心动荡不安 王公 因众看针锋相对 各自训练部队 上表请求北伐 司马道子当然知道 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以剩下出兵 妨碍农业生产为由 不准北伐 军相之争 演变为中央与地方之争 双方互不退让 内战的阴云笼罩江南 东晋迎来更为动荡的时刻 此时历史聚光灯照在了一个名士身上 他从幕后走向前台 一手操纵军阀混战 浑水摸鱼 悄然实现着不可告人的野心 他就是环玄 第十章 门阀名士 江南水乡 雨雪飞飞 名士们清求缓带 潇洒自如 空灵玉秀 放荡不羁 个性解放 崇尚自然 这些现代才有的词汇 东晋名士们已将他们全世的淋漓尽致 楚国皇帝环玄和他身边的朋友们 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百世门法 风流名士 环玄是个大名士 是真名士自风流 虽然他篡夺东晋皇位 仅仅做了一年零六个月 却带给我们无尽的遐想与惆 环玄自尽道 小自领宝 出自乔国环氏 是东晋望族 据说他出生之时 光照室内 占卜人很惊奇 故取名领宝 环玄父亲是环温 就是那个率直说出 男子不能流芳百世 亦当一臭万年的尖雄环温 也是那个手攀之条 渲然流泪到处 目有如此 人何以堪的情圣环温 环玄出生时 体重比平常的心生而重 环温异常喜欢这个胖小子 林中没把爵位传给长子 而以环玄为似 席爵南郡公 环温曾经一度想做皇帝 只是时机未能成熟 郁郁而终 他没有想到 美梦最终在自己最小的儿子身上实现了 关于环玄席爵南郡公 另有一种说法 手握东晋军政大权的环温临死时 时局相当混乱 怕世子环熙财弱 不能独当一面 让兄弟环冲统领兵重 环熙与弟弟环继 叔叔环密 和谋杀害环冲 被环冲获得消息 先下手把环熙兄弟迁徙到长沙 并称环温留下遗嘱 以小儿子环玄为继承人 当时环玄刚刚五岁 手校期满 环冲和前来送雇的文武官员道别 指着他们 抚摸环玄头告诉说 这些人都是你家的老下属 环玄应声痛哭 剃泪负面 酸感傍人 众人对这个五岁的孩童惊奇不已 环冲抚养 疼爱环玄胜 胜过亲生儿女 每每看着自己的座位说 领保成人 我当把此座还给他 环玄个性张扬 敢作敢为 还是小孩时 便和堂兄弟们各自养鹅来斗 环玄的鹅常常斗书 非常恼恨 于是夜间到鹅兰里 把堂兄弟们的鹅拳抓出来杀掉 天亮以后 家人们大为惊骇 以为妖物作怪 告诉环冲 环冲玩耳一笑 哪来的怪物 定是环玄开玩笑罢了 追问起来 果然如此 环玄长大之后 生得形貌归奇 风神书朗 博宗艺术 善数文章 他仗势才能 和显赫的家族地位 总把自己看作英雄豪杰 环温在时 大权在握 曾经费力过皇帝 朝廷原本对环氏家族怀有戒心 更加不肯重用 环玄直到二十岁 还没有观作 在东晋 出生于高门氏族 又袭着公爵 未被朝廷征兆 是件很奇怪的事 事出有因 不仅环家 当时东晋所有的高门氏族 都遭到压制 因为孝武帝在加强皇权 荆州刺事王臣走马上任 面临的是 经营近半个世纪 盘根错节的环氏家族势力 他认为 环氏前 环氏民一辈的人 才多以凋零 乔国环氏没有领军人物 然而时过不久 就领略到了环玄的锐气 一个醉鬼镇得住 自诩英雄豪杰的环玄吗 一物降一物 王臣到荆州之后 威风肃然 上下安和 环玄席封南郡公 十年二十岁 救助江陵 环家门生顾力便不清楚 势力很大 环玄去见王臣 不等通报的人回来 就静止坐着车子 闯进都督府 刚下车 一抬头 只见王臣 站在厅堂门口 拿着鞭子 敲打挂在门上的盾牌 啪啪啪啪啪 环玄一看 这是代客之道吗 大诺 走了 你爱走就走 王臣不留 又一次 王臣见客 大摆一位 将士们亏名假量 精神抖擞 环玄一见这架驶 说我要打猎 借几百人用用 环玄好猎出名 每次填寿 车骑甚盛 五六十里中 惊奇遮天蔽地 不过 这次他可不是想打猎 而是试试王臣的胆量 王臣说好办 点去 要多少兵资个点 环玄自此对王臣 又是忌惮 又是佩服 环玄受王臣才艺 在荆州兴不起风浪来 便想换换地方 二十三岁那年 朝廷征兆下来 拜太子洗马 太子洗马什么官啊 不是蓝领 是白领 洗马的典故出自 国语 勾建为夫插先马 先获作席也 后是延续下来 结成洗马 洗马即在马前 持驱之意 就是说我是你的前驱 太子洗马 就是太子的前驱 太子的侍从官 汉书 百官公卿表中说 太子太父 少父的属官 有贤马之官 由此可见 太子洗马官不大 环玄是公爵 公侯白子 难列第一的 做太子少父 都有资格 却给一个太子少父 做属官 足见东晋朝廷 对环家的压制 奇怪的是 环玄同意了 在东晋时代 尹氏非常受人尊敬 成为提高名声的 一种手段 比如谢安 直到四十岁才出事 环玄急着出来 为什么呀 一是在荆州待着没劲 二是想到别处转转 增长一下见识 环玄有野心 不甘心 庸庸碌碌的过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小公爵的神仙日子 他要像父亲环温一样 叱咤风云 直让天地为之变色 临行之前 传播敌主 王臣亲自去为他送行 事说心与仔 王臣浮散后以小醉 往看环玄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 何为浮散 对于了解两进南北朝 风俗有益 散及五淡散 它是用石中乳 紫石英 白石英 石硫黄 赤石之五味石药 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 此方则最早建于东汉张仲景的 伤寒杂病论 用于治疗伤寒 及古人所讲的风邪入侵 到了晋朝 正式明示 何燕因身体虚弱 长服五淡散 由于药性猛烈 何燕改进前人的方子 一服之下 竟神明清朗 体力转强 于是就大力推广 京师争相效仿 成为一种时尚 流行得这么快 不光是智商寒 神明清朗 极有毒品的功效 体力转强 那是春药 就是伟哥 未尽时期思想的解放 为社会带来性解放 是足闷放纵观能 纵情欢愉 包括女性对性欲的追求 也主动大胆 服食之风 由此大为盛行 有近一朝 明示多服用慈散 不过要是大多有毒 服用慈药以后 必须以吃冷食来散热 因此又名寒食散 要寒衣 寒饮 寒食 寒卧 却要饮温酒 凭酒禁以发汗 来散发药性 避免中毒 浮散后还要快不走 即所谓行散 环玄船中设酒款待 王晨不能饮冷酒 一次次催促说 取温酒来 环玄突然流涕哽咽 哭了 王晨一看 你怎么回事 心中不悦 站起身来要走 环玄以手筋眼泪 说道 犯我家会 和你有什么关系 近人的习俗 当着晚辈的面 称呼人家尊长的名慧 是极不礼貌的行为 温酒犯了 环温的名慧 是以环玄要哭 不过并未因此生气 王晨叹息道 领宝的确旷达 来到京都 环玄去拜见狼牙王 当时正赶上司马道子 喝得鸣鼎大醉 坐上有许多宾客 司马道子半征一双醉眼 稀里糊涂地问身旁的宾客 环温晚年想做贼 怎么一说 环玄闻听 大吃一惊 浮在地上 汗流加倍 不敢起来 谢仲当时是狼牙王府的长使 文言举起护板达道 以前宣武功废除昏君 辅佐盛名登基 他的功劳超过伊尹和霍光 至于大家的议论 请您公平裁决 司马道子 南南道 我知 我知 随即举起酒杯说 还喜马 我敬你一杯酒 环玄谢罪退出 心不自安 对司马道子恨得咬牙切齿 这里涉及到东晋朝廷 对大司马环温的评价 环温定数罚秦 克服旧都 废主立威 杀人逞欲 不臣之心 朝野尽致 为什么司马皇室 加强皇权之后 没有治环是家族的罪呢 这仍然是东晋门阀士族 与皇族共天下的结果 首先环温篡位 没有形成事实 反纪委公开 与王敦不同 其次 环温沸海西宫 利捡文帝 司马耀这一支皇族 才得以登上地位 如果质疑环温 司马耀的正统地位 也将受到否定 东晋高门士族集团 希望由他们秉证 反对环温 等于反对士族权臣当政 所以 谢仲才有上述言语 谢仲是谢安的侄孙 他的言行代表谢家 东晋另一大旺族 狼牙王室 在这个问题上 也明确支持环温 王寻曾赞扬 环温废婚立名 有忠贞之解 孝武帝不得不 把翻环温案的人 发往外任 司马道子 只是借酒发泄一下 对环温欺凌帝氏的不满 经谢仲一提醒 马上转变态度 因为这一问题 朝廷已经做出定论 虽然如此 伸张王权的帝氏 与环氏家族之间 仍旧充满矛盾 和相互的戒心 太子洗马 未坐多久 环玄出任 一星太守 一星俊霞金 江苏一星 丽阳一代 东林浩渺浑原的太湖 境内湖泊众多 群湖相应 如同蓝色的仙境 美丽的景色 难以抚慰 环玄纳科 渴望建立工业的雄心 他在一星的心情 只能用五个字来形容 郁语不得志 环玄登上山岭 摇望云水茫茫 金波闪烁的震责 发出一声感叹 父为九州伯 而为五湖掌 父亲是九州的盟主 儿子却只是五湖的一个小头领 环玄南娜心中的愤愤不平 挂关气印而走 回荆州了 向着自己人生目标坚定的前进 环玄挂关而去 临行 环玄给朝廷呈上一道奏章 愤闷之情 异于言辞 我父亲辅佐皇家 平定霍乱的功劳 朝廷遗忘了 我并不再做计较 但是 先帝登上宝座 陛下接着得以继承大统 这些事 请陛下问一问 那些议论我环家的人 是靠谁得来的呀 上天给了环玄一个机会 当他回到荆州的时候 发现他最为忌惮 正值壮年的王臣去世 朝野上下正在为荆州都督一职 展开角逐 司马道子 推出中书令王国宝 上书佐蒲叶王巡 也参与进来 哪一个人认知荆州 对环玄有利呢 在环玄眼里 这三个人都不是合适人选 谁最合适 殷重看 殷重看处于下等士族 得不到朝廷官员们的认可 王巡的话代表高门士族的态度 殷重看有什么资格 王臣在荆州时压制环玄 环玄自然不希望再出一个强力的人物 殷重看人微财弱 根基不厚 正是环玄所希望的 殷重看升任荆州刺史 环玄出力不少 比丘尼传中记载 环玄派人去求妙音 为殷重看图谋 荆州之职 当孝武帝就此事征求妙音意见时 妙音答道 外内谈者 并云无过殷重看 以其一律深远 惊处所需 说朝野内外公认殷重看 显然是假话 一律深远也是夸张之词 妙音如此回答 必然受人指使 或收受贿赂 当然 这只是表面现象 环玄动用环氏家族的力量 在朝廷中暗暗支持 起到了重要作用 环玄的心机没有白费 殷重看上任后 由于滋望有钱 只得使用小安小惠收拢人心 对大政方真没有魄力 当政也过于依靠环氏家族的力量 环玄崛起 荆州之人畏惧环玄过于殷重看 眼见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 江南局势一天天变坏 环玄的心情却一天好似一天 他与殷重看交上了朋友 殷重看的确是个好官 生性朴素 为官清廉 上任时正赶上水涝欠收 他每餐只摆五个碗盘 再没有别的佳肴 饭力吊在餐桌上 总要捡起来吃掉 他常常对子弟们说 不要因为我出任一周长官 就认为我会把平宿的意愿 操守丢弃 如今 我处在这个位置上 很不容易 清平是读书人的本分 怎么能够登上高知 就抛弃根本呢 你们要记住这个道理 环玄去拜访 殷重看正在侍窃的房里睡午觉 手下人谢绝通报 环玄后来谈起这事 殷重看连忙解释 我从来不睡午觉 如果有这样的事 岂不是把重贤之心 变成重色了吗 环玄和殷重看两人 都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有才爵 画爵 吃爵三爵之称的 东晋时代著名的 大画家顾凯之 顾凯之自长康 小子虎头 近邻无锡人 博学多能 公师善书 经丹清 绘画长丛师 卫写 善作佛像 人物 山水 走兽 擒鸟 画人物主张传神 由善点睛 自卫四体言吃 本无关于妙处 传神写照 正在厄赌之中 厄赌集这个东西的意思 在这里做眼睛讲 所以他常说 画手挥舞弦翼 画目送飞红男 顾凯之的绘画 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 谢安曾惊叹 他的绘画 是苍生以来未知有眼 他的名气到底有多大 有个故事可以说明 顾凯之曾为京都瓦关寺 认捐一百万钱 可他手头没有这么多钱 于是 他用一个月的时间 在庙里画了一幅 唯摩洁菩萨 画完之后 就差画眼睛 点眸子时 他提出要求 第一天来看的人 要施舍十万 第二天来看的人 施舍五万 第三天的随意 据说开门的一刻 唯摩洁像 静光照一寺 施舍田烟 额尔德前百万 顾凯之的话 如春蚕吐司 秋云浮空 流水行地 自然流畅 顾凯之 无真迹传世 流传至今的 女史真图 洛神富图 猎女人志图等 军委随唐送魔本 女史真图 现藏英国伦敦 不列颠博物馆 大概是八国联军 入北京时抢去的吧 不过没关系 古人的优秀作品 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 暂时让英国人 替我们保管吧 顾凯之不仅画迹惊人 且文采出众 好邪血 人多爱侠 曾为桓文参军 甚见亲密 桓文死后 顾凯之去拜目 做了一首诗 《山崩明海节》 与鸟江合一 有人问他 你以前是那样 受桓公以重 哭他的样子 可以给我们描述吗 顾长康回答说 鼻如广莫长风 眼如悬河绝溜 声如震雷破山 类如清河筑海 后来顾凯之 做了殷仲勘的参军 想给他画像 殷仲勘是个瞎子 怕画出来丢人 便拒绝道 我的相貌丑 不麻烦你了 顾凯之说 名符只是因为眼睛罢了 可名点童子 非白符其上 始如青云之碧日 可以看出 顾凯之非常聪明 而他对一些 世俗事物的看法 却率真 单纯 乐观 充满真性情 所以桓文说 他身上吃下个半 他和桓玄是好朋友 桓玄喜欢戏弄他 一天 桓玄随手摘下一片柳叶地 给他说 这是禅用来隐藏自己的叶子 如果人取来用 别人就看不到自己 顾凯之大喜 隐叶自闭 桓玄故意当着他的面小便 顾凯之果然相信他 看不到自己 把柳叶当作宝贝 珍藏起来 顾凯之封了一幅画 寄给桓玄观赏 在盒子前面胡上口 并提了字 桓玄知道 这幅画是顾凯之特别珍惜的心爱之作 便从盒子后面弄开 把画偷出来 封好后又还给他 说自己正忙 还没来得及看 顾凯之见封提和原先一样 画却没有了 半点没有责备桓玄的意思 对人说 妙画通灵 变画而去 就像人登仙一样 一日 桓玄 顾凯之 阴仲刊三个人凑在一起 清谈 共作乐语 乐语是用终了 结束的事实来形象 说明了的境界 通过这则故事 我们可以对魏晋玄学 清谈内容 形式等 有个大致的了解 顾凯之先说 火烧平原 无遗了 桓玄接口道 白不缠冠 树流照 阴仲刊说 头于深渊放飞鸟 三人没有分出胜负来 又开始作威语 威语是以具体的危险情境 对威的意义 加以形象的说明 这回环玄先说 矛头西米 箭头吹 殷仲刊说 百岁老翁攀枯之 顾凯之更近一步 井上陆颅握婴儿 当时殷仲刊有一个参军在座 接口道 盲人骑瞎马 夜半临身尺 殷仲刊神色一动 说 咄咄逼人 火烧平原是原野之了 白不缠冠是人生之了 头于 放鸟一味一去不可回 也是一种了 三人平分秋色 至于威语 环 阴 故三人列举的事情 都非常生动 但参军之语最为绝妙 盲人骑马 是一威 骑瞎马 是二威 临身池是三威 夜半临身池是四威 以十字之语 而将威的情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加上殷仲刊瞎了一幕 故而感到咄咄逼人 殷仲刊的门第不及环玄 而环玄千方百计 与他套近乎打成一片 当然另有所图 他看中殷仲刊的荆州兵权 唯恐天下不乱 针对朝廷对藩镇的敌视 环玄劝殷殷仲刊说 王国宝与朱镇向来都是死对头 只怕消灭你们的时间来得不快 王公乃当今国舅 王国宝未必敢加害他 但你是先帝提拔起来的 超越常规独领一方 人们都认为 你虽然头脑清楚 有才干 却不是封疆大力的人才 他们如果征召你回朝 做中书令 任命别人为荆州刺史 将如何应付 殷仲刊颇有同感 我已经忧虑很久了 即将安出 环玄马上线上对策 王公为人正直 极恶如仇 我们暗中联合起来 效仿战国 赵阳兴 晋阳之甲 除军策之恶 东西齐举 我环玄虽不孝 院帅经 楚豪杰 何歌先驱 此齐桓公 晋文公之训业啊 殷仲刊被说动了 人一旦动了私心 就不能顾全大局 全方位看问题 殷仲刊为了 保住自己的地方权力 联络王公 共同起兵 对抗朝廷 王公是个暴主 一点就着 王公上表朝廷 隶属王国宝之罪 以清军策为名 任命刘劳之为主将 率东进最精锐的北府兵 自京口 禁逼建康 京都震动 内外戒严 王国宝 皇聚不安 不知如何是好 王国宝成了兵变的目标 他知道自己是替人背黑锅 这口黑锅背得不值 因为幕后人成了缩头乌龟 缩头乌龟自然是向王司马道子 非但不派兵 反而整天像没事一样吃酒 司马道子表面糊涂 心里不傻 如果他出头评判 叛兵的目标就会对准他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朝廷军队不动 王国宝只得打发手下几百号人去防卫 几百人对抗几万精兵 纯粹鸡蛋碰石头 这帮家兵家将借口夜间风雨太大 各自散去回家了 东进权力本来共享 不只是皇家的 应该教训一下大权独揽的相王 王宫此次军事行动 获得高门士族支持 狼牙王室的掌门人王巡 就是这样想的 王国宝只有一条路 杀死王巡 除掉内奸 挟持天子和相王调兵讨伐二番 与死网破背水一战 王国宝不敢 他怕死 怕死只有妥协 他希望王巡 作为双方的调停人 王国宝和王巡 在孝武帝十位争宠 曾发生过节 王国宝谄媚德性之后 与王雅一起 被孝武帝亲近 一天夜里 三人在一起喝酒 孝武帝下诏 把王巡找来 王巡马上就要到了 已经听到侍臣传话的声音 王国宝自知 才能在王巡之下 唯恐夺宠 对孝武帝说 王巡当今名流 陛下不宜以酒色见面 另外找个时间再见吧 孝武帝想 提醒的对 这不是资格找没面子吗 就没有见王巡 孝武帝整天喝酒 什么时候清醒过 王巡再也没有机会 和孝武帝亲近 王巡不是傻瓜 宫里也有几个知心的人 很快就知道了怎么回事 现在机会来了 王巡骗王国宝说 王 一二人与您肃无深怨 他们所要争的 不过是一些权势利益罢了 王国宝说 莫非要把我当成曹爽吗 王巡的言外之意 是让他交出权力免货 熟悉三国的人都知道 曹爽就是因为交出兵权后 被司马懿杀死 王巡见他起了疑心 连忙说 你这是什么话呀 您哪里有曹爽那么重的罪过 王公又哪里是宣帝司马懿那样的人呢 王国宝心动 于是上了一道奏章 请求解除一切官职 前往公门等待朝廷定罪 奏章刚送上去 他就后悔了 谎称皇帝已经下诏恢复官职 王国宝犹豫不决 丧失机会 整日喝得昏天黑地的向王司马道子 出人意料地来到王国宝面前 他的身后是参军乔王司马上支率领的一排排 将一假兵 司马道子口齿不清 喃喃叹息着 事到如今 只有借你的人投用一下了 王国宝害怕 司马道子也害怕 汽车宝帅 稀释宁人 本事没有本事的主子惯用的伎俩 所有的罪过一人丹 王国宝交由廷尉问罪 紧接着 白痴皇帝晋安帝下诏 赐死王国宝 司马道子派使者前去面见王公 对自己的过失表示深深歉意 失去起兵理由 王公只得带兵返归京口 事情发展得如此顺利 出乎所有人意料 直到北府军回兵 因众勘的荆州军还没有出动 得知王国宝死亡的消息后 才顺流东下 朝廷与王公双方构合 殷仲勘就是退兵 殷仲勘齐强观望的态度 畏日后 与王公互不信任 埋下隐患 这场地方与朝廷的军事对抗 以司马道子的妥协告终 皇族中许多人 对司马道子的懦弱深表不满 一个年轻人 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这种不满 他只有16岁 叫司马原贤 是司马道子的世子 聪明能干 他劝父亲 不能一直对藩镇退让 要暗中进行钳制 司马道子没有这份能力 眼见儿子雄心勃勃 便把军权交给他 年轻人有锐气 出生牛犊不畏虎 像慕容锤 拓跋归 年纪轻轻 就已是千军万马的统帅 年轻人若想赌掌大权 成就一番事业 就要在历练中成长 经受血与火的考验 司马原贤 在东晋 朝局最为艰难的时刻 挺身而出 勇气可嘉 可他并不知道 自己行走在 经济密布的雷区 司马原贤 与父亲商议 重用皇族中 优秀人才 司马上之 和司马修之 司马上之 出主意说 如今藩镇强盛 宰相全清 应该在地方要职上 安排心腹之人 以便设置屏障 和卫护势力 以藩镇治藩镇 是司马上之的妙计 于是 司马盗子 启用王国宝的 哥哥王瑜 为江州刺史 江州辖区很大 不仅仅指现在的 江西九江 还包括当时的 豫章 鄱阳 鲁陵 寻阳等 十一郡 为壮大江州 对抗荆州和江淮 朝廷又将 豫州所辖的 四个郡 划给王瑜管辖 借着藩镇的胜利 环玄上表朝廷 希望得到广州的认知 司马盗子 正欲拆散 他与殷仲勘的联盟 便顺水推州 任命环玄为广州刺史 环玄接受任命 却没有去上任 因为形势又起变化了 豫州刺史于凯 因为司马盗子 割除了他所统侠的 四个郡 交给江州 心生不满 去游说王宫说 乔王司马上之兄弟 独揽朝廷的大权 超过王国宝 他们策划削弱藩镇 回想以前发生过的事 唯祸不浅 不如趁谋一味城 先行动手 王国宝的哥哥出镇地方 意味着什么 王宫当然明白 必须抢先下手 王宫的信使 到达荆州 殷仲勘 环玄三人 结成同盟 共推王宫为盟主 约定日期 一起发兵京师 剿除奸命 战争的阴云 笼罩着长江两岸 交通阻塞 水路关卡名利 殷仲勘用邪文的卷筹 给王宫回了一封书信 藏在剑杆之中 然后装上箭头 涂上油漆 取到玉州 托于凯转交王宫 王宫打开信 发现自己模糊 细看之下 卷筹脚上抽丝 他不能确切辨出 这是否殷仲勘的亲笔手书 怀疑此信是于凯伪造 想到去年讨伐王国宝时 殷仲勘曾经违反契约 按兵不发 认为这次一定会和去年一样 因此便自作主张 不再和殷仲勘联系 大具兵马 想健康进发 殷仲勘听闻王宫举兵 马上集结军队 兵分三队 以杨泉七兄弟率周十五千为前锋 环旋为第二队 自己率兵两万接应 三路兵马 相继顺流东下 面对三番强兵 司马远显向 司马道子请命出战 前次不讨王宫 故有今日之难 今天如果还像上一次那样 满足他们的要求 您的杀身之祸可要到了 司马道子 巴不得有人主持局面 全权委任司马远显 自己依旧花天酒地 稚气果锐的司马远显 意气风发 自为天下安危 尽在棘手 他确实聪颖机警 出手不凡 上任一使 便使出一条反剑计 将王宫的人头挂上朱雀桥 左右这场战争最关键的人物 不是司马远显 不是王宫 不是殷仲勘 也不是环玄 而是刘劳之 刘劳之是东晋著名的将领 生得紫赤色的脸堂 大眼睛 落腮胡 陈毅多计谋 作为谢玄的参军 统领北斧兵 肥水战争中 夜袭落剑 斩前秦虎将梁城 立下大功 一直把守东晋的北大门 王宫为对抗朝廷 不惜将防御北京的军队抽调回来 任命刘劳之为将 发兵逼死王国宝 这一次 他仍然依靠刘劳之的北斧军 王宫依靠军人 却看不起军人 因为江左众文清武 明氏清士武将 大明氏王宫 对刘劳之骨子里看不起 而刘劳之自负财旦 对王宫也心生愿望 身怀恥恨 将帅不和 是作战大计 王宫二次起兵 征求异箭时 刘劳之表态反对 将军 国之援旧 会计王 天子叔父 会计王当国秉政 曾经为将军杀了最宠爱的王国宝 王旭 表明他很畏惧将军 会计王最近所做的人事任命 虽然不能说是公允 也不是什么大国事 把于凯所辖的四个郡 割让给王于统领 对于将军有什么损害 清军策 也不能随随便便 一次又一次不断发动吧 刘劳之说的非常刻薄 言下之意 你是什么东西 朝廷的人事任命 是你该过问的吗 地方军队攻打朝廷 哪能一而再 再而三呢 部下对上司说这话 应该引起警惕 王公却没有回过未来 刘劳之有底气 因为司马元贤的使者 北斧就将高速策反他来了 带来司马元贤的众诺 只要造王公的反 他的官职你来干 这个承诺 只有年轻无畏的司马元贤赶发 在门阀士族秉正的东晋 下等士族 数族不可能成为方面大员 更别说刘劳之族祖辈辈 不过是一家 谢安曾说过 刘劳之不可独任 绝不能让数族专兵 司马元贤看到的是眼前利益 只要干掉王公 什么都成 至于以后如何发展 管不了那么多 谁也抗拒不了这么重的诱惑 何况王 刘二人本就不目 刘劳之当下答应 王公似乎感受到气氛异常 为拉拢住刘劳之 当众之久 拜刘劳之为兄 许下诺言 事成之后 我的职为你来做 然而为时已晚 刘劳之以铁心投靠朝廷 当时形势对三番有利 荆州水师突至盆口 官军毫无准备 匆匆逃走 荆州军攻入江州 与司马上之的官军 在白石激战 环旋大破官军 禁至横江 京都震动 千军一发之际 进兵道主理的刘劳之 突然宣布归顺朝廷 回兵攻打王公 王公战败 担其逃走 由水陆逃往长塘湖 准备投奔环旋 可惜 为人告发 被秦获 宋京师建康 斩于泥塘 王公临行 仍旧一派名士风度 手里须病 神色自若 对奸行官说 我暗于信任 所以到了今天这种地步 我的本心 岂不忠于设计 但愿百事之下 知有王公 王公之败 并非如他所言 败于轻信流劳之 而是败于轻率性格 第一次胜利 被冲昏头脑 试想 桓温多大的英雄豪杰 北伐屡历战功 声威卓著 拥有一支忠诚大军 尚不敢向朝廷发难 王公凭什么 军队听你的 还是老百姓听你的 不过 王公的确是 未尽风流名士的杰出代表 慷慨赴死意 从容就义难 死算得了什么呀 他死后 头颅挂在朱雀桥上示众 司马道子仔细端向他的头说 你何故要急着杀我呢 王公斩首 官军在刘劳之 率领下 马不停蹄 禁军新庭 荆州军畏惧 北辅军升威 回尸蔡州 司马道子做工作 瓦解荆州军 下诏任命 环玄为江州刺史 杨泉期为雍州刺史 环修为荆州刺史 贬处殷众 堪为广州刺史 诏书以下 荆州军内部果然大乱 环玄 杨泉期喜出望外 殷仲堪勃然大怒 三人互相怀矣 各怀鬼胎 仓皇退兵 荆州兵退到巡阳 三人回过未来 互相交换子弟为人质 重新确立结盟形势 王公死了 众人共推环玄为盟主 朝廷剑反剑计不成 只得重新委任殷仲堪 不过三人同盟矛盾重重 破裂仅仅是时间问题 环玄占据江州 凭借名声和家族地位 登上盟主宝座之后 玉子交金巨傲 不把殷仲堪放在眼里 杨泉期更不用说 韩氏一个 其实人家杨泉期世代高门 他是东汉太尉杨镇之后 从杨镇开始到杨准 七是有名的 杨泉期陈勇果敬 兄弟三人强广粗暴 以武功出名 杨家兄弟自以为门户高贵 江表莫比 有人把杨家比作狼牙王室 杨泉期都恨得要命 可惜杨家过江太晚 又在北方胡族朝廷中做过官 再者 杨家婚姻不是高门士族之间联姻 所谓婚患失泪 江南明氏品评起来 杨家不上述 杨泉期玉立大功 振兴杨家 北伐中吕败敌军 荣立大功 纵是如此 桓玄照就看不起他 杨泉期劝 殷仲勘杀死桓玄 说桓玄中为后患 殷仲勘一心维系三方联盟 怕有一方出闪失 自己控制不住荆州局势 不许杨泉期动手 公元399年 荆州大水 平抵三丈 殷仲勘把府库中的储备粮食 全部拿出来镇绩机民 将领财力空虚 桓玄终于撕下假面具 进起江州军队西上 夺取荆州屯粮之地八岭 打败殷仲勘的援兵 兵封指向江陵 殷仲勘连忙派人去襄阳求救兵 杨泉期说 江陵无粮 怎么抵抗敌人 可率军北来 共守襄阳 殷仲勘指望保全军队和地盘 不肯弃荆州 骗杨泉期说 最近我们征集一些粮食 储备很足 杨泉期相信了 率不齐八千来就降临 杨泉期的雍州兵 是百里挑一的精锐勇士 武器装备一流 精神抖擞 精甲耀日 到了江陵城 却吃不上肉菜 只能喝些米粥 杨泉期大怒道 这回完了 立刻向桓玄发起进攻 等吃不上饭 仗就不能打了 桓玄避其锐气 先行退去 第二日 桓玄利用杨泉期 急于求战之心 用伏兵打败雍州兵 攻入江陵 杨泉期和殷仲勘先后出逃 均被追兵杀死 殷仲勘的死讯传到江陵 桓玄与众人正在讲解 论语 讲到下面一句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 不以其道德之 不处 桓玄文报 心情 脸色都很不好 桓玄用欺诈和背叛的手段 谋战荆州 不够正大光明 为君子所不耻 连他自己都感到脸面无光 但是 心中的一丝不快 马上被巨大的成就感 一扫而光 东晋朝廷下诏 承认桓玄的军事胜利 以桓玄为都督京 思 雍 秦 梁 义 宁七州诸军士 后将军 京 将二州刺史 桓玄兼并西夏 独霸荆 荆州 领京 将二州 二府 一国 正巧赶上一年中的低长血 五处官府都来祝贺 五封贺信一同送到 环玄神采飞扬 在官厅上于信后起草作打 下笔如有神柱 灿然成章 文采斑斓 互不混杂 由环玄阴谋发动的高门士族 与皇权 地方官府与朝廷的战争 以环玄与司马元显共之收场 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 削弱了自身力量 被高门士族压抑的数族地主 乘机发动了一轮规模浩大的夺权运动 孙恩 卢巡 流于接踵而起 江东风烟遍地 孙恩大起义 揭开了这场残酷无比的战争序幕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而不知树下尚有一张弹弓 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 一位镇骨朔金的名将 应运而生 他曾只身挥舞一柄长刀 驱赶数千敌人 作为大汉民族的英雄 接连砍下慕容仙碑和枪王的首级 踩着无数的头颅 登上流宋王朝的皇帝宝座 开创了169年南朝基业 环玄机关算尽 孙恩浴血奋战换来的一切 全都为他做了嫁衣裳 第十一章 皇帝杀手 刘玉 一个令狐族闻风丧胆的名字 在东晋十六国乱世纷争的时代 刘玉用武力征服四个王国 残忍地砍下三个皇帝 一个国王的人头 一死 刺杀东晋两个皇帝 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杀手 首开诛杀 刘玉皇帝的先例 铁血终结者 出身贫寒 本是个无赖赌徒 这个默默无闻的平民 孤身加入北斧军 作为一名小小的北斧军司马 参与镇压声势浩大的孙恩起义 反复千里 浮海追击 终将一军击溃 后宜一名赋贤在家的军官身份 振臂一呼 凭借一百多人建议经口 推翻环储政权 两次北伐中原 取西川 唯广固 定领南 入关中 诛灭慕容仙卑 和枪族姚氏两大皇族 重新拯救了 已经灭亡的东晋王朝 千古江山 英雄无秘 孙众谋处 武谢歌台 风流总辈 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 寻常相末 人道继奴曾住 想当年 金戈铁马 弃吞万里如虎 南宋著名豪放派 在此人新气级登上 玄水峻壁 江山香雄 风景壮美的 金口北顾山 眺望浩浩荡荡的长江 迎下了这首千古传颂 大气苍凉的不朽诗篇 将一美之词 毫不吝惜地赋予以武力 北伐中原 取得克服两京 辉煌胜利的宋朝 开国皇帝宋武帝流域 称赞他的英雄业绩 足以与千古江山 交相辉映 西年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的大英雄 出生在金口的 斜阳草树演影下的 寻常巷漠中 金口吉金江苏镇江 位于晋都建康以东 长江之南 此地连岗三面 溢水横沉 而群山环抱中的 一间不起眼的茅屋 便是南朝缔造者 刘豫的出生之地 济奴是刘豫的小名 刘豫 自得于祖上是彭成人 汉楚元王刘娇之后 八王之乱时 刘氏过江迁居 进陵郡金口 祖父刘靖 曾任东安太守 父亲刘翘 本郡公曹 母亲赵宗安 乃平原太守之女 公元363年3月 赵宗安生下 他唯一的儿子刘豫 孩子出世 本是件开心的喜事 而我们的大英雄 南朝的缔造者 却差一点死于 强保之中 南北朝时期 医学不发达 没有剖妇产 女人们享受着 出为人母的喜悦同时 却每每面临着 死亡的威胁 刘豫年节 21岁的母亲赵宗安 因男产撒手人寰 父亲刘翘悲痛万分 迁怒于刘豫 视为不祥 准备把他抛弃 如果真是如此 南朝的历史 一定会重写 没有神龙护体 没有六丁六甲保护 但有一个善良的女人 同族兄弟刘万的妻子 可怜刘豫一出生 没了亲娘 将他抱入家中 断了亲生儿子 刘怀靖的母乳来喂养 并给刘豫起了个小名 叫继奴 南北朝人家 起名字 喜欢用奴字 如同新中国成立之后 出生的人 起名好用建国一样 又因客居寄养 所以叫继奴 只是他的养母 怎么也想不到 继奴这个毫不起眼的名字 竟然被千载流传 两年后 刘翘聘取桃阳县令的女儿 萧文寿为济世 连生两个儿子 刘道连 刘道归 萧文寿是书族小姐 知书达理 说服丈夫 将刘豫接到身边 对这个身世凄凉的孩子 怜悯疼惜 宠爱有加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正当盛年的刘翘 却因病去世 萧文寿母若子幼 家道中落 陷入贫困无一的境地 但他天生傲骨 拒不改嫁 为维持生计 白天勿农 夜晚之旅 作为两个弟弟兄长的刘豫 早早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担 从小已耕种 砍柴 捕鱼 饭旅来养家糊口 艰难度日 潦倒困顿的日子 丝毫磨灭不了刘豫天生的豪气 成年刘豫生的风骨奇特 有大志 好出大言 喜欢吹牛 还爱好初仆 也就是赌博 借放邻居都不喜欢他 一个说大话的赌徒 怎么会赢得人们的好感呢 刘家自诩汉氏宗庆 但东汉王国戒二百年 又有谁会去管这么一个皇亲国妻 按照九品中正制的划分 到了刘豫这一辈 下等氏族都划不上 顶多算破落数族 东晋实现九品中正制 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那时做官不经过考试 属于世袭制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来会打洞 这就是东晋社会的现状 一个破落数族 只能去官府做低等官差 相当于公务员的科员 办事员什么的 顶多干个副科级 刘豫不读书 好赌钱又常赖账 郡县府衙 怎么敢用他这种人物 只得去投军 当兵是个苦差事 有头有脸的人都不肯去当兵 因为东晋社会 看不起武人 不仅士兵 军官也低人一等 刘豫家住金口 金口就有一支强兵 肥水战争中 大败前秦帝国百万大军的北斧兵 就是金口兵 刘豫投军不必当兵 士兵有兵户 他是去做军官 当然 只能做一名下级军官 并且一直做的默默无闻 刘豫虽是数族 但算金口老乡 有些面子 熬来熬去 也熬到了北斧将军孙无忠的辅司马 按照现在来讲 大体相当于师部参谋的角色 七年已经三十六岁 古人生命周七比现代人短 要给大人接班 必须成熟早 不管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十六七岁的年纪 好些人已经独当一面 三十六岁离退休就不远了 孝无地以后 东晋队北方各国处于战略防御 大的战争没有 如果不是孙恩大起义 刘豫恐怕就得从北斧军中退居二线 然后被迫转业回乡 机遇总会有的 时代需要刘豫 震动天下的孙恩大起义爆发了 信仰是人类必须的 它是人生的目标 可作为信仰的宗教 往往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来实现他们的野心 冬近末年 狂热的宗教热情 可以横扫一切 一个五斗米道的大天师 点燃江南起义的封烟 他就是孙恩 孙恩自灵袖 狼牙人 五斗米道的教主 大天师 听着很像武侠小说 可本故事不是虚构 而是实实在在 真实发生的历史 五斗米道 也叫天师道 是道教前身 日后什么武当派 华山派 全真教等道教派别 都是孙子辈的 五斗米道开山掌门人 叫张道林 总坛设在四川贺明山 创建于东汉 张道林对人讲 我是太上老君 清风的天师 想拜在我的门下 必须拿出五斗米 所以 他的教派叫五斗米道 张道林是道教 第一任掌门人 传道第三代 他的孙子掌教 将五斗米道 发扬光大 称为江湖第一大门派 他就是三国时代 赫赫有名的 一方诸侯 汉中张鲁 张鲁不满足于 做江湖领袖 依靠教中的高手们 打下一片天地 割据汉中 以教治国 张鲁自好天师 用鬼道教民 初来学道的人都叫鬼族 不设乡主 谈主 叫祭酒 大祭酒 祭酒一老子 道德经 教民送席 以符水尽咒为人治病 并设境事 有病的人扣头思过 鬼力主管 为病人倾倒鬼神 教民诚信 不欺诈 幼稚一设 内置米肉 攻击行路者 犯法者先赦免三次 然后行行 由小国者 罚修路百步 以抵其罪 五斗米道 经张鲁的改造 发展壮大起来 三十年间 当地各族民众 接信向之 汉中几乎成为一个 政教合一的国家 曹操破汉中 张鲁投降 汉中政权覆灭 但巴蜀地区的 五斗米道未被消灭 随张鲁及其不取的北迁 五斗米道 传播到中国北方 历经曹魏和西晋至东晋时 五斗米道取得很大的发展 江东的五斗米道 除了信奉以前的教义之外 还相信一时鬼神 神兵相助 相信天官 地官 水官 尤其信仰水仙 教徒坚信 长生不死之术 自好长生人 人们认为 只要信奉天师道 即可成仙 投水者成水仙 被杀死的 称师姐 缠退 总之一句话 死不了 不仅平民百姓 信仰 五斗米道 皇室和豪门氏族中 也有信徒 出现许多著名的 天师道世家 如狼牙王室 孙室 陈骏谢室 殷氏 高平熙室 会计孔室 一星周室 丹阳许室 葛室 陶室 东海豹室等 在以上众多 低氏族信徒中 前唐人杜子宫 为重要首领 人们敬之如神 门下有很多弟子 许多著名者 皆出身江南世家大族 锦书 记载一则故事 表明了杜子宫 神意之处 有一次 他向人借刮刀 想比切西瓜吃 刀主是船中的旅客 急着赶路 问什么时候还 他说一会就还给你 开船不等人 能等你吃完西瓜 船行加星 一条大鱼跃入船中 船主破开鱼腹 得到借出去的 那把刮刀 此事在我们现代人看来 绝无可能 纵使魔术 也无法完美表演 但禁书中 类似的神奇 还有许多 杜子宫 已是半个神仙 他有个徒弟叫孙泰 孙泰的侄子 就是孙恩 孙恩大有来历 他出自孙秀之族 吴斗米道世家 孙秀是八王之乱中 赵王司马伦的某主 曾经利用吴斗米道的势力 协助赵王登上地位 失败 被其王司马炯杀死 中原战乱 孙氏家族过江移居三五 他们并非司马越一系 也非第一批过江的中原人士 在江东不为世人所重 囚官自然无路 孙恩的叔叔孙泰 利用自身家族的优势 拜渡子宫为师 大力宣传五斗米道 创立和宣传宗教的目的 不外乎有三 度人 参政 敛财 以解除世人苦难为目的 无疑是高尚的 会得到极大的发展 如果教义有哲理深度 便会经久不衰 比如基督教 佛教 道教 如果仅仅为了敛财 那么就极端可耻 因为你利用了人的脆弱 欺骗人的良心 譬如世界各国的各种邪教 当然另有一种除外 它与国家紧密结合 一出事 就是国家扩张 掠夺财富的工具 孙泰所做的 就是要使五斗米道 成为干预国家政治的宗教 并以此进入国家权力中心 孙泰真有两下子 老百姓为了祈福 倾家荡产 送儿送女 在所不惜 五斗米道 在他的传播下 取得飞速发展 成为社会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引起高门士族的猜忌 王寻禁言司马道子 将孙泰流放到广州 当时的广州 不是现在繁荣富庶的广州 而是一片荒蛮之地 金子不管在哪里都发光 孙泰在广州仍旧辛勤传道 五个字 南越易规制 孝武帝加强皇权需要人手 认为孙泰是个人才 从广州召回 封为辅国将军 做了一任太守 王宫叛乱 孙泰坚定地站在朝廷一边 纠集数千人马 攻打王宫 他的行动 获得司马原显的好感 两人经常凑在一起 研究长生不老之术 以此为契机 孙泰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 五斗米道的势力 江东几乎成了孙泰的天下 五斗米道孙泰一系的蓬勃发展 引起高门士族极大恐慌 孙泰和司马原显关系帖 在讨伐王宫战争中 支持朝廷有功 谁都不肯出来放第一炮 有一个家族受不了 跳了出来 陈俊谢氏 谢氏家族是在三吴地区发展 确切地说在会计 他的庄园 他的财源都在那 说是门法显贵 没有财富支持 用不了几代就会衰败 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谢玄 在肥水战后卸掉兵权 拼命在会计封山战水 广造田园 以求永世之资 谢玄之孙 著名诗人谢灵韵的山居父 曾勾画出谢氏庄园的庞大 北山二园 南山三院 田连刚儿迎筹 领枕水儿通迁 迁莫纵横 成列交经 孙泰势力 在会计的发展 吓坏谢氏家族 会计内使谢游上表称孙泰谋反 谢游是谢安重用的人 在谢氏家族和孙泰之间 朝廷很快做出选择 司马元显当即诱杀孙泰 孙恩逃往周山群岛 为什么跑到岛上 神仙不都住在海上吗 孙泰死了 道徒们没有人认为孙泰死了 都以为他铲腿登仙 继续给予其执孙恩支持 运粮送水 孙恩在海岛中 纠集一百多名亡命屠众 时刻准备复仇 如果东晋朝局平安无事 孙恩很难掀起风浪 然而上天给了孙恩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东晋 各个阶层矛盾的总爆发 年轻鲁莽的司马元显 一脚踩上一颗 足以让大晋王朝 从此灰飞烟灭的地雷 鉴于王敦 桓温 王公的教训 面对桓选 殷仲刊 杨全期 战举京 江 雍 秦 梁 义 宁珠州地区 专善赋税 不是朝廷的局面 司马元显 希望彻底改变自东晋以来 高门士族掌握军队 而朝廷无兵可用的局面 着手组建一支 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新军 组建军队 需要人 需要钱 新军的人员和装备 从哪里出呢 以上七州不可能 江淮地区需要战备 况且已有北辅军 也无可能 只能是三无地区 东晋自建国以来 面对北方威胁 屡次出兵北伐 常有荆州担刚 桓温死后 谢安当政 北伐重任落在江淮地区 支持江淮战场的物资供应 全部来自三无 谢安动用三无财富 打赢肥水战争 谢玄又用三无财富 从事北伐 司马元显 想用三无财富 对抗王公和殷仲堪 三无地区 成为东晋政权 赋税摇曳的重负区 在朝廷和门阀士族的 双重贪婪索取下 居住在三无地区的 国家编户农民生活悲惨 摇曳赋税有增无减 一年代无三日休停 因此 五斗米道在三无地区 飞速发展 也在情理之中 未尽以来 实行是兵制 兵 民分级 繁入兵级的士兵 及其家属为兵户 兵户世代为兵 兵户男子年满16岁以上 国家可随时正调为兵 士兵行军作战 居无长处 衣食不周 生死难补 人们视为未徒 兵户还要承担 国家各种摇曳 士兵逃亡 又罪集家属 兵户处境十分艰难 总之一句话 好汉不当兵 南北方常年战争 兵户越打越少 东京市庄园经济 豪强地主拥有 大批附属农民 国家控制的 兵户农民很少 再说 自由民根本不愿意当兵 这就是东京正规军 组织不利的原因 司马原显发现 一批人适合当兵 什么人呢 免奴为客者 本来是豪强们的奴隶 后背放免为客 客比奴隶强 奴隶卖意又卖身 客指卖意不卖身 强归强 不经朝廷或主人允许 客也没有离开主人的自由 司马原显以朝廷的名义下诏 赦免这部分客离开主人 有个附加条件 必须当兵 强制蒸发浙东诸郡 免奴为客中的壮丁到京都健康当兵 浩约乐蜀 王莽改制的时候 不是把奴婢称为私蜀吗 司马原显把这部分客叫做乐蜀 就像现在某些捐款一样 自愿的意思吧 此诏一下 东土萧然 人不堪命 天下苦之矣 夸张了吧 一点不夸张 民怨沸腾 首先 浙东的高门士族 数族地主一起反对 第一 为什么浙东地区搞 其他地区不搞呢 地方歧视吗 是不是因为我们好欺负 第二 客原本是地主们的私产 壮丁整劳力 你朝廷一纸诏书说 弄走就弄走嘛 第三 免奴为客的农民不愿意 本已经从奴隶上升到半子耕农 却被蒸发为地位 更为低下的士兵 自然不情愿 还美其名曰乐蜀 搞得好像很乐意似的 浙东地区民心骚动 孙恩一看 机会来了 公元399年10月 孙恩从舟山群岛 率百余人登上大陆 这让人想起 从鄂尔巴岛回到法国的拿破仑 孙恩一路势如破竹 人们纷纷响应 几乎兵不血刃 攻破上渔城 进展快积郡 快积内使王明芝 是书圣王熙芝的儿子 狼牙王氏是奉天师的 孙天师遇到王天师 王明芝得知 孙恩起义的消息后 采取不抵抗政策 不出兵 不设防 官员们请求派兵出城 讨伐孙恩 发现王长官呆在道堂 磕头念咒 口中念念有词 我已请来得到大仙 借来鬼兵 把守各个险要关卡 每个地方都有鬼兵数万 贼不足忧 五斗米道一时鬼神 神兵相助的法门 想必王明芝练得很熟 可他忽略了一点 绝不该忽略的事情 孙氏是五斗米道世家 孙恩也是天师 你的鬼兵胆敢阻挡孙天师吗 等到孙恩的兵马 突破鬼兵把守的各个关爱 王明芝才发兵抵抗 为时已晚 孙恩大军攻克山阴城 王明芝和几个儿子 均被杀死 可惜王羲芝一代名士 唐师送辞进自汉文章 王羲芝是泼墨汉家子的代表人物 蓝亭吉旭 被唐太宗品评为天下第一行书 怎么就有这么一个儿子呢 王明芝的妻子 那位曾经做出魏弱柳婿 因风起诗句的才女 谢道运品早丈夫的时候说 没想到天地之间 竟有王郎这种人 谢道运出嫁王家 非常轻视王明芝 回到谢家后 闷闷不乐 叔叔谢安开导他说 王郎 一少之子 相貌 人品也不坏 你为什么竟不满意到这种地步 谢道运说 一门叔父 则有阿大 中郎 群从兄弟 则有风 胡 恶 莫 不亦天壤之中 乃有王郎 谢道运列举的这些位人物 都是谢家的优秀人才 意思说我就没见过 王明芝这好人 看起来 人不能太专注 你过于专注某一项事务 尤其是科学了 哲学了 宗教了 这不老婆都不待见 最好你能陪着他风花雪月 尤其做他喜好的事 但好像这样的老公也不多吧 之所以要提谢道运 不是因为他大薄夫婿的举动 而是做了一件金国女子 才能做出来的事 当他听说 孙恩杀死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们 一点没有惊慌 从容不迫 命令婢女们 抬着奸鱼 握匪刀出门 首杀数人 寡不敌众 被活捉 乱军要杀他的小外孙刘涛 谢道运正荣道 是在王门 何关他足 如果要杀 先把我杀了吧 孙恩为之改容 没有杀刘涛 孙恩这个人 使平独灭 残忍酷虐 农民起义军的首领 像陈胜 刘邦 张角 朱元璋 李自成 洪秀全 等等 没有不残暴的 不是狠角色 谁敢造反呀 孙恩也是一样 把义军称为长生人 都死不了 百姓中 如果有不跟随他的 连婴孩一起杀掉 为顺应义军 报仇血恨的要求 也甚至把一些 县令的尸体 剁成肉酱 召集他们自己的 妻子儿女吃下去 如果拒绝吃 便也被肢解分尸 齐义军 抢掠财物 烧毁房屋和官府的仓库 砍发树木 填堵水井 向会计进军时 军中应有复应 行动不便 孙恩下令 将婴儿投水溺烟 然后祷告道 赫你先登先堂 我随后就来 誓言不好乱发 没过多久 孙恩果然也成水仙了 孙恩不是社会 最底层的农民 他出身士族 文章写得好 后世还有本 孙恩集 齐义失败后 孙恩逃入海岛时 曾带走王羲之 王献之父子许多帖子 说明他喜好书法 他不会害自己尊敬的人 谢道运才名满天下 自然不会加害 小孩也没杀 但是 孙恩对于王 谢等高门士族的大男人们 心肠就不会那么好了 孙恩起义 得到三吴地区 数族地主的大力支持 受到当地客店和奴隶的热烈拥护 浙东农民纷纷响应 便举一旗 快机械 吴郡陆归 吴星邱翁 一星徐允之 林海周周 勇家张勇 及东阳 新安等八郡同时起兵 沙长力响应孙恩 短短十五天 齐义军达到数十万人 义军诛杀三吴地区的豪强官员 谢家子弟首当其冲 面对齐义军的强大攻势 各地官军望风崩溃 于是 浙东八郡 皆归孙恩所有 孙恩没有建立政权 他所代表的 是这东 数族地主的利益 不可能与东晋朝廷彻底决裂 一时的胜利 让他飘飘然 认为大功告成 自称征东将军 上表晋安帝 将起兵的罪责 全部推到司马道子 司马元贤身上 隶属其父子之罪 请诸二人以谢天下 得意洋洋地说 天下无负事宜 当与诸军朝福 而致健康 其一爆发后 京都基内诸县盗贼风起 响应其军的大有人在 可孙恩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 未能及时扩大战果 承胜直取健康 给东晋王朝留下喘息之机 仅仅过了一个月 在司马元贤的指挥下 谢安之子谢衍和刘劳之 各率一支大军 分别从健康和金口南下 先后攻克一星 无星和无峻 刘劳之的北斧军 迅速向前唐江一线推进 孙恩起初寄希望于前唐江天险 企图仿效越王勾剑 保有快鸡 割举江东 对属下大言说道 我哥浙江 不识做勾剑也 所料不及的是 北斧军很快渡过前唐江 向快鸡猛扑过来 孙恩不肯和精锐的北斧军决战 马上决定放弃浙东 率二十万一军 及家属东撤海岛 临行 效仿赤壁战败的曹操 说了一句狠话 孤不休走 我逃跑不丢人 这句话的前台词 是我还会回来 曹操仰仗的是 北方坚实的后盾 北中国的财力 物力和人力 孙恩仰仗的是什么呢 他会组建一支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骑一军有家口 孙恩跑得慢 下令将抢来的大批 金银珠宝 美女 进阶丢弃 道路上灿里萤幕 北斧军一看开心了 竞相争夺 没人再想追击 孙恩因此安全地登船 逃回海岛 军队能够名正言顺 抢劫财物很不容易 机会难得 北斧军原本就是流民部队 刘劳之竟然纵军烧杀抢掠 致使许多郡县 连个人影都找不到 孙恩撤回周山群岛 悄悄训练出 一支强大的海军 东京王朝担心他再次登陆 任命谢衍为会计太守 率一支军队 束手浙东沿海地区 谢衍参与过肥水大战 是议员经历过大战的将领 但是 朝廷任用谢衍 还是用错了人 孙恩主动推出浙东地区 给谢衍留下假印象 以为孙恩不过如此 并未因之加强武备 将领们都劝他 强贼近在海埔 伺机而动 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 毁国自新的道路 谢衍与孙恩仇身四海 谢家人被杀了不少 庄园被捣毁 怎么肯善罢甘休 在辖区内大肆报复一军 并狂妄地对众人说 福建百万之众 上送死淮南 孙恩小贼 败死入海 何能复出 如果真的赶出来 是老天爷准备杀他了 虽然说话算话 次年五月 率军从家口一举登陆成功 直指于瑶 再次攻破上于 进至聚山音县以北 仅三十五里的刑谱 谢衍派参军刘轩之巨战 义军失利 数日后 义军在攻刑谱 打败上党太守张前硕 乘胜向山音进军 谢衍正在吃饭 得知进军失利的消息后 大怒 饭也不吃了 发誓说 先收拾他 再吃饭 孙恩抓住谢衍 骄傲自示 急于求胜的心理 有他深入到狭隘的唐禄 使官军不得不余贯而尽 难以发挥不其优势 义军则可充分发挥 擅长水战的特点 在兵舰上发箭猛射 切断官军进退之路 继而加以维艰 进军大败 谢衍和他的两个儿子 军死于阵中 会计之战 阵动东进朝廷 司马原显任命刘劳之为 都督会计武郡军事 调动各路兵马 围攻起义军 北斧兵出动 刘劳之点将点到刘豫 由孙吴忠辅司马 上调都督辅司马 参军事 就是说 刘豫上调军区任参谋 北斧军推进速度很快 从进口出兵 一直打到吴郡 孙恩的吴郡守兵 沿大陆下寨 刘劳之派刘豫帅 几十名兵士 侦察义军的虚实 不料 正遇上义军出动 好几千人 换上一班的侦察员 得赶紧溜掉 刘豫部迎头而上 下令攻击 虽说孙恩军队 没有经过训练 是乌合之众 可人家有几千人 对付你们几十个人 还不守到勤来 刘豫等人且战且退 一会儿几十人都被砍死了 刘豫身后是调和 不小心跌到水里 齐义军追到河岸 水中的刘豫突然舞动长刀 仰面砍杀了数名追兵 一跃而上 大吼着冲向敌军 数千亿军净退 刘劳之的儿子刘靖轩 在军中等刘豫不见回来 便率骑兵去接应 正好看见刘豫一个人手持长刀 驱赶杀几千敌兵的壮观场面 将士们大为叹息 三国孙奸 士之虎将 最多一个人 吓跑几十个海盗 长满坡七进七出之赵子龙 那是评书 刘豫之士 却被载入正史 刘豫一人独占数千人 正可谓一身都是胆啊 如果你以此认为 刘豫是一名张飞式 鲁莽神勇的武将的话 那么你可是大错特错 刘豫成府之身 谋律之远 虽曹操不及 称得上南北朝第一尖雄 曹操还没有篡位呢 朝野内外就沸沸扬扬 曹操指得当众出面辟谣 刘豫直到座上宋王宝座 莆天之下 竟然只有北魏大臣崔浩 和下国谋士王买德 洞悉其用心 最亲密的朋友刘牧之 临死方之 宠臣富亮 也是在旁敲侧击之下财务 你能说刘豫只是一名勇士吗 刘豫一战成名 正式成为一支部队的指挥官 北辅军城市进攻孙恩 孙恩见北辅军攻来 故技重施 再度退入大海 东进朝廷任命刘劳之 督会计武军军士 屯兵上宇 云山松住户独磊 防备孙恩 刘劳之派刘豫束手勾章 构筑第一道防线 浙东又重新被禁军所控制 孙恩不可能待在海岛里不出来 公元401年2月 起义军三度登陆 出家口 攻勾章 勾章成小 容纳战士不过数百人 刘豫披肩直锐 带领守军拼死抵抗 美战催风陷阵 身先士卒 把起义军牢牢定在勾章防线之外 刘劳之乘机向孙恩发起攻击 义军再次撤回海岛 打不过 不打你还不成吗 孙恩九宫勾章不下 避开刘豫帅水军北上海岩 刘豫得到报告之后 不肯放弃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知道 自己一生的工业全在孙恩身上 马上率兵以急行军速度 火速赶往海岩 并在当地旧城之上加鼓城墙 孙恩海军进至杭州湾 根本不知道刘豫已到 清帅攻城便遭到失败 义军大将摇胜被杀 孙恩大怒 仰仗人多势众 日日攻城不休 城中兵少 眼见城破 刘豫想出一条空城记 夜间掩齐西谷 把精锐部队埋伏起来 次日凌晨打开城门 让几个老弱残兵登上城墙 义军一看 远远地向他们打听 刘豫到哪里去了 老头小孩们说 昨天夜里已经逃跑了 南北朝时代没有京剧 否则义军肯定知道这是空城记 义军上当 争相入城 刘豫突然发动猛攻 大破敌军 孙恩知道有刘豫在 不可能把这座要塞攻克 于是改向互毒进军 刘豫马上放弃海炎 弃城追击孙恩 咬定青山不放松 刘豫切而不舍 性格够坚韧 一定要在孙恩身上 扬名立万 但有一个人坏了他的大事 当地的豪强 海炎令暴露的儿子暴四肢 小豫立功心切 要求率领一千五兵打先锋 刘豫不同意 贼兵精锐 无人不习战 若前锋失利 必已败我军 你们可以在后面制造声势 豫四肢一听不乐意了 我们就适合在你屁股后头摇旗呐喊 哦 你们金口人善战 我们无人不会打仗 想当年我们夫插称霸中原的时候 有金口这地方吗 你刘豫怕我立功是不是 不行 飞在前面 刘豫没办法 知道小豹同志指定不行 提前埋伏下多处旗鼓伏兵 每一处不过数人 前锋一交上火 刘豫在后面下令各处举其民鼓 孙恩以为四面八方都有伏兵 慌忙退兵 豹四肢一看 孙恩也就这两下子 不怎么样 领兵追击 刘豫只得跟上来 孙恩回军死战 其一军人多势众 豹四肢战死 官军惨败 且战且退 死伤殆尽 眼看全军覆没 一个都跑不了 刘豫集中生智 心生一计 等军队退到刚开始交锋的战场时 下令军士们脱下死人的衣服拿走 以示闲暇 让敌人瞧瞧 我们官军还有功夫满路捡装备呢 孙恩果然满腹狐疑 是不是有伏兵了 这么从容 不敢逼近 刘豫突然大喊一声 指挥军队往回杀 其一军恐惧异常 掉头撤退 就这样 刘豫安全带着部队返回 安全是安全了 刘豫所部死伤众多 损失惨重 一时无力 在与异军对抗 刘豫沿海击败孙恩 收获不浅 不仅升为大增 而且获得浙东诸郡当地士族 和数族贵族赞誉和支持 有人会问 不是说孙恩的主力 是浙东的数族贵族吗 那只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数族贵族支持朝廷 北斧军的军饷 因为各地战乱 不是很足 各级将领们 借着平息孙恩之乱 大肆劫掠掠当地财富 军队如果不讲军纪 和强盗没什么区别 只有刘豫的军民关系 处理得非常好 严禁军队劫掠 军民与水情和仗 打得好也有关系 你获胜 地方豪强和平民指望你 捐钱捐物多 刘豫是有心机的人 他没有敌亲势力 没有属于自己的士兵 没有土地 没有财富 也养不起士兵 朝廷用你 你是一个将军 不用你 你狗屁不是 所以 刘豫设法和地方势力 搞好关系 比如 刘豫和会计数族 地主山音令孔敬 交情不浅 实在高祖东讨孙恩 屡致会计 既攻区域礼接 善给甚后 包括对海燕令暴露 明知他的儿子 担不起前锋重任 会连累自己吃败仗 还是做出让步 一切都是为了得到 地方豪强的支持 后来环玄称帝 刘豫准备起兵时 好友何无忌 曾劝他在会计起兵 原因就是刘豫在会计有群众基础 后话不提 孙恩摆脱刘豫羁绊后 北上攻破护毒磊 斩杀首相云山松 歼灭进军四千余人 取得自山鹰之战以来 又以重大胜利 乘死于危 孙恩近期主力大军 率军十余万 楼船千余艘 从户毒逆江而上 直逼建康 朝廷震害 内外戒严 将领们率兵首位石头城 秦淮河入江口 以及长江南岸和白石等要塞 急令刘劳之自山鹰火速回兵 堵截孙恩 刘劳之所不远在山鹰 大军行动迟缓 刘劳之下令刘劉 集合左近精锐部队赶往京都 刘劉挑选一千多精兵 从海沿日夜兼程 一路急行军与孙恩的部队 几乎同时赶到单土 刘劉兵少 舍远疲劳 原单土守军也没有斗志 孙恩大军登岸 鼓噪而前 占领城西的算山 面对十万敌军 刘劉不顾长途跋涉 呈孙恩立足未稳 发起突袭 孙恩根本没有料到 进军敢于决战 毫无准备 刘劉大破之 异军头牙附水者 不计其数 孙恩狼狈逃回船上 还是惯用的招数 撇开刘劉不顾 继续率船队 想惊师进军 打掉你的都城 摧毁你的大本营 看你还有什么招 孙恩擅长水战 途中接连打败 东晋水军 想健康挺进 向王司马道子惶惶不安 拿出他在肥水大战中的绝招 不分日夜待在蒋侯庙 祷告神灵保佑 不要笑话向王 人家这是借东风 是 东风乍起 风急浪高 东南风带来大雨 将天万里苍茫 孙恩很后悔 小学时没好好学习自然课 怎么不知道 这几天有九级东南风呢 人打算城东进兵力分散 各地官军未能及时增援京师时 攻其不备 以海军迅速占领建康 不料因逆水逆风而行 高大楼船舰队前进迟缓 从单途至白石 短短十几里地 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 这时 各地秦王的禁军陆续抵达建康 刘劳之的北斧兵 驻扎在江中的新州 出其制胜的战略目标 以南实现 孙恩帅船队浮海北上攻陷广陵 消灭官军三千人 然后再向北来到豫州 海上有仙山 山在飘渺间 豫州在金江苏连云港 东云台山一带 古时是海中大岛屿 孙恩天师 本是五斗米道正宗水仙 这下正好回到神仙老家 纵是大罗神仙 刘继弩也不会放过 东晋朝廷度过一难 发现人才 加封屡战屡胜的刘裕 为剑武将军 下批太守 率军赴豫州讨伐 有了单独指挥作战的实权 刘裕的军事才干 充分展示出来 数战数节 孙恩南已在豫州立足 再次登船沿海南下 刘裕不齐沿海跟踪南下 在户毒 海沿地区追上孙恩 大败起军 辅斩几万人 孙恩无力扭转败局 登船自家口 退守舟山群岛 从此一蹶不振 东晋朝廷忙于应对孙恩起义 而环旋却打败 殷重堪和杨权期 独霸荆州 控制京 江等八州之地 东晋半壁江山 为环旋所有 环旋兵势强盛 野心膨胀 截断长江通往京都的曹宋 立兵殉足 操练兵马 当他听说孙恩大军逼近建康 马上集结军队 上表朝廷 请求发兵秦王 司马远显 如何敢让他进入京城 那不是放董卓入洛阳 引狼入室吗 下赵沿剑 环旋出兵 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 异常紧张 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东晋连年战乱 王公 殷仲勘 环旋 孙恩 先后起兵 战火燃烧着整个江南大地 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别说老百姓 当官的也不能幸免 自司徒以下的官员 也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每天只能领七生粮食 国事如此艰难 把握朝权的司马远显 却沉浸在平定王公和孙恩的胜利喜悦中 他与父亲司马道子同路上书士 名义上共掌大权 诗人称司马道子为东路 司马远显为西路 司马远显对高门士族的排斥心态 石府中聚集许多数族人物 鳄鱼奸命的小人们 将司马远显吹捧为意识英杰 风流名士 司马远显日益娇齿 不顾百姓死活 不停搜刮民财 聚敛前务 富有程度竟然超过帝氏 朝廷离心离德 百姓怨声载道 大明氏环玄 致信司马道子 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模样 痛斥石壁 义愤填膺 将锋芒直接指向当政的司马远显 信中讥讽司马远显冒领大功 孙恩撤军纯示天气帮忙 属自愿退兵 执政大臣冤杀王公 重用奸邪 这才导致天下窘迫 环玄厚着脸皮 毫不谦虚地指出 自己身负众望 声明远波 是国家的心腹动量 除了我环玄 没有人能够治理天下 环玄的信 如同讨伐司马远显的习文 让司马远显大为紧张 恐惧不已 面对环玄流露出 进入朝廷主政的野心 谋士张法顺 劝他心声夺人 出兵讨伐环玄 司马远显表示同意 派他去联络刘劳志 刘劳之觉得 征讨还选有些困难 张法顺从金口回来 急忙对袁显说 我关刘劳之言谈举止 必有二心 不如召入朝廷杀掉 不然坏我们大事 司马远显正指望 北辅军帮忙 怎么肯杀刘劳之 下令大治水军 征兵装剑 喜欢迁罪于人 成不了大事 司马远显不杀刘劳之 结果被刘劳之出卖 身死加灭 临死的时候埋怨到 张法顺误我呀 人家张法顺 让你杀劳劳之 怎么不听 失败后怨天尤人 有什么用处 害得人家跟你一块被杀 是你误了人家 还说人家误了你 这种老板 哪一个员工肯跟呢 司马远显自认征讨大都督 以镇北将军 劳劳之为前锋 乔王司马上之为后部 进攻荆州 出兵前 张法顺出馊主意 让司马远显下令刘劳之 诛杀健康城中的 环氏兄弟 一来宣誓 与环家势不两立 二来考察 刘劳之的忠心 把刘劳之死死 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司马远显再三不听 反而委任 环氏家族的环迁 为荆州刺史 打算用这种方法 收买荆州人心 朝廷出兵的消息 传到荆州 环选大吃一惊 原以为朝廷经过孙恩之乱 地方激紧 曹韵不济 自己截断长江通道 江东没有粮食 连军队也只能用 夫皮和橡树 裹食做口粮 万不曾想到能来讨伐 慌乱中下令军队 集结江陵城固守 张氏便饭之孝道 明公英威震远近 司马远显乳秀小儿 刘劳之大师民心 若大军兵临京畸 敌人土崩之势可乔足而待 怎么能让他们 进入我们境内呢 环玄猛地醒悟过来 没有示弱的必要啊 立刻向朝廷上表 传习天下 揭露司马远显的罪状 举兵东下 司马远显见习大聚 登上战船不敢出发 两军交战 首先要在气势上压倒敌人 断断不能示弱 你害怕 敌人可能比你更害怕 谁能稳住 谁就能胜 司马远显的成功在于 有年轻人的锐气 他的失败也源于丧失锐气 未战已败 环玄出兵 心中忐忑不安 毕竟名不正言不顺 害怕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不成功 真正打起会战来 一战定输赢 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 心里老想着会荆州守城去 水师开过巡洋 朝廷军队一个影子也没看到 环玄得意洋洋 将士们的精气神都有了 朝廷使者前来讲和 环玄下令斩首 兵为立阳 与桥王司马上之的军队展开激战 此时 北斧军已禁制立州 刘豫请命出战 刘劳之没有同意 司马上之战败被俘 立阳失陷 刘劳之拒绝刘豫出战 心中有自己的小九九 儿子刘靖轩劝他决战 刘劳之竟然勃然大怒 我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 消灭环玄亦如反掌 但是 扫平环玄之后 你让我如何对付 票计大将军司马元显 刘劳之对儿子发怒 说明心情极其烦躁 他是东晋王朝为数不多 由数族出身的武将 成为方面大员的 尽书评价 此人臣意多计划 心有所本 东晋崇尚门法 明示将军必须是儒将 以至于像环温这样的英雄人物 竟以比不上刘坤为恨事 刘坤有什么才干 军事武功一塌糊涂 有负天下所重 不过他志向远大 试拥取负超过常人而已 刘坤是文化高门 有文化的门法士族 环温呢 借用谢义王树的话讲 一个大兵 出自高门的环温尚且如此 何况刘劳之 东晋朝野对刘劳之的排斥 让他为之握紧 北斧军权 不知其他 在东征孙恩过程中 纵兵抢掠 给世数百姓 留下很坏的印象 司马元显 任命刘劳之为前锋 唯以重任 并不是真心重视他 不过利用而已 刘劳之从京口来到健康求见 竟然吃了闭门羹 司马元显那天刚喝醉酒 手下的副帅 自己最倚重的一支军队的主将来拜见 怎么能这样对待 大军主帅和将领大战之前 竟然没有交流 直到白痴皇帝出来为司马元显践行 刘劳之才与他匆匆相遇 刘劳之为司马元显父子 出卖王公 但司马元显的表现 令他寒心 唯恐灭掉环玄后 被彻底抛弃 环玄看透刘劳之的心里 派人来劝降 自古代镇主之威 挟不赏之功 而能自权者 有谁呢 岳之文种 秦之白起 汉之寒信 他们的下场如何 您现在无论战胜 战败 中南逃一死 何如翻然改图 可以长保富贵 况且 环玄与您本无夙愿 花言巧语 最能迷惑人心 不顾刘裕等人的苦劝 刘劳之派儿子到荆州军投降 为安抚刘劳之的心 环玄设宴款待刘靖轩 陈列名人字画 陪同观看欣赏 荆州左立 莫不相视而笑 刘靖轩是老实人 竟毫无察觉 北斧军投降 环玄水师大举东进 攻入石头城 建康最后一道防线告破 军事登上环玄的坐舰 报告说石头城守将梁王司马 真知逃走 大局已定 周剑之上 加股并坐 月升悠扬 环玄副手 站立船头 眼望滚滚大江之上的连番战船 得以飞场 高声朗诵软急 永怀 失踪的家具 销管有疑音 梁王安在在 第十二章 赌徒与明事 环玄篡进 建立环储政权 一改百年门阀 与司马皇族 共天下的格局 草泽英雄 闻风而动 江东豪杰 齐聚金口 密谋推翻 楚国 恢复 东晋皇朝 杏格决定命运 一百个人 可以推翻 一个王朝吗 赌徒 刘豫认为 可以 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场 豪赌 最大的一场豪赌开始了 刘豫出身低微 本是金口的 无赖赌徒 环玄世代高门 是东晋 门阀 是族中的名士 北斧兵善战 京楚人 骁勇 一方区区千人 一方拥有 江南大众 战争的结果 让人惊叹不已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刘豫从 金口杀到建康 从建康杀到 荆州 歼灭 楚国十万大军 斩环玄首级 拥进帝副尾 以惊人的速度 创造了 令人择舌的奇迹 环玄大军 进入建康 斩司马远显 司马上之 张法顺等人 将司马盗子废除 白痴皇帝下诏 以环玄统领 文五百官 都督中外诸君士 丞相 陆尚书氏 甲黄月 环玄摇身一变 成了曹操 环家子弟 亲信出镇地方 环伟为荆州刺史 环修为徐 掩二州刺史 环石升为江州刺史 环迁为尚书佐蒲叶 便范之为丹阳尹 东晋的天下 已成为环氏家族的天下 环玄主政 东晋重新回到高门士族 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 得到高门士族支持 明氏杨福大赞环玄说 近来世事纷扰 我内心郁闷 民宫起晨光于机会 成百流以一元 国家太平 也使饱受战火蹂躏的百姓 感到欣慰 同样支持环玄 晋书称环玄处奸命 卓俊贤 惊师欣然 普天同庆的美好局面 却让环玄的野心 弄得云雾迷茫 前景不明 环玄不满足 像父亲那样做九州搏 他要完成环温 不敢完成的事业 改朝换代 登上帝王宝座 为实现这一不可告人之目的 掌握北府兵权的 刘劳之 成为心头大患 环玄任命刘劳之 为会计内使 离开北府 削取兵权 刘劳之知道 大祸临头 刘靖轩主张 立即出兵 袭杀环玄 刘劳之犹豫不定 私下问刘裕说 我们去广陵 联合高雅之 举兵匡扶设计 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刘裕回答非常坦率 气愤无奈 将军已净足数万 望风降服 环玄新晋得志 威震天下 朝野人情皆已归附 广陵您道得了吗 我刘裕只有脱去军装 回京口老家了 刘裕判断非常准确 当刘劳之 聚集北府将领们 商议讨伐环玄制策时 根本没有人拥护 参军刘席说话更加刻薄 最不能做的事情 就是造反 将军往年返往衍州 近日反思马郎君 金赴反桓公 一人三反 何以自立 将领们一哄而散 刘劳之见人心已散 派儿子去京口接家眷 刘靖轩有事耽搁了 超过约定的时间没回来 刘劳之以为 谋反事情暴露 赶紧率不取国将 路上思来想去 懊恼不已 找了根绳子吊死了事 可怜匪水大战 杀得福间魂飞胆丧的一代虎将 就这样窝窝囊囊地死去 刘宇是个躋身绿远的人 会本本分分去做农民吗 好朋友何无忌问他说 我该怎么办 刘宇斩钉截铁回答 我看刘将军难逃一死 你可随我回京口 环玄若守陈杰 我们仍然为他做事 如其不然 你我共图之 刘宇一眼看穿 环玄的篡逆之心 也看透环玄必定任用自己 同时 他很清楚 只要环玄阴谋暴露 就有机会 刘宇有见识 器官回老家 环玄对于刘的北斧将领 痛下杀手 高速 刘夕等北斧旧将 军被杀害 北斧军宣告解散 环玄加强 东南沿海地区防务 孙恩义军困守海岛 人多地少 导致瘟疫流行 加上得不到挤养 病死许多人 孙恩只得率领 剩余将士冒险登陆 被禁军击败 其义军死亡殆尽 孙恩心灰意冷 万念俱灭 倒海而死 做了水仙 其妓妾和身边 上百名义军将士 追随孙恩 相继投海 孙恩虽然死了 孙恩大起义 没有结束 另一位义军领袖 卢巡接过旗帜 继续坚持战斗 双方都换人了 环玄和卢巡 以平和心态 结束对抗 环玄安抚义军 任命卢巡 为勇家太守 义军需要休整 卢巡顺水推舟同意 三无地区表面上 趋于平静 持续三年的战乱 江东土地荒芜 引发大饥荒 户口减少 整整一半 林海 永家两帝 几乎成为无人区 衣着绫罗绸缎 怀抱金玉翡翠的富贵人家 关起门来 相互之间 眼睁睁看着饿死 钱是万能的吗 至少现在不是 没有粮食 钱再多也是垃圾 国家到了这种田地 环玄却做着皇帝大梦 急不可待地逼迫 建安帝 善让地位 国家不是皇帝说了算 而是环玄说了算 楚国建立 中国皇帝之中 多了一个大明氏 明氏大多喜欢古丸字画 美竹加果 环玄还喜欢奇珍异宝 家园美宅 做了皇帝 收集财富变得容易许多 环玄巧取豪夺 便招法地收藏 人们忽然发现 大明氏做皇帝 甚至不如白痴 因为他喜欢的东西实在太多 环玄生性号炫耀才华 不签功 好行小会 不守信用 例如 有名官员将诏书中春搜 物钞为春兔 敬办人员全被降级或免职 一件小事 大可不必如此 不过是出于炫耀自己权力和才华的目的 环玄亲自审讯囚犯时 不管罪行轻重 多予释放 蓝玉驾喊冤者 通常也可以得到救济 但到了真正需要改革国家避证时 环玄又为难不前 大势民心 人们深感失望 高门士族也不满意 环是一家独大 破坏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 但他们已经无力反抗 数族地主和荆州军之外的各支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们 却看到了出人投地的机会 他们共同把希望寄托到刘玉身上 刘玉器官回家务农 没过多久就被环玄启用 官职照旧 原因很简单 狡兔未死 走狗少不得 孙恩大天师的接班人卢巡 不断派兵攻略临近的富裕地区 刘玉率军打败卢巡 取得东阳 勇家大捷 逼迫卢巡实行战略转移 南下攀于新建根据地 拜孙恩 破卢巡 胜利对刘玉来说 手到擒来 刘玉升危大阵 环玄格外看重 也甚是忌惮 他篡位前夕 派兄弟还迁 悄悄试探刘玉态度 楚王勋德隆重 四海归心 朝廷大多数人的意思 都认为应该举行善让大典 用力楚王做皇帝 你认为怎么样 问这话的时候 刘玉已经在图谋环旋 他率军队打败卢巡之后 战友何无计劝 他在山音起兵 刘玉问基于山音令孔静 孔静说 山音离京都道远 举世难成 况且环玄没有篡夺地位 我看不如等到篡位之后 再惊口起兵 刘玉同意了 现在一听这话 真是大好机会 任一生机遇难得 上天无论对谁都公平 关键你要能抓住 以刘玉的心机 怎么可能让机会白白溜掉 当即表态 怂恿环玄称帝 楚王 宣武之子 勋德盖世 尽是微弱 民望久仪 承韵缠带 有何不可 环前听后 大喜过望 拉住刘玉的手说 你说可以 那就是真的可以了 环玄和刘玉比起来 差在性子上 刘玉志向远大 和环玄一样 也想做皇帝 刘玉问 直到自己快死了 才办理称帝事宜 环玄疾 天生疾性子 刚当上楚王 不过一年 便想称帝 环玄知道 光有门第基础不行 毕竟那是老一辈的威信 自己要有声望 所以刚一执政 就上表北伐 请率朱军扫平关 落 不过他没那个本事 耍个滑头 让朝廷下诏不准 装成一副 无可奈何的样子 说 诏命难为啊 环玄下令办事情 你必须快办 马上办 立刻办 每次见到别人 办事不利落 就生气说 你要是得到哀家礼 该不会争了吃吧 当皇帝以后 当职传召的官员 未求快 没人在宫门外下马 各个跑马入宫 把马往各部尾 门口一戏 进内滑杂 那有朝廷的样子 环玄性格中 另一个大缺点 是缺乏自信 每次出征打仗 先制造清格 装满服饰真丸 名人字画等物实 有人不解 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呀 环玄一本正经回答 兵凶战危 万一有个什么意外 轻便好运 大家忍不住暗笑 打败仗 生死未卜 惦记什么字画 作为拥护环玄称帝的奖赏 环玄亲自接见刘裕 见面后 环玄对司徒王密点评说 昨见刘裕 风骨不俗 盖人结也 每次游玩集会 对刘裕优理有加 赶上曹操对待关羽了 上马金 下马银 赠此甚后 环玄妻子刘氏有致见 善向人 对环玄说 我观刘裕龙行虎步 是瞻不凡 恐不为人下 应该早点把他除掉 环玄不同意 我正想平荡中原 非刘裕莫可负以大事 观拢平定 然后另当别意 不能说 人家环玄算盘打得不精 资格打仗不行 总得有个名将辅佐吧 北伐不能总是车口号 一次行 两次行 三次四次 老百姓不上当 瞧不起你 环玄对刘裕被加拉拢 下诏褒奖 大带高帽 刘裕以寡致重 吕催妖风 泛海穷追 时间齐霸 诸将栗战 多被重创 子元帅以下 置于将士 并一论赏 以续熏裂 连士兵们都跟着沾光 刘裕威名更胜 刘裕可不是观云长 他是曹操 你环玄休想拉拢住 刘裕积极密谋 已救伤复发 需要疗养为借口 与何无忌同传 回到京口老家 密谋兴富近世 北伐兵已被环玄解散 刘裕等人四处联络故旧 未尽以来 高门士族有士籍之容 若贯疾祸入世 树性寒人 无寸进之路 所谓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军功再高 也不能成为方面大员 文采斐然 最多只能做郡府左立 想做高官 门都没有 左思 永史 诗中以士周涅高位 英俊陈夏辽 逢功其不韦 白手不见招的诗句 强烈对比出 寒门与士族的矛盾 有才知是横遭压抑的情形 东晋孝武帝 为加强皇权 司马盗子父子 为对抗士族军阀 陆续启用一些下等士族 树性寒人 环玄建立楚国 把这些人好不容易看到的 一点点希望的火焰 彻底熄灭 由于发动导环的武装政变 是一场下等士族和数族地主 对门阀士族的夺权运动 他振臂一呼 号召恢复东晋王朝的统治 许多对现状不满的韩室 军官不约而同聚集到他的麾下 刘玉发动的军事政变 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 他为江南水乡的男人 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为士族集团注入勇武豪迈的精神 环温英武谋略 为何北伐屡遭挫折 他无法激起国人的昂扬斗志 浴血奋战 卖力打仗 换不来前程 换不来财富 谁还肯冲锋陷阵 王蒙满腹经伦 一介平民 被桓温任命为高官都户 给的官不可谓不大 可王蒙在东晋朝廷中 看不到出路 看不到前程 看不到用武之地 匪水战争的胜利 源于北方各民族的矛盾 和福建的不治兵 得来侥幸 谢安激动地折断目击 说明不自信 侥幸能有多少回呢 若非刘豫点燃中下层世述的斗志 取得自东而西千里远征的胜利 南朝凭什么能够抵挡 雄才神勇的太武帝拓跋涛 和他那几十万铁甲骑兵的南下 凭什么让孝文皇帝进行汉化 汉人这个名词 能否延续至今 这些都是问题 刘豫承认起自草莽 他对被环旋弃用的韩氏青州主部梦场说 草泽间当有英雄起 你听说过吗 梦场答道 今日英雄有谁 就是你呀 刘豫起誓 最先想到的 除了梦场 还有刘豫 刘豫自希勒 汉高祖刘邦的同乡 祖上座官 属下等士族 刘豫少有大志 不休产业 官拜青州刺史环洪的中兵参军 素与刘豫 何无忌相熟 住在京口 刘豫让何无忌去刘亦那试探口风 何无忌是刘劳之的外甥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何无忌与刘豫 刘豫一样 有大志 中量刃气 遇到不称其心的事 绝不伪装 行于颜色 曾任司马元显世子 东海王司马燕章的国中尉 环玄杀害司马燕章 何无忌进入法场痛哭 他屡次鼓动刘豫举兵造反 成为刘豫武装政变的主要骨干力量 三人家在京口 互相很熟 知根知底 何无忌问刘豫 环氏现在非常强盛 不好图谋吧 刘豫不以为然 天下自有强弱 如果失道 强大也会变得弱小 却得只是民主 何无忌缓缓反问道 天下草泽之中 难道没有英雄吗 刘豫回答道 我所见的 唯有刘豫 心有灵溪一点通 第一波启示的有27人 这27个人多是中下级军官 经过周密研究 刘豫决定在京口 广陵 丽阳三处重镇同时发难 刘豫 何无忌 沙桓修在京口起兵 刘豫去江北 与刘道归和孟场 一同沙桓红于广陵起兵 豫州左军府参军诸葛长民 沙刺士雕魁 占据丽阳起兵 王元德 新虎兴和同后知 则在京都健康做内应 记忆妥当 众人分头行动 发动军事政变 所冒风险不言而喻 把自己和全家的性命都压上 没有必死的精神和道义支撑做不来 孟场 妻子周世家很富有 孟场 欲尽三家财 以供军粮 对周世说 还供看不起我 使我一生潦倒 我绝当作贼 你和我离婚吧 假若是成 得富贵 相迎不晚 周世当下拒绝 父母在堂 你遇见大事 我一个女人 怎么劝得了你 是若不成 我在家中孝敬父母 抚养儿子 绝不回娘家 孟场 怅然良久 不说话 周世聪颖 当下明白了 看你这样子 不是来和我商量的 不就是想要家中的财物吗 好吧 周世指着怀中 刚出生的女儿说 此而可迈 亦当不惜 何况钱财 把家里所有的财物 全部取出来 交给孟场 又到妹妹家去说 我昨夜做了个梦 不吉利 你把家中将部都给我 震一震她 周世要将部做什么用 晋朝的军服是将色 他全部秘密 缝成军事袍 家人谁都不知道 何物介回到家中 连夜藏在屏风后头 起草席文 母亲刘氏 悄悄踩着板凳 罩着灯竹 从屏风上头偷窥 刘氏是刘劳之的姐姐 常思为弟弟报仇 当她发现何无忌要造反 泪流满面 抚摸着何无忌的头说 我肯定比不上东海旅母 你能报仇 我无恨事 人如果有了必死的决心 力量是巨大的 哪怕只有27人 公元404年2月 刘豫以游猎为游 与何无忌集合一百多人 第二天清晨 金口城开 何无忌身穿传召服 乍称朝廷赤史 率众涌入府衙 袭杀还修 占领金口城 还修司马雕红帅 大队人马前来救援 一军只有百余人 重寡相差悬殊 刘豫登上城楼 连恐吓带威胁 唱了一出空城记 做大事的基本素质之一 就是静气 刘豫神色从容 对城下的大军喊话 郭江州以奉皇帝 在巡洋重建大晋国 我等受密诏诸楚逆党 贼臣还玄的人头 已经消于大行 诸君难道不是大晋的臣子吗 你们想干什么 晋安帝退位后 居住巡洋 所以刘豫说 江州刺史郭长之 复兴晋国 刁红被刘豫唬 信以为真 收兵退走 与此同时 刘豫与孟长等人 在广邻宫杀还红 带领部众从江北赶到 众人共推刘豫为盟主起兵 刘豫猛地想起一个人来 当下问何无忌 我们现在急需一个主部 得有个文官料理事务 到哪里去找 何无忌应声就答 谁也比不了刘道民啊 刘豫心领神会地笑了 刘道民是刘慕之的小名 刘慕之是刘宋皇朝第一臣 刘豫的诸葛亮 沈约的宋书将他载入列传第二 名列所有大臣的第一位 刘慕之亦是金口厨子 少号书传 博览多通 做过狼牙内使江主府的主部 曾经对人说 他做过一个梦 梦见和刘豫在大海中泛舟 呼吁大风 眼看大船要轻浮 俯视船下 却见左右有两条白龙架船而行 不久航行到一座山前 风暖耸秀 林树繁蜜 心情舒畅 当然 他说这话和刘邦斩白蛇的典故一样 谁也不能进入刘慕之的梦中 去瞧瞧真是与否 但这足以说明他和刘豫很熟 互相不认识怎么梦见 你说给谁听 谁也不信 他只比刘豫大三岁 同居金口 一块长大 相识相知 和刘豫相知的人 家庭状况肯定一般 但必定有性格 刘慕之家境贫寒 不过天生有福 娶个妻子特别好 济阳江是江四的女儿 济阳江四是高门士族 刘慕之妻子江四 出自旁之 要不怎么会嫁给刘慕之这种寒事 纵使是旁之 也比刘慕之家高许多 妻子条件好 丈夫难免欺管严 江是好就好在 从不自视门地 温柔贤惠 刘慕之有个缺点 喜欢吃喝 试酒时 脸皮还特别厚 尝到岳父家混吃喝 亲戚不惜见的人物 经常蒙受羞辱 刘慕之不以为耻 江是聪明有实践 不让丈夫去 刘慕之不听 有一次 江家有聚会 说好不让他去 人家有头有脸的人物 吃饭乐呵 你一穷亲戚多寒陈 刘慕之偏去 酒足饭饱 还要个冰狼 拿家去吃 江是兄弟 激笑道 冰狼是消食的 你经常挨饿 要他干什么 这件事 刘慕之终生不忘 江是怕丈夫 和娘家闹得太僵 常常把头发剪了 换钱买酒食 假装说是哥哥送来的 从此 江是不在 刘慕之面前 梳洗头发 后来 刘慕之发迹了 让人把江家兄弟 叫来吃饭 妻子江是流着泪 为兄弟求情 刘慕之很奇怪 我们之间没什么怨恨 你忧虑什么 饭吃饱了 酒喝大了 刘慕之让厨子用金盘子 端上一壶冰榔 一壶石斗 三四十斤 吃吧你 刘慕之心胸豁达 能屈能伸 性格豪迟 好宾客 不喜欢单独进餐 吃饭一定要宽大的饭桌 早餐也要准备十个人左右的饭食 他曾经对刘慕说 慕之家本贫贱 维持生计都很艰难 自从跟了您以来 虽然心中常常想着节俭 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销 仍然稍微显得过于丰厚 除此之外 没有一点地方对不住您 刘慕之成为刘宋一代功臣 不是因为能吃 而是因为才干卓著 刘慕入主健康之后 事无大小 全由他处理 刘慕之内总朝政 外攻军旅 决断如流 事无庸置 各方宾客官员 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府里 各种请求诉讼 千头万叙 内内外外 咨询禀报 一时间材料堆积如山 刘慕之眼睛看着文件 手写答复信件 耳朵听属下的汇报 嘴里当场答复 同时进行四种工作 互相之间绝不混淆错乱 一切应酬自如 处理得当 从早到晚 毫无倦意 偶有闲暇时间 便亲自抄书 参阅古籍 较定错误 人们总说 一心不能二用 刘慕之一心四用 可算奇才 刘玉金口起兵时 刘慕之正待在家里读书呢 那天早晨刚起床 听到金口城里 人声鼎沸喊声震天 跑到街头去张望 正好与刘玉的信使 不期而遇 信使说 刘将军照您去 一同建议 刘慕之看着使者 半天没说话 建议说得不中听 那是造反 什么结果 砍头 刘慕之是书生 不同于刘玉那帮子 天不怕地不怕的混混 赌徒 他是知识分子 考虑问题周全 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轻易走上 这么一条道路的 门阀制度的压制 让老师人爆发血性 两进南北朝时代 不同于现代社会 现代可以做生意 我办企业 开公司 做成亿万富翁一样 出人头地 那个时代 市场经济不发达 除了做官 得不到社会认可 刘慕之有才学 有志向 不甘心啊 豁出去了 下定决心 回到家里 把不肠捡了 改成裤着 当时士兵穿裤着 世俗老百姓 外面套宽山大袖 里面穿衣裙 刘慕之去见刘玉 你别看刘玉赌徒家勇士 乍一看 好像大老粗 他说话向来不明说 包括上一次 明明想用刘慕之 偏要问何无忌 当何无忌指出来 他便回答一句 我也认识他 这次也是一样 人家刘慕之穿军装来了 不必拐弯抹角了吧 他不 问道 我实举大义 方造艰难 急需一个主管军力 你认为谁可以胜任 刘慕之毅然道 贵府初见 军力必须大财 仓促之计 恐怕没人能超过我 刘慕笑了 你肯屈尊 我大事必成 金口城聚集两千多一军 刘玉帅一千七百人向建康进军 同时传习京师 圣讨环旋 习文铿江有力 慷慨激昂 金口 广陵 丽阳 石头城 寻阳 一周同时起兵 似乎天下响应 大局已定 其实寻阳和习州毫不知情 石头城的王元德 新胡星 同后之三人同时被害 丽阳的诸葛常民被抓 只有广陵的刘毅来到金口会市 习军孤军奋战 形势岌岌可危 能成功吗 只要有刘毅一个人在就能成功 别说刘毅手里有一千多名义士 一个人的时候不照就驱赶数千敌军吗 有人说刘毅能够成功 因为他是个赌徒 赶完大赌 赌徒和赌徒也不同 厉害的要看准时机 压得准 刘邦是一个赌徒 若没有秦末天下接反的大势 给他一万个胆 敢反吗 刘毅比他更狠 楚国没乱到秦末那种地步 但根基太浅 习文传至建康 环玄大惊失色 幽惧无忌 官员们劝慰道 刘毅等人兵力甚弱 怎么可能成功呢 陛下何必太过忧虑 环玄又急又忧 你们知道什么呀 刘毅足为一世之雄 刘毅家无斗梁之储 出仆一至百万 和无忌库似其旧刘劳之 他们三人共举大势 何谓无成 环前请命与刘毅决战 环玄说 不行 既然他们敢造反 形势所迫 都成了亡命之徒 气势正盛 荆州水军不是对手 一旦失利 大势去矣 拟帅大军囤住 富州山以一代劳 他们空航二百里 锐气丧尸的时候 炸剑大军 必定惊惧鱼 我按兵不动 不与交锋 他们自然散走 这才是上计 环前坚决不同意 堂堂楚国大军 会被一只乌合之众吓倒吗 出击 环玄只得加封环前为 征讨大都督 命吴辅之 黄辅夫夫两员大将帅 两万人马 向金口杀去 刘毅的一千多议事 与吴辅之的大军 在江城遭遇 吴辅之是环玄削将 手下兵马 都是储君精锐 两军阵前 刘毅手持长刀 大呼而冲 所向披靡 力斩吴辅之 储君大败 刘毅率军 追赶到罗洛桥 再遇黄辅夫 刘毅和谭平之 各率一步死战 谭平之战死 其中溃退 刘毅不顾 近战迷利 奋勇无比 再斩黄辅夫 一千破敌两万 杀得储君四面逃散 二将相继战死 还钱只得采取首饰 亲自屯兵 富州山东北的东陵 便饭之驻军 富州山以西 合计兵力两万人 巨险坚守 刘毅令部队 保时之后 效仿楚霸王项羽 破釜沉舟 西楚霸王带三天粮食 刘毅做得更绝 把剩余粮食 全部丢掉 轻装进至富州山以东 派老弱军士登山 便插旗帜 作为一兵 义军分成数队 刘毅和刘毅等将领 各自率队 集中兵力 突击还钱锁步 刘毅身先士卒 将士无不死战 一亿当百 呼声惊天动地 还钱的士兵 多为金口人 平素卫服刘毅 莫有斗志 时值东北风急 刘毅借风纵火 奄奄张天 鼓噪之音 震动惊异 还钱大败 真其报往皇宫 说刘毅的军队 遍布山野 不知多少 还玄无意再战 弃健康出逃 这就是还玄 不如刘毅的地方 胜负未分 轻易败退 太尉参军胡藩 在南叶门拉住 环旋勒马的江绳 大叫道 金羽林射手 游有八百 皆是荆州一事 足可一战 一旦舍此而去 再想回来 回得来吗 环旋不语 以马鞭指天 意思说天意如此 帅子之门 乘船沿江西下逃跑 义军进入建康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刘毅由普通军官 成为国家全臣 治国和打仗不一样 刘毅明白其中道理 找到了代理人王密 王密出自狼牙王室 是王岛的孙子 历任东晋高官 环旋篡位时 亲手奉上晋朝的喜策 被任命为楚国的中书令 司徒 王密和刘毅是老朋友了 当初刘毅不依贫贱时 曾与豪强雕魁出仆 结果赌输三万钱 刘毅还不起赌债 被雕魁绑附在马庄上受尽羞辱 正巧 王密到雕魁家拜访 见到刘毅后 非常惊奇 贷还赌债 让雕魁放人 还对刘毅说 倾当为一代英雄 人必须做好事 哪怕只做一件 义军将士对王密 这个晋朝大叛徒 相当愤慨 刘毅朝堂之上大声斥责 喜受何在 王密惊慌失措 刘毅不生气 反而处处维护 让他继续总览朝廷大权 刘毅仅仅为了报恩吗 乍一看 好像是 其实远不是那么一回事 王密是排位 替他掌管朝廷 刘毅明微微薄 刚入京师 势力没有巩固 一不登天 容易引起高门士俗的反感 全力交给别人不放心 现成一个听话的人 怎么能不用 等到语意丰满 再另讲另说 对瞧不起刘毅本人 或不与义军合作的高门士俗 刘毅不留情面 太原王室的王隋 经口之度雕魁 君遭灭门 雕士素音妇 有田万寝 奴婢数千人 奴客纵横 固令山泽 家中财富堆积如山 刘毅散其资续 干了一场杀富济贫的买卖 让老百姓尽情拿 凭自己的力气 能拿多少拿多少 好几天都没搬完 世上怕死的人多 官员们也见风使舵 朝廷封赏义军将士 拜刘毅为徐州刺史 刘毅为青州刺史 何无忌为狼牙内使 孟场为丹阳尹 刘道归为义昌太守 宜将盛勇追穷寇 刘毅没有给环玄 留下喘息之机 刘毅诸将继续沿江追击 环玄仓皇出逃 一天没吃东西 左右侍卫找来点粗米饭 咽不下去 袁书临死前要喝蜜水 贵族少爷们 捣驴不捣架子 小儿子还生扑在怀里 抚摸着他的胸铺安慰 环玄卑卑不自胜 好在思维没有乱 自己手里还有活宝 环玄逼迫在巡洋城过 退休皇帝生活的 白痴司马德宗 西上荆州 留下龙襄将军 何弹支等将领 防守盆口防线 抵挡追兵 刘毅率领何无忌 刘道归诸军 穷追不舍 兵至桑洛州 储军主将何弹支 随即率水师迎战 将主力分配在左右翼 意图为敌而兼之 双方战舰排开 何无忌遥望何弹支 平常所成的作舰 但见其上便插旗帜 语仪甚盛 便对众将说 贼帅必不在中军 想炸我 我们将计就计 供他中军 众将不解道 既然何弹支不在主舰 我们攻打中军 有什么用 何无忌解释道 我军兵少 敌军兵多 重寡不敌 战无全胜 何弹支既然不在主舰上 中军战士必弱 我用精兵攻打 肯定能打下来 得到主舰 则敌军气馁 我军气胜 定破贼兵 进军战船猛攻 储军中军 拿下主舰 四下高喊 何弹支被俘了 储军大乱 一败涂地 进军攻克盆口 近战巡洋 环玄得知 巡洋失守的消息 集合荆州兵马 两万余人 以浮洪为前锋 大发楼船 协地东下 意图夺回江州 刘毅 何无忌 刘道归 孟怀宇 率军自巡洋西上 与环玄相遇于征荣州 古时大疆宽阔 沙州众多 现在并不多见 大疆中心的征荣州 如今与江岸结合而成鞭探 两支船队遭遇时 进军布满一万人 各路储君有数万之众 楼船高大 周渐众多 诸将唯恐不胜 主张退回巡洋坚守 刘道归对诸将怒吼道 敌众我寡 强若分明 尽若未诺不尽 必被敌人抓住机会 就算回到巡洋 能守得住吗 环玄外名雄豪 内侍怯懦 加之贼军类败 军心不稳 绝机两阵 将雄者胜 岂在人数多少 狭路相逢勇者胜 胜便胜在气势 胜在信心 刘道归率本部船队冲锋 刘毅诸将 各自率队迎上去 环玄不改老习惯 弄条清阁扬州 大船之侧 已被逃走 储君见主将 如此胆怯 莫有斗心 刘毅乘风纵火 士兵们争先杀敌 储君大溃 环玄焚烧自重 挟持晋安地城 小船连夜顿走 回到江陵 仍然感觉不安全 准备逃往汉中 城中人心沮丧 士兵滑遍 环玄与亲信心腹 一百多人乘马出城西桃 刚到城门 布下士族 自相残杀 环玄差点被砍死 侥幸桃的性命 到了江边 上了船 身边只剩几名随从 随从中有 囤骑校尾 毛修之 他可不是真心保护 环玄 而是个卧底 是义州刺史 毛区派到 环玄身边的 特工人员 毛修之 又骗环玄入蜀 去汉中干嘛 蜀到难 难于上青天啊 去义州 不识做刘备 环玄听信了 改向蜀地进发 船行梅回舟 正遇义州的伏兵 蜀剑渐如雨下 侍卫丁仙七 万盖等人 用身体挡臂 环玄 全被射成刺猬 蜀将冯迁 跳上船 抽刀上前 欲杀环玄 环玄急忙 拔下头上的 玉岛给他看 贺道 你是何人 敢杀天子 逢千梅被吓住 吏声贺道 我杀天子之贼 说话间 手起刀落 环玄人头落地 进军将环玄首级 送往建康 萧于大横 环玄于公元402年 12月称帝 公元404年 5月被杀 仅仅做了 一年零六个月皇帝 身死国灭 宗族死亡殆尽 足以警戒 天下有野心 而无才能的人 环玄死后 刘毅诸将 继续在荆州作战 陆续薛平环氏家族的残余势力 然后破取靳安帝 返回建康复位 京口建毅诸将 得到朝廷的封赏 刘毅为车骑将军 领徐 清 演三州刺史 镇守京口 核武济镇江州 刘毅岭 豫州 诸葛常民都淮北 孟场居中 任吏部尚书 东京名义上 虽然仍是司马氏的天下 朝廷最高长官 仍然是狼牙王室的王命 但是 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已不存在 而演变为刘毅与北斧将领们的天下 权力之争是官场的永恒主题 只要进入名利场 便会身不由己 父子兄弟 师生朋友 甚至昔日最亲密的战友 也会成为争权夺利的对手 刘毅凭借刘毅之的一条妙计 顺利从地方进入中央 真正成为禁帝国的主宰 朝廷中的傀儡大臣王密死了 尚书左城皮审来到京口拜见刘毅 皮审首先拜会刘毅重要的谋士 车骑将军府主部刘毅之 向他表达朝廷议定的两项人士安排 征询意见 王密死后 留下两个空缺 一个是扬州刺史 一个是陆尚书市 扬州侠京都建康 陆尚书市主管朝政 都是至关重要的位置 朝议的结果形成两条意见 要么让中领军卸混接任 要么建议刘毅在京口摇领扬州刺史一职 朝廷政务交给孟场处理 庭义方案看似合情合理 谢混出自陈俊谢氏 谢安的孙子 谢衍的儿子 由他接任王密的职务 是很自然的事 如果刘毅想做扬州刺史的话也可以 兼职就行 刘毅是武将 那么朝廷政务交给孟场 无论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方案 有一点相同 即刘毅不必入京辅证 刘牧之听完 没说话 借口上厕所走开 中途派人给刘毅送去张便条 上面写着一句话 皮审来了 他的话不能听 刘毅接见皮审 听过那两条建议之后 让皮沉到外面候着 把刘牧之叫来问 刘牧之分析道 晋朝施政日久 环旋篡逆 天命以矣 刘公兴富皇座 勋高未重 以今日之行事 怎么能一味谦让 只做一个边疆呢 刘毅 梦场诸公 与您都起自不一 共利大义 以取富贵 定谋起事有先有后 所以推流公为盟主 并非真心诚意拥护您 如今大家势均力敌 将来一定会互相吞噬 扬州 国家根本 不可交给别人 当年任命王逆 是一世全变 如今若再让他人做刺史 必然受制于人 权柄一师 再不可得 那样一来 将来的危险 实在无法想象 现在朝义已经如此 应该给他们回话 如果挑明了说 我不同意 就该我做 似乎显得不太谦虚 盛气凌人 让人讨厌 那就这么说 扬州是国家根本所在 宰相地位重要 这是兴亡所系之事 人选应该慎重仔细 既然是大事 不好隔得这么远来商量 我会尽快入朝 与大家共同商议 只要刘公到了京都 他们一定不敢越过 您另外任命他人 刘牧之谋身绿远 一眼看破玄机 看到刘毅的野心 刘毅拉拢狼牙王室 刘毅便去拉拢陈俊谢氏 准备在朝廷中 另立自己的派系 此次庭义目的明确 即使谢昏做不了扬州刺史 也绝不让刘毅入京主政 刘牧之一席话 坚定了刘毅排除一击 最终成就伟业的雄心 刘毅入京 果然被任命为扬州刺史 陆上舒适 从而真正控制东晋朝局 出神数族的刘毅 踏着环旋的尸体 登上门阀帝国东晋的全臣宝座 开始扮演皇帝终结者的角色 此时 刘毅正在考虑 提高自己在国民心目中的威望 没有威信 政令 军令不会畅通 刘毅的声威 建立在内战基础上 而今卢巡归缩广州向朝廷称臣 一时找不到借口收拾 刘毅把眼光描向境外 瞧纵在他眼里 只是一只小耗子 不值得兴师动众 胜之不武 北方有三大强国 北魏 后秦 和南淹 南淹就是那个退守 山东地区的后淹泛阳王慕荣德 建立的淹国 北魏不与晋国接壤 先收拾后秦 还是南淹呢 后秦皇帝姚兴趁着东晋军阀内战的时候 把东晋的河南之地收入囊中 刘毅试探性向后秦国提出议和 要求归还南乡等几个郡 姚兴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 答应下来 为他的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解释说 天底下的善行都是一样的 刘毅从社会底层最卑贱的地位发展起来 奋发英姿 朱面环玄 兴富进士 内修政治 外修疆域 我怎么能为珍稀几个郡 不成全他的好事呢 后秦割让南乡 顺阳 新野 武阴等十二个郡 归还东晋 姚兴够聪明 难怪后秦国 在他温和而又坚决的领导下 逐渐强大起来 不过 他的温和是养虎为患 他不曾料到 刘毅的志向有多高 心气有多大 刘毅想诛灭的 难道仅仅是一个环玄吗 刘毅掂量半天 找不到收复旧都的理由 正郁闷啊 南烟换皇帝了 老皇帝慕容德去世 金刀太子慕容超继位 不但向姚兴称臣 还把南烟国的乐队 当作礼物送给后秦 乐队给了别人 自己没有了 慕容超准备重新组建一支乐队 派军队劫冬进的边缅 慕容超和刘毅 在对待音乐的态度上 表现出二人的迥然不同 当官员们因为朝廷音乐设施不完备 请求重建时 刘毅说 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件事 而且我也不懂他的道理 官员们说 如果你喜欢他 自然就懂了 刘毅道 正因为懂了就会喜爱 所以我才不去学习他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慕容超的贪欲掩盖了智慧 挥鹤一时的慕容家族 因此激进王族 公元409年2月 南阴骑兵大略晋朝边境 俘虏东晋青年男女2500人 送到燕国泰勒学习音乐歌舞 慕容超倾起边信 给了刘毅大展拳脚的机会 他向天下宣告 一个属于刘毅的时代即将来临 他要用武力收复师弟 一统河山 刘毅发动了第一次北伐 他为自己确立的目标就是干掉南燕国 桓文等东晋将领们屡次北伐 常常无功而返 刘毅能够取得超越桓文的军事成就吗 慕容超又是何许人 为什么叫金刀太子 第十三章 慕容先卑的衰落 慕容先卑 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民族 是金庸先生笔下拥有绝世武功的 南慕容武林世家的祖先 他们所建立的最后一个燕国被流域灭亡 三千贵族人头落地 从此 慕容先卑在中国大帝销声匿迹 四个燕国如同四片美艳的花瓣 绚烂过后 刹那凋零 慕容家太多美男子 无意不是傲骨争争 金刀太子慕容超 神色从容地踏上断头台 为慕容先卑的谢幕大具 平添了无比悲壮的色彩 南焉是慕容先卑建立的国家 慕容超不是南焉国主慕容德的亲生儿子 而是侄子 慕容德有个异母同胞的哥哥 北海王慕容娜 慕容超是慕容娜的儿子 慕容超继承南焉国地位 其中有一段离奇悲伤的故事 前焉王国后 慕容娜举家投奔时任张业太守的慕容德 两家人同住张业 福建南下伐晋 拜慕容德为奋威将军 争调随军 当时家里的孩子们很小 慕容德遇见前秦南征之机复国 做了一手准备 临走之时 他给母亲公孙氏老夫人 留下随身佩戴的一口金刀 以便日后和孩子们相认 前秦兵败匪水 慕容德随慕容锤在河北起兵 前秦诛杀慕容德和慕容娜一家老小 只留下年老多病的公孙氏 慕容娜妻子段氏刚好怀孕 没有行刑 投入监狱 狱里有个叫忽延平的老头 是慕容德以前的顾虑 曾经犯过死罪 被慕容德救下 为了报恩 忽延平冒死 就出段氏 带着公孙老夫人一起逃往羌人的聚居地 两家人一起艰难度日 不久 段氏生下慕容超 慕容超十岁的时候 公孙老夫人就死了 临终之时 老夫人取出慕容德的那口金刀 交给慕容超对她说 如果有朝一日天下太平 你一定要东归故乡 把此刀还给你的叔叔 言外之意 告诉慕容德我们的遭遇 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死了 甭挂念了 忽延平带着慕容超母子 从梁州辗转来到长安 不多久 忽延平也死了 段氏对儿子说 我们母子能够活下来 全靠忽延平 现在他死了 留下一个女儿 孤苦伶仃 虽然我们是大燕皇族 他们是平民 你也得娶她为妻 来报答忽延家 对我们的恩惠 于是慕容超 娶忽延平的女儿 做了媳妇 慢慢地 羌人打败前秦 建立后秦国 慕容超四处打听 大燕富国的消息 身份随之暴露 慕容超担心被后秦扣押 心生一计 假装疯癫 到处起事为生 后秦国人觉得他很贱 充满蔑视 后秦皇叔姚少 感觉他很奇特 对皇帝姚兴说 慕容超身材魁梧 举措宣昂 恐怕不是真风 陛下给他一个观作 拴在秦国 或许以后能派上用场 慕容家出美男 微近时代 特别推崇举止风流的美男子 向智国迎撤的潘安 被人山人海的观众 看杀的小碧人未接 这种风气影响到北方湖族 他们也竞相追捧美男子 北方各国美男标准 和汉人不同 除相貌漂亮之外 身材必须睽違 高大鹦鹉 慕容超符合标准 生得身长八尺 腰带久违 精彩绣发 容直可观 姚星一见 挺喜欢 两人一谈泄了气 文采没有不说 气势也没有 谈吐一般 对军国事件 说不出个所以然 姚星大为鄙视 对姚少说 艳雨说得好皮 不包纯骨涛 纯是胡说八道 慕容超 故意颠三倒四 往错处打 姚星真就上当 再不肯理他了 关中与山东 因常年战乱 消息阻断 直到有一天 慕容德 顾立赵荣 从长安来到南烟都城 广固 慕容德 这才得知 母亲 兄长 以及儿子们的死讯 好痛吐血 年纪不饶人 近七十高龄的老人 怎么经受得住 如此打击 得了一场大病 慕容德 没有儿子 当听说兄长 有个姨父子在后勤 马上派人去找 通过一个算命先生 找到慕容超 慕容超 生怕惊动后秦国 没敢把消息 告诉母亲和妻子 暗地里和来人 逃到南烟 慕容德 听说慕容超到来 大喜 派遣三百骑兵 前去迎接 慕容超 抵达广固 把珍藏二十年的 那口金刀 交还给慕容德 慕容德 守抚金刀 失声痛哭 卑不自胜 立刻册封年仅 二十岁的慕容超 为北海王 在皇宫内 建造府地 早晨 晚上都要见一面 慕容德 总算见到亲人了 慕容超 机灵聪明 入则侍奉尽欢 出则轻身下世 内外欲望 昔然归之 整个南烟国 都把他看作 未来的皇帝 老皇帝看到 未来的希望 自己却不行了 山东地震 老皇归天 临终立慕容超 为太子 慕容超登基之后 为换回扣押 在后勤国的母亲 和妻子 不惜向后勤称臣 把本国的纪月献给姚兴 派兵去晋国边境抢人 补充歌舞乐队 给了雄心万丈的 刘豫北伐的口实 公元409年3月 刘豫留梦长守健康 自率周狮子 淮水入似水 讨伐南烟 刘豫为此次北伐 做了充分准备 经口建议的强将 悉数出战 此次出征的 孟龙福 谭少 项尼 孙畜 快恩 朱灵石等人 都是跟随 刘豫南征北战的虎将 选刘靖轩 胡帆做参军 胡帆就是在南烟门 拉住环旋马匹 劝环旋与刘豫决战的那位 桑洛州战役 胡帆战舰烧毁 身着全副铠甲落水 好歹不死 找不到大部队 只得回家 环旋死后 刘豫看中他的财干和忠心 待在军中 五月 刘豫大军到达夏批 弃船登岸 刘兹众 直逼狼牙 刘豫灭南烟之战 是中国军事史上 一个典型战力 历史学家和军事家们 曾经多次研究过这次战役 南烟国大体控制 金山东地区 都城在广固 从狼牙到广固中间 隔着宜蒙山脉 共有三条路线 一是沿宜水北上 翻越大仙山 然后经林渠至广固 这是一条捷径 水路运输比较方便 但大仙山十分险峻 山道狭窄 两车不能并行 号称其南天险 二是向东北京举城 东武 入围水北上 由今围方 西区广固 这条道路迂回较远 劳失费时 转送困难 如果敌其从大仙山南下 有被截断梁道的危险 三是向西北越 大问河京梁复 再转向东北 到达广固 这条路山路极多 不便行军 梁运十分困难 还要担心 沿州方向的敌军 也就是说 以步兵为主力的禁军 从当时情况看 只能选择翻越 大仙山禁兵 因此 有人向刘豫提出问题 如果燕军 堵塞大仙山死守 或者当我军 穿过大仙山 渗入到宜蒙山脉以北 敌人兼比青野 我军进入重地 也无所掠 那就不单单是 能不能建功的事 恐怕大军将匹马不归 刘豫笑了 笑得很得意 我考虑过了 鲜卑人生性贪婪 没有长远战略眼光 前进只盼望多多掳掠 后退又吝惜田中和苗 他们肯定认为 我们孤军深入 不能长久坚持 采取的战术 不外乎进军驻守临取 或者退守广固 我敢向你们保证 敌军既不能拒守大仙险要 又舍不得糟蹋庄稼 就等着我们收拾呢 刘豫兄有成竹 南英国宫廷 为此进行了一番激烈辩论 几乎所有将领 一致要求固守大仙山 慕容超的亲信大臣 公僧五楼 献了上中下三策 他说 无兵倾果 立在宿战 不可争锋 应该拒守大仙 让敌军无法进入 拖延时间 举其锐气 然后挑选二千精锐骑兵 循海而南 掘其良道 再令衍州守将 段辉率兵 沿山地东下 赴北击之 这是上策 各地官员 拒险固守 留足粮食物品 剩下的烧毁 再把田野庄稼割光 让敌军无法补充吉养 敌军既无粮草 求战又找不到对手 一个月之内靠野把他们靠死 这是中策 把敌兵放入大仙山 我们出城野战 为下策 慕容超偏偏选了下策 但非常自信 敌军远来疲蔽 是不能久 我具武洲之地 用富庶之民 铁骑万群 脉盒不也 怎么能割掉庄稼 亲以百姓 向人示弱呢 依我看 不如放他们进入大仙山 等敌人到达平原 我们用骑兵攻击何仇不胜 众将苦劝 慕容超不听 太尉贵林王慕容震劝道 陛下如果认为 我们骑兵平地作战有优势 就应该冲出县山去迎战敌人 即使不能取胜 还可以退手 不应该放纵敌兵进入县山 放弃险要帝势 慕容超听不进去 慕容震私下对人说 皇上不守大仙 不愿意肩比青野 非要坐在那等着敌人来打 和三国刘章太相 今年大焉完了 我是慕容鲜卑的勇士 必死 你们等着被江南人纹身吧 慕容超听后 大怒 把慕容震下到大狱 撤回举城 两父两弟的守军 加固都城防御攻势 临选将士和战马 等待与进兵决议雌雄 两军战略战术不止停的 只剩最后决战 到底鹿死谁手呢 进军兵过大仙山 不见燕军一兵一组 刘豫举手指天 喜行余色 左右将领们问道 刘公连敌兵的影子 都没有看到 高兴什么呀 刘豫望着遍地庄稼 笑道 兵已过险 是有必死之志 于良欺母 人无匮乏之忧 敌鲁全落在我的手掌心里了 南阴公孙武楼等将领帅 五万步骑 防守林区 慕容超得知 进军到达消息后 帅步骑四万 自广固增援 派公孙武楼 抢占距林区城南四十里的巨灭水 鲜卑骑兵 与进军先锋孟龙福展开激战 孟龙福 金口厨子 骁勇有胆气 干力绝人 少好游侠 早年便与刘豫相识 金口建议时 成为刘豫的参军 历经江城 罗洛 富州山三战 军功卓著 巨灭水之战 孟龙福单旗突入燕军骑兵阵中 左冲左沙 指挥进军 大败公孙武楼 燕军退走 孟龙福穷追不舍 他的马快 后面的骑兵没有赶上 被数千鲜卑 骑兵包围 孟龙福奋朔迎战 杀伤无数 众因众寡不敌 死于乱骑之下 孟龙福虽然战死 但进军控制住水源 刘豫 以战车四千辆分左右翼 兵车相见 骑兵在后 列城方阵 缓缓向前推进 抵达林区城南 慕容超全军出动 派京旗前后夹击 两军立战 直杀到日落西山 胜负未决 胡帆向刘豫献计说 燕冰清朝出战 林区城中必定空虚 我们可以出一支骑兵 从小道偷袭林区 此寒信破罩之际 刘豫当即下令胡帆 谈少和项弥三将 率军绕至燕军背后 攻打林区 进军城须攻城 虎将项弥换甲先登 当天即打下城池 林区失守 慕容超又听到 刘豫散步的谣言 说进军水师 已从海陆扑向广固 大赤一惊 担起逃走 刘豫纵兵追击 斩燕国十余元大将 大败燕军 慕容超逃还广固 进军乘胜追击北上 第二天禁制广固 攻下外城 慕容超退守内城 刘豫驻常委 强高三丈 挖了三道底沟 摆出架子 不打下广固城 绝不罢休 燕军没有焚烧积蓄和庄稼 为晋国省了钱 刘豫下令停止江淮曹运 就地取粮 慕容超被困广固内城 先后派出张刚 韩范 向后勤求援 几乎所有史学家和兵学家一致认为 南烟之败 败在慕容超 固执己见 不听众将 正确意见 不守大县山 毛泽东同志 对此意的点评为 守大县 亦无用 此项点评似乎让人疑惑 如果慕容超 接受公孙五楼的上策 用重兵把守大县险要 派清齐从其他两条路切断进军粮道 南北夹击 刘豫怎能不败 可是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 当时东晋和南烟的具体情况 再从军事角度 重新审视这场战役 就会发现 毛泽东同志 见解深刻 确确实实 即使南烟死守大县山 也难逃一败 慕容超采取的战术 使诱敌深入 为而兼致 此项战术 源自他对南烟国 鲜卑骑兵战斗力的自信 既然能够避其功于一役 又何必防守大县 或兼必轻眼 无论采取哪一种战术 问题关键在于 南烟国到底有没有能力 打赢战争 我们看一下南烟国的军事力量 军事和政治 经济相辅相成 慕容德时代 南烟号称步兵三十七万 战车一万七千成 铁机五万三千 南烟只有山东一省之地 他凭什么有这么多军队 这源自一项叫捡英护的国策 他是由后烟皇帝慕容堡 最先发动 慕容德继续执行国策 雷厉风行进行搜捡 并派军队寻守边境线 防备百姓逃窜 一度减出英户五万八千户 这种与鲜卑贵族和汉人豪强 争人力的政策 曾使后烟国失掉中原 包括北魏道武帝拓跋归在内的 历任皇帝 均不敢轻易执行 慕容德自立老 威望高 足以镇住贵族豪强 慕容超不行 半路冒出个金刀太子 谁知你是不是真正的慕容鲜卑子孙 皇族慕容法曾质疑过 说慕容超是个骗子 以至于慕容超和鲜卑贵族的关系高度紧张 变得多以猜忌 宠信公孙五楼与慕容皇族对抗 结果发生北帝王慕容中 衍州刺史慕容法 徐州刺史段宏 西中狼将丰隆等南烟重臣的军事叛乱 虽然把他们击败 但难焉元气大伤 军民离心离德 反观东进 刘豫击败环旋执政 虽然南方存在隐忧 高门士族对北伐并不感冒 但以梦场为首的新兴数族地主 坚定支持 因为国内已有人口 大多控制在高门士族手中 想获得土地和从事农业生产 所需要的新的劳动力 必须打仗 东进新组建的军队 希望通过战争获得境外财富 上下一心 种植成城 公孙五楼献祭时所说的第一句话是 无兵倾果 这是北方人对东进军队的普遍看法 环温北伐时 慕容咒也曾说过 无兵倾飘 两句话什么意思呢 是说东进军队打仗顺利的时候 一当时勇猛顽强 一旦陷入生死搏斗 会产生恐惧 习惯打顺风桥 不会打逆风桥 为什么进军没有战斗力 因为他们是士兵 打不来前途 不想卖命 刘豫改变了这种情况 一批勇猛 有才干的下级军官和士兵 飞快得到提升 从孟龙福战死可以看出 进军充满建功的渴望 不再是以前那支清国的军队 慕容超倾起边信 卢略晋朝边民 刘豫师出有名 是反侵略战争 出师北伐 是统一战争 合乎道义 刘豫和慕容超的军事财干 和军事经验比起来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没法比 慕容超 唯一优势就是地利 战争顺息万变 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如何 号称顾洛金汤 不一样毫无用武之地吗 所以说 即便慕容超死守大县山 照就会失败 毛泽东同志 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 慕容超苦苦等待秦国援兵时 姚兴的使者气势汹汹 进入禁军大营 对刘豫下达最后通牒 慕容燕国与我大秦相邻友善 近来告急 不会做事不救 我大秦铁骑十万已至洛阳 禁军如不退兵 将长驱而进 刘豫听完 哈哈大笑 把秦国使者叫到身边 拍着肩膀说道 你回去告诉姚兴 我本想磕烟之后 西兵三年 再取官 落 如今他想来送死 那就让他快点来 刘慕之听说秦史到达 急忙赶到大仗 但秦国使者已经走了 刘豫笑着告诉他 我怎么怎么说的 刘慕之埋怨道 平时事情无论大小 您都找我商量一下 这件事怎么贸然答复呢 此语不足以威慑敌人 相反却能激怒他 如果广固没有攻下 枪贼幼稚 我们怎么对付 刘豫黑黑一笑 此事兵机 你不懂 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 兵贵神速 出其不意 如果姚兴真的想来救援广固的话 一定害怕我们知道 哪能事先派人通知 无非是在说大话 吓唬人 姚兴果然忙于应付梁州战乱 无暇顾及东方战争 外交恐吓未能奏效后 出于盟国的考虑 秦国一度派出一万人马 吃援南烟 由于梁州吃解 姚兴又把军队撤回关中 一兵一组也没派 慕容超久困于广固 不见后勤援兵 准备以割让大县山以南土地 献两马千匹为条件 撑翻于东境 刘玉不同意 日夜加紧工程 禁军围困广固半年 抓获南烟巧匠张刚 制造出飞楼 冲车等各种工程器具 城上火石工时完全失效 禁军站在飞楼之上 可以清晰地看到 城上一举一动 形势对南烟越来越不利 城中百姓潮水般 涌出城外投降 慕容超与宠飞魏夫人 登上城墙摇望 渐进兵军容整齐 盛势浩大 握手相对哭泣 有人劝他投降 慕容超冷冷道 国家费心是天命 我宁可奋剑决死 不会贤必求生 禁军发起最后的总攻 四面一起攻城 阉人打开城门投降 禁军升勤慕容超 金刀太子 缓步走到刘豫面前 神色自若 当他看到西年在南烟相识的参军刘靖宣时 把一声飘零 没过上几天舒服日子的老母段式 拖给他照顾 随后一言不发 刘豫下令将南烟国皇帝慕容超押回健康斩首 让江南民众看看远征军的赫赫武功 慕容超宁死不详 有慕容鲜卑族的蒸蒸铁骨 刘豫愤恨广固九宫不下 打算把城中军民全部活埋 将他们的妻女赏给将士 有人反对 说您如果这样做 中原百姓谁还会盼望王师北伐呢 刘豫改荣谢过 怒气不息 一平广固城 将王宫以下三千余人斩首 赏军人口多达一万户 后世有人指责刘豫杀戮 不过多不失仁义 还说刘豫是民族沙文主义者 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很难统一四海成就大业 刘豫也有苦衷 战争就是为了获取财富 手下的将士们还等着分享战争利益呢 他怎么可能和高门士族一样 不顾及士兵们的疾苦 第一次北伐大获全胜 南燕王国 慕容先卑遭到继夫间 在长安城大杀先卑人之后的 又一次浩劫 先被慕容部的辉煌 从此如过眼云烟 如果慕容超能够再坚持一个月 或许历史会被改写 正当刘豫大军攻入广固的时候 后院起火了 卢巡的十万亿军 从广州兵分两路向建康杀来 北辅军与孙恩义军 刘豫与卢巡的恩怨 最终将如何了断呢 卢巡自于仙 小名元龙 出自高门泛阳卢氏 卢氏祖先自汉以来 世代高官 卢巡生的双眸窘彻 童子四传 聪明伶俐 擅长书法艺术 草莉一起无所不惊 这么一个名门之后的无双才士 如何做了强盗 成为农民起义军领袖 八王之乱中 卢巡高祖卢志 是成都王司马颖的死党 司马颖败死之后 虽然受命于东海王司马月 被任命为卫尉 上书 但与司马月集团贸合审理 所以既没有遭受苦宁县平城之难 也没有渡江洛阳县落后 死于平阳 卢巡曾祖父卢慎 曾被选为晋武帝驸马都尉 刚要成婚 公主死了 卢志家族在平阳遇害时 只有他逃了出来 投奔兵州刘坤 做了刘坤的从事中郎 后随刘坤到达辽西 石虎打败断辽 得到卢慎之后 封为高官 后赵末年 跟随燃敏诛杀时事 在乡国遇害 卢慎思念故国 经常对儿子们说 我死以后 你们要称呼我为 大晋国司空从事中郎 外族再大的官不稀罕 我就是大晋国一个小小的中郎 燃敏死后 中原大乱 卢氏必战乱渡江 卢荀跟父亲卢谷居住在京口 没有根基 渡江又晚 得不到官座 卢氏家族从此开始没落 不得不与一些难度的下等事数 结成殷亲 卢荀娶娶孙恩的妹妹为妻 姐姐嫁给徐道夫 卢荀有志向 明洞江南的卢山沙门 慧远禅师评价说 君虽体设风速 而至存不轨 卢荀入室无门 做强盗为社会所迫 孙恩起义爆发 他成为起义军的骨干力量 孙恩冷酷残忍 卢荀总能够劝阻 他少杀人 由此得到将士们拥护 孙恩死后 卢荀被推为领袖 继继续领导起义军 义军打不过刘豫 卢荀实施战略大转移 率领船队来到攀渝 赶跑广州刺史吴隐之 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环荀败王 刘豫执掌大权 卢荀成绩派人向朝廷称臣 企图割据岭南 获得东晋朝廷的认可 政局出定 刘豫正全力消灭 环玄残残余势力 无暇难顾 顺势任命 卢荀为广州刺史 平越中郎将 义军另一名高级将领 徐道夫为史兴下 卢荀接到任命 非常高兴 借五月初五端午 佳节来临之际 遣人送给刘豫义志纵 刘豫回赠续命旅 二人馈赠的礼品 饶有趣味 寓意已深远 端午节包粽子 使中国古老习俗 江南更为盛行 近代 有一种粽子的原料 除糯米外 还添加中药益智人 煮熟的粽子称益智 益智人出自金海南 广西 故而卢荀以特产馈赠 刘豫的回赠品更有意思 续命履为金口习俗 金口人端午节 以采丝祭壁 辟鬼辟兵 可以避灾严寿 当然 这只是表面的含义 赠品之中包含更深的寓意 刘豫和卢荀 同为没落士族 同处为社会所压抑的阶层 二人各有大志 都在努力挣脱门阀士族的压抑 攀倒社会最高层 不管走哪一条道路 两人都成功了 成为东晋朝廷的方面大员 在这一点上 自然心照不宣 然而 机缘捉弄 一山不容二虎 如果想成就大业 两位英雄必定要一决高下 二人通过馈赠礼品下战书 积封毕露 卢荀说 若想赢我 你要再聪明一点 刘豫则告诉他 你一条命是不够的 刘豫北伐难焉 兵为广固 使星向徐道复 派人劝卢荀 承煦而出 偷袭健康 已成大业 卢荀不听 徐道复亲自来到攀鱼 劝说卢荀 我们到岭南 难道真想一辈子待在这种地方吗 只不过 我们不是刘公的对手罢了 而今刘公顿兵奸程之下 凯旋之日无期 我们用思归之死事 突袭刘毅和无忌之徒 亦如反掌 不成此大好时机 只想保一日之平安 等到三期平定 西家养众 不过一二年间 朝廷必定赵军回建康 若军抗旨 刘公屯兵豫章 遣锐尸过无领 虽将军神武 恐怕难以抵挡 今日之机 万不可适 我们抢先攻克建康 把他们的根基全部摧毁 刘公即使回来 也无能为力 若将军不同意 我自率使兴兵马 直指寻扬 卢荀剑徐道复态度坚决 随即下定决心 大造兵舰 准备进兵建康 大规模建造战船 怎么才能进行的更为秘密 不引起朝廷注意 徐道复实施战前欺骗计划 派人到南康山去砍伐 制造船只的木材 到使兴廉价出售 木材便宜 居民们争相购买 因而造船木材 虽然堆积许多 却不引人怀疑 等到定下出兵日期 马上把所有的木材 全部收集到一起制造船只 十天左右 占捡云集 公元410年2月 刘豫攻克广固的同时 卢巡一军从史兴 兵分两路北上 东路由徐道复率领 去到干水而下 向巡洋进军 西路由卢巡率领 由湘江北上 向巴林挺进 卢巡明显吸取孙恩游 海陆进攻 建康不下 又没有根据第一托 最终被击败的教训 并没有借助水军的优势 扶海直接攻击建康 卢巡的主力指向巴林 有去荆州的意向 徐道复明显是奔江州去的 义军此举的战略意图 是占领京 将二州四级东下 两路义军推进迅速 卢巡攻破贵阳 湘东 禁逼长沙 徐道复连克南康 卢林 兵封直指御章 朝廷大阵 八百里加急赵刘豫 刘豫留下刘牧之善后 从广固匆匆回军 江州刺史何无忌 文庭义军逼近豫章 马上率兵自巡阳南下 欲与徐道复决战 参谋人员均不同意仓促出击 掌使邓前之劝道 国家安危 再此一举 卢巡市局上流 兵见大胜 我们不可与之争锋 应该掘开南唐堤坝 使干将水位下降 然后坚守豫章 巡阳 敌军必定不敢舍我远下去攻打京都 我军蓄力养锐 带其施老兵皮 在发动进攻 此万全之策 坚决成败于一战 万一失利 毁之不及 参军阴产 支持邓前的战术方针 卢巡的士兵 都是三无旧贼 百战于勇 心召集的使星西子 权节善斗 不能轻视 将军集合大军 驻守豫章 等到朝廷各路兵马到齐 再发动总攻不迟 如果单单依靠江州兵马 与敌军决意死战 恐怕将来 您一定要后悔 何无忌不听 近起江州水路兵马 沿赶江南下 与异军水师在豫章遭遇 徐道夫命令数百名 强弩手登上西岸的小山 拦腰射击东进船队 实习风暴级 何无忌乘坐的小舰 飘向东岸 骑义军满江楼船 借助风势逼向进军船只 进兵崩溃 何无忌力声高叫 取我的苏武杰来 手持伏捷 站在船头都军奋战 敌兵越聚越多 有如乌云压顶 何无忌慈色无脑 卧劫而死 进军外围 周军防线 全线崩溃 中外震撼 健康乱作一团 朝廷中竟然有人提议 保护晋安帝向北撤退 去投奔刘豫 刘豫此时已经赶回下批 用船只在资重缓刑 自率精锐 从陆路难归 走到山阳之时 听到何无忌战死的消息 震惊不已 唯恐京都失守 撇下大军 昼夜艰刑 一行数十人赶到江边 向过路人打听健康消息 行人说 贼兵还没有到 刘公若还 便无忧了 可见东晋百姓 对刘豫信心十足 刘豫文庭大喜 单船过江 渡江时 风急浪大 部下都很担心 刘豫不顾 竟只踏上甲板登船说 若天命驻国 风当自息 如其不然 负你何害 你还别说 船翼一动风 真就停了 刘豫过江 回到京口 朝廷上下 这才安心 各地援兵 纷纷进入健康 青州刺史诸葛常民 衍州刺史刘藩 兵州刺史 刘道连的援兵到齐 玉州刺史刘毅 准备出征 刘豫在京口 给刘毅写信说 往年鸡妖贼 知道他们狡猾多变 这一次 他们又侥幸获胜 不可轻视 我这里的战船 马上修缮好了 我和老弟一起去 刘毅速知刘毅 心气高傲 怕不听自己的话 又派刘毅足弟 刘藩去劝 许诺评断断之后 让刘毅 做荆州刺史 刘毅见信 勃然大怒 对刘藩说 过去 我们不过因他有一点点功劳 推他临时做个盟主罢了 你真以为我不如刘毅吗 说完 将信恶狠狠扔到地下 率周十二万 从孤暑西境 卢荀在长沙 打败刘道归的兵马后 准备进攻江陵 接到徐道复的书信 说刘毅水军已经西上 要求增援 如果打败刘毅 荆州自然可得 卢荀随即放弃 取荆州计划 兵伐八陵 与徐道复和兵一处 连起而下 义军战士十余万 战船连江 八艘四层十二丈高的大舰 舟车百里不绝 声势浩大 义军与西上的禁军 在桑洛州决战 刘毅大败 丢掉全部战船 和如山的资重 带了几百人狼狈逃走 其义军接连打败 北斧名将 何无忌 刘毅气势更胜 正要东进健康 却得知刘毅回京的消息 卢巡与重将相顾失策 准备退回巡洋 义军高层产生分歧 徐道复坚持进军 由于几天之后 卢巡才率十万大军 向健康进发 义军最初制定的战略计划 在这一时间发生变化 为后来失败埋下伏笔 义军最初战略 是占领京江 四级东下 刘毅回到健康 东进时机失去了 义军为什么如此忌惮刘毅呢 除了刘毅对义军 保持着娇人的战绩之外 更为主要的是 刘毅获得义军将领们的尊重 他们是一路人 同为数族 对待刘毅 他们只有敬畏之心 比如徐道复向来称呼 刘毅为刘公 既然刘毅回京 为什么徐道复 还要坚持要进兵呢 因为义军连续歼灭 何无忌 刘毅的军队 健康兵力必定不足 就算刘毅本领通天 没有士兵怎么打仗 可卢寻几天来的犹豫 把消灭刘毅的大好机会丧失掉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刘毅有条不稳的备战 重金招募新兵 组织起防御攻势 沿江制炸 助累 把主力集中在石头城 齐军到达怀口 刘毅登上石头城 望见填满长江密密麻麻的战船 不胜忧虑 妖贼如果呈我们立足未闻 登岸自新庭发动总攻 其风不可当 胜负难以预测 如果回泊西岸 我们就有足够的机会 徐道复劝卢卢寻焚舟登岸 与刘毅决一死战 卢寻持重 顾惜伤亡 不肯冒险 回时蔡州观望局势 企图凭借军力的强大 等待进军自行退去 换成别人或许早跑到江北去 可惜他面对的是南北朝时代最大的英雄刘毅 徐道复叹息说 我忠为卢公所悟 势必无成 使我有幸为英雄驱驰 天下不足平定 卢寻的犹豫为 刘毅布置更为坚固的防线 赢得了时间 刘毅从容修筑扎谱 要员 亭卫三处迎垒 助重兵把守 刘靖轩在北郊 孟怀毅在丹阳俊西 王仲德在粤城 刘墨在剑阳门外 剑起四道防线 卢寻剑进军没有后退意图 只得下令攻击 进攻持续两个多月 刘毅坚守不战 双方互有胜负 真正伟大的将领 必须懂得随机应变 根据战场形势 有新发明 新创造 刘毅利用南烟投降的鲜卑骑兵 组成铁甲镇 由肖将朱灵石所秒率领 一千具装铁甲鲜卑突起 头顶耀眼的兜牟 穿当铠 身皮五色彩练 手持长矛 战马裹皮制马身甲 如同山堆领具的钢铁 义军从来没有打过外战 乍箭人马劈甲的重骑兵 不知所措 重甲骑兵横冲直撞 攻城义军大败 眼见兵皮两法 卢巡放弃 攻取健康计划 退回巡阳 吸取荆州 刘豫使出一招 釜底抽薪之计 一面派王仲德 宽恩 孟怀豫等将领尾随追击 自己率大军 寄进 一面建造高大的战舰 由孙畜和沈田子 率领三千水军 从海上偷袭卢巡的老巢攀鱼 徐道夫率三万亿军 进攻将领 在破种 遭到刘道归 及其部将谭道计 道艳之荆州军的夹击 损兵一万余人 退还盆口 与卢巡再度和兵一处 转向东进发 战船涌满长江 逐炉无际 义军与东进追兵 在大雷激战 刘豫纵火焚烧义军战舰 卢巡败走巡阳 逃往豫章 在左里下策 修筑防御攻势 刘豫进军左里 突破义军防线 卢巡单搁而逃 与徐道夫分率残兵数千 向史兴和潘渝撤退 进军南下穷追不舍 孙畜 沈田子的水师 从海道趁大雾攻下潘渝城 完成对义军的战略包围 进军攻克史兴 杀死徐道夫 卢巡京西 潘渝失守的消息 率义军反攻 近将孙畜拒成固守 刘帆 沈田子所部禁军 南下救援潘渝 内外夹击 大破攻城义军 杀死一万多人 卢巡率众向西退却 沈田子 孙畜 率军追击 连续破卢巡于苍吾 御林 宁浦等地 卢巡率残部 三千余人 习取和谱 与九真义军 李逊 李托索领导的李 辽等少数民族 五千余人 联合进攻焦州 东进焦州刺事 杜惠渡的父亲 被义军杀死 为报复仇 进散家财赏军 士兵卖命 投掷志伟 巨火烧战船 再用弓弩狂射 义军彻底溃散 卢巡走到人生的尽头 万念俱灰 先用毒酒 毒死妻子 把姬倩们召集到一起问道 你们谁跟我一起死 姬倩们大多哭泣道 蜀雀尚且贪生 人死就更艰难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事态何其言良 只有一个女人毫无惧色地说 您都要死了 我怎能单独活下去 卢巡冷笑着 把那些不愿死的姬妾 全部杀掉 随后投水自尽 轰轰烈烈 十一年的孙恩大起义 彻底失败 第十四章 七寿闹梁州 平定卢巡之乱后 刘豫开始铲除一己 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他脑海中形成 不想做元帅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而环玄的下场告诉他 不是英雄做不成开过皇帝 北伐 用武力证明自己 获取战争的胜利 不能只靠武力 只会起着决定的作用 丝绸古道上发生了一个真实 野蛮 残忍 阴险的故事 为了一块肥肉 七只野兽互相撕咬 最后获利的 却是一只弱小的狐狸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 智慧比武力更强大 刘豫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逼死孙恩 消灭环旋 北伐南烟 大败卢巡 一次又一次挽救了东晋朝廷 被任命为太尉 若想成为真正的领袖 他还面临着许多人的挑战 敌人已经不再是外在的敌人 而是昔日一同建议的战友 何无忌战死 梦场自杀 能够威胁到刘豫权力的 只有刘豫和诸葛昌明 刘豫在桑洛州惨败 威信扫地 刘豫借机剥夺其豫州刺史的职务 让他离开孤暑 先到江州 再到江陵任荆州刺史 刘豫以英雄自居 刚愎自用 曾经对人发过狂言 恨不欲留下 与之争中原 自以为 金口建议功劳 不亚于刘豫 而刘豫居中掌权 自己仅为边疆 样样不得志 每次浏览史籍 读到令相如 再三里让连坡时 凯叹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把刘豫比为连坡 自然将自己当作令相如 刘豫的确比刘豫有文采 刘豫不读书吗 刘豫大败卢巡 凯旋而归 尽安地摆下庆功宴 刘豫为显示文采 当场副诗 六国多雄士 正史出风流 正因为刘豫文雅有才华 许多高门士族圣流人士 喜欢和他交往 谢混和高平西市的西曾师 是刘豫的死党 西曾师是西建的曾孙 西超的儿子 刘豫任之荆州后 西曾师情愿放弃管辖 京都健康的担养引不当 去做南蛮校尾 刘豫高兴地说 西流被之有孔明 鱿之有水 我们也是一样 刘豫的骄横愿望 结党营私 终于触到刘豫痛处 自己拼命拉拢高门士族支持 而冠冕望族 纷纷倒向刘豫 这终于促使刘豫狠下杀手 心机深沉的刘豫 不动声色地纵容着刘豫的所作所为 刘豫原本都督经 宁 秦 雍四周又要求监督交 广二周 接着又向刘豫要西曾师和毛修之道荆州任职 把原豫州文武顾立和江州兵都带到荆州 独断专行 安插亲信 刘豫总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从来赵准 暗地里积极准备消灭他 精心挑选两员大将为前锋 王振厄和凯恩 王振厄是王猛的孙子 五月初五生人 当地风俗五月为厄月 家人不高兴 王猛看过以后说 此非常 孟长军是厄月出生 称为齐国宰相 这个小孩也能兴旺我家 起名字叫镇厄 关中战乱 王振厄随叔父王耀来到晋国 客居荆州 王振厄好读兵书 喜欢议论军国大事 湾宫跨马飞骑所长 然而意略纵横 果决能断 是一名儒将 北伐南淹时 有人将王振厄推荐给刘豫 王振厄为人抢辩 有口才 随机应变能力强 一经交谈 刘豫感觉到此人的不凡 留住一宿 次日凌晨对诸将感叹道 振厄 王猛之孙 所谓将门有将 任命为参军 在北伐南淹河追击卢巡战役中 颇见军功 刘豫图谋讨伐划刘毅时 王振厄自告奋勇 刘公若讨西楚 请赐白隔为前锋 刘豫欣然应允 让他和凯恩同为先锋 凯恩同样是刘豫一手提拔起来的战将 出身贫贱 孙恩起义时 县里派给刘豫的北伐军充当马夫 凯恩力大无穷 背负大捆的草料是平常人的一辈 每次把草料扔到地下 总叹气说 大丈夫弯弓三弹 怎么能整天喂马 碰巧有一次让刘豫听到 成全了他 发给武器打仗 凯恩每次冲锋在前 曾被射伤左目 成了毒眼龙 每次战役打完 总是他斩获的手级最多 不仅勇猛 而且对刘豫忠心耿耿 刘豫处心积虑想除掉刘豫 一个机会悄悄来临 刘豫得了重病 西僧师等人怕刘豫死后 荆州归别人 于是劝说刘豫 请求朝廷派堂弟 掩州刺使刘帆做副手 刘豫假意应允 借刘帆从广陵入朝之机 连同谢混等人一起抓起来 逼他们辞见 王震厄和凯恩 诈称刘帆西上 呈一百条船先行 刘豫帅大军随后出发 对本次偷袭行动 向王震厄做出指示 如果有机会就出击 没有机会的话 烧起船舰 囤住江中等候大军 先锋部队昼夜艰行 很快到了离江凌晨二十里的地方 荆州方面毫无防备 王震厄自豫章口舍船登岸 每条船留一两个人 准备战鼓 便插旗帜 派兵焚烧荆州的战船 率主力严陆路进兵 突然出现在江凌晨 王震厄与凯恩 分路沙相拂押 此时长江之上 烟烟张天 鼓声大震 刘毅仓皇指挥军队还击 王震厄一边放火 一边扬言 刘太尉已到 冲杀在前 身中武剑 长矛折断 由此奋战不休 王震厄不会武功 甚至骑马都不稳 更别说弯弓射箭 可这样一位将领 每次作战总是冲锋在前 不能不说命运眷顾勇敢的人 武功高强并不代表勇敢 勇敢是无所畏惧 经过一天激战 荆州兵陆续散去 刘毅的亲兵仍在拼命抵抗 夜半 刘毅突围出城 躲进牛木佛寺 寺内的僧众 却拒绝为这位陌路将军提供藏身之处 佛寺本是赎罪的地方 俗人中的圣地 佛祖宽恕所有有罪的人 几年前 牛木佛寺的住持 接纳过一名还家子弟 结果住持被刘毅斩杀 造化弄人 是有因果 佛祖告诉刘毅一个道理 得饶人 触且饶人 刘毅一声叹息 向那个战友磕头求饶 岂是他肯做的 死便死了 有什么了不起 刘毅轻蔑地望了一眼高大的佛像 你不留我 我便去死 说什么不许自杀 我便死在你的佛院里 瞧你如何度人 一根绳子 一具肉体 生命是如此简单 成者王侯败者贼 我在这里了 刘毅 你来去吧 江陵成平后二十日 大军方志 刘毅看到刘毅的头颅 就像看到环玄的头颅 这些人不过是梯子 供他刘毅向上爬的梯子 梯子有多长 地位有多高 王震恶 将才也 捕捉战机 巧步伪装 以少破重 显示出高超的战术素养 和果敢精神 也暴露出争强好胜的性格 北伐战争中 王震恶将快速突袭的战术 发挥的淋漓尽致 终于一战成名 但是 性格中的弱点 为他令人惋惜的命运埋下伏笔 刘毅被杀 与金口同时建议尚在朝廷中掌握大权的只有为人骄纵贪客的诸葛常民一人了 刘毅征讨荆州未表示对诸葛常民的信任让他负责朝廷事务 刘毅死讯传来 吐死狐悲 诸葛常民感到或是不远 对亲信说 前年朱彭月 今年杀韩姓 我的大货就要来了 又忐忑不安地到刘牧之那里去试探口风 悠悠之言 皆云太位与我不平 何以至此 刘牧之马上安慰道 相公诉刘远征 老母和幼子交付结下 如果有一点点的不信任 岂能如此安排 诸葛常民心里 这才稍稍安定一些 弟弟诸葛黎民 极力劝说他 乘及启事 诸葛常民犹豫不决 举妻不定 寝室不安 时常自言自语叹息 贫见长思富贵 富贵必屡危机 就算今日重新去单途坐步一百姓 也难得了 思来想去 他写了一封密信 给刘景轩说 盘龙狠立专字 自取一面 一端将近 世路方疑 富贵之事 相与共治 刘景轩哪里有谋反的胆量 回信说 下官自一席以来 天三周 七郡 长聚 福贵栽生 私必赢居损 富贵之旨 非所敢当 并把诸葛常民信件 交给刘豫 刘豫看后 淡淡道 阿寿不负我也 这块最后的练脚石 必须除掉 刘豫不随大军班师 成青州 借夜色神不知鬼不觉 回到东府 满朝文武 在江边没有接到 次日天明 诸葛常民 慌忙 登门拜后 刘豫照其工作 平退左右 推心致富 无所不谈 平生从未说过的话 也都说了 至于说过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应该是刘豫平生 际遇以及报复吧 说得诸葛常民 很是高兴 毫无戒信 事先埋伏在 漫杖中的武士丁雾 突然从后面现身 一刀结果了 他的性命 杀死诸葛常民 接着薛平司马宗氏的 势力 司马修之 卢鬼 卢宗之等 亲近的十权人物 纷纷逃往后勤 刘豫把朝廷大权 牢牢握在手中 金安帝 加封刘豫中外大都督 掌管全国军权 剑旅上殿 入朝不屈 赞败不明 成为真正的领袖 刘豫有知人之名 善于江江 比曹操强 诸葛亮曾经在 出示表中 批评曹操 任用礼服而礼服图支 委任夏侯 而夏侯败亡 曹操不善用人 大约是疑心太重的缘故 所以每次战争 只能亲自出马 否则大多失败 刘豫 何无忌等人和刘豫平级 不是刘豫能指挥动的 他所提拔的将领孙畜 沈田子 以青师席卷攀鱼 王振厄 快恩以白隔平定荆州 这才仅仅是开始 又一名英才朱灵石 登上法蜀的战船 益州乔宗 是刘豫心中的痛 他一生总打胜仗 无论亲自出马 还是浅江出击 所向披靡 唯独刘靖轩的法蜀之战 无功而返 益州原本是东进领土 刘豫起兵复兴进朝 益州刺史 毛渠出兵帮忙 杀死了环玄 这件事 为毛渠惹下杀身之祸 他争调三万蜀军 顺流东下 协助进军 征讨环室 残余势力 四川的低兵 不愿意背井离乡 出去打仗 发动兵变 选谁当首领呢 大家选中乔宗 有人为帝王 争得头破血流 也有人为帝王 让得差点丢掉性命 或许有人会问 真有这样的傻子吗 有 他就是乔宗 在他眼里 帝王是个苦差士 乔宗是四川土著人 军中任职参军 为人和蔼可亲 龙袍加深 乔宗害了怕 他可没有宋太祖 赵匡印的野心 陈乔兵变 是赵某人一手策划 这次兵变 乔宗根本不知情 乔宗再三推辞 又是作医 又是磕头 最后投水自尽 表示不敢接受 他越是谦虚 士兵们越喜欢 从水里捞出来 退为首领 不成想 兵变成功 打进成都 杀死毛渠 乔宗自称 成都王脱离东晋统治 向后勤称臣 后勤皇帝姚兴 任命乔宗为蜀王 蜀地大乱 毛氏家族遭灭门 杀死环玄的功臣 白帝成首将 毛修之志在复仇 极力怂恿 刘豫派冠将军 刘敬轩率兵 五千争数 由长江入川 进攻成都 有两条水路 内水和外水 内水及福江 外水及民江 外水直通成都 内水通绵阳 转陆路 到达成都 刘敬轩作战 开始比较顺利 分派两千人 虚张声势 出外水洋攻 自率精锐出内水 转战而前 所向有攻 一直打到 穗宁郡的黄虎 他的用兵意图 被蜀军识破 乔宗大将乔道福 坚守黄虎六十多天 与禁军大小 十余战 随后固守不出 乔宗向摇星求救 后勤军的援兵 即将到达 禁军良进 右肩军中 异病流行 士兵死伤大半 刘敬轩引兵退走 法属失劣 刘敬轩是刘毅 极力推荐的将领 因此刘毅威望受损 刘毅则趁机 对亲刘毅的刘敬轩 进行打击暴富 刘敬轩和刘毅早年结怨 无非因为一句话 刘毅未发迹前 曾经做过刘敬轩的参军 有人在刘敬轩跟前推荐刘毅 说他是当事的英雄豪杰 刘敬轩对刘毅评价客观公正 他说 非常之才 应该有宽阔的胸怀和气量 刘毅此君的性格 外表宽厚 而心胸狭窄 自视很高 总想在别人之上 即使掌握大权 也一定会因为犯上 而遭到祸患 父亲刘老之死后 刘敬轩逃亡江北 金口建议 刘敬轩回到江南 刘毅永远记得他的那句话 派人对刘毅说 刘敬轩没有参与金口建议 平乱立功的将士 才能论功行赏 像刘敬轩那样的官员 应该让他们靠后一些 如果你不忘记过去的情谊 不妨给个闲散的官座 就可以了 做军手太过于优厚 做方面大员 简直害人听闻 刘敬轩越加感到心中不安 上聊请求解去职务 朝廷任命他做宣承内侍 刘毅安排刘敬轩罚属 想让他露露脸 没想到弄巧成拙 刘毅跳出来 横加指责要军阀从事 刘毅再三保护 好在何无忌站在刘毅一边 劝刘毅 怎么能用私人间的恩怨 伤害天下的公道呢 胜负兵家常事 一失利就砍头 谁敢带兵啊 私事私 公事公 刘毅这才罢休 进军梁进退兵之时 乔纵下令将一周刺史毛渠 梁州刺史毛锦等人的棺材 扔进长江 顺流飘下 以示羞辱 如寻起兵 乔纵联络后勤军队 入侵襄阳 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 乔纵 刘毅记住了他的名字 不会轻易放过 刘毅平定荆州后 要和乔纵算总账 乔州是北伐战略重要的一环 一定要收复 问题是伐属主将的选择 刘毅和曹操 是比公亲不同 对领袖来说 用人更重要 借平定荆州之机 刘毅力排众议 任用资历上轻的朱灵石 担当乔州刺史 帅脏兮 快恩 刘忠等将领 统兵两万 自荆州入川 朱灵石和还家子弟是玩伴 从小喜欢武功 练家子出身 武学高手 任性胡来 不加检点 舅舅将是无能软弱 草包一个 朱灵石不喜欢 当舅舅睡觉的时候 他捡了一寸剑方的纸片 站在舅舅的枕头上 他手拿刀子 离着八九尺远 搜搜搜往纸片上置 百发百中 吓得舅舅心惊肉跳 不敢动弹 由着外甥链飞刀 舅舅头上长了一个大刘子 朱灵石等他睡着了 拿刀子割 结果当场割死 刘豫导环 任命朱灵石为参军 江城之战 他对刘豫说 我家是寿环士之恩 不会与环家的人兵刃相见 我跟在队伍后头 刘豫认为他够一起 不勉强 法蜀为以重任 连官职高出许多的刘豫 七弟脏息 都听朱灵石指挥 法蜀前夕 刘 朱二人 商议西进策略 刘豫说 刘靖轩往年出内水 无攻而退 贼一定认为 我们这一次 应该从外水进军 然而采用出其不意的战术 还是会从黄虎进攻 因此 他们仍然会用重兵守扶城 以备内道 如果走内水 正中其境 我们以主力自外水取成都 用移兵出内水 才是制敌的齐掠 为了确保军事机密 不被泄露 林行 刘豫给他一封密函 信上写着 至白地乃开 公元前413年6月 朱灵石兵至白地城 打开刘豫密令 上面写道 众军西从外水取成都 脏西从中水取广汉 老若成高见石鱼 从内水向黄虎 朱灵石按照刘豫之令 以主力从外水攻取益州 脏西从中水攻取广汉 老若者成战见石鱼搜 虚张声势 从内水向黄虎 乔纵果然如刘豫所料 蜀将乔道扶帅重兵镇守扶城 已被内水 其差一兆 注定败局已定 进军兵力平摩 离成都二百里 平摩 有蜀军一万多兵力 家民将两岸筑垒拒守 朱灵石采纳流中建议 抓住战机 发动袭击 先克北城 再克南城 进军弃船登陆 向成都进军 脏西至牛皮 击斩蜀将乔辅之 蜀军自打鼻山溃退 两路进军深入蜀地 蜀军诸营望风而逃 乔纵走投无路 他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一条生命换来八年的富贵 值还是不值 他把腰带挂到树梢的那一瞬间 明白了一个道理 平平安安才是福 这个道理他早就懂 可上天总是喜欢捉弄那些明白事理的人 朱灵石兵入成都 义州重新纳入东晋版图 以西征为契机 刘宇把东晋的势力重新扩张到西南 对后勤国的关中政权施以重压 一步步实行着统一中国的战略 伟大的万里北伐就要开始 而西北七个政权 却浑然不觉 为古老的河西牧场打得不可开交 为牵制后勤兵力 义州刺使朱灵石的使节来到梁州 向北梁国主河西王举区盟训 宣誉大晋朝威德 外交战拉开北伐序幕 这只狡猾的匈奴族狐狸 马上悟出刘裕的意图 当即上表禁庭 符文车骑将军刘裕 莫马辉戈 欲清中原 可谓天赞大晋 独生英府 臣愿为右翼 驱除荣卢 禁庭指望举区盟训 打击后勤不现实 因为狐狸太狡猾 或许有人会问 梁州不是后梁旅光的吗 举驱蒙训何许人也 如何得到这片美丽牧场 获取战争的胜利 不能只靠武力 智慧起着决定作用 丝绸古道上 发生了一个真实 野蛮 残忍 阴险的故事 为了一块肥肉 七只野兽互相撕咬 最后获利的 却是一只弱小的狐狸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 智慧比武力更强大 中原战乱 河西走廊一直保持着 他的安宁和平静 钱梁灭亡 钱秦接管梁州 汉人 敌人 枪人 铁服匈奴人 卢水湖匈奴人 起伏鲜卑人 突发鲜卑人等各族人民 共同生活在这片大漠与草原 观山与长河交相灰映的土地上 匪水战争的骨角 唤起人们争强好斗的欲望 平定西域叛乱的大英雄铝光 一度征服梁州 凭借武功与威望 暂时安抚下那一颗颗勇敢的心 人终归要老的 英雄也有暮年 58岁的吕光 再也无力控制各族蠢蠢欲动的野兽 一个叫做突发乌辜的鲜卑人 流着泪 发誓要恢复祖先的光荣 突发乌辜的祖先 出自北部鲜卑 与拓拔鲜卑同宗 突发是拓拔的义音 突发乌辜的八世祖 突发匌孤是北魏圣武皇帝结坟的长子 因为立威系天女所生 继承不足 突发匌孤一气之下 率领部落从塞北来到河西 世代居此 传至突发树基能 累败进军 尽有梁州之地 晋武帝为之寝室不安 发兵围剿 树基能终为尽将马龙所杀 突发鲜卑 又回到河西故地 生息至今 部落首领传至突发乌辜 接受后梁天王吕光委任 作为后梁国冠军大将军 何西鲜卑大都统 为吕光征服不少部落 在连川筑起城堡 突发乌辜 登上连川大山 放眼四望 赶怀祖宗 创立的伟业 流泪哭泣 许下大志 简灭诸部 一统梁州 突发乌辜南征北战 逼将梁州南端 大大小小许多部落 当吕光派使者 拜突发乌辜为左先王使 日益强大的突发乌辜 断然拒绝 他对使者毫不客气地说 梁州本是我们突发人的地盘 吕光算老几 他那几个儿子 外甥残暴凶狠 让我听他们的 没门 回去告诉吕光 我突发乌辜称王了 突发乌辜自称大蝉鱼 西平王 不受后梁国劫志 助起突发鲜卑人的都城乐都 突发乌辜 点燃了梁州战乱的烽火 吕光大怒 发兵攻打 辖区内第一个不听话的部落 双方战于阶庭 两兵大败 正当突发乌辜 奋发向上 欲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 乐极生悲 因醉酒从马背上跌落下来 摔断肋骨 世卫服气以后 突发乌辜 不忘幽默一句 即使吕光父子大喜 吕光父子 最终还是喜笑颜开 这位雄勇大志的鲜卑豪杰 因伤势过重 不久一命呜呼 弟弟突发利禄姑继位 三年后病死 利禄姑的弟弟突发怒谈 登上王位 自称梁王 史称南梁 最大的敌人隐藏在内部 突发鲜卑人在闹 始终是戒选之急 手足相残 才是心腹之患 吕光明白 儿子们不懂 终于断送了后梁政权 西域征服者临死之时 再三告诫诸子 不要争斗 要团结和睦 共渡难关 否则大祸临头 吕光尸骨未寒 长子吕转 逼死嫡子吕绍 自立为王 过了不久 被吕光侄子吕龙兄弟所杀 吕龙及后梁天王位 吕氏家族自相残杀 梁州动乱不已 各族百姓各自用力领袖 割据一方 一时间四个梁国同时崛起 除南梁之外 汉人拥立陋西高门 望足敦煌太守 李浩为梁公 控制九泉 敦煌 玉门 安息等地 建立西梁政权 李浩死后 李新继位 卢水湖匈奴人 在举渠蒙训鼓动下 先拥立吕光将领 段叶为梁王 紧接着又将他杀死 占据张叶 举渠蒙训自称梁州墓 史称北梁 举渠是匈奴官名 举渠蒙训祖上 做过匈奴左举渠 后以此官名为姓氏 由此可见 北梁是匈奴族王国 举渠蒙训 不同于野蛮的匈奴人 他勃兰史书 颇小天文 雄结有英略 滑稽善全辩 是梁州的一只脚狐 建国初期 驱使南梁 避免争端 暗地里悄悄击具力量 势力最弱的 卢水湖匈奴人 在他的带领下 慢慢变得强大 南梁 西梁 北梁 魏征梁州正统 都把眼光描向梁州的治所 后梁国首府 孤葬成 这场大厮杀中 周边三个政权 也参与进来 后秦 西秦 还有另外一个 匈奴族王国大下 他的国王 是一只嗜血成性 残忍凶恶的狼 赫连伯伯 赫连伯伯 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字 他是匈奴大下国的开创者 气时高爽 风骨魁奇 南北朝时代著名的美男子 后秦皇帝 姚兴赌之而心醉 宋高祖刘玉文之而洞涩 就是这样一个英俊神武的开国君主 却是一条狂妄自大 嗜血成性 残忍凶恶的狼 他一生的传奇 如同那座高耸入云端的统万城一样 湮灭在滚滚黄沙之中 匈奴人建立的国家不多 匈奴汉国 匈奴前兆 匈奴北梁 再就是匈奴下国 他的开国皇帝赫连伯伯 另有一个名字叫做刘伯伯 从拓跋先杯骑兵马蹄下 逃生的刘魏臣的小儿子 铁肤匈奴五千人 抛尸黄河的大屠杀中 刘伯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逃到先杯人部落薛干部 魏王拓跋龟曾派人去讨要刘伯伯 削干部落首领太西福 把刘伯伯叫出来 让魏使看着说 伯伯国破家王 无路可走才跑到这里来 我宁可和他一起死 怎么忍心送给魏国呢 使者恨恨而去 太西福知道 拓跋龟不可能善罢甘休 让侄子赤干阿力 陪着刘伯伯 投靠后勤附属部落梅一干 梅一干的女儿 爱上了这个一身血泪的男儿 刘伯伯娶妻生子 过上幸福生活 太西福却因放走她的缘故 整个部落被拓跋骑兵屠杀大半 拓跋龟不肯放过刘伯伯 继续进兵 梅一干和刘伯伯一同逃到长安 世界是如此黑暗 现实是如此残酷 刘伯伯说他认清了世界的真面目 那就是残酷无情 世界也有美丽的一面 就像上天赋予他的美丽容貌 刘伯伯天生美男子 比南燕国金刀太子慕容超 更加英俊漂亮 身长八尺五寸 腰带实围 性辩慧 美丰仪 未尽南北朝时代 美男子层出不穷 南朝有治国迎车的潘安 小碧人未接 几乎坐定古代美男子 前几把交椅 胡人也不甘落后 慕容冲 慕容超 赫连勃勃 侧帽风流的独孤狼 戴面具掩盖 漂亮容颜的蓝陵王 一个赛国一个 人们奇怪地注视着 魏晋南北朝 莫非上天将美男子 全部生在此时 其实 并非美男多 而是那个时代的人 崇尚美丽 尤其是男人 后勤皇帝 姚兴一见面就喜欢上他 宠爱他超过功臣救赎 姚兴的弟弟姚庸 总是重复一句话 刘伯伯不可过于亲近 嫉妒 女人嫉妒别人 长得比自己好看 男人嫉妒别人 比自己有才 聪明的姚兴 以为看透姚庸的心里 刘伯伯有既是之才 朕准备让他守卫大秦边疆 一道平定天下 你怎么能这样猜忌呢 我观察刘伯伯有段时间了 姚庸回答道 刘伯伯对上傲慢无礼 对下手段残忍 对待去留随意轻率 贪婪狡猾 不讲仁义 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这样的人 陛下您过分宠爱 恐终为编幻 姚兴沉默不语 他搞不清自己错了 还是姚庸错了 不久 刘伯伯接过后期 安北将军的任命书 镇守朔方 北将地区五个鲜卑部落 以及其他杂族两万多部落 成为刘伯伯的属下 他的任务是 召集匈奴救部 监视北魏国举动 人才不能浪费 姚兴要依靠刘伯伯的才智 和铁肤匈奴的力量 巩固后勤北将 抵御日益强大的魏国 令姚兴万万不曾想到的是 刘伯伯果真是个背信弃义 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趁后勤柴臂惨败之机 以后勤与北魏购合为理由 和恩人遥兴决裂 还抢走柔然可汗舍轮 献给后勤的八千匹骏马 以打猎为由 袭杀岳父 收遍老丈人的军队 以残酷对待世界的残酷 是刘伯伯的信条 除了残酷 还有傲慢 铁肤匈奴是男匈奴后裔 屠古种 男匈奴入内后 自称汉朝外孙 改姓刘 狂妄的刘伯伯 自认为 匈奴是天之骄子 大禹的后代 比汉朝牛 不想沿用母姓 大禹的下国 没有姓氏 于是乎 自己给自己起个姓氏 下诏说 帝王者 系天为子 是为辉赫时与天连 精改姓赫连氏 意思是说 帝王是天的儿子 伟大光耀与天相连 所以叫赫连 直系亲属之外的 旁之后裔 其铁阀为姓 刚强锐利如铁 可以阀人 赫连伯伯称 大下天王 大禅于 恢复大禹的王朝 以朔方为根据地 建立匈奴下国 发动了对后勤的战争 国家初见 下国臣子们讨论建都 一致同意定都高平 陛下欲经营官中 一先巩固根本 使人心有个寄托的地方 高平山川险固 土田饶卧 可以定都 赫连伯伯提出 著名的骚扰战理论 他说 我们现在大业草创 不重不多 摇星一时之雄 诸将用命 观中未可图 如果固守一个城池 他必定全力进攻 我们人少 绝不是敌手 不如以萧其风驰 出其不意 就前则积后 就后则积前 使敌人疲于奔命 我则有始自若 不过十年 临北 河东之地 尽为我有 待摇星死后 去长安 不在话下 赫连伯伯的战术 是草原民族 惯用伎俩 依靠骑兵机动性 抢了就跑 你不防备 再来抢 搞得后清国 临北诸城 大白天城门紧闭 摇星直晃脑袋 后悔莫及 美美叹气 无不用黄之言 已至于此 游击战术 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赫连伯伯缺乏雄心 如果这种骚扰战 能够获得成功的话 匈奴人早在秦朝 就入主中原了 用得着成吉思汗 横扫千军的战术吗 赫连伯伯军事战略 是根据下国所处的地理环境 和军事实力来制定的 下国兵力不足 属于游牧国家 马匹多 可以竹水草迁徙 加之他处于后勤 北魏和柔然三国交界之处 以上三国互相之间 处于敌对状态 若受到后勤的攻击 可以进入北魏的土地 若受到北魏的攻击 可以进入后勤 或柔然的境内 进退有地 这种骚扰战术 最大的弊端在于 伤其皮肤 不能伤其骨 难以获得足够的土地和人力 如果敌对国不出现大危机的话 根本不可能灭亡对方 赫连伯伯卑劣的人品 和无耻的军事战术 都让人瞧不起 北魏名媛帝拓巴斯 轻蔑地称呼 他叫曲杰 曲杰据说是 鲜卑语的汉音 卑下的意思 就算是汉语 也不是什么好词 屈服的残于分子 司马光的自治通鉴 中称赫连伯伯为曲盖 意思相见 梁州大乱 后梁 南梁 西梁 北梁 为争夺 孤赃打得不可开交 赫连伯伯也盯上梁州 此时 孤赃成一主了 南梁国主 突发怒谈 成为孤赃的主人 说起来 突发怒谈 真不愧 突发先被人中 杰出的人才 他能在六只野兽 垂涎欲滴的觊觎中 兵不血刃 进入梁州第一城 突发怒谈 有财略 他的父亲 曾对突发无辜 和突发立路姑说过 怒谈明时干义 非你等所能比 突发立路姑 牢记父亲的教诲 把王位传给弟弟 可惜这位弟弟 表面是个人精 却目光短浅 南梁断送在他手里 后梁发生内乱之时 姚兴打败西秦 逼将起伏钱规 戒灭西秦国之余 威派大军攻打孤赃 把后梁军打得大败 西北地区重量级的大象来了 下得北梁 南梁 西梁三国 赶紧向后勤称臣 后勤军围困姑赃数月 后梁国主吕龙 内忧外叛 只得派子弟入长安 做人质请降 后勤军退兵 常年战乱 姑赃发生大饥荒 十多万人饿死 一斗米价值五千钱 发生了人 吃人的惨剧 城中老百姓 宁愿出城给胡人做奴婢 每天好几百人往外跑 吕龙火了 大发狂犬病 认为他们动摇军心 抓住逃亡者全部坑杀 一时间及时赢路 北梁举区蒙训 趁火打劫 小事一下伸手 吃败仗跑了 这个骚扰一下 那个骚扰一下 山穷水尽的吕龙 只得向后勤投降 像一条丧家犬 灰溜溜去长安居住 把姑赃成拱手让给姚兴 突发怒坛一看 机会来了 献马三千匹 杨五万口 向姚兴称臣 要求后勤封他做梁州刺史 姚兴居然同意了 姑赃成轻易划归南梁国 突发怒坛得意非常 真把自己当成一头威风凛凛 所向无敌的梁州狮子 把南梁都城从乐都迁到姑赃 他在宣德堂设酒席 宴请大臣 酒足饭饱 仰望公事感叹说 古人有言 盖房的人自己不住 住房的人自己不盖 太对了 他高兴得有点过早 姚兴没那么好心眼 姑赃成是快烫手的山芋 这是大象送给狮子的一份诱饵 姚兴让出姑赃 是为了消灭梁州势力 最大的南梁国 果然 先是举驱蒙逊攻陷西郡 又来了赫连伯伯 杀伤南梁一万多人 掠走两万七千人口 抢走几十万投生处 突发怒坛追击 遭到下军伏击 伤亡一万多人 明尘永将死者十之六七 南梁实力大损 姚兴奸计得逞 让儿子姚碧率兵三万 以攻打赫连伯伯为由 偷洗姑赃 企图一战消灭南梁国 不承想 突发怒坛 还是有点小聪明的 巧施牛羊计 把南梁国所有的牛羊全部放到野外 后勤军光顾抢夺牲畜 被南梁军杀个大败 这回 突发怒坛 再不受姚兴蒙骗 知道这小子没有好心眼 斗不过他 梁州刺史不做了 和后勤断绝关系 当回他的南梁王 姚兴日子也不好过 西勤起伏赤盘 趁后勤国兵败梁州之机 回到苑川复国 像枝花豹般搜寻猎物 见到机会就咬一口 抢人家的牛羊河人口 姚兴无力进攻梁州 不过他不死心 继续挑唆梁州各国窝里斗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各国打得筋疲力尽 举驱蒙训下山斋逃 数次打败南梁军 突发无辜兄弟 苦心组建的军队挥霍殆尽 突发怒坛 不敢继续待在孤葬 回归老家乐都 一次外出征战中 猎豹起伏赤盘 抄了后路 断了老挝 突发怒坛 下场很惨 投降西秦后 被堵死 脚胡举驱蒙训 进入孤葬 虎气十足的西梁王李新 自命不凡 也想做梁州主人 准备攻打北梁 举驱蒙训 算准李新的想法 耍了个花招 扬言征讨西秦 走到半路 东晋的大军转而西上 设下埋伏 挖下陷阱 单等老虎出动 李新果然上当 自作聪明的 进起西梁军队 乘虚攻打北梁 走到都独剑 进入北梁军的伏击圈 全军覆灭 虎头虎脑的李新 真有骨气 死活不跑 奋战而死 七寿争霸梁州的好戏 最终尘埃落地 狡猾的狐狸 举驱蒙训 坐拥其连山下 大好牧场 遥兴机关算尽 未能巩固西北边陲 反而喂养了一只狠毒的白眼狼 外患难平 内忧幼稚 儿子们为争夺地位 拉帮结派 结党营私 姚兴志穷力竭 一并不起 皇位之争 愈发激烈 姚家子弟 掀起一场 又一场的军事政变 皇族自相残杀 引发了更大灾难 姚兴被活活气死 东晋北伐大军 立刻行动 在刘豫指挥下展开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 从两国漫长的边境线上兵分数路向关中挺进 第十五章 气吞万里如虎 十年五十三岁 愁出满志的刘豫 登上悬臂虎炬的石头城 浮世滚滚大江 仰望西北长空 兴朝澎湃 两京沦陷已近百年 满足铁骑践踏中原 除洛阳一度光复外 禁军的旗帜从来没有在长安城头飘扬过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刘豫的禁军容旗 要在万里战线上展开 第一个打击目标 首选枪人的后勤国 刘豫从来不主动打喵把握的仗 这是高级赌徒常赢钱的原因 慕容鲜卑的老皇帝死了 他进攻南宴 枪人的老皇帝死了 他自然要进攻后勤 后勤新皇帝姚洪 看似一个软弱的人 然而柔中有刚 他甚至借老皇帝的手 除掉了与他争位的最大对手 姚洪性情宽和 人孝礼让 体弱多病 因其为长子 故而被立为太子 枪人保持着勇猛的性格 兄弟们对书生气十足的姚洪不服气 瞧不起 暗地里积具力量 准备在姚兴死后夺取地位 上书令姚璧文武全才 是老皇帝姚兴最宠爱的皇子 仗着父皇的藤爱 姚璧成为夺嫡的先锋 他有一个有力的条件 主管朝政 朝廷官员大多是他的司党 姚兴卧病期间 姚璧私自聚集三千多名死士 全副武装 潜藏在府地 只等老皇帝归天 动手夺位 清代康熙皇帝的儿子们的夺嫡 在暗地里进行 因为手里没有军权 后勤皇子们出阵地方 几乎人人手握一支军队 一闹起来 真刀真枪 血雨腥风 太子姚洪有耳目 对姚璧暗地里进行的活动 有所察觉 他从来不待在太子宫 日夜守在父皇身边 命令皇宫中的进军 严加戒备 重兵防守东华门 姚洪装出一副懦弱的样子 派人透风 给弟弟秦州刺史姚轩 说姚璧府中藏有数千死士 皇帝归天之后 必定杀太子登基 嚣张跋扈的姚璧 在众皇子中 本就不得人心 众人怕他真的当上皇帝 于是姚轩鼓动串联 其他皇子 以保护太子为由 出兵讨伐姚璧 各怀鬼胎的皇子们 发兵支持太子 蒲板的姚翼 洛阳的摇晃 雍州的姚慎 同时兵发长安 姚璇狡猾 把别人发动起来 自己却未派出一兵一组 姚兴并经好转 见诸皇子兵戎相见 大吃一惊 各地皇子见老皇帝病好了 连忙退兵 联络起来一起 进京告姚璧壮 姚兴气机败坏 却不愿声张 各打五十大板玩世 撤掉姚璧上书令的职务 把暗地里鼓动兵变的 姚璇吓到大狱 怒气不息的姚兴 要杀掉这两个逆子 这时 太子姚洪站了出来 流着泪说 兄弟之间不能和睦相处 全是我的过错 如果我死了 国家可以安定 那么让我死好了 如果陛下您不忍心 让我死 那么我现在就辞去太子之位 姚兴好感动 她根本没有真杀死 儿子们的意思 只是一时气愤 姚洪这一手做得真漂亮 除去两个兄弟的威胁不说 还彻底赢得了老皇帝的心 而且为自己争取到一元名将 皇叔姚少 姚少是姚璧同党 姚洪和他推心致富 无话不谈 老皇叔也感动了 表示痛改前妃 忠心于太子 公元416年1月 姚兴病情再度转重 皇妹南安长公主来探视 轻轻呼唤 姚兴奄奄一息 没有答话 小皇子跟儿出宫后 告诉哥哥姚音说 皇上已经驾崩 赶快动手 姚音与姚璧军事一等 文廷马上带兵攻打端门 禁军和太子东宫兵联合抵抗 端门起火 皇宫内杀成一片 重兵中的姚兴惊奇 挣扎着走到前殿 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姚璧文武全才 曾经打败过匈奴下国 满心指望他辅佐姚洪 支撑大秦国局面 贪欲害死人 却走上手足残杀的不归路 姚兴用尽最后的力气 宣布将姚璧赐死 禁军见到老皇帝 精神大振 斗志倍增 叛军精退奔败 姚兴气怒交织 病是家众 于是长死 姚洪登上地位后 露出争鸣面目 把发动叛乱的兄弟们 全部捕杀 兄弟争国 四敬的敌人 闻风而动 西秦起伏赤盘 侵入边境 敌人 匈奴部落 聚众叛乱 下国国王贺连伯伯 乘机攻取天水 阴秘 安定 雍城等关中北部地区 向梅城挺进 贺连美男口气不小 水平一般 后期名将皇叔姚少帅 不起五万反击 攻克安定 在马鞍板大败贺连伯 铁阀们逃得无影无踪 姚洪经受住了一连串的打击 但最为严峻的考验在后头 气吞万里如虎的江南大英雄刘豫 才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噩梦 整个江南沉浸在战争胜利的狂乱中 人们的热情汇集于朱雀行 这座南朝秦淮和二十四行最大的浮桥 见证了江南人沸腾的狂热 砍下燕国皇帝慕容抄头颅的一瞬 人山人海 人们呼喊着刘豫的名字 卢荀的死亡 又给刘豫增添了一道金色光彩 江南人视刘豫为新的希望 他给日落西山的禁帝国带来尊严 人们重新获取了大帝国的满足感 平民热爱刘豫 门法惧怕刘豫 士兵们渴望新的征服 他们需要更多的财富 刘豫安静地等待机会 只要有耐心 机会总会来到你的面前 机会出现了 后金国皇帝摇心病死 若想让机会从刘豫手指缝里溜走 太难 刘豫下令出兵北伐 江南人的热情再次点燃 江河水上桂花飘香 大江之畔石头城下 刘豫和刘慕之话别 两人没有说话 谁也不必说话心知肚明 北伐军的大后方 刘豫的未来全部托付给刘慕之 东晋军队兵分五路 水路并进浩浩荡荡踏上万里征程 第一路王振厄 谈道继帅步兵为前锋 自怀飞一带向许昌洛阳方向进攻 第二路沈林子 刘尊考率水军驱石门自汴水入黄河直指洛阳 第三路朱超时 胡帆率部由襄阳赴阳城 第四路沈田子 傅洪之率部由襄阳驱武官 第五路刘豫率大军最后出发 王仲德统领前锋 经四水开具也则入黄河 和东晋历次北伐一样 刘豫选择用水军为作战部队运送物资 第一战略目标攻占洛阳 第二战略目标进攻长安 王振厄和谭道记主攻洛阳 朱超时不侧应 沈田子部吸引后勤关中部队 沈林子水军保障军队吉养 这是刘豫第一步起 如果禁军实现第一战略目标 整条战线便暴露在北魏国眼皮底下 魏军会不会参战 刘豫也做出了部署 王仲德帅水军进入黄河 阻挡北魏军队南下救援秦国 等刘豫大军到达洛阳 与各路军队会师后 合力进攻关中 刘豫设计的作战计划 极其精妙 浑然天成 出身平民的将领们明白 前程 富贵 击身门阀士族行列 一切荣耀与梦想 要靠军功去实现 每一路主将都坚信 我会第一个到达长安 王振厄是箭头 担任主攻 因此 出发前 刘慕之特意在基努堂作动员 勉励说 西年晋文王委任邓爱伐属 而今相公 把伐秦重任交给你 自免自强 莫要辜负信任 王振厄当即斩钉截铁 立下军令状 不可观中 是不负即将 刘慕之将他比作灭属的邓爱 这对壮志凌云的王振厄来说 是不祥之兆 邓爱荡定巴蜀之后 下场凄惨 有邓爱恐怕少不了中会 难道真有人会成为中会吗 历史惊人的相似 由襄阳向五官进军的沈田子 不幸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 王振厄信心爆棚的率军出发 东晋前锋军团有两员大将指挥 除王振厄外 还有谭道记 谭道记是一员勇将 跟随刘豫金口建议转战南北 向来身先士卒 所向摧破 王振厄想立功 谭道记不服输 两人各率一支部队进攻 王振厄在北 谭道记在南 自东而西向洛阳攻击前进 两路进军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河南大平原飞速挺进 连战连结 后秦国各地守将 望风降服 谭道记进军更为神速 攻破新菜 靖克中原重镇许昌 沈林子水军自汴水入黄河 攻克苍原 与王振厄 谭道记会是成高官 晋军合兵一处 马不停蹄 长驱西进 大败洛阳外围守军 俘虏秦军四千余人 谭道记直逼洛阳 守军投降 后勤援军震惊于 晋军闪电攻势 不敢援救 坐砍洛阳失守 晋朝旧都洛阳光复 晋军前锋军团 一个多月转战一千多里 几乎将步兵当作骑兵用 此时流域的大军 尚未从蓬城启程 后勤土地接连沦陷 但皇位之争 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镇守闪金防备 晋军的皇子 姚义自称皇帝 姚洪忙派皇叔姚绍 前往镇压 姚绍是观中名将 姚洪之所以千方百计 从弟弟那边 把他争取过来 就为他的军事才能 姚绍不负众望 一举平定姚义治乱 一波刚平 一波又起震守安定的姚辉 不满呆在凶险北疆 以清军策名义率阵民 向长安进发 姚绍急急忙忙回到灵台阻击 好不容易杀死姚辉 此时 晋军已打下免池 进逼同关 根据刘裕的战略布置 前锋诸军到达洛阳后 等待后续大军会合再前进 王震恶见谭道记先入洛阳 夺了头功 又发现后勤内乱 认为同关空虚 当机立断 违反刘裕战前布置 静止扑向同关 谭道记 沈林子也不示弱 采用曹操破马超之计 北渡黄河沙向浦板 准备由此渡口出入关 姚绍帅五万大军狼狈东归 抢在王震恶之前到达同关 借助同关天险和浦板奸城 组织起有效防御 也就是姚绍换成别人 东一头西一头 部队早已拖垮 姚绍再次凝聚起秦军斗志 击败了进军进攻 王震恶攻势受阻 谭道记 沈林子也分别在浦板和匈奴堡 遭遇挫折 前锋军团的将领们 这才感觉到形势不容乐观 他们的补给线拉得太长了 沈林子水军所带的吉仰 不足以维持前锋军团 旷日持久的战争 沈林子认为 既然蒲皮有重兵把守 不宜再攻 建议谭道记向王震恶靠拢 集中兵力打同关 谭道记挥师渡河南下 与王震恶和兵猛攻同关 大败后勤军 姚绍不愧官右名将 不慌不乱 巨显坚守 派军队截断进军路上 和水上梁道 转眼到了第二年三月 禁兵军量短缺的现象 越来越严重 刘豫的后继部队 看不见踪影 士兵们恐惧不安 谭道记召开紧急会议 由将领提出 舍弃自重 轻军而退 与主力会合 沈林子案件大怒 声色俱立 相公至清路河 金许 洛以定 官有江平 大事成功与否 细于前锋 奈何举成胜之气 气垂成之功 况且大军尚远 贼重方胜 即便退兵 走得了吗 下官授命先行 绝不回头 今天这场仗 我自己去打 不知你们这些君子 有何面目 去见相公旗鼓 沈林子破釜沉舟 回到营地 下令田色水井 焚烧营舍 率麾下数百名士兵 攻打秦军西北营战 几百人对几万人 有用吗 有用 打仗靠的是勇气 沈林子激发了进军的斗志 进军集体出动 猛攻敌营 大败秦军 俘获数千敌人 秦军连书树战 姚绍仰仗 人多势众 坚守不战 进军诸将 只得命人 飞其报告刘豫 请求派兵支援 刘豫大军已入黄河 可偏偏没法子赶路 因为河岸 有拓拔鲜卑十万铁骑 黄河以北 是北魏国领土 北魏在黄河南岸 唯一据点 华台的首将 御剑剑进军声势浩大 气势汹汹 气成渡河逃走 水军先锋王仲德 进驻华台 占便宜卖乖 向百姓们说 我们晋朝本来打算 用七万匹步驳 做代价 向魏国借道 不想你们的首将 突然放弃城池走了 言下之意 我们不想 与魏国为敌 步匹省下了 北魏名媛帝 拓巴斯大怒 召集文武官员 商议对策 此时晋朝的使臣 和后秦国的使臣 都到了 刘豫借道 姚洪求援 拓巴斯夫人 姚氏是姚星的女儿 后秦国的西平常公主 深得拓巴斯宠爱 曾想立为皇后 可惜住今人 没有成功不得力 以夫人名义 统领后宫 拓巴斯几次想扶政 姚氏总是亲让说 别因为我破坏了 大魏国的旧令 拓巴斯是个名礼的人 妻子越贤淑 名礼越受宠 有这么一位夫人 从感情上讲 拓巴斯倾向于后秦国 但军国大事 不是皇帝 一个人说了算 国家立意志上 要听听臣下们的意见 除非你是个昏君 群臣异口同声 同官天邪 义赴当官 万夫不开的地方 刘豫用水军 怎么可能攻下来 黄河以北一片坦途 禁军登岸 向北进攻容易多了 刘豫声言伐秦 旗帜难测 明明是假图罚国之计 再说了 秦国与我国联姻 不可不救 应迅速派兵 切断黄河上流 阻止禁军西境 群臣认为 刘豫灭后秦世甲 趁机北上打魏国是真 要求出兵与禁国开仗 拓巴斯没开眼笑 这下找到救援大舅哥的理由了 偏偏有个不识实物的人 坚决反对 他是博士忌久崔浩 崔浩十年三十七岁 河北高门望族 说这话的时候 恐怕谁也不会想到 不出十年 满朝鲜卑豪强 都会听命于他这个汉人 崔浩说 刘豫图谋秦国的野心 不是一天两天了 摇星去世 摇红渔烈懦弱 国家发生内乱 刘豫趁其危难出兵讨伐 志在必得 如果我们恶手上流 使禁军不得西进 刘豫一怒之下 必定登岸北侵 我们反倒成为秦国的替死鬼 不如戒道 听任进军西上 然后用大军断气归路 如果刘豫打下关中 会感激我们戒路的恩德 如果兵败 我们也会有援救 秦国的美名 这才是上策 况且 南方与北方风俗不同 即使国家放弃 恒山以南的领土 刘豫必不能以无越之兵 与我征守河北之地 安能为患 为国家定大计的人 只能以设计为重 怎么能顾念一个女子 既养汉 又撇清 这就是政治 崔浩说得很圆滑 凭什么 去做秦国的替死鬼 完全可以做得 让两方感激我们 正着说 谢谢了 先被贵族们 不这样想 他们总觉得 刘豫是冲着河北来的 纷纷发言 刘豫吸入同关 肯定害怕我们 切断退路 赴北受敌 如果北上 秦国必定不敢出关注我 所以说 刘豫是生西基北 意在我国 取什么关中 想取河北 拓巴四内心希望帮助秦国 不管刘豫有没有攻打魏国的意图 都不能掉以轻心 下召大将书孙剑 公孙表 引兵渡河将为敌逃跑的御剑斩于华台城下 投使黄河向进军示威 司徒长孙松为大都督 率大将俄卿 阿薄干 调集不齐十万囤柱黄河北岸 严阵以待 浪涛奔涌而来 派打河岸 黄河呈现一派 壮观景象 进军船队赴押河面 南岸将其迎风招展 北岸卫军绵延不绝 数千卫国铁甲骑兵 尾随进军船队息行 船舰只能靠南行驶 进兵在南岸用长绳牵引战船 风水迅急 有的牵绳突然扯断 战船就漂流到北岸 船上的士兵和物资 遭到卫军诛杀劫 刘豫派军还击 进军一上岸 为其就逃跑 等进军回到船上 为其又返回岸边 刘豫正在生气 谈道记 王振鄂请求增援的书信到了 刘豫把信使叫到跟前 啪的一声 推开坐舰北窗 指着河上黑压压的 卫军铁甲骑兵 怒道 我当初怎么说的 不要单独进军 如今轻挑深入 按上这般光景 我怎么派得出军队 上火归上火 刘豫不是那种 面临困难束手无策的人 真正的将领 必须能够根据形势变化 创新战术 发明克敌制胜的武器 留意史无前例的 摆出军事史上著名的 以步兵克骑兵的 却越阵 今卫队长 虎将丁武帅 七百人级战车百胜 抢渡北岸 距黄河百鱼部处 补下弧形阵 该阵以河岸为阅弦 两头爆河 行似心悦 故称雀阅阵 每辆战车设置七名武士 布置好后 丁武在阵中掀起 一根白羽另起 魏军见数百名进军 上岸登上战车 不解其意 没敢贸然采取行动 呆呆地观察 进将朱超时 见雀阅阵中白旗挥动 迅速率两千士兵 携带一百张大弩 飞奔进入阵中 登上战车 每辆战车 增加二十名士组 车员前张设盾牌 保护战车 进军利盈以弊 看得莫名其妙的魏琪 开始展开围攻 朱超时 先以软弓小剑射向魏军 向其示弱 魏军果然重计 认为进军人少兵弱 三面合围 大举而进 魏军总指挥长孙松 接到报告 亲率三万骑兵驻战 一起猛攻进军 进军士兵 改换大弩猛射 选神射手 急速发射 剑如咒语 射伤无数 魏军仰仗人多甲固 不顾伤亡 三面发动冲锋 欲战人欲多 铁甲骑兵 眼见逼近雀跃阵 朱超时命士兵 将携带的千余根长朔 截断位三四尺长 用大锤锤机进行发射 一根断朔就能洞穿三四个人的胸膛 在坚固的铁甲 也经不起垂击长矛的威力 魏军死者堆积如山 与众崩溃 进军追击 斩位将阿薄干 攻为叛城 再败魏军 杀敌数以千计 拓巴斯文豹 跺脚叹息 恨不用催号之言 再也不敢向进军寻幸 刘裕的责备 激发了前锋兵团的斗志 王真厄利用家族关系 亲自到鸿农筹措粮食 发动百姓捐献 关中粮相为王猛 对于关中人来说 王猛就是神灵 他的孙子自然不同凡人 君粮如数筹起 沈林子击败断粮道的后勤军 斩杀姚恰 唐小芳 这支后勤军几乎全军覆灭 主帅姚绍得知姚恰等人战败身死 又伤心又愤怒 发病呕吹 把兵权交给东平公姚在 不久死去 刘裕冰入洛阳 与前锋兵团会师 大军直指关中最后一道要塞同关 关门扼九州 飞鸟不能鱼 同关南一秦岭 北靠黄河 三山嘉丽 延绵数百里 极尽险祖 号称天险 晋军受阻同关 屡攻不下 刘裕正交集 却得到从襄阳出发的 晋军传来的战报 沈田子 傅鸿之攻克五关 抵达清泥 刘裕随之调整主攻方向 奋出两支军队 让沈林子率部翻越秦岭 增援清泥方向的晋军 便偏施为主力 向长安挺进 采用谭道计上次用过的办法 派朱超时北渡黄河 攻打蒲板 企图从那里渡河西径 沈林子到达清泥之后 发现晋军刚刚取得一场 辉煌的胜利 原来 秦帝姚洪剑 同关战士僵持不下 调集关中后备军 准备亲自增援前线 又怕深入到清泥的晋军 偷袭长安 便率领数万步骑 进攻清泥 清泥晋军是一兵 仅有一千多人 一千人遇到比自己 多出二三十倍的敌人 一般只会选择逃跑 这支部队的主将沈田子 听说秦国皇帝亲自来了 非但不害怕 反而斗志更旺 集合队伍下令出击 副将傅洪之认为兵力太少 不同意会战 沈田子道 兵贵用旗 不在人数多少 而今众寡相差悬殊 一旦敌人安营下寨 巩固阵势 我们想逃都逃不了 不如成他们立足未稳 主动出击定能成功 晋军主动冲击 后勤军一时阵脚大乱 仰仗人多势众发动反击 乱马军中 沈田子单手执剑 阵臂大呼 诸军冒险远来 就为今日之战 死生一绝 封侯之夜就在这里了 煞吧 奋勇向前 晋军踊跃鼓噪 浴血奋机 我们无法想象 一千人对杀数万人的场景 可事实告诉我们 幸运青睐勇者 勤兵大败 丢下一万多具尸体 姚洪狼狈被逃回坝上 沈林子援兵一道 晋军士气更旺 沈田子和沈林子是亲兄弟 两支部队合兵追击 关中郡县纷纷纷投降 姚洪退囤逍遥远 分派诸将守卫桥 时机霸东 防卫长安最后一道防线 南方打得顺 攻打普版的晋军遇措 朱超时逃回同关大营 乌云翻滚 骤雨滂沱 黄河水涨 浪高树齿 逆急的雨点打在军帐上 帐内泥泞不堪 刘宇与朱将的心情 如同秋水般冰凉 众人清楚 战争绝不能拖下去了 王振鄂向刘宇提出一个 大胆的计划 避开同关 用水军从黄河进入渭水 单独突袭长安 这是依着险齐 没有步兵支援的水军 深入敌境 只有背水一战 万一失利 全军覆没 胜利之神 往往眷顾那些胆大心狠 出其制胜的将领 王振鄂是名将 刘宇也是名将 北伐因为这两位 战术大师的完美组合 变得灿烂辉煌 突袭计划敲定 在步兵掩护下 王振鄂率水军 速渭水而上 军乘坐蒙冲小剑 滑奖的士兵 藏身剑内 水雾空盟 一艘艘快艇 像离弦的剑斑 飞驰于浪涛之上 只见水舟 不见行船之人 秦人惊讶不已 难道是神仙下凡 没等秦军明白过来 禁水军已抵达卫桥 宝餐战饭 王振鄂站立船头 下令军士手持武器 砌舟登岸 后退折斩 黄叶飘零 落满长安 江南的官兵 第一次踏上长安的土地 秋风静吹 渭水迅急 战舰随波东下 疏忽之间 不见踪影 王振鄂斗志昂扬 鼓动将士们道 我们的亲人和家园 在大江之南 前面是长安北门 去嘉万里 周吉 一梁 借以随流飘走 获胜 功成名教 不胜 骸骨不返 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将士们 前进吧 王振鄂身先士卒 冲杀在前 禁军士气高涨 踊跃奋机 大败守军 姚红率兵救援 被败兵冲击践踏 数万人马不战自愧 姚红单人 匹马逃回皇宫 王振鄂从长安平朔门 杀进城去 同关前线 秦军听说长安失守 急忙回援 军心大乱 跑的跑 散的散 投降的投降 姚红眼见大势已去 携妻子儿女 闻五百官 前往王振鄂的大营投降 枪忍后勤王国 刘玉大军来到长安 王振鄂迎于坝上 刘玉为劳说 城无坝业者 清也 王振鄂败写道 民工之威 诸将之力 振鄂何工之友 刘玉笑道 清玉学冯毅吗 冯毅 东汉中兴名将 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东汉创业 冯毅追随刘秀 战功至巨 为人迁退 从不居功自傲 每次打完仗 将领们聚到一起 讨论战功 他则独自坐在大树底下 军中其外号 大树将军 冯毅为刘秀打下关中 守卫关中三年 百姓归心 称咸阳王 据说有人上表告密 说冯毅图谋造反 刘秀用人不移 君臣相知 刘玉对王振鄂的回答 感到满意 希望他学冯毅 不要鞠躬 毕竟王振鄂是北方人 追随自己时间晚 刘玉说话 寓意极深 旁敲侧击 告诉王振鄂 我相信你 你要学冯毅 只要你做冯毅 我便是刘秀 可惜 刘玉学不来刘秀的金怀 刘秀胸怀天下 刘玉只有江南 所以 刘秀一统天下 刘玉只能偏安江南 刘秀败赤梅君 取关中 不杀伟帝留盆子 而刘玉对待敌人手段 极其残忍 姚氏皇族一个不留 尽数斩杀 枪帝姚红押送健康 斩于闹市 向东晋臣民 宣扬赫赫赫斩攻 鲜卑慕容 枪族姚氏 在刘玉屠刀之下 几乎灭绝 进军克服两京 黄河以南和关中土地 全部收复 取得一百多年来 晋朝对五湖战争的 最大一次胜利 刘玉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他深深懂得 谁才是最可爱的人 战前 宁州有人进县 琥珀枕头 光色甚麗 琥珀枕头有保健的功效 治失眠和神经衰弱 刘玉特别高兴 却做了一件奇怪的事 把琥珀枕头倒成细末 送礼的人看着心疼 简直抱点天物 这还怎么枕着睡觉 刘玉将琥珀粉分刺 北征将士 因为听说 琥珀可以治疗金创伤 救士兵的性命 难道比治失眠更重要吗 进军入关中 缴获大量金银玉石 凌罗绸缎 稀释珍宝 刘玉保持极度克制 全部赏赐给将士 英雄难过美人观 有人进现姚兴的侄女 天生丽质 国色动人 刘玉非常宠爱 堕入温柔乡中 一段时间很少处理军政事务 主部邪惠从容觐见 刘玉马上醒悟 派人把姚氏送走 东晋帝国的辉煌达到顶点 刘玉和将领们 以及整个晋国都在考虑 下一步该怎么办 继续进攻 还是防御 后勤灭亡 东晋北阁黄河与魏国接壤 西与西秦和北梁相邻 关中北面 有匈奴下国 进攻还是撤退 人生最艰难的是 莫过于抉择 第十六章 最大的奸雄 弃吞万里如虎的大英雄 在人生最后时刻 终于揭开面纱 露出本来面目 刘玉耀改朝换代 终结两件一百五十五年历史 这位赌徒无赖出身的军官 用一柄长刀 开创了一个皇朝 南朝的纪念 随着他走上 辉煌灿烂的宝座 开始祭述 有得有失 他所失掉的 不仅仅是一个关中 而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进军北伐 震动天下 北方各国都在猜测 刘玉的下一步行动 最紧张的 莫过于西北三个国家 北梁 西秦 和匈奴下国 因为他们国力太弱 不像北魏那样 有恃无恐 北梁和西秦 先后派使者向东晋称臣 我老是听话 你总不能先打我吧 西秦属于游牧民族 是个无赖 西秦王起伏赤盘 态度明确 无非想从北伐战争中 奋一杯羹 并且开始行动 夺取后秦西北边疆几个州郡 北梁几乎拥有甘肃全境 由好几个大城市组成 不可能像西秦那样四处游荡 北梁国主 举区蒙训 狡猾老道 嘴里叫嚷着配合北伐 其实按兵不动 内心不希望后秦灭亡 他知道 一旦汉人大英雄刘豫得到关中 汉人凭空增长百年志气 梁州地区匈奴族政权 就会受到威胁 当刘豫灭后秦的消息传到姑赃 举区蒙训十分愤怒 心情正烦躁 汉人刘翔衣冠楚楚进攻奏势 举区蒙训一反常态 暴跳如雷道 你听说刘豫静官就敢穿得如此漂亮 赫令拖出去斩首 赫连伯伯也不知所措 但他手底下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谋士 叫王买德 我们习惯把为好人出谋划策的人叫做智囊 替坏人出逐异想办法的人叫做狗头军师 你不能否认狗头军师的厉害 比如三国董卓手下的李如 王买德告诉赫连伯伯 不要害怕刘豫 因为刘豫根本不会留在关中 他老了 赫连伯伯恨不得把王买德的脑袋拧下来 人老了和打仗没有关系 老计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真正的英雄 从不服老 王买德冷笑着 刘豫当然不服老 但他还有一件事没有做 他要做皇帝做江南人的皇帝 刘豫五十有四 能有几年活头 最多再活十年 用这十年的时间冒险去和北方铁骑作战 不如回江南稳稳当当做皇帝 继续北伐 或许他会统一中国 可皇帝的宝座这一辈子 他是摸不到了 所以 王买德资着一口黄牙说道 关中是我们的 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 说同样话的人 还有北魏大臣崔浩 他一脸平静 向北魏皇帝品评着 弃吞万里如虎的大英雄 刘豫之贫祸乱 司马德宗之曹操也 天下似乎只有这两个人 看透了刘豫的心 但是 刘豫此时并没有像他们预料的那样 准备回尸江南 而是向着河北磨刀霍霍 有关刘豫下一步的军事动向 宋书和自治通鉴 有分歧 宋书称刘豫有意经略赵魏 自治通鉴 认为他想攻打西北 司马光先生过于看重赫连勃勃和举曲 盟训的力量 认为刘豫不可能在关中和西北地区 存在敌人的情况下 贸然发动对北魏的战争 举曲盟训自保不暇 何敢侵入关中 况且陵西尚有西勤 只要刘豫继续征战北方 依照赫连勃勃欺软怕硬的个性 他是不会进攻关中的 司马光生活的北宋 受尽西夏的气 以为刘豫向宋仁宋宋英宗呢 刘豫是不折不扣的名将 十足的冒险家 宋书记载无误 他的目标很明确 攻打北魏 法魏是北伐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项 魏国是北方强国 同北魏打仗必须集中全国人力 物力和财力 所以刘豫提出迁都的设想 只有迁都才能做到这一点 迁都决策得到北伐将领的拥护 但很快被否决掉 王仲德的一席话史 继续北伐打了折扣 他说不寻常的事 不是常人所能接受 一旦迁都 必然引起举国惊骇骚动 如今军队在外作战已久 事有归心 迁都之计不可讨论 事有归心只是托辞 王仲德的第一句话才是关键所在 迁都大事 东晋百姓一时难以接受 高门士族在江南经营近百年 怎么可能放弃江东地区的既得利益 回到洛阳 势必与中原豪强发生冲突 现在的汉人 已没有司马瑞最初渡江时 寄人国土心肠怀惨的感觉了 高门望族已经以国人自居 再回到北方又成客人 洛阳隔阂与湖族相望 习惯于风流畅拥的江左衣冠 哪有胆量到中原来与湖马汉客 一决高下 右掌使郑先知的话 代表了江南士族对继续北伐的看法 他写信给刘裕说 江南士术引领已望殿下之反配 高门士族不赞同将战争继续下去 江南大后方存在危险 刘裕与高门士族关系不容下 门阀士族并非真心拥戴 陈俊谢氏和高平西氏明确支持过刘裕 没有高门士族支持 统治很难巩固 刘裕出身寒门 掌权后 泼木风流 极力往明氏堆里靠 常与明氏们一起高谈阔论 纵然如此 士族们虚情假意的多 看不起他的大友人在 高门士族的态度 刘裕不能不考虑 恰恰在这个时候 留守京都健康的刘牧之病死了 刘牧之是刘裕第一得意之人 二人为不一之交 幻命经口 刘裕以之为心腹 每次出征 国中之事事无大小 全部交给他处理 北伐前 任命刘牧之为尚书又仆叶 总管朝政 死讯传到关中 刘裕震惊悲痛 一连几天不胜挨挽 悲痛为刘牧之 震惊确实为自己 实书中称以根本无托 乃决意东还 这句话突出表明 刘裕对健康官员们的不信任 到底出于什么心思 让刘裕对所有的人充满警惕 因刘裕心里有个天大阴谋 王买德和崔浩猜得不错 刘裕要做皇帝 要改朝换代 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 八王之乱后 北方朝代更替频繁 五胡十六国 做皇帝的不计其数 南方却一直都维系着司马氏正统 想称帝的王敦下场凄凉 桓文至死不敢明明白白 告诉世人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 胆大妄为的环玄 身死国灭 刘裕出身数族 想登上万万人之上的位子 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绝无可能 北伐是争取民心人望的捷径 刘裕每次俘虏敌国君主 总是送到京都健康闹事口砍头 无非炫耀赫赫武功 刘裕心机深沉 做事隐秘 善于伪装 甚至对无话不谈的刘牧之 也没透露过一丝口风 刘牧之的死和洞察出刘裕心思 有很大关系 当禁军收复洛阳 刘裕派人回到健康 委婉地向朝廷请求加授酒席 这是明显信号 刘牧之如梦初醒 由是愧惧发病 惧怕从何而来 刘牧之本是刘裕心腹 纵使刘裕称帝 他是实实在在的开国功臣 但他感到有愧 对不住刘裕 作为留守大臣 心腹要员 竟然没有想到趁北伐大胜之机 给主子荣耀 要等主子张口说话 想起与刘裕关系之秘 对他还有防备 不肯直言 因此刘牧之思想压力加大 思虑重重 患了重病 刘牧之的死 改变了刘裕的想法 不在北伐 绝技东归 刘裕东归后不久 赫连勃勃占领关中 对于关中的得而复失 许多人将其归结为刘裕称帝野心 这种说法不全面 不足以解释刘员左国城起兵以来 持续一百多年 汉人与胡人复杂的民族矛盾 不足以说明 江南与关中人民的微妙心理 从前秦帝国开始 关中人民习惯做主人 刘裕与关中百姓有过一段对话 对话清晰表明了关中人的看法 当得知刘裕东环的消息后 三秦父老痛哭流涕地 来到大营门前劝阻 残民不沾王化 于今百年 十堵衣冠 人人相赫 长安石陵是刘公家的坟墓 咸阳宫殿是刘公家的市宅 您放弃他们想去哪里 刘裕为之感伤 劝慰道 受命朝廷 不得善留 感谢诸君怀念故国之志 今留下赤子 与文武贤财共振此境 希望你们和好共处 关中人明白告诉刘裕 关中是你的家 你哪里也别去 北伐胜利 刘裕抢占许多地盘 有了与高门望族对抗的威望和力量 可关中 毕竟是虎狼之地 百余年来 民族杂居 刘裕虽自诩汉室宗亲 也绝不可能放弃江南之地 来此三面受敌之所 刘裕斩杀姚氏 以大汉民族英雄自居 实际自绝于胡人 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是南朝始终未能收复 北方的原因之一 关中人民请刘裕 效仿汉高祖刘邦 放弃故乡 定都长安 那么关中豪杰百姓 定当与刘裕一条心 想当年 刘邦凭什么打败项羽 还不是依靠关中的人力和财富 刘裕放弃关中 抛弃关中人民 关中人民自然会抛弃刘裕 甚至不惜把匈奴狼引进来 大军一撤 关中处境危险 刘裕心中有数 他要安抚北方的那个匈奴美男子 刘裕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信 派使者交给赫连伯伯 约为兄弟 赫连伯伯这下子相信了王买德的话 刘裕要撤军了 人与人之间常常忽悠的 开玩笑的 搞竞争的 领导人之间也是如此 既然你刘裕忽悠我 来而不枉非离也 赫连伯伯预先让大臣写好回信 你好词自己背下来 再当着近史的面口受大臣罩写 有才干的领导人出口成章 演讲脱稿 不擅长口才的人 只能捧着稿子照着读 还时常念出错别字 赫连伯伯是个好面子的人 生怕别人瞧不起 于是赫连伯伯作弊 反正吹牛不上睡 他把近史忽悠了 也把刘裕忽悠了 刘裕看过信后 感叹此人才华出众 叹息说 我不如他呀 刘裕前脚刚走 西北狼后脚闯入长安 赫连伯伯兵分三路 对关中进军 实施战略包围 赫连归为前锋 率领骑兵两万直取长安 自己总领大军随后进发 赫连昌进兵同关 往买得南段清泥之路 留守关中的将领们 在关键当口发生内讧 进军主帅是刘裕二公子刘裕珍 年仅十二岁 十二岁对于慕容先卑人来说 不能算小孩 后颜皇帝慕容锤十二岁时 已经持马纵横在 高沟黎王朝的崇山峻岭中 可人家是先卑人 走马先边 从小沉浸于骑舍和游猎中 江南人做不到 更何况王孙子弟 照理说 关中何等重要 怎么能让一个小娃娃管着 因为刘裕猜忌心极重 不放心将领们 关中可是成就王霸之夜的好地方 刘裕珍喜欢文学 不喜欢武功 对于军事啥也不懂 刘裕回江南之时 亲自拉着刘裕珍的手 交给长使王修 希望王修尽力辅佐 王修与王震恶 沈田子 毛修之 傅鸿之等将领 并证关中 众将互相制约 谁也不给他们绝对权力 刘裕最不放心的人 就是王震恶 入关中 王震恶战功第一 王猛深得 关中人敬重 关中百姓 对于王家 倍感亲切 过于倚重 王震恶 有一件事 反映出刘裕的微妙心理 有人报告说 王震恶私藏姚红的 御用碾车 恐有意志 刘裕心惊 马上安排人调查了一下 发现王震恶 只是踢取碾车上的黄金珠式 那辆碾车早 抛弃到城墙外面去了 这才安心 王震恶固然胸无大志 却有个坏毛病 贪财 每次打仗 都要劫掠财物 曾经为抢夺财产误过战绩 入关中以来 更是变本加厉 后勤俯枯仓储堆积如山 王震恶私自盗取的财物 不计其数 他功劳最大 只要不谋反 多搞几个钱 刘裕从不语过问 江南诸将却极为不满 犯了红眼病 沈田子表现得最为激烈 沈家是江东无姓旺族 沈田子和沈林子兄弟二人 跟随刘裕讨孙恩 平卢巡 破南烟 入关中 并礼大功 清泥之战 已区区一千多人 大败姚洪数万大军 沈田子认为 没有他摧毁 后勤关中主力军 王震恶绝不可能偷袭得手 对王震恶洋洋得意的做派 根本看不惯 大军回江南前 沈田子打小报告说 王震恶老家在关中 不可完全相信 刘裕回答道 我留下文武将士精兵万人 王震恶如果图谋不轨 只能自取灭亡 你们别再多说了 我们从这一句话 可以看出 刘裕对王震恶也不放心 他私下里对沈田子说的话 暴露出提防之意 三国中会之所以叛乱失败 因为有魏观 苏语说 猛兽不如群狐 清等失余人 何惧王震恶 刘裕清楚 关中人心态 以占领军对待关中人 不得人心 禁军必定受到抵制 而王震恶会成为长安百姓心目中的代言人 假使王震恶不反 行事决定选择 一旦黄袍加深 皇帝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这就是刘裕说出上述一番话的本意 沈田子拿定上方宝剑 更加不服王震恶 匈奴下军抵达魏阳 关中百姓投降者道路相连 这就是刘裕的民族政策 劫出的恶果 沈田子见匈奴人兵势强大 从前线退兵 被王震恶训斥了一顿 刘公把十岁小儿托付给我等 当童心协力 你拥兵不尽 怎么能打败敌人 沈田子又生气又害怕 心道 我们地位平等 你王震恶凭什么如此牛逼 如果不是我 你尽得了长安 立得了投工吗 同事们之间和睦相处 是门学问 千万别把人逼急了 何况手握刀剑的军人 王震恶想不到 自己会死在战友的刀下 而且是在大敌当前之际 沈田子选择行凶的地方 很隐蔽 傅宏之的军营 王震恶会怀疑沈田子 绝不会怀疑傅宏之 王震恶是一个人来的 来傅宏之军营 商议对付匈奴人的军事行动 沈田子请求单独和王震恶谈谈 众人同意 退了出去 刀光闪过 一声惨叫 众将抢进大仗的时候 发现一具尸体 王震恶的尸体 那双眼睛大大的睁着 充满惊讶和迷茫 人们从来没有见过 王震恶如此惊讶的目光 即使在刀光剑影 血雨腥风的战场 那双眸子明白地告诉 在场每个人 敌人在哪里 敌人就在我们中间 士兵们被告知 王震恶欲杀进男人 据关中造反 沈田子将军奉刘太尉之命力斩判贼 傅宏之非报刘义珍 沈田子随后率数十起赶到长安 令他吃惊的是 少年刘义珍和长使王修一身假皱 军事们攻上弦 刀出鞘 如临大敌 沈田子神色镇定 静静道 王震恶谋反 我把他杀了 刘义珍将信将疑 王修勃然大怒 脸庞脖子仗得通红 语气因愤怒而激动 谋反 有什么证据 王震恶是大将 你有什么资格擅杀大将 来人 将沈田子拿下 斩首 又一个死不瞑目的人 沈田子与王震恶真是有缘 去鬼门关报道 竟也要结伴而行 和匈奴人打仗 只能派傅洪之与毛修之去 东晋将领 群星闪耀 拿出一个来都响当当 傅洪之率军两败 匈奴下军前锋 形势一度大好 关中王修说了算 刘义珍身边的人 渐渐对王修不满 刘义珍是个孩子 一高兴 乱发奖金 赏这人十万 赏那人二十万 王修从中裁减 分到个人手里 也就一两万 少拿钱的人 和沈家关系不错的人 在刘义珍耳边 滋滋 说王修坏话 王修是关中人 和王振鄂穿一条腿裤子 王振鄂谋反 沈田子杀了 王修杀了沈田子 说明他也想造反 一个人说不相信 架不住天天嚷嚷 刘义珍听信 小人之言 竟将王修杀害 王修一死 人心散了 刘义珍下令 边防诸军退守长安 关中乱翻了天 而远在健康的刘宇 官员亨通 借着北伐升威 当上大晋国的相国 封宋公 赐九夕 别看他远在万里之外 对关中情况 却了如指掌 王振饿死了 他没动心 沈田子死了 仍然没有动心 王修死了 刘宇知道 关中完了 他心里只剩一个念头 我的宝贝儿子不能死 凯恩快马加鞭赶往长安 护卫刘义珍东归 关中换将 朱灵石走马上任 都督关中朱军士 代替刘义珍镇守长安 临行之时 刘宇决心放弃关中 叮嘱朱灵石说 你到了那里 速令义珍轻装而退 等出了同关 才可缓刑 若关又必不可守 你与义珍一道回来 一切为时已晚 晋军归缩死守 赫连伯伯顺利执行着 合围长安的军事计划 匈奴军攻克咸阳 刘义珍已成瓮中之鳖 朱灵石到达长安之后 让刘义珍先退 自己仍不肯走 晋军大掠长安 满载抢夺来的珍宝 女人缓缓撤退 长安人大怒 把朱灵石赶走 迎接匈奴下军入城 赫连龟帅三万骑兵 追击晋军 傅红之劝刘义珍放弃 自重 轻装极尽 刘义珍受左右那些 爱才不要命的小人蛊惑 宁死不弃才 结果被匈奴兵包围 猛将傅红之 凯恩断后 栗战连日 撤到清泥 又遭到亡买的截杀 晋军大败 刘义珍和左右 亲兵失散 借着暮色 趴在草丛里躲过一劫 中兵参军断红 一路呼叫 总算刘义珍听出 他的声音 窜了出来 你不是段忠兵吗 我在这儿呢 咱们走吧 遇到危险 不要雇我 尽可割下我的头 带回江南 让家宫忘绝 段红气道 死生与共 下官不忍 段红把刘义珍 绑在背上 担马而逃 小刘义珍 对自己的过错 还阵阵有词 怕在后面对段红说 今日之败 实在少谋失算 然大丈夫 无有此经历 怎知世事艰难 匈奴兵攻击普版 朱灵石和朱超石兄弟 从普版赶到曹公雷阻击 为关中之战 书写了最后的悲壮 匈奴人截断水源 进军无水 眼见堡垒 即将陷落 朱灵石对弟弟道 你我兄弟都死在 异域边城 家中老母 岂不伤心欲绝 你从小路逃走吧 我虽死无恨 朱超石紧紧抓住哥哥的手 哭起道 人谁不死 我怎么忍心 辞兄逃命 要死 死在一处 曹公磊失现 朱家兄弟二人 同死于关中 倾尼惨败 匈奴人抓获 傅鸿之 快安 毛修之等 进军将领 贺连伯伯亲自劝降 傅鸿之不祥 寒风刺骨 滴水成兵 匈奴人扒光 傅鸿之衣服 赤条条扔在 冰天雪地里 傅鸿之毫不屈服 叫骂而死 残忍的贺连伯伯 为宣誓武功 激进军人投为金官 号约独楼台 关中之败 进军连丧王振厄 沈田子 傅鸿之 快安 毛修之 朱氏兄弟等将领 及一万精锐甲兵 折去江南多少好而难 清泥惨败 使刘豫威名受挫 他怒不可遏 下令整顿军队 克日北伐 大臣们苦劝不已 冷静下来之后 刘豫默不作声 当得知刘义珍 安全逃回的消息 55岁的刘豫 登上悬水峭壁的石头城 遥望西北 凯然流涕 一万多名跟随自己 出生入死将士的尸骨 泡在西北群山之中 怎能不让人心痛 北伐大业成为泡影 如果强行北征 朝廷中一旦出现差错 一生心血可要白费 此时此刻 刘豫心中隐藏多年的秘密 随着岁月流逝浮出水面 他要取东建而代之 建立属于刘家的皇朝 这个秘密谁也不知道 在门阀士族力量强大的江南 别说他一个小小的破落数族 王敦如何 环温如何 环旋下场又怎样 无论狼牙王氏 或是乔骏桓氏 统统一臭万年 他之所以停止北伐 匆匆从关中赶回 就是不想看到 朝局发生不利于自己的变化 为稳定人心和朝局 刘豫精明处理了 沈田子杀王震恶事件 王震恶是忠臣 沈田子属精神病发作 两家都没错 一团和气 对沈家不予追究 刘豫悄悄安排 刘氏子弟出局方阵 刘义珍为扬州刺史 镇石头城 三子刘义龙为荆州刺史 弟弟刘道连为徐 掩二州刺史 这道连之子刘义庆为豫州刺史 各地军政大权 牢牢握在刘氏家族手中 公元418年12月 彗星从天津星穿出 进入太彗星 过北岛 连结此彗星 经过80多天 彗星方才消失 北魏皇帝拓跋四 相信天文数数 对此次星变惶恐不已 征召帝国名儒 术士 问星变原因 崔浩达道 天灾异变的发生 通常照应地上人间的大事 如果人间的统治没有发生问题 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 当年往往篡汉 彗星出入的方向 正与今天相同 现在近时日趋没落 威王不远 彗星的出现 应该遇事流域将要篡夺皇位 拓跋四将信将疑 难道150多年的晋王朝 终于要寿终正寝 接管他的 却是一个赌徒破落户 在讲究门阀身份的南朝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深邃的天空 主宰着人类的命运 神秘的衬语 左右着人们的行动 昌明之后有二帝 昌明是孝武帝司马耀的字 上天告诉人们 他死之后 东晋上有两任皇帝 刘豫等不及 一个老人如何拖得过壮年皇帝 何况司马德宗是个白痴 白痴无仇无忧 寿命长得很 刘豫安排心腹王韶之 尽快结束白痴皇帝的寿命 改立皇帝司马德文继位 司马德文聪明 寸步不离皇帝哥哥 白天待在一起 夜里睡在一处 吃着相同的饭 王韶之犯了仇 士君毕竟不光彩 当着新皇帝的面更不妥当 杀也杀不得 毒也毒不得 两个人毕竟是两个人 司马德文不是皇帝的影子 这天生了病 外出看医生 王韶之物忙入宫 来不及召集武士 另跟班随手抄起皇帝 平常穿的衣服 活活把皇帝勒死 白痴有时是幸福的 他体验不到人生的艰难 只有死亡那一瞬间的痛苦 司马德文太痛苦了 他明白了一切 如果你问 最不想做的是情是什么 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 做皇帝 为了祈福 他步行几十里 从瓦关寺 迎来一尊一丈六尺高的金像 佛祖不会保佑 不思进取的人 他的痛苦快结束了 公元420年正月 中国大地烛火通明 人们熬年首岁 期待来年吉祥如意 57岁的刘豫 在石头城宋王宫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晚宴 闻五百官全部到齐 九夕之上 刘豫表情从容安详地 对群臣道 环玄篡位 顶命一一 我手上大意 兴富帝氏 南征北伐 平定四海 攻城夜铸 碎和九夕 今年将摔墓 崇吉如此 雾祭成满 非可久安 金玉奉还爵位 归老京师 刘豫说自己是 挽救大晋朝的忠臣 功劳很大 以至于授予九夕的荣耀 地位隆重 不能愉悦 道家不是说 耻而迎之 不如其矣 应满要适可而止 我已经老了 准备辞去官职和王爵 回家遗养天年去 刘豫主动请退 大出所有人意料 群臣莫笑其矣 不清楚 不能乱表态 官场混的人 多是老油条 纷纷大赞 刘豫功德 说了一些堂皇的客套话 正话反说 刘豫心机深沉 心中秘密隐藏很深 满朝文武官员 竟无人了解刘豫的真实想法 想做皇帝 便是谋反 作为臣子 这等事情 怎能说出口 既然别人悟不出来 只能自己讲 要讲的有策略 我要退休了 言外之意 如果你们想留下我 就得加官 王上再加官 那就是皇帝了 终于 有一个人领悟了 那是酒席散后的事 夜色已晚 群臣散去 中书令傅亮走出王宫之后 灵光一现 恍然大悟 才寻思出流域一席化 隐含的真实用意 傅亮出身北地富士 祖辈做过西境高官 渡江后 家境大不如前 父亲傅院只做过一任太守 属酒品中的中下品 不列轻品 傅亮博设经史 友善文词 可惜为门第所限 官运不通 刘豫经口建议之前 仅为秘书郎 环旋倒台 在建议诸将官罩下 傅亮一路升迁 刘豫更将其提拔为市中 中书令 称为台府重臣 可以说 没有刘豫 就没有傅亮的今天 领会刘豫意图之后 傅亮急忙返回 此时公文已毕 傅亮扣门请见 刘豫照他入殿 傅亮进入之后 只说了一句话 我应该回京都一趟 刘豫轻轻叙了一口气 世间不乏伶俐之人 自己的那番话 终于敲开了一个鱼目脑袋 刘豫的表情仍然很淡薄 宁静得像一红秋水 与其平和 需多少人护送 傅亮达到 数十人即可 说完 拜辞而出 此时已是半夜时分 仰头望去 但见彗星划过夜空 灿烂辉煌 傅亮手拍大腿叹道 我常不信天文 今天应验了 傅亮回京 委婉暗暗示 进宫帝司马德文 善让天下 一切不劳皇帝动手 傅亮把草拟好的 退位诏书呈上 请皇帝亲自抄写 该来的总是要来 不属于自己的 总要失去 司马德文早就料到这一天 欣然操比 对左右说 环玄之时 尽是已无天下 信赖流公才得以延续 将近二十年 今日善位 我是心甘情愿 纵使司马德文 装出一副 一点也不悲伤懊恼的样子 可刘豫照旧下黑手 善位后废为灵灵王 安置在墨陵 有了兄长的教训 司马德文更加谨慎 与杰发七储灵园 形影不离 为防毒杀 一汤一水储灵园 亲自品尝 一年后 储灵园的哥哥来找妹妹 又是一瞬间的事 储灵园与哥哥谈完话 匆匆赶回卧室的时候 司马德文 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目瞪口呆的储灵园 当然知道 刘豫不想让任何 可能泄密的人 见证皇帝的死亡 掩耳盗铃 没有人会认为 司马德文死于情杀 仇杀 误杀 刘豫背负上 第一个诛杀 善位君主的恶名 他不想不还宣前车 不想留下隐患 因为东晋南朝 是门阀士族秉证的国家 皇帝没有绝对权利 晋王朝从公元265年 晋武帝司马延代位 到420年 晋公帝司马德文 善让地位给刘豫 前后经历两近155年的历史 刘豫登上地位 国号为宋 改元涌出 南朝第一个皇朝诞生 刘豫成为宋朝开国武皇帝 中国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时代 刘宋开国没有发生动乱 寻常百姓为刘豫北伐中原的赫赫武功折服 战功满足了人们的虚荣心 江南的门阀士族们 被闹势口砍杀胡人的邪淋淋的屠刀 惊得魂飞破丧 哪里有胆量反对 新朝建立 更有一番气象 刘豫出身孤寒 懂得架色苦心 甚至创业艰难 他清俭寡欲 一改未尽以来 崇尚奢华的风气 车马不佳装饰 后庭无挽起私竹之音 内府不藏财宝 钱财皆在朝廷 宫中连玉床脚上的金钉 银钉也令人取下 一律改换铁钉 朱公主出嫁 嫁妆从来不超二十万钱 无锦绣金玉 刘豫常住的一处居处 用的是土屏风 不登陋 麻绳服 悬挂着贫寒时代 使用过的农具 补坠多层的破棉袄 受他的影响 内外陈属 莫不遵纪手法 行为节俭 没人胆敢奢靡 刘豫不喜铺张 不搞排场一仗 喜欢简易 衣着十分随便 他时常穿着普通裙帽 这廉齿木鸡 出神虎门私游 左右随从不过十多人 夕阳西下 鱼歌唱晚 刘豫行走在 斜阳草树 寻常巷末中 回顾往日岁月 几多感慨 他这个默默无闻的平民 孤身加入北斧军 四十岁 还是一名小小的军官 时事造英雄 黄金大起义 造就了刘玄德 孙恩大起义 造就了刘继奴 借镇压农民军之机 刘豫从一个默默无闻 小小的北斧军司马 一跃成为中国大地上 叱咤风云的英雄 拜孙恩 灭环玄 破卢巡 斩刘翼 取西川 为广固 入关中 诸灭慕容仙卑 和枪族姚氏两大皇族 重新拯救灭亡的晋王朝 振奋起汉人的汹涌之气 北魏名媛皇帝拓跋四 曾将刘豫和慕容锤两相对比 问大臣崔浩说 刘豫之财 何如慕容锤 崔浩答道 盛之 慕容锤即父兄之资 修复旧业 国人投靠他 就像夜虫飞向火光 烧家倚仗 容易建功 刘豫奋起寒威 不及池土 讨灭环玄 兴富尽势 北秦慕容超 南霄卢巡 所向无前 若财不过人 安能如此 有人将刘豫比作曹操 曹操除了诗词文章远迈刘豫之外 无论自身才干 事业性格 还是政治 军事上的作为来说 均略逊刘豫一筹 就像崔浩所评说的那样 刘豫出身 微贱贫寒 没有一池土地 可以评鉴 曹操呢 虽说是宦官之后 南与袁绍等士族豪强相比 但东汉换党全是熏天 曹操沉流起兵 得到曹氏 夏侯氏 魏姿等地方豪强的鼎力相助 远非刘豫可比 公元422年春天 纵横天下的宋武帝刘豫 仅仅做了两年 皇帝便因病与世长辞 十年六十岁 斜阳草树 寻常相末 人道济奴曾著 历史会永远记住 这位雄徒大略 用兵如神 弃吞万里如虎的平民大英雄 他比东晋任何人都有资格做皇帝 未能平定中原是刘豫留给后人的最大遗憾 人们把原因归结为称帝野心 不过一面之词 刘豫之所以未能平定中原 因为他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英雄 而用战争和杀戮 解决不了民族矛盾 东京的北伐军 激起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 才是统一大业迟迟不能完成的最根本原因 历史期待着一位真正的英雄 一位融合天下民族的大英雄 滚滚长江 浩浩荡荡 奔流不息 带走工业与遗恨 欢乐与雷水 只留江山如画 烟雨空蒙 是非功过 千秋往事 任由后人评说 迎着黎明的阳光 大江南北 黄河两岸的人们离开旧世界 走向新的未来 没有人知晓 这片美丽的土地 还会发生多少动人心魄的故事 生命永远不会停息 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主人